都市修仙高手第133集 天地之间共有四大混沌至宝 分别是开天神斧、混沌青莲、造化雨蝶和鸿蒙珠 这其中盘古的开天神斧又化为了三大先天至宝 夫人化成了盘古藩 夫辈化成了太极图 夫饼化成了混沌粥 盘古藩在原始天尊手中 太极图在太上老君手中 混沌粥在通天教主手中 造化雨蝶记载了大道三千 但是因为开天而破损 后被红军老祖所得 助其成就至高神位 至于鸿蒙珠乃是红军老祖的本源所化 隐藏三千大道法则 鸿蒙珠内有一番鸿蒙世界 当年盘古三清在鸿蒙珠内开天辟地 但红蒙珠无法承受恐怖的破坏力 导致红蒙珠本源四散 也因此退化 最终成为了混沌珠 并被原始天尊持有 而这混沌珠也是五大天道祈宝之一 另外四件天道祈宝 分别是原始天尊的朱天庆云 太上老君的天地玄黄玲珑宝塔 通天教主的六魂帆 和太上老君的龙手金拐 窝了个操 貌似所有厉害的法宝都被盘古三清给瓜分了呀 苏默喊言道 他们三个到底谁的法宝最多 小西说道 法宝不在乎多少 而是在乎威力大小 太上老君作为红君老祖的首徒 但他门下只有玄都一个徒弟 所以他的法宝绝大多数都被他一人持有 而且太上老君对任何事情都是持任其发展的态度 既无为又无所不为 而原始天尊则是深得红君老祖的器重和疼爱 当年在分饱岩上 红君老祖便将大部分杀伤力强大的法宝都分给了他 至于通天教主 他的结教门下先人最多 而他的弟子也是最多 所以他的很多法宝都赐给了门下那些弟子 甚至是通天教主所拥有的法宝 还没有他的大弟子多宝道人多 当年红君老祖在分饱岩上 给六大天道圣人 也就是六大道尊分饱之后 将剩下的所有先天灵宝 全都给了多宝道人 据说他手上的法宝多达上千件 上千件 苏默无语了 那可真是土豪啊 苏默现在全部家道 也就是困龙剑和炼妖狐 还没有人家的灵头多呢 你说六大天道圣人 这天道圣人就是传说弄道尊 都是哪六位啊 苏默问道 六大天道圣人 统称为诸天六圣 分别是原始天尊 太上老君 通天教主 女娲娘娘 剑引道人和准提道人 小夕说道 哎等等 菩提老祖那么厉害 居然不在这六圣之内 还有那个镇原子 都是圣名赫赫的至高神啊 苏默疑惑道 菩提老祖也是道尊实力 跟诸天六圣不相上下 镇原子同样如此 还有如来佛祖 这诸天六圣属于道家划分 跟佛门无关 而且 菩提老祖和镇原子 都是极为低调之人 从不证明主力 其实三界之内 还有很多名气不大 实力却非常强大的高手 小夕解释道 原来如此啊 苏默说道 随即又问道 那猴哥呢 他到底是什么实力啊 道神境 不过 齐天大圣传承的是道门法术 最终却成为了佛门之人 也就是佛神 小夕说道 道君 道神 道尊 道祖 原始天尊和女娲娘娘他们 都是道尊境 那么红君老祖 肯定就是至高无上的道祖境了 苏默说道 红君老祖三界第一 小夕说道 苏默憧憬道 什么时候我才能达到那种境界啊 主人天风一饼 将来肯定会大有成就 小夕说道 苏默呵呵笑着起来 然后便问道 昨天下击 也就是那个武当 施展出的剑招 你可知道那是什么 那是当年通天教主 自创出来的绝世剑招 在三界之内 赫赫有名 小夕说道 苏默惊讶的 怪不得那么厉害 竟然是通天教主自创的绝招 据我估计 清平剑的力量应该被封印了 这可能是出自通天教主的周笔 会随着武当实力的提升 而不断的增强 不然的话 作为极品先天至宝的清平剑 武当的转世之身 根本无法驾驭 小夕说道 这跟破损的练妖狐 差不多一个性质啊 清平剑的力量是被封印了 会不断的增强 而练妖狐则是破损了 可以不断的恢复 苏默说道 是的 小夕说道 哎呀 那么厉害的宝剑 我要是也弄一把 那就好了 苏默羡慕地说道 主人不必羡慕 小夕说道 盗炮老者已经安排好了一切 等主人踏入到河道境之后 虽然会有一把 矿氏宝剑适时出现 同而为您所用 矿氏宝剑 什么剑 苏默惊讶道 主人 请说小夕无可奉告 等到时机成熟 主人自会知详 小夕说道 还卖关子 苏默郁闷地说道 我只能告诉主人 那是一件杀伐能力 不亚于盘古番的先天至宝 小夕说道 比盘古番还要厉害 苏默震惊道 小夕说道 四大混沌至宝 其实已经名存实亡 而三大先天至宝 已经算是三级之内的 最强法宝 其上不存在更强的法宝 盘古番 乃是三大先天至宝之首 当年盘古大神 开天辟地之时 盘古番起的是重要作用 而太极图和混沌中 只是辅助作用罢了 太极图负责定地水火风 混沌中负责镇压混沌 所以盘古番融合的 开天功德最多 使得盘古番的威力 力压其余的五大天道圣人 由于盘古番的威力 实在太大 就连不死不灭的天道圣人 道尊也对盘古番有着十分的忌惮 所以红炎老祖 并将防御力排在天道第二的 朱天庆云 赐给原始天尊 并且叮嘱 盘古番不可轻易祭出 这么厉害 听你这样一说 貌似盘古番 就是目前三级之内 沙发威力最强的法宝了吧 苏默震惊的 朱天庆云排第二 那谁排第一啊 天地玄黄玲珑宝塔 也就是太上老君的防神至宝 也是五大天道几宝之一 乃是盘古开天之时 大道玄黄之气 与盘古开天功德融合所化 共有一十九层 这也是天道之术 此宝无视任何攻击 防御力乃是天道第一 而通天教主的混沌中 防御力则是排到第三 小夕说道 苏默天后激动万分 盘古番的威力 堪称三界第一 小夕说不亚于盘古番 那真的是想想就让人激动啊 这些事情对于主人来说 太过遥远 眼下主人不用去考虑太多 提升自身实力才是王道 除了等级之外 法术也不能忽略 毕竟厉害的法术 比法宝更加有用 小夕说道 苏默笑着说道 这些我都明白 那些传说中的法宝和境界 都是十万八千里外 我不慌 我慢慢来 等我将来也拥有了 动恒三界的实力之后 该有的全都会有 修炼一宿 顺利的提升到了反虚境巅峰 致使炼妖狐直接连跳两阶 晋升成为了极品灵气 得知这么多关于三界的密闻 并且还意外的得知了 下机的真正身份 如此巨大的收获 让苏默也是欣喜万分的 身上还残留着夜云丽的女人香 于是苏默就去洗个澡 把自己洗得一尘不染 然后就去楼下厨房找吃的 随便垫了垫肚子之后 苏默重新上楼 打开电脑 准备看点资料 下机这个名字 苏默第一次听到的时候呢 就感觉有点熟悉 或许自己在哪里见过 在好奇心的驱使之下 苏默就打开了万恶的百度百科 历史上有两个比较出名的下机 因为古代的那些妃子皇后们 真正的名士呢 都不会细说 都是什么妃啊 什么士啊 比如说 萧淑妃 陈氏 马氏 赵姬之类的 秦始皇的祖母叫做下机 而另一个下机就非常牛逼了 这个下机原本是 春秋时期郑国的公主 是郑木公的女儿 因为嫁给陈国的司马夏玉叔 因而被称作了下机 这个下机呢 乃是春秋时代公认的 四大美女之一 是个出了名的炮筒 公交车 被很多男人上过 与多位诸侯大幅乱搞 并因此引发了一连串的历史事件 实在称 他三次称王后 先后七次嫁给别人为夫人 共有九个男人 因为他而死 号称杀三夫一君一子 王一国两清 看完了下机的资料之后 苏默点根郁闷的香烟抽了起来 他这个屌丝 对于历史的了解并不多 坐在电脑前 看了下机的资料之后 又陆续看了 山鹰公主 赵飞燕 武作天 还有北齐历代君王的 安邦事迹之后 苏默顿时发现 自己真的是太他妈纯洁了 山鹰公主刘楚玉 在当时刘宋王朝 有皇族第一美女之称 在丈夫何吉死后 竟然养了三十个男宠 萧昭叶的皇后何精英 经常跟皇帝身边的那些人趴趴 赵飞燕更犀利 跟自己妹妹赵和德 双剑合逼 共事汉成帝 原本苏默觉得 在这个现代社会 包养情人什么的 是非常不道德的事情 尤其是那些大款们 动不动就是三四个老婆 然后呢 私生子一大群 但是了解了历史之后 再看这种事情 那就真的没什么了 毕竟我们要向古人学习嘛 在日本那种神奇的国度 都将毛片当成了一种经济事业 来发展了 还谈什么道德呀 法国 比利时 意大利 拉丁 美洲 日本 塞尔维亚 泰国等等 早已达到了卖肉合法化 时代趋势依然如此 到处都充斥着肮脏与腐朽 你还装什么味道事啊 一个人可以去改变自己 但是谁又能够去改变整个世界呢 在电脑前坐了半天 看了很多资料之后 苏默的心理是久久不能平息啊 既然世人都已如此 那我还装什么纯洁啊 这一年头 必须要与时俱进 跟得上时代的步伐呀 想到这里 苏默的心理就释怀多了 原本他在韩国首尔睡了夜云历 让他感觉罪孽深重 但是现在 那种罪孽感 已经彻底的荡然无存了 跟那些把睡女人 当成吃饭一样的大哥们相比起来 苏默已经纯洁的一塌糊涂了呀 现在的那些妇婆们 都开始成群的养小白脸了 苏默多找几个老婆 也不为过呀 女人都这么奔放了 男人还进出什么呢 十一点的时候 夏宇和打来了电话 或许是因为苏默睡了夜云历的缘故 这让他的心里啊 非常愧疚 所以看到夏宇和打来电话 让他有点小小的紧张 老婆在哪呢 苏默笑呵呵地问道 这两天你跑哪儿去了呀 夏宇和当即质问道 在家闭关修炼呢 哪儿也没去呀 苏默说道 今天是元宵节 宝天集团今天晚上 要在工人体育馆 举办晚会 请了很多大明星 今晚你要陪我去看哦 夏宇和说道 请的都谁啊 苏默好奇地问 泰勒斯威夫特 凯蒂佩里 全智龙 少女时代 方明尼特 Tiara 刘德华 张慧妹 韩磊 孙楠 这是歌星 还有说相声和言小品的 夏宇和说道 半春晚呢这是 你就真是好大的手笔啊 请这么多国外的 出场费老高了吧 苏默惊讶道 有钱就是任性 想请谁就请谁 夏宇和说道 苏默呵呵笑了笑 然后说道 那好吧 晚上到我电话啊 别玩失踪 夏宇和叮嘱道 嗯嗯 苏默说道 对于韩国这些女生组合 和男渣歌手 苏默从来都没有关注过 因为他对这个 全民整容的国家 没什么好感 而那三个 全都有女生组成的团体当中 苏默唯独认识 那个金玄雅 而这个呢 也是拜鸟叔所赐 不然的话 苏默也不会认识他 至于泰勒和凯蒂 苏默倒是比较喜欢 因为苏默平时喜欢听 欧美流行歌曲 对这两个乐坛天后 非常了解 凯蒂演出 基本上都是紧身迷你群 连体胸衣的造型 并且还喜欢切一些香蕉 西瓜等等可爱元素 却改装成糖果抹胸 草莓文胸穿身上 所以呢 他被称之为水果姐 而且他也是凶器侧露 而泰勒则是比凯蒂更牛逼 这两个呢都是创作型歌手 但是泰勒的知名度更高 泰勒最牛逼的地方 还是他换男朋友的速度 他交往过的男朋友 十根手指都数不过来了 而且他还总是会把那些感情经历 写到歌词里面 换句话说 他是在通过疯狂的谈恋爱 然后去寻找创作的灵感 欧美流行乐团 像他这种奇葩 绝无二家 凯蒂和泰勒 可谓是骄恶多年 没想到 这次竟然会同台演出 苏默对此啊 也是非常惊讶 踏上修仙道路之后 苏默就不再崇拜任何一个明星了 如今有机会目睹一番曾经崇拜 甚至意淫过的女明星 这也是非常不错的 苏默驱车前往市区 路上呢给张江流打电话 询问他装修情况 张江流说啊 材料已经购买齐全 工人们正在改水电 张江流做事 苏默还是比较放心的 毕竟他崇拜苏默 而且呢 也是在尽可能讨好苏默 所以苏默吩咐他做事 那他绝对不会怠骂 刚挂了张江流的电话 夏江林便又打了过来 看到是他 苏默的心里慌得不行 毕竟苏默睡了他老婆夜晕厉 做贼心虚的苏默 甚至都有点无法面对夏江林了 主要还是苏默太年轻 没有干过这种固挡 夏总 苏默接通电话问候道 默默 你再保评吧 夏江林问道 那 苏默说道 那来家吃饭吧 正好有点事情 要跟你说 夏江林说道 什么事情啊 苏默若若地问道 心想 不会是你发现了什么破绽 想要兴师问罪吧 都市修仙高手 第134集 夏江林笑着说道 你来吧 那好 我现在就过去 苏默说道 挂了电话 苏默长呼口气 心脏都在猛跳 是福不是祸 是祸 躲不过 如果夏江林真的发现了苏默跟叶云丽之间不可告人的秘密 那么苏默也只能坦然面对 毕竟他在韩国首尔按指叶云丽干了20多次 东窗事发了 那就要勇敢的承担后果呀 男人就要坦荡荡 不管对与错都不能装孙的 苏默到了之后 夏江林和叶云丽正坐在客厅里看电视 而且啊 还有一个人 苏默一眼就认出 这是个反虚敬后期的高手 苏默在打量他的同时 他呢 同样也在打量着苏默 眼神看起来有点复杂 因为他完全察觉不到苏默的气息波动 新年呢 已经够完了 庸人又来上班了 等苏默来后便端茶倒水 默默来了呀 叶云丽欣喜地说道 说 阿爷 苏默对着二人问候道 叶云丽看苏默的眼神 已经不再是以前那样了 毕竟他跟苏默的身体 已经交流过很多次了 苏默不敢跟叶云丽对视 害怕露出破绽 快坐吧 夏江林微笑着说道 苏默点头并给夏江林递了一根烟 给那人递烟 他却白手说道 谢谢 我不抽 苏默笑了笑 自己也点根抽上 然后便对夏江林问道 说 这位是夏江林说道 我来介绍一下 这位是王伯 我的私人保镖 苏人保镖 苏默非常惊讶 并问道 那我以前怎么又听您说过呀 那是因为王伯前段时间 闭关修炼了 最近刚刚出关 你没问过 所以我也就没有给你提过 夏江林笑呵呵的说道 这样啊 苏默恍然道 没想到夏江林竟然会雇佣一个这么厉害的保镖 反虚镜后期 虽然没有苏默厉害 但是已经非常吊逼了呀 高手啊 或多或少都会有些傲气 这个王伯看起来冷冰冰的 显然是孤傲之徒 见到苏默这种牛逼的人物 眼神当中非但没有那种崇拜敬佩之色 竟然显得有些淡漠 这让苏默有点不爽 对于这种人 苏默也懒得理会 然后便对苏默问道 夏总叫我来 肯定有事吧 夏江林说道 哦 是这样的 今天元宵节 我们集团呢 要举行元宵晚会 请了很多大明星 晚上在工人体育馆演出 都是我们宝天集团的内部员工 而且呢 还有市里面的领导 之所以把你叫来 就是想要麻烦你 在今天晚上时候 负责一下安全方面的工作 就这事啊 苏默说道 心里面呢 也算是松了一口气 只要不是兴师问罪 那一切都好说 呵呵呵 以防万一嘛 夏江林笑着说道 苏默点头道 应该的 反正我也闲着没事 顺便还可以看演出 以前经常听 泰勒和凯蒂的歌 也特别喜欢他们两个 今天晚上能够有幸见到本人 心里面啊 也是有点小小的激动啊 这时 叶云丽说道 这两个是老死不相往来 能够请到他们两个 让他们同台演出 也是花了大价钱啊 哼 这些明星们 谁会跟钱过不去呢 苏默微笑着说道 跟叶云丽有了一个 短暂的眼神交流 苏默就立即收回目光 当着夏江林的面 还是小心为妙 今天晚上 交警和公安局 全员出动 为之秩序 不过 重点还是你和王伯二有 如果发生普通性质骚乱 你们无需插手 如果有修饰高手来闹事 那就需要麻烦你们两位了 夏江林说道 夏总放心吧 苏默打包票的说道 他现在已经是 反虚境巅峰实力了 再加上他还有无极战凯 即便是单挑河道 就高手 那都是毫无压力的 若是在那些国际大都市里 苏默呢 还没有横着走个股本 但是在宝平 绝对横着走 那个王伯呢 并没有留下来吃饭 午饭做好之后 三个人便去餐厅开吃 夏江林打了一瓶五粮液 说要跟苏默喝两杯 每次见到苏默 夏江林都显得特别的高兴 所以呢 基本上顿顿喝酒 吃饭的时候 苏默就对夏江林问道 说 那个王伯给你多久了 半年多了 夏江林说道 他就住在对面 苏默问道 因为苏默感受到了 王伯的气息 就在对面那种别墅里面 是啊 这个王伯 伯展言谈 性格孤僻 不过态度呢 还是很认真的 夏江林说道 他似乎看我很不爽 苏默说道 王伯今年二十五岁 能够达到反须镜后期 已经算是非常厉害的高手了 但是遇到你这种天才少年 那就要逊色很多 他那是极度 心里难免有些不平衡 夏江林说道 你别往心里去 不必跟他一般见识 苏默做了一个近身的手势 然后说道 这种话就别说了吧 修士的耳朵都特别尖 我们说话 他都能够听得到 夏江林意识到了这一点 就呵呵笑了起来 然后举起酒杯来说道 来 喝酒 苏默跟夏江林碰杯 一饮而尽 叶云丽又给他针满 伺候得非常周到 看着叶云丽苏默便故作惊讶地说道 几天没见 阿姨看起来漂亮多了呀 一声不吭的 就跑韩国整容去了 夏江林撇着嘴说道 似乎有些埋怨 但是也不敢说太多 就分个胸做个美白 叶云丽说道 夏江林微皱眉头说道 默默在呢 你就别说这个了 叶云丽则是笑着说道 那有什么 默默又不是外人 苏默见状 便给夏江林滴了一根烟 而夏江林呢 可能做梦都不会想到 叶云丽的胸 是苏默给他整大的 他的肤色看起来更有光泽 那都是被苏默滋润出来的效果 怨气是一种毒 积压太多就会发作 在首尔的那两天 苏默操了叶云丽二十多次 使得叶云丽积压的怨气和苦闷 彻底得到宣泄 让他的精气神 也有了显著的提高 说喝酒 苏默笑着说道 再次举杯 夏江林的酒量不错 两个人喝了一瓶之后 就没有再续 说是公司还有一些事情 下午呢 要去处理一下 不能喝太多 现在酒驾查得很严 不过夏江林呢 倒不担心这个 因为没有哪个傻屌交警 会闲得淡疼去查他的 夏江林走后 苏默也告辞了 他家里有女佣 这比较淡疼 开车离开的时候 苏默给叶云丽发了一个短信说 安全起见 最好还是把女佣给辞了吧 挪贝遵命 看到叶云丽发来的这条短信 苏默浑迅直起鸡皮疙瘩的 心说 你都什么身份了 竟然还跟我卖萌 护山短信 苏默说道 我等 叶云丽回复道 苏默开车去饭店 张江流呢 则是在现场监攻 四下里看了看 又站着跟张江流 砍了半天的蛋 他说 朱丽叶呢 整天念叨苏默 并让苏默抽空多陪陪他 苏默满口答应 说最近太忙 等有空的时候 肯定会陪他 三点多的时候 苏默就走了 然后呢 准备去徐县家里 看望一下徐英红 女人经受了沉重的打击之后 很容易精神崩溃 徐英红先是死的男人 后又差点被强凑 在这种双重打击之下 稍微再受点什么刺激 估计就会携菜 薛倩已经失去了爸爸 如果徐英红 再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话 那他恐怕就要疯了 苏默送了别墅 送了豪车 这种双重大礼包 在很大程度上 缓解了徐英红心里面的伤痛 作为薛倩的正牌男友 尽量多的去关爱关爱他 也是责无旁贷的事情 另外就是 苏默现在有着非常强烈的第六感 他总感觉 这个徐英红啊 有点不太正常 他对苏默说的那些话 以及他看苏默的眼神 都不太对劲 最要命的是 那天晚上 苏默救了他之后 他竟然说让苏默抱住他 苏默不抱 结果他主动的抱住了苏默 本来苏默也没有往更深的层次想 但是叶云丽这种豪门贵妇 都处心积虑的给苏默成功跪舔了 回过头来再去观察徐英红 那就不得不怀疑 他也有这种可怕的想法了 所以苏默现在不得不慎重考虑 如果徐英红真的有这种想法的话 那他到底该如何处理 苏默上学不在家 徐英红整天一个人在家 住着这么大的豪华别墅 过着贵妇般的奢侈生活 也不知道他寂寞不寂寞 苏默一时兴起 就想来一个突袭检查 看看徐英红一个人在家的时候 都在干嘛 因为董苏默和何云兰两家呢 全部都住在这个小区 所以苏默就把车 停在小区外的一个角落里面 然后化身雨淹 直接飞进了小区 到了徐英红家里 然后就从开着的窗户 飞了进去 客厅里没有人 但是苏默给徐英红买的 那辆奥迪A8就停在门口 他肯定在家 这时苏默敏日的耳朵 听到了楼上细微的声音 因为没有刻意去偷听 所以有点不太清楚 等他仔细一听 顿时按骂一声 卧槽 那声音他太熟悉了 Oh my God Come on baby Oh yes 听到这些声音 苏默整个人都醉了 难道徐英红竟然在家里偷男人 这个女人看起来光鲜亮丽 知书达理的 竟然会做出这种事情 他怎么这么骚啊 但是仔细一听 苏默就排除了这种可能 首先 徐英红不会英文 而且啊 这声音也不是徐英红的 难道徐英红在看毛片 想到这里 苏默是热血沸腾 于是立即朝着楼上走去 来到徐英红的卧室门前 果不其然 正如他所料那般 徐英红就是在看电影 苏默呢 是来看望他的 却没想到 竟然会遇到这种事情 这个时候 苏默的心里面非常纠结 他是该机智地离开 还是进去看看 其实呢 徐英红做这种事情 苏默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毕竟薛庆东死了 作为一个寡物 得不到男人的疼爱 身体需求得不到满足 那就只能自己动手解决了 更何况 他这个年龄 正是如狼似虎的阶段 胃口特别大 这一点啊 苏默已经在叶云丽的身上 得到了证实 像薛千那种年轻的小女生 一晚上十几次 你能把他折腾得昏天安地 但是像叶云丽那种美妇 你一晚上玩他十几次 根本就没压力 苏默这个屌丝 以前呢 还是每周撸三次呢 更别说是徐英红 这种类型的女人了 所以徐英红做这种事情 苏默非但没有鄙视 甚至还有些同情和可怜 打扰他满足 有点不近人情 但是苏默又特别的 想要窥视一番 因为他没有亲眼见过 女人自己捅自己 是何等一番风景啊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苏默拿定主意 准备无耻的进行窥视 光明正大的推门进去啊 那肯定不行 于是苏默就变成了蚂蚁 从门缝里面爬了进去 进去之后 苏默就看到 徐英红正坐在电脑前 看着屏幕上的真人大战 手里面呢 正拿着一个电动的东西忙活着 嘴里还不停的恩恩啊啊着 看到这一幕 苏默可谓是瞠目疾舌 据说在淘宝上 女性自卫器的销量直高不下 还有那种专门销售 这类产品的网站 销量都是超级高 样式繁多 五花八门 各种类型的都有 如今看来啊 这貌似是真的 苏默现在就特别想要知道 徐英红用的到底是哪一款 苏默看了几分钟之后 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因为这东西充满了罪恶 苏默已经有点把持不住了 再看下去 说不定他就会做出 某种过分的事情 毕竟冲动是魔鬼 这东西啊 人们很难去控制 尤其是面对这种事情 说不定脑子一热 直接就冲上去了 过失杀人 绝大多数都是在冲动情况下发生的 脑门一热 不管三七二十一 先砍死再说 然而冷静下来之后 就是各种悔不当初啊 苏默准备逃离这个是非之地 于是顺着原路 重新爬出了卧室 出去之后 献出原形 苏默点根烟 站在楼道里面猛抽起来 徐英红依旧在里面法克米 听得苏默是浑身发麻呀 摇了摇头 心说走吧 就当没有来过好了 结果就在苏默刚准备 悄无声息地离开的时候 徐英红的手机响了 慌乱的他 立即暂停了电影 调整了一下状态 似乎很不爽地接通了电话 然后直接来了句 干嘛 听到这样的语气 苏默顿时皱眉 停下脚步便仔细偷听 英子 我在你家门口呢 给我开门呢 电话里面那个男人说道 你跑我家来干嘛 徐英红诧异道 不是跟你说过了 这小区里面住着的都是熟人 要是让别人看到了 你想害死我呀 你赶紧走 一秒都别停 操 听到这里 苏默按骂一声 徐英红竟然真的在外面私混 苏默煞费苦心地送他别墅 送他豪车 还给他一百多万零花钱 他竟然不守复道地在外面偷男人 这一刻苏默非常气愤 真想一脚把门踹开 然后冲进去给他两巴掌 你快点让我进去 不就没人看到了呀 那人说道 范欣容 你就别再纠缠我了 我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 我们之间是不可能的 徐英红说道 嗯 苏默眉头皱得更紧 貌似事情并非是他所想的那样 当初跟你离婚之后 我就特别后悔 你嫁给徐庆东后 这些年 我始终都是孤身一人 现在徐庆东死了 你也剩下一个人了 这说明 我们两个还有机会呀 那人说道 闲外之音就是 徐庆东死得好啊 竟然离过婚 苏默惊讶的 徐英红冷哼一声说道 你喝酒赌博 死不悔改 现在看到我过得好了 就想跟我破镜重圆 鼻子又不知道 你什么心思 你就是冲着我别墅和钱来的 范欣容 我告诉你 你想的没 英子 我对你是真心的呀 那人说道 滚 徐英红冷声骂道 然后 就挂了电话 都市修仙高手 第135集 听完了整个对话过程 苏默才算是明白了 原来是徐英红的前夫 而且看样子 他这个前夫啊 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苏默心说 你呀真是个二逼 能够娶到徐英红这种漂亮的老婆 这是多大的福气啊 你竟然还不知道好好珍惜 喝酒很爽吗 赌博很爽吗 难道比天天搂着徐英红这样的女人睡觉还爽吗 现在看到徐英红住上大别墅了 开上几百万的豪车了 过上了贵妇般的奢侈生活了 就想破镜重圆了 你他妈早点干嘛去了呀 本来插得正爽呢 中途被这个范欣容一耽误 彻底的没心情了 徐英红关了电脑 穿好衣服 就准备下楼 就在这个时候 窗外传来了范欣容的大声喊叫 鹰子 这个卑鄙无耻的范欣容 真是有点作死啊 软得不行 竟然在外面大喊大叫 这要是传扬出去 那多丢人 听到范欣容那个二逼在门口喊叫 徐英红也是慌得不行 立即跑了出来 他必须阻止这个范欣容啊 这小区里面还住着何云兰和董苏玲两家人 万一让他们两家人知道了 然后告诉苏默 那就麻烦了 听到徐英红急促的脚步声 苏默立即一变成跳蚤 等徐英红出来之后 就直接跳到他的肩膀上 鹰子 开门呢 鹰子 范欣容站在门前大吼大叫 徐英红呢 是惊慌失措地跑了出去 然后赶紧给他开门 让他进来 这种事情是没办法站在门口吵架的 那样动静更大 看到周围也没人 徐英红的心里稍微的有些放松 范欣容进来之后便乐呵地笑了 徐英红冷着脸瞪了他一眼 一句话都没说 直接转身回屋 范欣容私下里看了看 确实没人 然后就快不跟上 到了客厅里面 徐英红就撒泼了 对着范欣容冷声说道 你到底想怎样 范欣容没有理会徐英红 而是开始打量客厅内的布置和装饰 然后嘖嘖两声道 这别墅就是气派啊 范欣容 你最好给我快点走 倩倩的男朋友可是修士高手 你要是再这样给我耍无赖 那我就告诉我女婿了 我女婿的脾气可不好 要是让她知道 你在纠缠我 哼 那你后悔都来不及 徐英红威胁道 女婿 范欣容不屑地说道 走到沙发前坐下 掏出香烟点根抽上 翘着狼腿 似乎很享受的样子 谁让你做了 徐英红冷声说道 范欣容细虐地看着徐英红 然后笑着说道 哼 薛倩又不是你亲生的 你哪来的什么女婿 你 徐英红顿时语色 无言以对了 听到这句话 苏默直接猛了 什么 徐英红不是薛倩的亲妈 这可真是太刺激了 怪不得那天晚上 徐英红会让苏默抱她 怪不得她看苏默的眼神 总是有点复杂 叶云丽背着夏江林和夏宇和 跟苏默偷偷地上床玩的刺激 那是真正的魄力十足 可是徐英红这样 完全没有压力呀 她甚至都不需要去考虑 那个所谓的道德问题 苏默一直感觉 徐英红有点不对劲 但是究竟哪里不对劲 她也说不上来 却没有想到 竟然会是这样 范欣容左看右看 然后便说道 这别墅得好几百万吧 还有你那辆奥迪A8 你那女婿真扩气啊 你到底想怎样 徐英红问道 我想跟你破镜重圆 但你死后不肯 既然这样 我也不再逼你 你现在可谓是野鸡变凤凰了 手里肯定有不少钱吧 范欣容说道 我没钱 这别墅和车 都是我女婿送的 徐英红冷声说道 别墅我都送了 我就不信 他没给你钱 范欣容说道 徐英红似乎是很为难 顿了顿 他便说道 我手里还有点钱 给你十万 你立即给我滚 十万 打发要饭的呢 范欣容说道 那你想要多少 徐英红问道 少说也要一百万 一百万 你做梦 徐英红否决道 只要你给我一百万 那我就立即消失 并且报证 以后再也不会纠缠着你 最重要的是 你还可以继续扮演 薛倩的亲妈 继续做你的丈母娘 不然的话 我就把你的事 宣扬出去 范欣容威胁道 秀十万 要不要拉倒 你想宣扬 那你尽管去宣扬 反正我也准备 告诉薛倩实情 他早晚都会知道 事情的真相 徐英红说道 大有一副 豁出去的态势 范欣容 匪复思地看着徐英红 然后说道 哼 你不会是跟你那个女婿 搞在一起了吧 我跟谁搞在一起 还轮不到你管 徐英红说道 不否认 也不确定 范欣容呵呵笑了起来 然后说道 哼 我猜就是这样 又是送别墅 又是送车的 你那女婿 是想一窝端呢 现在的年轻人 都特别忙 你那女婿 肯定把你伺候得很爽吧 姓范的 我不想跟你说太多 你走不走 你再不走的话 我就要报警了 徐英红威胁道 范欣容则是 不慌不忙地抽着烟 然后慢悠悠地说道 哼 你那女婿肯定不知道你离过婚吧 薛庆东家里 也不知道你以前的事情 如果他们知道了 你感觉又会怎样 徐英红当即大惊 他可以告诉薛倩 他不是薛倩的亲妈 但是他跟范欣容的过去 那是坚决不能让外人知道的 而这都是因为苏默 徐英红还想给苏默跪舔呢 如果让苏默知道 他嫁给薛庆东之前结过一次婚 那他可能就彻底没希望了 其实徐英红更想扮演薛倩的亲妈 给苏默发展床上关系 那样呢会显得更刺激 但是那样的话 苏默未必会答应 因为在徐英红的眼里 苏默是非常善良 非常有原德的三好青年 如果换作别的年轻人 徐英红只要稍微勾搭 恐怕早就将他给放翻了 所以呢 想要让苏默抛开那些杂念 顺理成章地把他抱上床 那就只能坦白从宽 可苏默要是知道了 她是一个有过两段婚姻经历的女人 就算对她的身体有兴趣 恐怕也不会再上她了 毕竟男人都是非常装逼 和自私的杂碎 只允许自己玩过多少女人 不允许女人被多少男人玩过 本来她就不再年轻 而且也没有什么优势 更不知道苏默到底喜不喜欢 她这种成熟封面的少妇类型 如果再让苏默知道了她的过去 那就会彻底打乱徐英红的全盘计划 徐英红是又气又怒 但是面对这个卑鄙无耻的范新荣 她又有点无可奈何呀 为了自己的私心 貌似她只能答应范新荣的要求 若是放在以前 一百万对她来说 就是一个天文数字 但是苏默出现之后 金钱这东西似乎就贬值了 而且在薛庆东死后 苏默就给了她两张卡 上面钱加起来呢 刚好有一百多万 好 我给你一百万 希望你说到做到 不然你肯定会自得很惨 徐英红挫协道 见徐英红答应 范新荣高兴透了 然后说道 你放心 绝对说到做到 你给我一个卡号 我明天就给你打钱 徐英红说道 那不行 我现在就要 万一我走之后 你死活赖账 那我岂不是还要再来一趟 范新荣说道 说给你就给你 徐英红说道 别给我整这些没用的 等我一走 你就跟你那个女婿男朋友说 然后 她再去弄死我 那我岂不是亏大了 你现在就把钱给我 然后我立即远走高飞 再也不会保平这个破城市 范新荣说道 徐英红快要疯了 这个范新荣实在是太难缠了 等着 徐英红冷声说道 转身就上楼 苏默给她的那两张卡里面 有130多万 这笔钱她还没有动过 本来是想明天再给范新荣 打过去100万 谁知道这孙子无耻到了极点 非说现在就要 如果徐英红不给她的话 恐怕她就会赖着不走 万一苏默神不知鬼不觉地 跑来看到她金屋藏狗 那就麻烦了 算了 只要能把范新荣这个混蛋给打发了 多给她30万也没什么 毕竟徐英红就是打算破财消灾的 何况这笔钱呢 还是苏默给她的 花起来也不会太心疼 最主要的还是 徐英红现在并不缺钱 如果她还像以前那样穷的话 打死她都不会妥协的 至于苏默呢 一直都以跳蚤的形态趴在徐英红的肩膀上 徐英红来到卧室 从钱包里掏出了那两张银行卡 然后就重新回到了客厅 将那两张银行卡扔在了茶几上 然后冷声说道 这两张卡里面有一百三十多万 拿着钱赶紧滚 范新荣非常惊讶地说道 多给30多万 真是我的好老婆呀 谁是你老婆 你怎么这么多废话 赶紧拿着钱给我滚 徐英红不耐烦地说道 范新荣将这两张银行卡 装进口袋 别提多兴奋了 然后站起身 并没有直接走 而是耐人寻味地 又把徐英红 从头到脚地打了个遍 似乎在盘算着什么 看到范新荣这种龌龊的眼神 徐英红心里暗惊 立即说道 范新荣 你别乱来 十几年过去了 你还是这么漂亮 范新荣斜笑着说道 然后就朝着徐英红走了过来 徐英红见状 立即向后退 脸色煞白道 姓范的 你别碰我 我让我女婿饶不了你的 长口闭口就是你女婿 女女妈鼻子去 今天 到底非要碰你 范新荣恶毒地说道 然后就朝着徐英红扑了过来 徐英红一看这阵势 撒腿就跑 但是他穿着高跟鞋 动作缓慢 范新荣快步追上 直接拉住他 然后就把他甩在了沙发上 徐英红尖叫一声 顺势倒在了沙发上 苏默没有当即现身 而是立即顺着窗户跳了出去 快步地来到门前 直接便将门给推开 然后冷喝一声 住手 之所以这么麻烦 就是不想让徐英红知道 苏默一直在现场 苏默推门而进 那么徐英红就会认为 苏默是恰巧来到他家里 徐英红扭头一看 是心目中的男神苏默 就立即求救道 默默救我 范新荣这个混蛋 抬头看的苏默 也是吓得不轻 苏默剑步冲到跟前 一手揪住范新荣的脖子 直接将他给扔了出去 但是力道并不大 只是让他摔在了地板上 如果让他撞到墙上 那会弄脏了壁纸 范新荣四十多岁的人 体重一百四十多斤 苏默年纪轻轻 看起来也就十七八岁 竟然一只手就给他扔飞了 这力量让范新荣吓得半死 忍受着身上的剧痛 爬起来就准备往外跑 苏默当即召唤出炼妖狐 阴森白雾 瞬间笼罩范新荣 直接就给他吸了进去 当初在地府的时候 秦广王刻意叮嘱过苏默 说杀人可以 但是尽量释放他们的魂魄 这样呢 可以让他们顺利的去地府报到 该受罚的受罚 该投胎的投胎 所以自那以后 苏默再去杀人 就会稍微的冷却片刻 等他们的三魂飞走之后 再收入炼妖狐 但是对于范新荣这种人渣 那就直接去他马的 得罪了苏默 那就让他彻底灭亡 如此一来 下辈子想要投胎做狗的机会 都没有了 将范新荣这个人渣 收入炼妖狐之后 就将那两张银行卡取出 然后直接便把它给炼化 凡人呢 虽然没有修为 没有法力 但是凡人的体魄 不管是对妖魔 修饰还是对法宝 那都是一种滋补 苏默现在这样的实力 炼化一个凡人 得到的益处 微乎甚微 直接可以忽略不计 但是却可以滋润炼妖狐 这等于就是 吃了一些点心 开开胃 苏默走到门前 将门关上 然后就对惊慌失措的 徐英红安慰道 姐姐 没事了 徐英红哇的一声 就哭起来 除夕那天晚上 徐英红就差点被隔壁 那个混蛋给上了 幸亏苏默赶到的及时 不然的话 后果不堪设想 如果那天晚上的悲剧 真的发生了 徐英红说不定 就会在事发之后 直接选择跳楼自杀 但是苏默救了他 阻止了悲剧的发生 经过慎重的考虑之后 徐英红才算是放弃了 轻生的念头 等到第二天 苏默就送了他这套别墅 并且呢 还给他买了辆奥迪A8 在这两个大物件的冲击之下 徐英红的心情就好多了 并且呢 很快就走出了阴影 心里面的伤痛 也是逐渐消退 却没有想到 一波三折 就在刚才 他差点又被上了 一次就让他生伯如死了 更别说是回马枪了 对一个女人来说 这真的是无法忍受啊 徐英红起身 扑到了苏默的怀里 就大声痛哭起来 苏默轻轻拍着他的后背 安慰道 姐姐啊 别哭了 那混蛋 已经被我炼化成渣了 再也不会来烦你了 嬷嬷 我真的不想活了 徐英红哭着说道 可谓是伤心到了极点 别呀 你可千万不能有这种想法呀 人生难免磕磕绊绊 不经历风雨 怎能见彩虹 绝对不能跟自己过也不去呀 苏默安慰道 一个人 我好怕 徐英红哽咽着说道 家里没男人 一个女人自己在家 遇到很多事情的时候 确实是很难解决 毕竟女人是弱势动物 尤其是对于徐英红 这种极品美妇而言 随便来个送快递的 或者是修水管的 一看她自己在家 而且呢 还长得这么有味道 然后就很容易心生邪念 姐姐 你可不是一个人 你有倩倩 而且还有我呀 我们两个 都会陪在你的身边的 苏默说道 默默 刚才 你都听到了什么 徐英红问道 我刚到门口 就听到你的尖叫声 然后就立即冲了进来 苏默说道 这样说 堪称天衣无缝 徐英红也害怕 苏默听到的太多 结果苏默这样说 她的心里就松了口气 然后便柔声说道 默默 抱紧我 都市修仙高手 第136集 鉴于男女瘦瘦不轻 苏默本来不想抱 但是考虑到眼下这种复杂的情况 苏默如果给予她一个热情的拥抱 那样呢 就会给徐英红带来极大的安慰 为了能够让她不再伤心 苏默只能做出牺牲了 于是苏默就抱紧了徐英红 苏默的拥抱在徐英红的眼里 那就是遮风避雨的港湾 被苏默这样紧紧的抱着 让徐英红觉得很有安全感 刚才受到的惊吓也逐渐地得到了平息 大概过了两分钟的时间 徐英红就不再哽咽了 徐英红不再哽咽了 但是苏默的问题又来了 徐英红的身材可是非常好的 他们这对狗男女抱得这么紧 嗅着徐英红身上所散发出来的味道 让苏默有点魂不守胜 然后就情不自禁地有了反应 男人这东西太难控制 完全经不起考验 稍微有点小动作就会呛出如龙 徐英红发现了苏默的不对劲 他就知道机会来了 不怕苏默有反应 就怕苏默没反应 只要有反应 那就说明苏默有想法 于是徐英红就仰着脸 去亲吻苏默 猝不及防止苏默顿时便瞪大了狗眼 难以置信地看着徐英红 然后本能地就想把他推开 怎会想到 徐英红搂住苏默的脖子 死活不放手 苏默不愿意就这样轻易地放弃 他再次试图反抗 但是反抗无效 徐英红大有一副吃定他的样子 苏默痛恨自己 不是那种坐怀不乱的男人 他的定力太差 他还是太年轻 根本就经受不起 此等挑逗 然后他的狗爪子就开始不老实了 苏默就这样阴差阳错 糊里糊涂地 把徐英红放翻在了沙发上 本来今天要放翻徐英红的是 范新荣那个耳鼻 但是苏默半路杀出 就从他手里抢到了这个机会 其实这也算不上是抢 因为苏默完全就是被徐英红给强迫的 他是身不由己 不得已而为之 所以现在他感觉自己特别的委屈 最可悲的是 他甚至哭都没地方哭 上学读课文的时候 要说读后感 长大了看电影 要说观后感 写个小说 也要说乐后感 做完这种事情之后 貌似也要发表一下战后感 那么苏默的战后感就是 乐趣无穷 妙不可言 跟叶云丽相比呢 更是别有一番风味 各有各的好 各有各的妙 但是伴随而至的 还是无尽的罪恶感 当时自己应该把持住才对呀 怎么就没有把持住呢 自己怎么这么贱呢 哼 我都痛恨我自己 早知道就不应该来了 但是不来又不行 今天他必须来 如果他没来的话 徐英宏就要被 范新荣那个混蛋给糟蹋了 肥水不流外人田 徐英宏甚至都肥得流油了 与其便宜了范新荣那个混蛋 还不如让苏默自己享用呢 更何况苏默今天算是 第二次救了徐英宏 而且还挽回了那130万巨款 想到这里 苏默顿时间感觉 自己似乎是做了一件好事 应该值得称赞才对 所以心里面就释怀多了 提起裤子之后 苏默就点根烟 惬意的抽着 表面上则是装出一副 做错事的样子 然后歉疚的对徐英宏说道 姐姐 对不起啊 徐英宏活了大半辈子 何尝体验过这种满足啊 那可是长达半个小时的翻江倒海啊 他现在整个人都醉得不行 依旧地回味着那刚才的酣畅淋漓 甚至都让他有种前半辈子白活的感觉 直到今天被苏默上过之后 才算是感受到了做女人的滋味 默默 你没有错 你很好 徐英宏欣慰地夸奖道 他倒不觉得苏默做错了什么 毕竟这是他所希望发生的事情 可谓是正合他意 高兴还来不及呢 苏默当然不认为自己有错 他就是装着样子 跟徐英宏客气客气话了 因为这都是徐英宏的错 苏默尴尬地笑了笑 看了下时间快五点了 于是就说道 那个姐姐啊 晚上我还有事就先走了呀 结果徐英宏拉住苏默的胳膊就说道 慌什么还躺着呢 你再坐一会儿 苏默不敢再坐了 因为他害怕徐英宏再要 虽然说他体力好 恢复快 打精当尿舍 能喷三丈远 但是他对徐英宏 是真的没有太多的想法 叶云利的跪舔成功 让他顺利晋升为了苏默的专职炮筒 这就让苏默感到莫大的压力 所以呢 他不想再把徐英宏 变成第二个叶云利 主要他还是不想要做妇女之友 因为这些女人胃口太大 太难伺候 很难喂饱 一旦让他们尝到甜头 那他们就会为之风魔 然后整天想要跟你缠黏在一起 恨不得把你的榨干榨净 当今社会 小白脸这个行业也不好混 长得帅气也没什么併用 重要的是信大活好 没有真功夫谁要你呀 学姐啊 我真的有事啊 苏默难为情的说道 我看你是怕我吧 徐英宏说道 一语道破天机 苏默笑说道 我都敢抱着你啪啪了 还有什么可怕的呢 徐英宏柔眉一笑 扑进苏默的怀里 然后说道 舍不得你走 听到他这样说 苏默的心里非常郁闷 他最怕的就是这个 结果还真是怕什么来什么 苏默将那两张银行卡拿出来 放到了茶几上 然后说道 姐姐姐 这卡你还收着 记住 以后不管遇到什么事情都不能妥协 因为你一旦妥协 等就是放纵对方 到那个时候 你受到的伤害 那就是变本加厉了 我知道了 徐英宏点头道 抓着徐英宏丰满的胸部 苏默若若的问道 姐姐 我们这样做 你感觉合适吗 默默 你为我做了很多 让我非常感激 我都不知道 如何报答你了 至于我们这样 只要开心就好 不用想太多 徐英宏说道 问题是咱这关系 我感觉非常对不起倩倩呢 如果让她知道 那她肯定不会原谅我的 恐怕她也会因此而痛恨你 苏默说道 徐英宏微微一笑 关于这个问题 她早就考虑过了 然后她就说道 默默 你不需要有压力 苏默则是装作一副 听不明白的样子 然后就没问道 姐姐这话是什么意思呀 姐姐告诉你个秘密吧 或许你会很难接受 但这却是真的 徐英宏说道 什么秘密 苏默惊讶道 其实 我是薛倩的后妈 徐英宏说道 我靠 你说什么 苏默大惊道 徐英宏早就知道 当苏默得知真相的时候 一定会非常震惊 这一切都是在她的预料之中 所以她就显得非常平静 然后说道 薛倩的亲妈 在当年生她的时候 难产死了 然后我就跟你叔走到一起 不过那时候 我和你说都在南方打工 所以你说的家里人 都不知道 后来 我们是抱着倩倩回来的 并且补办的婚礼 竟然是这样 苏默故作震惊地说道 哎 可悲的男人哪 特别考验演技 苏默没有接受过专业训练 但是他的演技也是非常精湛 简直就是天生的演员 如果他去拍电影的话 绝对是奥斯卡最佳男主角 徐英宏点头 然后继续说道 这个秘密 我原本想要一直隐瞒下去 但是现在 我不得不对你坦白 苏默心说 你可真是居心叵测 自私自利 如果你没有遇到哥的话 绝对不会将这个秘密揭露出来 你之所以对我坦白 就是想要名正言顺地换个身份 然后跟我发展邪恶的关系 看着徐英宏 苏默真的很想问 你煞费苦心 过出这么大的牺牲 就是想要变成我的炮头 你觉得这样值得吗 人会为了性而疯狂 自古以来皆是如此 兄弟会为了一个女人而反目成仇 甚至是自相残杀 女人为了一个男人也会互相撕逼 你有你的阴险 我有我的狠辣 为了得到一个人 简直就是无所不用其极啊 为什么要对我坦白 苏默问道 因为姐姐喜欢你 徐英宏非常认真地说道 苏默笑了 然后说道 姐姐啊 我们真的不合适 玩玩就行了 别太当真 听到苏默这样说 徐英宏的心里非常失望 然后被问道 你是不是嫌弃我 不是我嫌弃你 而是你跟薛倩之间关系 有点特殊 苏默说道 徐英宏轻叹口气 然后说道 我知道 你肯定会因为这个 而难以抉择 考虑事情必须要周全 徐英宏的心里呢 早就做好了两种打算 如果苏默毫不避讳地 跟他发展关系 那当然是最好的 而这也是徐英宏 最期待看到的结果 然而事实证明 他的想法 有点难以实现 那么就只能面对现实 无奈地接受第二种可能 也就是搞地下关系 明着不能来 那就按着来呀 徐英宏已经不再是那些 十七八岁的小女生了 对于人生呢 也没有什么奢望和追求了 像他这种女人 只要吃得好 穿得好 住得好 再有个男人伺候着 那就心满意足了 想得太多 也没什么用处 我承认我比较花心 而且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但我也有自己的原则 什么事情该做 什么事情不该做 我的心里 也是有分寸的 就好比我跟姐姐这种关系 玩玩可以 但是不能认真 苏默说道 这就是他的态度 你如果真的心甘情愿地 当我的床友 那我热烈欢迎 毕竟床友这东西 谁会嫌多呢 但是假如你想跟我来真的 那对不起 我没有那股魄力 同样也没有那种勇气 你该找谁就找谁 千万别来找我 我没有奢望太多 只要你比讨厌我就足够了 徐英宏说道 苏默笑着说道 姐姐这么漂亮 还这么有味道 而且技术又这么好 我肯定不会讨厌你了 徐英宏听后就欣慰地笑了 然后说道 能让姐姐做你的情人 就是对我最好的恩赐 姐姐 你可千万不能对倩倩谈呗 我怕她承受不住 她已经没有了爸妈 现在就你一个亲人 如果让她知道了真相 那她肯定会伤心欲绝的 所以我希望这个秘密 你能一直隐瞒下去 最好永远不要让她知道 苏默叮嘱道 我听你的 徐英宏微笑着说道 苏默点头 然后说道 姐姐 我知道你还想要 但是我今天晚上真的有事 所以非走不可 甚至现在还有点时间 我们去你卧室再玩玩 等到你心满意足之后 我再走 行不 徐英宏听后 欣喜万分 苏默这是在给她送福利啊 然后便兴奋地点头道 嗯嗯 苏默笑了笑 将徐英宏横抱而起 然后就朝着楼上走去 做男人呢 其实挺不容易的 就说这种事情吧 如果你没把徐英宏伺候舒服 那她就会埋怨你 鄙视你 甚至看不起你 幸亏苏默 年轻气盛 身强力壮 气大活好 简直就是人见人爱 不管是谁遇到了 都是赞不绝口 而且呢 流连忘返 有了这次 还想下次 根本无法自拔 六点多的时候 夏宇和呢 就给苏默打电话 让苏默陪着她去吃饭 徐英宏将苏默送至门外 目送着这个 刺她爽翻天的男人离开 直到苏默的身影 消失在夜幕之中 才算是恋恋不舍地 转身离开 苏默开车去找夏宇和 夏宇和夏宇花和周思宇 三个女孩子 在一家火锅店 陪他们三个吃了火锅之后 就直奔工人体育场而去 工人体育场 占地二百六十亩 建筑面积四万一千平方米 内设二十七个看区 可容纳四万名观众 这里面呢 有国际标准的塑胶跑道 以及足球场体育场 还有体育馆 保龄球馆 网球场 汉冰场等设施 室内举行大型演出之类的 都会在这里举行 宝天集团的经营范畴 主要包括能源 化工 机械 建材和物流 产业呢 遍布九大省区 产品远销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年营业额在千亿之上 若说集团员工的总人数 有着十几万人 当然了 这种演出 可不能让所有的员工 全部都到场参加 都是各大部门的领导 以及高级员工 才会拿到入场票 再加上市里的很多领导 甚至呢 还有省里面的某些领导 来的时候 路段上车流拥挤 出动了很多交警 维持秩序 而且市局呢 也派来了几百名警力 负责安全工作 七点多的时候 苏默带着夏宇和他们三个人 就进场了 与此同时 宝天集团的员工们 领导们 也都是陆续进场 看起来热闹非凡 苏默他们四个人 坐在最前排 这个区域呢 都是市里和省里的领导 以及宝天集团的高层 叶向山 常陵 叶成天 叶倩仪一家四口啊 全都到场 陈家那笔也来了 让苏默有点反感 夏江陵和叶云丽 周思雨的爸妈 周立明和陈子敬夫妇 也被邀请了 而且呢 他们也是如愿以偿的 见到了苏默 对苏默的印象 还蛮不错的 公安局长王浩 市委书记周子盛 建设局局长胡凯军 还有市长李新宇 苏默呢 没有见过胡凯军 不过之前 也算是跟胡凯军 打过交道了 他的那个傻屌儿子 胡义海 喜欢朱立叶 但是呢 朱立叶遇到了苏默之后 直接无法自拔了 然后那个傻屌啊 就被苏默给打了一顿 胡凯军本想报复苏默 但是得知苏默的身份 和牛逼的实力之后 直接耸淡了 如今亲眼见到苏默 这样神一样的骚年 胡凯军也是感慨万千 像个孙子似的 跟苏默点头哈腰的说话 可谓是折杀了很多人啊 市委书记周子盛 以及市长李新宇 苏默都是第一次见到 这都是在 叶香山的带领下介绍的 别的那些局长啊 部长什么的 或许呢 还不太了解苏默的身份 但是这两位却是非常清楚的 虽然他们位高权重 但是面对苏默的时候 还是非常的恭敬 丝毫没有架子 对这些领导们 寒暄客套一番之后 苏默才算是 坐在了自己的位置上 陈家 叶成天 邓雪 王博 再加上苏默 除此之外 丽莎也不请自来了 但是苏默呢 并没有去找丽莎来说话 因为场地里面人太多 不宜来回走动 这些人 苏默都认识 但是呢 还有两个高手 苏默没有见过 一个是 返徐静后期的高手 并且一直在跟着 叶象山和长林夫妇 而另一个 则是跟在周立明 和陈子敬的屁股后面 是返徐静中期的实力 让苏默感到惊讶的是 这个高手啊 竟然是个女的 而且长得也非常漂亮 沙轩短发 身材高挑 差不多呢 有178的海拔 如果她穿上高跟鞋的话 直接飙升180以上 比苏默都要高 都市修仙高手 第137集 这个女的 看起来冷冰冰的 跟国内著名主持人 朱丹有点酷似 皮肤呢 都稍微的有些黑 但是比朱丹呢 要好看千百倍 修饰的容貌 会随着实力的提升 而不断的趋于完美 皮肤都是非常的好 而且呢 都显得特别有器具 就拿苏默来说吧 以前看起来啊 就是个土包子 但是现在 则是气宇轩昂 英俊潇洒 魅力势不可挡 之前跟周立明交谈的时候 苏默也刻意的多看了那个女人两眼 而她自始至终 目光一直都停留在苏默的身上 苏默看她 是因为她长得漂亮 拨大 臀翘 身材高挑的女人 对男人都是有一种致命的杀伤力 这也就是为何那些国际知名超模 最终都会被那些球星 明星 以及富豪们取走的原因 但是她看苏默 那就是好奇与惊叹了 她知道苏默是修士 而且也是高手 但是在面对面的情况之下 她竟然都察觉不到任何的气息波动 这实在是太可怕了 事实上 不知道苏默身份的人 都会把她看成是一个凡人 但是知道苏默是修士的人 在见到她的时候 都会震惊 想要将气息隐匿起来 不让其他的修士们察觉到 要么你的等级非常高 可以彻底的隐匿 让对方察觉不到 要么就是借助着某种法宝 这个女人知道苏默是反须镜高手 但却察觉不到苏默的气息 那就只有一种可能 苏默的身上有法宝 而且还是非常厉害的后体法宝 回到座位上之后 苏默就对夏宇和询问道 跟着你救那个寸头的黑脸 你认识不 你说他呀 他叫做陈建辉 是我救的保镖 夏宇和说道 反须镜后期高手 雇佣费用非常高啊 苏默说道 这个陈建辉跟王博一样 雇佣他们的费用 都是公司出单 夏宇和说道 苏默点头 随即又对周思宇问道 你爸身边那个女的又是谁啊 那是我姑姑 周思宇说道 啥你姑姑啊 苏默惊讶道 这是我爸的亲妹妹呀 我姑姑可是反须镜中期高手呢 非常厉害 周思宇自豪地说道 苏默恍然大悟道 怪不得你们龙行中场能这么厉害 如果不是我姑姑的话 我们家球场早就倒闭了 周思宇说道 一个反须镜高手 确实可以为了一个企业保在护航了 更何况她还是你姑姑 毫无私心 苏默说道 对了 你姑姑多大了呀 叫什么 你问这个干嘛 周思宇警惕地问道 你对我姑有想法 都是保平地面上的修士 以后打交的地方还多着呢 彼此了解一下 不至于碰面就直接干起来呀 苏默说道 我爸今年53岁 我姑今年好像31岁了吧 周思宇不太确定地说道 从表面上看不出修士的年龄大 我看你姑啊 一点都不像30岁的样子 苏默说道 叫什么呀 周立方 周思宇说道 苏默嗷了一声 不再说话 再加上周立方和陈建辉 这两位反须镜高手 整个体育场之内 就有了八位修士高手了 如此强大的阵容 根本不怕谁来找事 别忘了 丽萨可是合道镜中期高手 仅是他一个人待在这里 别的修士就不敢靠近 更何况 苏默现在虽然是反须镜巅峰 但是他的实力 已经可以媲美合道镜高手了 除此之外 苏默还感受到了很多化气镜 化神镜的 这些人的数量呢 加起来有几百之多 不过这些人呢 直接就被苏默给无视了 这些人应该都是宝田集团的 或者呢 就是跟着那些领导们来的 这些渣渣啊 都是宝平市修士圈的新生血脉 不会惹麻烦的 而且就算他们惹麻烦 也不足为据 就凭苏默现在的实力 横扫一群都是毫无压力 想到这里 苏默的心里啊 就踏实了 看样子 今天晚上的演出 应该不会出什么差错 晚会在八点正式拉开许目 开场舞结束之后 晚会的主持人就登场了 乍一看倒是把苏默给吓了一跳 感慨抱天集团真是好大的手笔啊 就连主持人请的也都是国内一流的 男主持人是喝酒 女主持人呢 则是央视著名主持人李思思 这个端庄大气 清新脱俗 气质卓越 智慧与美貌并存的美女 现在可谓是火得一塌糊涂啊 两位主持人讲着一番比较官方的开场白 之后就是演出 少女时代 陈志龙 刘德华 张慧妹 Four Minute Tiara 这些大明星们陆续的登台演唱 台下的欢呼声 骂喊声 刺激离胡 热闹非凡 尤其是少女时代 Four Minute Tiara 这三个韩国女团上场的时候 现场气氛最为宽藤 这些韩国美女们穿的都非常性感 那火辣的舞蹈 跳的 那屁股扭的 让男人想入非非完全不能自拔 周思宇和夏勇和他们三个对这几个韩国女团呢 也是非常崇拜 在台下大喊大叫 完全停不下来 让苏默郁闷的不行啊 因为对金玄雅比较轻有多重 所以在Four Minute演唱跳舞的时候 苏默就专门盯着她一个人看 恨不得把她穿着的衣服给看穿 只可惜啊 苏默没有那种奇异的透视能力 就说这些韩国美女吧 都长得不赖 不管是哪个 想要跟苏默在床上切磋交流的话 那苏默都不介意 毕竟这种事情啊 促进中韩友谊 任谁都是责无旁贷啊 但是苏默对这些明星不太喜欢 她一直都在等待着泰勒和凯蒂上场 终于轮到凯蒂上场了 凯蒂现在呢 也是享誉全世界的知名歌星了 她一上场 便迎来了一个狂潮 跟别的歌星一样 美人两首歌 凯蒂第一首唱的是RAW 第二首唱的是Fair Work 一如既往的性感火辣 舞蹈跳的依旧是那么的风骚 而这两首歌呢 也是苏默以前经常听的 MV也看过很多遍 如今近距离的看着 曾经所崇拜的天后表演 苏默有点坐不住 真想冲上去给她送树花 再抱一抱 然后再用英文对她说一句 我想干你很久了 凯蒂唱完之后的几个节目 都是小品 歌舞 相声 黄红 蔡明 曹云金 郭德纲 都是国内比较知名的 苏默对这些节目的兴趣不大 她迫切地等待着泰勒上场 想要知道她今天又会唱哪两首歌 到了这时啊 晚会已经进行一半 而且呢一直相安无事 好不容易等到泰勒上场了 泰勒先唱了一首 We are never either getting back together 第二首则是让泰勒 斩获无数奖项 创造无数传奇的 You belong with me 就在泰勒唱这首歌的时候 出事了 苏默感受到了一道 强劲的气息不动 正从舞台的后方 快速地袭来 苏默顿时皱眉 感觉来者不善 很快一道人影就降落在了舞台上方的钢架上 这舞台啊都是临时搭建的 钢架上都是各种灯饰 在璀璨灯光的照样之下 凡人根本就看不到那个位置 但是苏默能看到 而在这个区域内作者的周立明 叶成天 陈佳 王伯都能够看到 那人降落之后 俯视着正在舞台上唱歌的泰勒 眼露杀鸡 右手一挥 一道乳白色的法波就呼啸而出 这是修饰最常见 而且也是顺发手段 不借助法宝 直接催动法力 在神念的操控引导之下 所形成的攻击手段 苏默现在所施展出来的法术光波 威力已经是非常可怕 那些化神镜的高手 直接就要身受重伤 甚至是当场毙命啊 而眼前这个修士 竟然是和道镜初期高手 他知道现场有很多高手 所以他来得快 下手更快 出手之后 根本不看有没有击杀泰勒 直接掉头就跑 从他出现到他离开 前后也就几秒钟的时间 简直就是行云流水 非常的干净利索 泰勒完全没有注意到 现场的那些观众们呢 也都没有看到 因为舞台上的这些激光舞台灯的光线 非常刺眼 而且呢 舞台灯非常多 照的人是眼花缭乱 这道法术光波呈现乳白色 就跟那些灯光差不多 完全可以以假乱真 但是苏默看到了 而且是在这和道镜高手出现的一刹那 他就知道有事发生 所以在他出手的那一刻 苏默就直接窜了出去 他就坐在舞台最前沿 泰勒呢 就距离苏默不到五米的地方歌唱 因为他穿的是紧身连衣短裙 但是在他跳舞的时候 裙子里面啊 什么都看不到 这让苏默是非常郁闷 他穿的这种短裙 是短裤造型的 根本就看不到内裤 苏默就像是一道闪电似的 瞬间冲到了泰勒的身前 泰勒唱的正嗨 突然一个黑影挡住了他的视线 还不等他反应过来 这一道黑影就抱住他 然后身体一飘就飞了起来 这一切发生的太快 泰勒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回事 忍不住惊呼大叫 吓得是花容失色呀 紧接着 舞台之上砰的一声 发生爆炸 这一声爆炸产生的气浪 直接便将靠近舞台的那些观众 给掀翻了 因为距离爆炸的地方太近 苏默直接无视了这种气浪 但是怀里的泰勒 则是被震晕了过去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 也是惊害了全场所有人 甚至完全都不知道 发生了什么事情 听歌 记住 苏默急忙地对夜成天传音道 然后便将怀里的泰勒 给抛向高空 而台下的夜成天一跃而起 将抛向半空的太厄给接住 苏默不做任何停留 直击便朝着那人逃跑的方向追去 与此同时 丽莎也追得上来 苏默忙对丽莎说道 你留在这里 以免发生变故 让我去追 你巅峰了 丽莎感受到苏默的强大气息之后 不禁惊讶道 这才多久啊 苏默就反徐镜巅峰了 这样的提升速度实在是逆天 你留下 苏默没有多说 施展踏天步便紧追而去 丽莎狠听话 没有再追 河道进高手的速度都非常快 但是苏默也不慢 踏天步施展而出 甚至比他都要快 那人呢 一路狂奔 很快就出了市区 苏默一直在后面狂追 到了北面深山地带 那人就停了下来 站在一处地势平坦的山脊之上 转过身来 注视着苏默 苏默轻盈地降落在距离他十米的地方 然后与其对视 你敢追我 找死吗 这人冷声说道 为什么要刺杀泰勒 苏默质问道 这个贱逼 我看他不爽 这人无所谓地说道 就这么简单 苏默皱眉道 本来就很简单 这人说道 这是宝天集团 举办的元宵晚会 你来杀人 就是跟宝天集团过一不去 跟宝天集团过一不去 那就是跟我过一不去 杀了人还想跑 你想的太简单了 苏默冷声说道 他应该没死吧 这人说道 他被我救了 但是你现在该死了 苏默说道 这人不屑冷笑 然后说道 就凭你 也想杀我 没错 就是我这个 反虚境巅峰的垃圾 准备杀你 苏默说道 懒得跟这个傻屌扯淡 直接召唤出困龙剑 催动法力 施展天火术 剑身萦绕烈焰 伴随这一声 响彻天地的龙笑 朝着那人冲杀而去 看到极品灵气 目睹那可怕的烈焰 这人眼中的不屑 顿时全无 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立即召唤出一把大刀 然后迎面冲上 这人手中大刀是下品灵气 跟苏默的困龙剑没得比 但是这人是何道竟初期高手 他在等级和法力上 完全可以碾压苏默 所以他不怕 在他眼里 苏默就是个自以为是的装逼仔 以为凭借这极品灵气 再加上自身是反虚境巅峰实力 就能够跟他对着干 那么他只能教苏默如何做人了 苏默想要杀他 而他同样也想杀苏默 杀了苏默 他手中的极品灵气 就是他的了 初次交锋 刀剑碰撞 碰的一声是火星四箭 地动山摇 二人各自的向后退去 剑快 刀尘 何道竟的高手 力量非常强大 这一刀劈下来 如果实力太低 手臂绝对骨折 但是苏默没事 就是持剑的右手呢 有点发麻 他的体魄非常强大 面对这种力量冲击 他还是可以扛得住的 何道竟的力量真强大 苏默暗自惊道 这人盯着苏默 心里面也是非常震惊 然后说道 好强的力道 反虚境巅峰 跟何道竟初起 虽然仅有一阶之隔 但是这相差的 则是一个阶段 而这呢 也是修炼之道的 一个重要分水岭 彼此差距非常大 何道竟高手 元神便可出鞘 肉身灭 元神在 便可重塑肉身 达到真正的不死不灭 但是反虚境 虽然呢 可以长生不死 但却还不至于 不死不灭 被人杀了 那就是真的死了 困龙剑上 营绕烈焰 刀剑碰撞 将内人手中的大刀 烧着的通红无比啊 这幸亏是下品灵气 如果是宝气的话 只此一下 绝对断裂 苏默没有用天火攻击他 就是想要看看 自己的力量 跟何道竟初期高手的力量 到底有多大的差距 但是现在看来呢 他的力量 已经完全媲美 何道竟初期高手 这让苏默 也是非常欣慰 然后就冷哼一声说道 不是我太强 而是你太弱 亮出你的真本是吧 不然 你会碎得很惨 呵呵 你可真够自信的 这人不屑地说道 说吧 这人便催动法力 施展法术 顿时 苏默就感觉到 地下的山脉似乎在动 紧接着 无数的碎石与杀力 在这人的神念操控之下 凝结成一道道坚硬的长矛 从地底 瞬间就刺了出来 苏默始料未及 那些个土石长矛 刺在他脚底和身上 就好比是 无数的钢针 扎在身上一样 让苏默疼得是刺牙咧嘴 苏默见状 心中大惊 原来啊 这一笔修炼的 竟然是土系法术 于是立即挥剑 将这些土石长矛给斩碎 然后纵身跃入高空之上 这些长矛 就是跟长了眼睛似的 不停的疯涨 但是越向高空之上 苏默就不再害怕了 既然这笔掌握的是土系法术 那站在地上跟他大战 肯定会非常被动 但是在高空之上 那就不怕他了 看到那些 犹如长蛇般的枪毛袭来 苏默冷哼一声 挥动困龙剑 一道剑气呼啸而出 将这些枪毛是尽数斩碎 并且召唤出了无极战铠 眨眼间的功夫 便全副武装 然后俯冲而下 朝着内人杀去 都市修仙高手 第138集 这人健壮 手中长刀一挥 脚下的山石便接地而起 汇聚成了一道土石风貌 朝着苏默西卷而去 金木水火土 修炼什么呢 就可以操控什么 苏默修炼火系法术 他就可以操控火焰 这人修炼土系法术 地上的一切都是以他为尊 穿上无极战铠 苏默无视这道风暴 挥匹困龙剑 将这些迎面砸来的山石 全都劈碎 目标直指下方内丝 然而土石源源不断 就像是狂风暴雨般 完全阻碍 苏默下出了步伐 幸好身上有无极战铠 不然的话眼都睁不开 就这点本事 苏默挑衅道 而后施展天火树 刹那之间 以苏默为原心 无数道烈焰横移而出 将所有的土石都烧成了灰烬 感受到烈焰的威胁 这人立即向后暴退 脸色非常难看 苏默没有看错 你这应该就是传说中的天火树 你到底何雪人眼 哪一个教派的 这人问道 你没资格问 我也不会说 苏默冷声说道 妈的 我就闲着蛋疼 找点乐子 竟然会碰到你这样的家伙 这人非常郁闷地说道 本来以为苏默是个反虚境巅峰的菜逼 看他吹来呢 然后就想顺手把他杀了 让他知道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不曾想 竟然是个如此厉害的家伙 只能说你倒了八辈子血霉 苏默说道 不准备跟这次玩了 因为这次实力也不是盖的 操控土石 可攻可守 如果苏默掌握的是别的法术 而不是焚尽一切的天火术 甚至都无法跟他近身 所以呢 苏默直接施展天火术 混龙剑舞动 成千上万道火箭神漫天击射 朝着那人覆盖而去 看到那遮天蔽日的白燕火箭 这人瞳瞳猛地收缩 推动法力 手中长刀一挥 周围的土石再次地接地而起啊 在他面前瞬间形成一道天然的土石墙壁 这道墙壁的厚度有两米之多 像他这种修炼土系法术的高手 所凝聚出来的东西 不是普通的堆垒 而是浑然天成 就跟自然生长出来的一样 看起来非常的逼真酷炫 这漫天的火箭 全都射在了这道土墙之上 眨眼间的功夫 这道土墙就土崩瓦解 但是土墙源源不断 瓦解一道 心生一道 这人忌惮苏莫的天火术不敢硬拼 但是用这种纯粹的防御手段 也让苏莫无可奈何 其实怎么说呢 高手较量 都是这种弹疼的情况 想要一击必杀 那是不可能的 毕竟你厉害 对方的实力也不是盖的 基本上都是拼消耗 看谁能够坚持到最后 另外呢 就是寻找破绽 然后伺机重伤 只要重伤对面 那再想击杀 就会相对来说呢 容易点 但是关键是 这些身经百战的高手 经验都是非常的丰富的 你想抓住破绽 伺机重伤 太难太难 这一逼如果站着不动 苏莫施展天火术 瞬间就能将它烧成飞灰 但问题是 人家才不会那么傻屌呢 苏莫利用霸道的天火 疯狂进攻 但是这一逼呢 弃攻而防 仗着强大的土系法术 不断地抵抗着天火的侵袭 根本就伤不到它 本来还想杀它 但是事到如今 苏莫发现难度很大呀 碰到这种修炼土系法术的人 真卡玛蛋疼 他不跟你硬拼 一直防御 一直后退 你说弃人不弃人 苏莫打的是一肚子火气 真想搬救兵 让丽莎赶紧过来支援 只要丽莎来了 那苏莫跟他联手 绝对杀了这次 但是那样的话 就会选择自己太没用 毕竟人都是要面子的 打着打着 这人就说道 大哥 别打了 算你厉害行不 怎么 要投降 苏莫问道 我们之间无冤无仇 没必要打得你死我活吧 不如这样 我末首言和 交一个朋友 这样的话 对谁都有好处 你看如何 这人说道 苏莫冷声说道 我跟你交什么朋友 今天必杀你 这人听后必笑了 然后说道 你感觉你能杀得了我 信不信 我现在若是想走 你拦都拦不住 苏莫愣住了 确实啊 自己虽然能够跟他五五开 但是想杀他还是太难 毕竟他是和道经高手 本身就比苏莫厉害 苏莫能够跟他五五开 对着干 全都仰仗着自己的天火树 以及这套无极战铠 当然呢 还有自己强大的体魄 没有这些的话 早就败下阵来 甚至被反杀了 而且啊 这货修炼土系法术 只要他想跑 直接钻进地底 苏莫想追都难 另外呢 这次说的也有道理 他确实跟他无冤无仇 夏佳麟请他 在元宵晚会现场 负责安全工作 结果这次呢 来找查 暗杀谁不行 非要暗杀苏莫 曾经迷恋过的泰勒女神 这坚决不能忍啊 然后就追来了 本来想要杀了她 一解心头之恨 却没想到 这次太难缠 凭借苏莫一个人的力量 真的很难将其斩杀 而且苏莫也实在不想搬救兵 见苏莫犹豫 这人便再次说道 怎么样 多个朋友 总比多一个敌人好吧 今天你杀不了我 等我找机会 疯狂报复你 到那时候 你哭都没地方哭 这逼之所以想要跟苏莫交朋友 就是因为看到他所施展出来的天火术 像这种存在于传说中的法术 可不是人人都能够修炼的 苏莫如此年轻 就掌握此等法术 而且呢 还是反虚境巅峰实力 所以这人看来 苏莫绝对是有大来头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那他绝对不会妥协 就算今天打不过 等他逃跑之后 也会再找机会去杀了苏莫的 就算杀不死苏莫 也会杀光他身边的人进行报复 修士啊 就这样 有本事呢 你就弄死我 你要是弄不死我 那我有机会就杀光你全家 我就不信 你整天都会跟着家人在一起 苏莫犹豫了 说实话 眼前这逼呢 看起来并不是很令人讨厌 虽然桀骜不驯 狂妄无比 但是这都是可以理解的 毕竟修士嘛 都这样 苏莫自己都狂得不可一世 更别说是别人了 而且身为河道警高手 人家确实有狂妄的资本 另外就是 这一逼啊 很有个性 而且杀鸡不重 跟自己的脾气呢 有点相似 做朋友的话 应该能够合得来 而且应该也会有共同语言 苏莫愤世嫉俗 这一逼呢 同样愤世嫉俗 不然的话 也不会嫌得蛋疼 去暗杀泰勒 这个烦人明星了 斟酌一番 苏莫最终拿定了主意 就像他说的那样 多个朋友 总比多个敌人好 这一逼实力强大 尤其是他的吐息法术 非常犀利 可攻可守 苏莫现在总是 单枪匹马的混迹江湖 他现在呢 最需要的 就是培养自己的势力 迪萨算是一个高手 至于邓雪和叶成天他们 根本指望不上 而且苏莫呀 也没有想过指望他们 多一个朋友 多一条路嘛 想到这里 苏莫收起困龙剑 然后问道 你叫什么 看到苏莫这般模样 这人便笑了起来 同样也收起手中长刀 然后说道 我叫长凯 洛阳人 二十四岁 单身 我叫苏莫 保平人 苏莫说道 长凯哈哈大笑 然后说道 我们这也算是 不打不相识了呀 苏莫说道 如果我是河道径出气 那你就死定了 大兄弟 话不能这样说 如果你没有天火树 那你早就躺下了 长凯说道 苏莫无奈地笑了 感慨世上 哪有那么多如果呀 如果他是加藤英的话 那他岂不是爽翻天了 虽然说要握手言和 但是现在人心叵测 苏莫尽管收起了困龙剑 但是也没有放松警惕 而是一直都在 提防着这个长凯 万一这货 趁自己没有防备的时候 偷袭怎么办呢 苏莫点个烟抽着 并且也给长凯 抛过去一根 看到苏莫点烟的酷炫方式 他也是羡慕得很呐 然后自己掏出打火机 点上之后 美滋滋地抽了一口 你为什么要杀泰勒 苏莫问道 长蕾双手摊开 然后说道 我就是看他不爽 仅此而已 至于宝天集团 我跟他们无冤无仇 苏莫听后就呵呵笑了 然后说道 你要是这样说的话 那就做不成朋友了 唐凯苦笑着说道 大兄弟 我真的不骗你 你是何道经高手 你看他不爽 完全可以跑到他家 把他操翻 何必跟一个凡人明星过不去呢 而且还专挑这个时候 苏莫质问道 你以为明星那么好操的呀 越是名气大的 后台就越厉害 他在美国 我很难下手 但是他来中国 那就不一样了 长凯说道 没有哪个傻逼 会闲着没事 跟凡人明星计较吧 那些垃圾们也就罢了 能够理解 但是你是何道经高手 难道 你就不敢去调身份吗 苏莫反问道 我说了 就是嫌得蛋疼 长凯无奈地说道 好吧 我错了 你说 你想怎么样吧 苏莫看着这个长凯 住室了那么三四秒钟之后 将烟抛飞 没有再多说什么 然后转身就走 喂 大兄弟 这就走了 长凯惊讶道 跟你没什么可说的 苏莫头也不回地说道 然后施展踏天步 朝着市区方向奔去 眨眼间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跟长凯这一战 让苏莫感受到了极大的无力感 心里面呢 也是非常憋屈 而且也让苏莫彻彻底底地 了解到了反徐镜 跟河道镜之间的差距 虽然他能够跟长凯对着干 而且不分伯仲 但是这完全就是仗着天火树 和极品灵气困龙剑 再加上无极战凯 以及强大的纯阳体魄 不然的话 他会死得非常惨 追杀长凯的时候 自信可以杀了他 结果交战一番才发现 妈的 根本杀不掉 这种挫败感 让苏莫非常不爽 至于交长凯这个朋友 如果不是看他长得帅 那苏莫绝对把Lisa叫来 然后联手杀了他 元宵晚会 因为出现了爆炸事故 所以不得不被迫取消 而这件事情的影响 也是极为恶劣 市委书记周子盛说 无论如何 都要找到这个凶手 然后让他死无葬身之地 出了这种事情 把那些明星们 也是吓得够呛 他们不知道 这个凶手 到底是专门冲着泰勒来的 还是碰巧 等到泰勒上场才下手的 那不管怎么说 这件事情 已经跟他们没有关系了 于是立即连夜地 离开宝平这个是非之地 并且做决定 以后再也不来这个破地方演出了 太可怕了 不过 这下凯蒂该乐了 他跟泰勒是死对头 经常撕逼 这次能够同台演出 或许就是因为 宝天集团给的价格太高 让他们无法拒绝 所以才会来的 至于具体原因 苏默也不太清楚 但是泰勒出了这种事情 甚至差点死在了舞台上 凯蒂在回去的路上 肯定会乐开花 人就这样 仇人见面是分外眼红 看到自己的仇人出事情 恨不得就去放两挂鞭呢 至于泰勒 他当时就被气浪震晕了 并没有生命危险 夜成天接住他之后 就立即催动法力 唤醒了他 然后亲自开车 将他送到了医院 尽管没有生命危险 但却有点惊吓过度 而且身体特别虚弱 需要在医院里面疗养两天 陈家那个阔少 身上肯定有血气痰 如果让泰勒服用一枚血气痰的话 转瞬间就能够恢复如初 但问题是 泰勒没有大碍 而血气痰呢 又非常昂贵 在医院躺两天 就能够恢复的情况之下 给他服用血气痰 实在是有些浪费 所以陈家也就没有去 献那个殷勤 毕竟他的眼里 只有叶茜怡 苏默来到工人体育场的时候 人都走得差不多了 然后就给叶成天打电话 询问泰勒的情况 夏宇和和周思宇他们 完全不需要苏默担心 王伯和周立芳两位高手在 就会护送他们两家人安全回家 于是苏默就驱车前往 泰勒所住的医院 准备去看望看望他 路上 苏默相继接到了 丽莎 邓雪 夏宇和 几个人的电话 他们都非常关心苏默的安危 甚至是叶云丽也给苏默打了电话 但他呢 应该是跟夏江林在一起 所以说话非常严肃 并没有卖萌 高护病房内 泰勒躺在病床上 叶成天则是在旁边站着 另外呢 还有泰勒的经纪人 通过交谈 泰勒已经知道了叶成天的身份 好在叶成天也会说英文 交流起来非常方便 叶先生 究竟是谁救了我 泰勒问道 这是他目前为止最关心的问题 当初事发突然 泰勒根本就没有看清 到底是谁救了他 而且长凯作为和道警出击高手 他所释放出来的法波的威力 也是非常可怕的 把舞台中央的位置 炸出了一个大坑 气浪翻腾 将前排那些人呢 都给掀翻出去 那震耳的爆炸声 让泰勒的耳膜急欲震穿 以至于脑袋现在还有点懵 别人说话 他都听得不太清楚 是我一个好兄弟 他叫苏默 是个天才少年 年仅18岁 就已经是 反续镜后期的实力了 当时他就坐在第一排的位置 发现那人对你下手 他就及时救了你 也幸亏是他 混足旁人 根本就来不及 叶成天说道 他现在对苏默 可是佩服的五体投地啊 所以遇到这种 能够称赞表扬苏默的机会 他自然是不会放过 而且今天晚上发生的这件事情 叶成天也是非常感激苏默 幸亏苏默救了泰勒 让他躲过一劫 如果泰勒死在这场晚会上 那肯定会给宝天集团 带来极大的麻烦 最要命的就是舆论 另外呢 就是泰勒的经纪公司 泰勒现在可是超级天后 对于经纪公司来说 他就是摇钱树 如果这个摇钱树死了 那宝天集团 就要赔偿人家巨额的损失 叶象山有钱 他倒是不怕赔钱 问题是影响太恶劣了 大公司别的不怕 就怕影响 都市修仙高手第139集 18岁的返徐镜后期高手 泰勒惊讶道 就连旁边站着的经纪人 也是满脸的瞠目结舌 苏默是我们所公认的军事天才 没有之一 叶成天笑着说道 他刚才给我打电话了 正在来的路上 你应该很快就会见到他本人了 我真的好期待 泰勒说道 苏默救了他的命 这个救命之恩 泰勒必须感激 所以在他苏醒之后 才会这么急切地询问 到底是谁救了他 结果一听 救他的竟然还是个绝世天才 这让泰勒彻底不淡定了 他喜欢什么 他就喜欢那些有才华的帅哥 这一点可以说是尽人皆知 而这也导致泰勒的名声 有点不太好 很多人都说他是炮筒 换男朋友的速度 比换衣服都快 但是他倒也是不在乎外界的看法 他依旧是我行我素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做真正的自我 喜欢那个男生就去交往 感觉不行呢 那就甩了 非常的犀利 多说搞艺术的人呢 都有些不正常 尤其是那些天赋异禀的人 身上总会有些毛病 甚至是让常人都无法理解的问题 泰勒呢 就是这种典型 他非常的有才华 是个不可多得的才女 只要他想要去做的事情 那谁也拦不住 泰勒现在非常期待苏默的到来 很想看看救他一命的这个少年 到底帅不帅 如果很丑的话 那就算了 感激一番也就该回家了 如果英俊潇洒 那他就准备出手了 这是他一贯的作风 长得帅 实力高强 潜力极大 最关键的还是救了自己的命 不给他吹两盘 他都感觉不好意思了 终于苏默来了 来到了病房前 苏默并没有急着进去 而是非常装逼的 在门口整理一下发型 这才推门而进 毕竟这是见自己 曾经迷恋过的偶像 所以苏默必须把自己 最完美的一面呈现在他的面前 苏默进来之后 叶成天 泰勒 以及他的经纪人 几乎是不约而同的扭头去看 叶成天笑道 默默 来了呀 苏默微笑点头 然后就去看病床上躺着的泰勒 而他呢 则是一直都在打量着苏默 看到苏默的真面目之后 泰勒也是非常惊讶 这个天才少年 似乎并没有让他失望 长得俊逸潇洒 看起来气宇轩昂 那种高手的风范 可谓是体现的淋漓尽致 如此一来 泰勒的心里就开始荡漾了 苏默没来之前 他就在心里做好了两种打算 丑的话呢 啥也不说 帅的话 准备跪舔 如今见到苏默的本尊 不说帅到吊渣吧 也绝对算是一个大帅逼 让泰勒是欣喜万分啊 感觉这次中国之行 可谓是收获极大 用中国的一句古话来说 那就是因祸得福了 然而 纯洁的苏默 此时根本就不知道 泰勒的心中所想 走到病床跟前 便对他关切地问道 你不要紧吧 泰勒的那双美眸 始终都没有离开过 苏默那张俊俏的脸庞 如今见到苏默问他 于是便微笑着说道 我没事 苏先生 谢谢你救了我 如果不是你的话 恐怕我已经死了 苏默则是微笑着说道 我非常喜欢你的歌 也非常崇拜你本人 以前没有机会见到你本人 这次有机会见到 让我也是非常激动 却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情 幸亏我为了近距离地看你 所以就特意地 做到了第一排区域 不曾想 我会因此救了你 甚至还跟你面对面地说话 或许 这就是所谓的命运吧 泰勒惊讶地看着苏默 然后问道 苏先生喜欢我 我可是你的超级粉丝 虽然你的歌我都不会唱 但是我都特别喜欢 苏默说道 见什么人就说什么话 在这种情况之下 就算不是粉丝 也要扮演粉丝 苏默没说的是 除了他之外 我更喜欢凯蒂 因为你是骨感美女 而他身上更有货 在娱乐圈 歌星曲歌迷的例子 可谓是数不胜数 但基本上都是男歌星 娶女歌迷 而女歌星嫁给男歌迷的例子 是屈指可数啊 泰勒本来就对苏默 非常的有好感 没想到苏默 还是他的超级粉丝 如此一来 貌似事情就更好办了 苏默在喜欢他 崇拜他的情况之下 只要泰勒说 他也喜欢苏默 想要跟苏默交往 那苏默绝对不会拒绝 嗨 世事总是这么的复杂微妙 令人难以琢磨呀 泰勒欣喜地笑了 然后说道 苏先生今天救了我 我会好好报答苏先生的 报答就不必了 你是宝天集团 请来的演唱嘉宾 又是我的偶像 我救你啊 那是理所应当的 苏默说道 苏默的温温尔雅 和谈吐大方 让泰勒对他的好感更胜 我必须要报答 不然我的心里会过意不去的 泰勒说道 态度非常坚决 那你给我合个影吧 就当是报答我好了 苏默说着便拿出了手机 可是我现在看起来很憔悴 等我出演之后再跟你合影吧 泰勒说道 身为公众人物 泰勒可是非常注重自身形象的 那好吧 苏默说道 泰勒黑黑笑了 将手机收起 苏默就对泰勒说道 你现在需要好好休息 我就先走了 明天我再来看你 见苏默要走 泰勒便急忙地挽留道 苏先生 你先别走 我想跟你说说话 呃 这 苏默有点始料未及 然后就扭头去看叶成天 叶成天呵呵一笑 对着泰勒说道 你们聊 我还有事 先走一步 叶成天明智地离开 让苏默非常蛋疼 他本来啊 还想早点回家呢 怎会想到泰勒竟想要跟他说说话 等叶成天走后 泰勒便对他的经纪人说道 尼娜 你先回酒店休息吧 尼娜看了苏默一眼 然后对泰勒说道 你的身体很虚弱 需要有人在身边照顾 我现在感觉很好 你回去吧 泰勒说道 那好 我明天早上再过来 有事就给我打电话 尼娜说道 作为泰勒的经纪人 这个尼娜深知泰勒是个花区 遇到帅哥就腿软 这种事情 他早就司空见惯 对此呢 也是无可奈何 这泰勒啊 幸亏是个女的 如果他是个男的 那绝对是个 霍乱花丛的高手啊 尼娜走后 病房内就剩下了苏默和泰勒 这对狗男女了 貌似气氛很紧张 泰勒微笑着 对苏默说道 别站着啊 坐吧 苏默点头 然后就拉张椅子坐下 为了让自己显得 更加从容淡定一些 所以苏默就点根烟出了起来 看到苏默点烟的方式 可谓是惊呆了泰勒 然后他便好奇地问道 你修炼的是火系法术 绝大多数的凡人 都不太了解修士 但是上流社会的人 那些明星 政客 富豪 以及部分凡人 都知道修士 像泰勒这种 享誉国际的大明星 他自然也知道 苏默点头道 没错 苏先生 你今年 真的只有十八岁吗 泰勒问道 马上就要十九岁了 五端五节 也就是农历五月初五生日 苏默说道 你这么年轻 就是反续镜后期高手了 真的是绝世天才啊 泰勒说道 已经反续镜巅峰了 苏默笑着说道 巅峰啊 泰勒更是惊讶 你别叫我苏先生 叫我默默就行了 默默 泰勒叫道 嗯 苏默笑了 人无完人 谁都有缺点 曹操作为三国 曹魏政权的缔造者 精通兵法 擅长诗歌 是个文学家 政治家 军事家 同样也是书法家 诗将乱矣 天下英雄 无过曹操 自古以来 褒贬不一 骂他的人成千上万 崇拜他的人 更是不计其数 曹操心狠手辣 而且呢 也非常会玩 他到底有多少女人 已经无法统计 光是曹操的儿子 就有25个 没有给他生孩子 欺识更多 吕布布下的 前一路之妻 生得非常漂亮 被关羽暗恋着 曹操和刘备 为吕布于下批时 关羽呢 曾几次对曹操说 希望成破之后 能把这个女人 赐给自己 曹操爽快地答应了 但是成破之后 曹操发现 这个女人不寻常 竟把她纳为己有了 关大爷 撞墙的心思都有了 在晚城 曹操发现 张秀的沈娘 长得漂亮 便纳入帐中 逼使张秀 降而复盼 好色之徒曹操被打败 自己中了剑 张子曹昂 侄儿曹安明 爱将典围 都战死了 因为这一个女人 付出了如此巨大的代价 你说值不值 但就是这么一个 心狠手辣之人 却成为了一代传奇 被后人所称颂 所赞扬 所以当一个人 功大于过的时候 别人就会忽略你的那些过错 而去赞颂你的功绩 即便你是个禽兽 也会变成枭雄 在苏默的眼里 泰勒这个人 虽然在作风上面有点奔放 但是他的歌是真的好听 而且非常受欢迎 至于他本人的才华 更是不可忽略 就像歌坛大姐 韩红一样 虽然他长得不好看 你也不会娶他做老婆 但是他的歌很好听 也是让人非常喜爱 有时候啊 一个人的才华 会弥补他自身的不足 虽然长得丑点 只要有才华 你也会感觉到 他非常的美 泰勒身高180 体重110 腿长腰细 波波圆 尤其是那双眼睛 特别水灵 最纯看起来呢 也特别性感 虽然算不上几品美女 但是也算得上是中上等 如果他不是明星的话 那苏默肯定不会对他产生任何兴趣 但关键 他是巨星 在百度欧美女明星人气榜上 泰勒经常都是第一 而且苏默曾经还崇拜过 迷恋过他 所以说啊 如果他真的对苏默有意思 死活都要跟苏默发生点什么的话 那苏默完全不介意 让他感受感受中国屌丝的厉害 毕竟这种事情举手之劳嘛 我听那位叶先生说 你现在给他表妹做保镖 泰勒问道 没错 那是我刚刚成为修士的时候 苏默说道 像你这种高手 肯定是天价年薪吧 泰勒说道 金钱这东西对我来说并不重要 如果想要钱的话 随手就能得到 苏默笑着说道 泰勒并不认为 苏默说这话是在装逼 对于凡人来说 辛辛苦苦一辈子 全都是为了钱 但是呢 那些修士高手们 不在乎钱财和名利 看重的唯有实力 只要有强大的实力 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既然这样 那我请你做保镖吧 泰勒微笑着说道 似乎非常的有诚意 听到他这样说 苏默非常惊讶 然后问道 你让我跟着你去美国啊 是啊 如果你愿意的话 泰勒说道 可能要让你失望了 目前为止 我还没有出国发展的想法 而且你也知道 美国属于神教的地盘 我若是到了那里 肯定不会受欢迎的 苏默歉意地说道 美国也有很多华人修士啊 泰勒说道 我不会出国的 苏默说道 态度非常坚决 泰勒听后 似乎非常失望 然后说道 既然这样 那我就不再强求了 多谢李姐 泰勒随即便问道 你喜欢我的哪些歌啊 就在今天晚上演唱那两首 我都特别喜欢 中国有句成语叫做爱乌吉乌 意思就是说 喜欢一个人的时候 就会连带地关心到 与他有关的一切的事物 上学的时候 我就特别喜欢你 尤其是高二那年 你的那些歌 我基本上全都听过 而且也会关注你的新闻 百度云里面 还存了你很多照片呢 我呢不喜欢那些偶像牌 感觉特别恶心 我就喜欢你这种才华横溢的 苏默说道 跟曾经的偶像 零距离的谈话 当然是什么好听说什么了 但是苏默又总会知道 他越是这样说 泰勒的心里啊 就越冲动 没想到 我的救命恩人 会这么欣赏我 这真的是上帝 送给我的新年大礼啊 泰勒欢喜地说道 苏默微微皱眉 有点没听懂 就在这个时候 手机响了起来 掏出来一看 是叶向山打来的 苏默起身对泰勒说道 我出去接个电话 嗯 泰勒点头 苏默出了病房之后 就接通道 叶总 默默 刺杀泰勒那个凶手 你追上没有 叶向山问道 苏默则是说道 叶总 想必你也知道 刺杀泰勒的是个 和道竞初期高手 就凭我现在的实力 跟他还有一定的差距 我奋力追赶 最终还是没能追上 无奈让他跑了 叶向山听后 轻叹一声 似乎是有点失望 随即便说道 尽力就好 总之今天晚上 多亏你了 这件事情的影响 非常恶劣 幸亏泰勒相安无事 如果他死在晚会现场 事情会变得更加严重 这两天呢 我可能会比较忙 都有时间了 我再当面道谢 苏默笑着说道 叶总 我把你当成自己人 你要是再跟我当面道谢的话 那就把我当外人了呀 叶向山也笑了 他最希望的 就是苏默能够为叶家笑力 如今看来 这个目的啊 似乎已经提前达到了 不过 叶向山可能做梦都不会想到 苏默把他姐都给操了 苏默表现得这么忠诚 那是因为他还惦记着叶向山的闺女叶倩怡 另外呢 还有夏宇和和夏宇花姐妹 快把叶家和夏家的女性一窝给端了 苏默感觉非常愧疚 如果不给这两个家族做点贡献的话 良心上就过意不去了 嗯 改天来家里吃饭 叶向山笑着说道 到时候打电话 随叫随到 苏默说道 好的 叶向山说道 挂了电话 苏默重新点根烟抽上 然后推门进去 看到病床上的泰勒 苏默有点大发善心 然后就对他说道 你身子很弱 抵抗力很差 就你现在这种情况 要在医院躺好几天才能恢复 不如这样 我帮你疗伤 让你尽快好转 那真是太好了 泰勒欣喜地说道 苏默点头 走到了床前坐下 然后说道 你坐起来 泰勒嗷了一声 然后吃力地坐起来 姐 你转过去 背对着我 苏默说道 好 泰勒说道 换了个姿势 苏默催动法力 双掌按在他的后背上 开始帮他运功疗伤 都市修仙高手 一分钟后 苏默收起双手 长呼口气 然后问道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感觉非常好 泰勒兴奋地说道 之前他非常虚弱 浑身无力 而且呢 孙痛无比 但是现在通体舒泰 精神抖擞 身上那些痛楚 也完全消失 苏默笑了笑 然后说道 你现在已经没事了 明天早上 就可以出院了 其实你现在 就可以出院 在医院住着 肯定没有酒店舒服 如果你想回酒店的话呢 那我可以送你回去 现在几点了 泰勒问道 苏默拿出手机 看了看 然后说道 再有十分钟 就十二点了 泰勒则是说道 默默 真的是太谢谢你了 不用谢 举手之狼 苏默微笑着说道 宝瓶有什么好玩的呀 泰勒突然问道 呃 宝瓶是个小地方 没什么好玩的 连个旅游景点都没有 到处都是煤矿 你带着我去酒吧 喝两杯吧 我现在心情很好 泰勒提议道 你现在应该好好休息 苏默说道 我现在很兴奋 睡不着啊 泰勒说着 便拉住苏默的手 然后深情无比的说道 我很喜欢跟你在一起的这种感觉 呃 苏默有点受宠若惊 西方女人的奔放与豪迈 让他有点扛不住 这些女人呢 似乎根本就不知道 什么叫做含蓄与矜持 说话什么的 向来都是那么的直接 既然他这么热情 那苏默呢 也不能跟他客气 毕竟在他的心里啊 对这个巨星 还是有点想法的 他上过校花 上过玉姐 上过贵妇 就是没有上过明星 而且苏默现在已经能够看得出来 这个泰勒啊 对他也有想法 鉴于这种情况 于是苏默就说道 我呢 不喜欢酒吧那种喧嚣的环境 如果你想要喝两杯的话 干脆去我家好了 我有一栋别墅 在新城区 环境非常好 而且家里面什么都有 去你家更好 泰勒说道 这是他求之不得的事情 苏默人长得帅 实力高强 还这么的温文儒雅 让泰勒完全不能自拔 对于他这个26岁的玉姐来说 苏默这种小鲜肉 简直就是可遇不可求啊 最关键的是 他也想在苏默的身上 招点灵感 说不定还能够因此 而创作出更加经典的歌曲呢 嗯 那好 我带你去办理出院手续 苏默点头说道 十分钟后 苏默就开着车 带着泰勒回家了 泰勒现在比较亢奋 而且对于今天晚上的事情 他也是非常期待 苏默同样激动万分 毕竟他旁边坐着的这位 可是国际巨星 而且身材非常好 苏默也就是一米七五 泰勒呢 比他都要高 如果他穿上高跟鞋的话 那更可怕 想到待会儿喝完酒之后 那就可以顺势把他拿下 苏默就热血沸腾 身受欧美毛片毒害的他 对欧美女人也是特别的情有独钟 以前没有机会 现在呢 机会送到了嘴边 如果不把他干得昏天暗地 苏默呢 都觉得对不起自己 回到家 下车之后 泰勒就很不客气地 挽住苏默的胳膊 整个就跟情侣似的 进到客厅之后 泰勒便开始四下里打了 并且一眼就看出了不对劲 然后狐疑地问道 你这里住着的还有别的人吧 沙发上的暴雪物 就是最好的阵容 苏默也不否认 坦诚地说道 我的雇主 也就是那位下大小姐 也住在这里 泰勒嗷了一声 便微笑着说道 天哈达 他又不是傻逼 苏默这种少年天才 受欢迎那是肯定的 身边绝对少不了美女 所以这种事情 他根本就不病厚 他的原则就是 不管苏默跟别的女人怎么样 只要苏默能把他怎么样 就行了 这年头 现任随时都可能变成前任 泰勒在这方面呢 也是非常自信的 更何况苏默还是他的歌迷 他对苏默徒怀送抱 那苏默也没有拒绝的理由 不然的话 也不会带着他来到他家了 既然带着他回家 就说明苏默也有想法 很多事情都不用挑明 会议即可 你先坐 开乐说道 懂英文就是好啊 如果苏默不会英文的话 那也就不会有 今天晚上这顿酒了 酒柜上呢 有很多酒 各种洋酒 红酒 可谓是琳琅满目 苏默拿了一瓶红酒 两个高脚杯 然后就去了客厅 坐在泰勒的旁边 打开木杉 倒了两杯 自己端提一杯 要递给泰勒一杯 然后说道 这次你来中国商演 却发生了这种不愉快的事情 希望你能理解 不要心存芥蒂 能够认识你 对我来说 就是不枉此行 泰勒欣喜地说道 然后跟苏默捧杯 苏默心说 本来我就是单纯地欣赏你 并没有太多想法 虽然以前崇拜你 迷恋你 但是我现在牛逼了 有资本了 也就不再追星了 结果你却如此热情 似乎呢 非要跟我发生点什么 既然这样 那我就只能奉天承运 把你给放翻了 鸡不可施 施不再来 错过这村就没有了这店了 你非要往我嘴里面送 我要是不吃 实在是有点说不过去呀 两个人边聊边喝 一瓶红酒 很快就见底了 本以为泰勒不能喝 谁知道 他的酒量很好 然后呢 他就提议道 喝洋酒吧 我怕你喝醉 苏默说道 喝醉了舒服 泰勒说道 那好 既然你非要买醉 那我就只能成全你了 于是 苏默就去拿了一瓶 这酒厉害 喝了几杯 泰勒的脸呢 就有点红了 酒壮耸人胆 有的人呢 是借酒交仇 而泰勒则是 借酒投怀送报 苏默的心里 非常清楚他的想法 然后也没有排斥 喝着喝着 这对狗男女 就不知不觉地 搂在了一起 片刻之后 苏默就把他给 按倒在了沙发上了 次日早上 卧室之中 泰勒红光满面地 一杯在苏默的怀里 那副神态 别提多满足了 苏默 惬意地抽着烟 心里面也是美滋滋的 与此同时 他也在感慨 牛逼真好啊 有了强大的实力 作为资本 貌似他可以去做 很多事情 以前想不不敢想的事情 在如今看来呢 就会变得非常简单 曾几何时 在苏默的眼里 泰勒这种国际巨星 都是高不可攀的 至高女神 别说跟他 面对面地说话了 就算是能够 见到他一面 就会让苏默 感到非常兴奋 可是现在 这个曾经迷恋着的 女神 就躺在他的怀里 而且呢 还被他上了七八次 这种如梦似幻的感觉 实在是妙不可言啊 让人深深陶醉 完全不能自拔 默默 你是我遇到的 最威猛的男人 我简直就要爱死你了 泰勒有感而发道 苏默哼哼说道 你的表现也不错 泰勒欣慰地笑了 顿了顿 苏默便好奇地问道 话说 我是你睡过的 第几个男人 泰勒为之一愣 然后便重一问道 你怎么会这么问 你的感情生活 相当丰富 据说十根手指都数不过来 因为你的男朋友 频频更换 就导致 那些跟你交往的人 都不是真心对你的 我作为你的超级粉丝 这些事情 我当然也是关注的 苏默说道 泰勒听后 尴尬地笑了笑 然后说道 交往不一定就会上传啊 苏默也笑了 对于这个 他只是好奇 并不是特别关心 毕竟他是一时兴起 想要玩玩罢了 至于泰勒 对他到底是什么态度 现在呢 也很难去下定论 总之啊 玩过就好 西方女人在这方面 都比较奔放随意 高中年代 如果还没有被男生 破了处的话 自己都会感觉特别丢人 至于到了大学阶段 只要投缘 只要有机会 随随便便就趴趴了 跟男人上个床 就跟偶尔去夜店疯狂 唱K一样 那是司空见惯 说有就能有的事情 泰勒不愿意说 苏默呢 也就懒得问 毕竟对一个女人 问这种问题 是一种极大的不尊重 甚至是一种侮辱 如果是那种脾气不好的 估计直接就要翻脸 不过泰勒是老油条了 所以并没有往心里面去 西方人和东方人的观念不同 泰勒自己觉得没什么 毕竟娱乐圈本身就这样 很多女星结婚离婚 结婚离婚 是反反复复 稀里无比啊 她虽然交往过很多男朋友 但是还没有结婚 而且被外界知道的 也都是明面上的 背地里的肮脏 更是令人不开 这种现象随处可见 在这个明星 多倍明码标价的腐朽时代里 真操这个东西 早就被践踏得一无是处了 作为公众人物 私生活被关注 被曝光 艺人们也是非常苦恼 殊不知 那些普通人 尤其是那些富豪们的私生活 更是不堪入目 每年一度的海天盛宴 就可以说明很多问题 莫莫 我在你眼里的印象 是不是有点不太好啊 泰勒问道 苏莫笑了笑 然后说道 你想太多了 我这人非常大度 而且很多事情 都能够看得非常开 不是那种味道是 现在的社会就这样 对待感情的态度呢 也比较洒脱 主要因为你是大明星 所以特别受关注 其实那些普通人啊 比你还犀利 对于这些事情呢 我不会在乎 毕竟 我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我有女朋友 还跟你上床 私生活也是非常刺激 自己一身白毛 还说别人是妖怪 那我岂不是 再嫌弃自己 泰勒听后 心里舒坦多了 然后便黑黑笑道 莫莫 你年龄不大 世界观挺正的呀 苏莫 苏莫 汉言道 我的世界观 已经被践踏过很多次了 莫莫 我已经深深地爱上你了 我们交往吧 泰勒说道 苏莫 惊讶地看着泰勒 没想到 他会提出 如此过分的要求 这就是单纯的心血来潮 然后玩个刺激 你知道了我的长短 我也知道了你的深浅 我舒服了 捏满足了 玩玩就行了 没必要想太多 毕竟咱玩的是一次性的 但是呢 你想认真 那就是你的不对了 苏莫问道 对我一见钟情 看到你的第一眼 我就知道 我苦苦寻觅多年的 白马王子出现了 泰勒深情无比地说道 苏莫调侃道 骑白马的不一定都是王子 也有可能是突驴呢 我就喜欢你 泰勒说道 并在苏莫的脸上亲了一口 关键是我们之间不合适啊 苏莫说道 怎么不合适啊 你嫌我大 还是嫌我不好看 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泰勒问道 我喜欢你这种欲解 你也很好看 而且你的身材还这么好 但你是国际巨星啊 何况我在中国 你在美国 你肯定还要回美国发展 而我又不可能跟着你去美国 你更不可能为了我 就放弃你的大好前程 这样的异地恋 其实没什么意思的 苏莫说道 他说的这些啊 都是非常现实的问题 泰勒听后就说了 然后说道 我可以经常来中国找你啊 而你也可以去美国找我呀 只要彼此珍惜相爱 距离不是问题啊 我虽然不是什么好人 但是我对待感情的态度 还是非常认真的 我们昨天晚上才认识 你现在就说跟我交往 这有点太突然了 我都没有心理准备 莫莫 你不愧是看不上我吧 这时 泰勒的手机铃声响了起来 拿起来一看 是经纪人打来的 妮娜 泰勒接通电话道 你现在在哪呢 妮娜显得有些慌张地问道 我和苏先生在一起呢 你不要担心 回酒店等着我就行了 泰勒说道 今天晚上你在深圳还有演出 如果你没事的话 那我们上午就要走 妮娜说道 知道了我马上回去 挂了电话 泰勒似乎有些郁闷 看样子他并不想去商演 更想要跟苏默粘缠在一起 刚认识的情侣都这样 特别新鲜 恨不得一天到晚都手拉手的 苏默说道 像你这样的超级大腕 来一次中国 行程安排的都非常满吧 是的 宝平是第一站 紧接着是深圳 上海 京城 香港 台北 还有首尔 泰勒翻到苏默的身上 然后别说道 亲爱的 我把这些行程都取消了 然后你陪着我好好玩两天吧 千万别取消 这是你的经纪公司 给你制定的行程 各地演出 都会提前做宣传 你那么多粉丝 都等着你呢 你要是不去 岂不是伤了粉丝的心啊 工作要紧 感情次质 苏默说道 主要是害怕泰勒纠缠不清 泰勒黑黑笑了 然后说道 那好 等我忙完了 再来找你 苏默开车将泰勒送到了宝天大酒店 路上泰勒要了苏默的手机号 并让苏默经常给他打电话 不能把他忘了 苏默欣然答应选择敷衍战术 将泰勒送到门口 苏默呢 没有停留 直接就走了 叶倩怡就在这里 如果让他看到泰勒跟他在一起 难免会多想 在他面前 苏默必须保持自己 未案高大的形象 本来想去瑞天地产转一圈的 但是在半路上 却接到了叶成天的电话 让苏默呢 去他家里一趟 听他的口气 是想了解了解 昨天晚上的情况 苏默无奈 只能去一趟了 叶成天家里 苏默和他坐在客厅沙发上 抽着烟 喝着茶 聊着天 苏默细致地 把自己追杀长凯的过程 给叶成天讲述了一遍 中间不乏添油加醋 叶成天听的 也是云里来雾里去的 我们叶家最近 没有得罪什么人呢 叶成天皱眉一说道 内斯应该不是 冲着你们叶家来的 那他怎么会跑到 晚会现场来杀人呢 我质问他了 他说他是看不惯泰勒 而且闲得蛋疼 所以呢 就想找点乐子 那个家伙 怎么说呢 与他脚丝 做事情不经过大脑 仗着自己是河道经高手 然后就为所欲为了 在我看来 内斯绝对是个贫苦出身 有点愤世极俗 都市修仙高手 第141集 身为河道经高手 竟然没有一点风度 竟然对一个凡人下手 叶成天鄙视道 顿了顿 他又说道 我感觉 事情不会这么简单 天哥 你想多了 你没见过那个家伙 如果你见了他 你就知道了 内斯看起来 就不像那种恶毒之人 而且你想啊 如果他是冲着你们叶家来的 肯定会直接对你 或者你爸下手 就凭他的实力 真要对付你们的话 那简直就是轻而易举 但是他没有 而是选择在晚会现场下手 对付的 还是泰勒这个国际巨星 很显然 他就是想整出点大新闻 仅此而已 苏默说道 叶成天皱眉说道 你说得也有道理 苏默抽了一口烟 然后说道 总之 这件事情 尽量不要去把它想得太复杂 因为事情的本身 就特别简单 那家伙是个疯子 特立独行的装逼仔 叶成天说道 但是这件事情的影响很坏 周书记 昨天晚上就下命了 必须严肃处理 确实影响很坏 我来的路上 看了看微信 都上腾讯新闻了 宝天集团 作为我们本地的龙头企业 明年都会举行元旦晚会 以前都没有出过事情 唯独这次出事情了 虽然没有损伤 但是影响太坏 明年再举行晚会 谁还敢来呀 叶成天说道 世界这么大 想要找一个人 难度太大 苏默说道 叶成天说道 这件事情 知法藏会负责处理的 陈家在追我姐 这个表现的机会 他怎么做过呢 苏默无奈地叹了口气 然后说道 唉 只恨我实力不济 否则 昨天晚上我就能杀了他 叶成天笑了笑 伸手拍了拍苏默的肩膀 然后说道 默默 你的表现 已经非常好了 当时能够及时救下泰勒 那就是大功一件 他要是死在晚会上 那就彻底麻烦了 救他 只能说是一个巧合 如果他不是 陪着周思雨和夏雨和 坐在最前排 在那种千钧一发之际 他绝对来不及 叶成天笑了笑 然后被问道 对了 昨晚我走后 您跟泰勒都聊了些什么呀 呃 其实也没聊什么 他就是想要当面 感谢感谢我 问我现在在干嘛 为什么会这么牛逼 总之就是一些乱七八糟的 我看不像吧 叶成天说道 在你没去的时候 他向我问了很多 关于你的事情 他那态度 明显是看上你了 嗯 他确实对我有点意思 不过他是公众人物 就算他看上了我了 那我也不会跟他进一步发展 苏默一本正经的说道 别装了兄弟 医院的门卫都看到 你开车带着泰勒走了呢 叶成天说道 卧槽 苏默直接无语了 然后立即随机应变道 我看他很虚弱的样子 于是就大发善心的帮他疗伤 然后他说讨厌医院 要回酒店 让我送他回去 没办法 我只能送他回去了 叶成天又不是傻逼 苏默带着泰勒干嘛去了 他心知肚明 但是这种事情看透不说透还是好朋友 非要说的太清楚 那就不好了 既然苏默不承认 那他也就不再多说 站在男人的立场上来说 虽然苏默是他表妹下雨和的男朋友 但是苏默在外面沾花折草 他这个做表哥的也不会说太多 毕竟苏默有这资本 就他这样的潜力和实力 妻窃成群都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接下来苏默跟叶成天又砍了半天的袋 十点多的时候 苏默就告辞了 刚出小区 周思雨便打来了电话 默默你在哪呢 周思雨问道 我在外面呢 苏默说 那你来我家吧 我爸妈想给你吃个饭 周思雨黑黑笑道 不好吧 周思雨的爸妈知道苏默的厉害 但是在昨晚之前 始终都没有见过苏默的本尊 昨晚见到之后 对苏默的印象也是非常好 尤其是苏默在千军一发之际秀得太乐 让他们也是非常敬奋 说实话 苏默最怕的就是发生这种事情了 他的魅力太大 周思雨的爸妈见到他之后呢 绝对喜欢 并且超级极度夏家 能够冷落到苏默这种随时天台 夏家之所以能够冷落苏默 那都是因为夏雨河 在历练前很多时候人们都会不择手段 夏雨河可为谁奉了父母之命 想方设法的挖墙脚啊 如果苏默不是太优秀 钱力太大 实力太强 周立明这种人物 那怎会让自己的宝贝女儿 去干挖墙脚这种卑鄙无耻的事情呢 喊你很多次了 结果你都不想来 给点面子行不 周思雨说道 那好 我现在过去 苏默说道 周立明很热情 三三五四的请苏默去家里吃饭 如果一直找借口不去 那就真的有点不识抬举了 而且啊 这顿饭早晚都要吃 我是躲不过去的 因为周思雨啊 就是不到黄河心不死 见苏默答应了 周思雨呢 就黑黑笑了 然后欣喜地说道 快点哦 嗯 挂了电话 苏默就掉头 去周思雨家里 周立明和陈子静都在家 除此之外呢 还有周思雨的姑姑周立方 这个反须竟中期实力 身高跟泰勒差不多的极品欲姐 萧氏和凡人最大的区别就是年轻 陈子静四十多岁 周立方呢 三十出头 但是呢 周立方看起来 也就是二十多的样子 周立明夫妇见到苏默 显得特别亲切 这也算是私下里第一次跟苏默见面 默默 很高兴你能来啊 客厅沙发上 周立明坐在苏默对面 微笑着说道 陈子静则许笑着说道 小雨啊 经常在我面前提醒你 一直都想让你来家里坐坐 苏默笑着说道 叔叔阿姨客气了 我一直都想来家里拜访二位 但是始终都没有机会 最近太忙 周立明说道 小雨和雨和他们三个跟你住在一起 他从小被你阿姨宠惯了 脾气呢 有点不好 你要多多包涵 叔叔放心 我会照顾好他们三个的 苏默说道 有你这样的高手在 我很放心 周立明笑着说道 顿了顿便又说道 我来介绍一下 这位是小雨的姑姑 周立芳 昨天晚上就见过面了 苏默微笑着说道 然后看了周立芳一眼 而周立芳也是一直都在看着她 你好 周立芳淡淡地问候道 你好姑姑 苏默亲切地称呼 听说你掌握天火术 当初听说的时候 我还有点难以置信 对于这门传说中的无上法术 我还从未见过 可否施展出来 让我开开眼界 周立芳问道 苏默呵呵笑了 右手伸出施展天火术 一道白色的烈焰 营绕在食指上面 虽然这道火焰很小 就跟打火机的火苗差不多 但是温度非常可怕 周立芳 陈子静 包括周立芳 以及苏默身边坐着的周思雨 都感受到了这恐怖的高温 烧得他们脸部发烫 厉害 周立芳是由中静佩道 第一次见到天火术 让他也是非常惊叹 像这种高大上的法术 不佩服不行啊 而在惊叹之余 更让周立芳感兴趣的是 苏默的来历 一般的修士想学法术都难 有条件的修士呢 可以花费巨额钱财 去购买修炼秘籍 还可以通过杀人略货 在别的修士身上 得到修炼法则 而像是这种天赋异禀的 会被那些门派 顺利组织挖掘 然后呢 就可以得到修炼秘籍 再者就是天生具备 修炼某种法术条件 然后自我礼物 通过这种途径获得的法术 都是比较常见的法术 而像苏默这种 局限于传说中的法术 五大教派之内 都不存在着修炼典籍 所以就剩下三种可能 要么就是苏默自己领悟的 但是这种可能性非常小 因为自古以来 都没有听说过 谁掌握了天火术 这就好比凡人对龙的认识一样 通过看小说 看电视 都知道龙长什么样子 但是真正见过龙的 少之又少 天火术也就是地水火风 四大先天元素 那是盆古巨神 在开天之前就存在的 至于这些传说 修士们都清楚 但是见过的屈指可数 现如今 一个掌握着传说中的 至高法术的年轻人 就活生生地 坐在自己的面前 这种事情 对于周立明和陈子静 这样的凡人来说 震撼不是特别大 但是对于周立芳这种混迹在修世界的人来说 实在是太震撼了 既然不是自我领悟 也不是教派所授 那就只有两种可能了 其一 苏默是某位大神转世 其二 苏默是某位大神的弟子 但是不管 其一还是其二 那都是非常厉害的 人都有八戒之心 如果他很一般 比你强 但是强的不是太多 那你可能不屑于八戒 但是他非常厉害 而且来头很大 那么绝大多数的人都会八戒 那些有钱的男人 三四十岁 甚至五六十岁 身边从来都不缺二十多岁的美女 这是为何 你是个穷比屌丝 然后有幸认识了一个富二代 你肯定八戒他 这年头只要填得好 通过那些歪门邪道 照样混得风生水起 且说那些混迹在娱乐圈的 千万别说什么演技和努力 他妈的 换谁上 谁都努力 男明星也就不说了 那些女的 有几个不是被睡出来的呀 对于周立芳来说 苏默这种人物呢 虽然他佩服 但是还不至于八戒 因为他从来都不会八戒讨好谁 有好感这是肯定的 毕竟苏默气宇悬昂 英俊潇洒 温文儒雅 而且还没有绝世天才该有的傲气 周立芳完全没有理由去讨厌苏默 但是让他像周思雨那样处心积虑 甚至是煞费苦心的追求苏默 他做不到 而且呢 也不会去做 不过 交个朋友还是可以的 周立芳称赞道 默默这手段真是厉害啊 输入过奖了 苏默谦虚的说道 也就一般般 你太谦虚了 周立芳说道 我最初的时候啊 并不知道天火树有多厉害 毕竟我是凡人一个 对这些法术什么的不太了解 但是我妹妹后来告诉我了 了解之后呢 让我也是唏嘘万分的 我们宝平是这种小地方 能够诞生出 一句种天才少年 当真是震骨朔金啊 震骨朔金 就有点折杀我了 我并没有夸大其词 周立芳说道 接下来的聊天内容 可谓是包罗万象 总之啊 乱七八糟的什么都有 似乎周立芳和陈子静夫妇二人 对苏默有着太多太多的好奇 问了这个问那个 让苏默郁闷得不行 吃午饭的时候 周立芳特意的 从他的私人酒窖里面 拿出来一瓶 珍藏了三十多年的陈酿 苏默拿着瓶子一看 我尼玛 1980年产的龙兴酒 周立芳说 他每年都会精心酿制两香好酒 然后放在酒窖里面珍藏 只有在非常重要的场合 才会拿出来品尝 这酒在市面上已经买不到了 喝了两杯 苏默也是赞不绝口 吃过饭之后 周立芳就走了 苏默呢 则是跟周立芸一家三口 坐在客厅里喝茶砍蛋 两点多的时候 陈家打了电话 他说中原执法堂的 唐主天风来到宝平市了 并且说要见苏默 这让苏默感到有些意外 对于这个天风 苏默没有任何的了解 但他是唐主 在陈秋盛之上 甚至比陈秋盛还要厉害 作为中原执法堂的堂主 那等于就是中原地区的土皇帝 这个天风呢 势力何等之大 这样的人物点名要见苏默 那苏默必须去 他要是不去 那问题就大了 挂了电话之后 苏默就跟周立芸告辞 然后驱车前往位于新城区的 嘉田大酒店 宝天大酒店坐落于市区 是宝天集团的产业 而嘉田大酒店呢 则是坐落在新城区 是周家的产业 并且还是庄园式的酒店 跟宝天一样 都是五星级的 苏默到了之后 便看到市委书记周子盛 市长李新宇 公安局局长王浩 陈家 还有很多市里面的领导 一行人全都站在酒店门口等待着 很显然 这些人都是来迎接天风的 看到苏默来了 这群领导便纷纷上前 亲切的打招呼 虽然苏默跟天风没法比 但是苏默却是保平本地 实力最强 潜力最大的超级高手 要知道苏默今年才18岁 按照他这种成长的速度 用不了几年 他的成就甚至都会超越天风 所以对待这样的天才少年 丝毫不能懈怠 天风还没来 苏默就跟这些领导们 砍蛋抽烟 十几分钟之后 周立明夫妇便急匆匆地赶来了 家庭大酒店是他开的 天风这种大人物大驾光临 他这个龙星酒夜集团的董事长 自然也要亲临现场 周立明看到苏默也在 让他也是非常惊讶 刚才还在他家里喝茶聊天 苏默接了一个电话就走了 没想到他也是来到了这里了 而在苏默走后 酒店方面就给他打电话 说市里面的领导来了一大群 然后周立明就带着陈子敬也来了 周立明跟周子盛他们几位领导客套的握手打招呼之后 便对着苏默笑着说道 默默啊 早知道我们一起了 苏默笑着说道 我没有想到您也会来 等待是一个非常漫长而又蛋疼的事情 这些领导们呢 彼此砍蛋 相谈甚欢 陈家也拉着苏默砍得火热 哎兄弟啊 这才几天没见 你就返须巅峰了 真是献上我们这些人了 陈家好奇地问道 你到底是怎么修炼的呀 是拿单药当饭吃 还是有奇遇了 苏默笑着说道 哼 我是穷逼 陈大少才是土豪 拿单药当饭吃 我可没有那种魄力 这段时间啊 我杀了好几个妖魔 实力才会突飞猛进的 猎杀妖魔进行练化 这确实是修炼的捷径 可以在短时间内大幅度提升实力 但是练化 又是个非常漫长的过程 年前见你的时候 还是反虚境中期呢 过了年 你就直接跳到了巅峰了 周未免也太吓人了吧 陈家说道 他现在对苏默呀 也是越发的好奇 因为苏默提升的速度 实在是太可怕了 都市修仙高手 第142集 苏默笑了笑 然后说道 我吸收炼化的速度比较快 哎呀 跟你一比 我就成了渣渣了 陈家自残行贿地说道 兄弟 干脆我拜你为师吧 陈家这司呢 虽然风流顽固 眼高手低 狂妄自大 一般人呢 都不会被他放在眼里 但是像苏默这种超级厉害的 他是不得不服气 而且在他看来 苏默这个人啊 比较和善 没有架子 实力强大 也是非常谦虚 这样的人值得他结交 更何况他父亲陈秋盛 对苏默也是非常看重 一直都想要拉拢苏默 苏默的身上有强大的法宝 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苏默修炼生子鱼的速度这么快 肯定是有原因的 陈大少 你就别跟我开玩笑了 你父亲是执法堂父堂主 你拜我为师 我可不敢说你这个徒弟 苏默笑着说道 别的修士 练化妖魔或者高手的时候 整个过程是非常漫长的 像陈佳这种反虚境初期的 如果让他炼化一个 同样也是反虚境的妖魔 或者修士 彻底炼化 至少需要一个月 这个炼化速度 是随着实力的提升 而不断缩减的 等级越高 炼化速度越快 但是苏默因为有炼妖狐的缘故 所以他的炼化速度超级快 快到让人无法理解 譬如说那个合道镜的狼人高手 如果让陈秋盛这种高手 炼化的话 最起码也要一周时间 但是苏默炼化 也就几个小时罢了 虽然他的等级不高 但是他的炼化速度 确实让那些合道镜高手 都望尘莫及的 至于拜师 苏默还不知道 自己的师父是谁呢 他又怎么会去收图呢 更何况即便收图 那也不会收陈佳这个渣渣呀 过分的谦虚就是骄傲呀 陈家拍着苏默的肩膀说道 苏默笑了笑 然后就转移话题 问道 对了陈大少 天堂主这次来保平 是为了昨天晚上的事情 陈家点头道 昨天晚上那件事情 影响非常恶劣 虽然没有上央视新闻 但是各地新闻 以及各大网站新闻 全他妈上头条了 这主要还是泰勒的名气太大 有人暗杀他 还差点死在舞台上 外界都是高度关注 所以我们也必须做出 妥善的处理 苏默笑着说道 哼 真替昨天晚上那个凶手 感到悲哀 当时是你救了泰勒 你现在也出名了 陈家说道 我看新闻上说 泰勒那个铁杆粉丝 都是非常感谢你 救了他们的偶像 还有很多女粉丝 准备来保平找你 说是要给你生孩子 卧槽 真不真啊 苏默汗颜道 陈家哈哈大笑道 当然是真的 骗你干嘛 不信 你用手机看看呢 苏默顿感压力山大 然后调侃道 看样子 我是时候出去避避风头了 陈家笑了笑 然后说道 昨晚那个凶手 来无影去无踪 我甚至都没有看清 他长什么样子 也只有你去追他了 天堂主之所以要见你 就是想要向你打听打听 那个凶手的情况 虽然我跟那家伙交手了 而且也看清他的样子了 但是修士的容貌 是可以改变的 世界这么大 想要通缉一个 何道进高手 难度何等之大 苏默说道 兄弟有所不知 天堂主掌握着千坤树 只要他见到了你 自然就会知道一切 至于那个凶手 他是必死无疑的 陈家说道 千坤树 我怎么没有听说过 这是什么法术 苏默皱眉问道 这是一种非常厉害的法术 掌握千坤树的人 只要看到一个人 就可以看到 这个人所经历的过去 你跟那个凶手见过面 天堂主见到你 就能知道 那个凶手的真面目 而那个凶手 不管如何改变容貌 都逃不过 天堂主的法眼 陈家解释道 看到过去 苏默惊害道 看到苏默如此紧张 陈家便笑着问道 兄弟 你别紧张 天堂主 用神念窥视你的时候 你会有感觉的 而且 你还能够非常明确地感觉到 自己的记忆 被侵蚀窥探的过程 而且 你的事情 天堂主都知道 他也非常欣赏你 不会对你有恶意的 他只看他该看的 不该看的 他是绝对不会看的 所以 你完全可以放心 苏默心中冷笑 老子可不愿意 让别人窥探我的记忆 而且啊 这种事情 谁敢肯定呢 这个天堂啊 嘴上说 只看他该看的 万一他强行窥探 苏默的过去 他那样高手 苏默又怎能反抗呢 要知道 苏默可不是一般人 他不仅掌握着天火树 踏天步和七十二变 更重要的是 他身上还有女娲娘 因为练妖狐 如果让那个天风 知道了这些事情 那他很有可能 会产生杀人掠祸的歹心 再说了 昨天晚上 他还上了泰勒 那个国际巨星 这牵涉到他的眼 又怎么能让天风知道呢 苏默呵呵笑了笑 暂时啊 他不想跟陈家说太多 等那个天风来了 看看他到底是什么态度吧 总之 苏默是不会让他 对自己施展千坤树的 即便这个天风跪下来喊爹 那也不行 又等了二十多分钟 一辆黑色的劳斯莱斯幻影 便出现在了众人的眼前 而苏默则是早就探查到了天风的到来 对此也是感到非常震惊 陈秋胜是何道镜中棋高手 而这个天风呢 则是何道镜后棋高手 气息之强大 跟之前在韩国遇到的那个神道教的日本狗高手差不多 那是第一个 而天风则是第二个 这是目前为止 苏默见到过的最强大的两个人 劳斯莱斯幻影停下来之后 周子盛和李新宇等人便纷纷迎上前去 天风从车上下来 竟是他一个人开车前来的 这个天风下车之后 一眼便注意到了人群当中的苏默 被他那极具穿透力的眼神看着 让苏默浑身难受 并且暗自吃惊 难道他能够感受到我的气息 苏默没有见过这个天风 他知道苏默这个人 但是没有见过 可是刚见面就在人群中锁定了他 这毒辣的眼神确实厉害 让苏默的心里有点小小的发慌 因为炼妖狐的缘故 即便是何道镜高手 在面对面的时候 也很难探查到他的气息不动 然而这个天风似乎一眼就看穿了 天风跟周子盛等人简单的交谈两句 然后便对周子盛说道 这里没有你们的事情 你们都走吧 我这次来是为了见苏默 这个天风不高不帅 皮肤有点有黑 看起来其貌不扬 非常普通的样子 他的穿着也非常大众 如果站在人群中 你很难想象 这一位就是中原地区的土皇帝 而且啊 他的态度非常淡漠 似乎都没有把周子盛他们放在眼里 但是那气场却十分强大 让人不寒而栗 天风直接无视了周子盛这些领导 说是来见苏默的 此话一出周子盛等人显得很是尴尬 然后就纷纷倒闭离开 很快酒店门口啊 就剩下了天风 苏默 陈家和周立明四个人 天风又对陈家说道 你回省城吧 不要整天待在这里 有所好闲 嗯 好的 我马上回去 陈家淡堂的说道 陈家隔三差五的就跑到宝瓶 喂的就是叶倩怡 这些事情天风也知道 他这样说呢 就是在间接的训斥陈家 或许在天风看来 身为一个修士 不应该把精力全部都放在一个女人的身上 而像陈家这种顽固 如果他父亲不是陈秋盛 那他根本懒得多说 至于叶倩怡是纯阴之体的身份 或许天风并不知情 事实上 叶倩怡是纯阴之体 这件事情知情者少之又少 不然的话 叶倩怡绝对不会这么的安全 如果换作旁人 谁敢这样说他 那陈家绝对发作 但是天风说他 那他只能认怂 能让陈家佩服的人 屈指可数 他父亲算一个 天风算一个 苏默也算一个 陈家走后 周立明也感觉到特别尴尬 然后就笑着 对天风恭敬地说道 啊 天堂主 我已经为您安排了商务套房 这就带您和苏默过去吧 嗯 带路 天风点头说道 在周立明的带领下 三人来到了酒店的商务套房 酒店经理亲自过来汽茶倒水 并且端来了几个果盘 随后便跟着周立明 一起离开了 天风伸手指着沙发说道 坐 苏默微笑着点头 然后坐下 天风随即坐在苏默对面 端起滚烫的茶水 喝了一口 然后便淡淡地说道 我来找你的目的 想必你已经知道了吧 陈家之前告诉我了 你不介意 我对你施展乾坤术吧 天风问道 介意 天风微微一笑 苏默的态度 似乎在他的预料之内 然后便说道 那你简单地说下 那个凶鼠情况吧 我跟他交过手 那次修炼的是土西法术 自身是河道径初期实验 我跟他恶战半天 因为存在差距 最终让他跑了 天风盯着苏默 然后说道 从你的眼神当中 我还看到了一些信息 苏默暗自吃惊 默不吭声 事情的真相并非如此吧 天风说道 苏默心中一震 感慨这个天风实在是厉害 自己说的天衣无缝 没想到竟然被他看出了破绽 苏默并不作答 而是点根烟抽了起来 这次是拿着茶几上放着的打火机 并没有施展天火树 你别紧张 我没有窥视你的记忆 天风说道 天堂主 您怎会这样说 苏默问道 天风呵呵笑了起来 然后说道 长凯是我徒弟 你说什么 苏默大惊道 昨天晚上遇到的那个高手 竟然是天风的徒弟 苏默彻底听不懂了 既然那个长凯是中原执法堂 天风的徒弟 又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情呢 长凯的目的何在 陈秋盛对我说过你的事情 但我并没有亲眼见过 所以便让长凯来试探试探你 看看陈秋盛所说是否属实 天风说道 昨天晚上那件事情 闹出那么大动静 单纯就想试探我 想要试探我 何必如此 说到这里 苏默非常气愤 真是草泥血麻呀 当初陈秋盛知道了我 然后亲自过来拜访我 他也没有试探我呀 你他妈的想要试探我 亲自过来一趟就可以了 竟然会采取暗杀泰勒这种方式 老子整天清闲得很 在哪里动手不行啊 非要在元宵晚会上动手 再说了 直接攻击我就行了 竟然要攻击一个 手无寸铁的凡人 天风说道 我那徒弟啊 比较任性 总喜欢闯祸 在元宵晚会上动手 纯属他的个人行为 事后我就责备他了 我本来是让他 找个合适的机会 然后与你切磋一番 看看你的实力究竟如何 不曾想 他会自以往为的 在公众场合下手 并闹出了这么大的动静 苏默听后很是无语 没想到竟然会是这样 然后说道 怪不得我总觉得 那个长凯有点问题 打着打着就不跟我打了 竟然说要握手言和 没想到 这一切都是你们安排好的 居然这是你徒弟惹出来的祸端 那你有准备怎么处理呢 天风则是说道 这就是一件 小的可以忽略不计的事情 在中原这片土地上 一切都是我说了算 我让谁生 谁就生 我让谁死 谁就死 天风说的如此霸气策露 让苏默也是心惊胆战 但是天风并没有夸大其词 身为中原执法堂的堂主 那就相当于修世界的神尾书记 他就是土皇帝 权势非常大 他确实有定人生死的能力 我这次来 主要是为了你 天风说道 苏默心中暗精 天风这样说 很显然就是来拉拢他的 苏默现在最怕的 就是别人拉拢 因为他从来就没有想过 加入任何的教派势力 他的身份比较特殊 他所修炼的三大法术更加特殊 所以呢 他不适合加入教派 唯独适合独自一人 仗剑天涯 我知道你的意图 你并不想加入产教 天风说道 既然天堂主明知如此 那为何还要亲自前来 五大教派之内 并没有天火术的修炼法则 所以 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 随着知情者越来越多 你的麻烦也会越来越大 天火术成就了你的今天 也会因此 而为你惹来杀身之祸 像天火 这种存在于混沌之前的先天元素 后世人是无法领悟的 只有侵传一种途径 而传授你天火中那位 绝对是远古大神 你是土生土长的中原人 而中原 又是产教的管辖地区 我作为中原执法堂的堂主 必应为你的安全着想 只要你加入产教 那我们就会不遗余力地 保障你的人身安全 产教的实力 想必你也有所了解 你若是加入产教 就会成为核心弟子 别的教派势力都不敢动你 除此之外 你还可以得到 无穷无尽的好处 担药 法宝 坐骑 权势 女人 只要你想要的 产教都可以为你提供 天风说道 苏默天后呵呵笑了起来 然后说道 当初臣父堂主来的时候 也是这样说的 天风也笑了 随即说道 你在担心 你加入产教之后 产教会让你交出 天火术的修炼法则吧 这个你尽管放心 我可以向你保证 你所掌握的法术 产教绝对不会强迫你 贡献出来的 至于你的师父是谁 我们也没有太大的兴趣 苏默非常惊讶 事实上 天庭的各路神仙高手 甚至包括地府的那些阎王 短则百年 长则千年 都会在人间挑选弟子 他们这样做的目的 就是为了迎合时代所需 这些弟子的身上 都肩负着某种使命 而这些使命 基本上 属于改朝换代 降魔除妖 或者是教化世人有关 自古以来 宣元 夏宇 达己 江子牙 秦始皇 承吉思汗 老子 孔子 诸葛亮 刘伯温 等等等等 这些人 都是那些天庭大人的传人弟子 既然你的那位师父 传授你天火顺 那么肯定 也交付给你某种使命 至于你的使命是什么 我不会多问 产教 产教也不会跑根问底 但是产教会进去最大可能的助你一臂之力 说到这个使命 苏默就醉得不行 都市修仙高手 第143集 盗袍老者 传授他三大法术 赐予他练妖狐 貌似并没有交给他什么使命任务 临走的时候呢 唯一叮嘱过的就是 让他不择手段的日了夜倩仪 如果日了夜倩仪这种事情 也算是使命任务的话 那就真是日了狗了 其一 这跟改筹换代 没有一毛钱关系 其二 这跟降妖除魔 也挂不上钩 其三 更加不可能是教化世人呢 如今听到了天风突然说的这个使命 这让苏默不得不怀疑夜倩仪的身世 难道说夜倩仪是某位大神转世 或者是某位大神的亲传弟子 之所以现在还是肉眼凡胎 那是因为他的记忆还没有被幻想 想到这些让苏默的心里乱成一团 还有一点 我必须要提醒你 你或许以为 你是天庭高手的亲传弟子 凭借着强大的法术和法宝 就可以纵横天下 所向披靡 其实不然 人怕出名猪怕壮 越是你这样的 就越是遭人急 宁门正派会权衡利弊 不愿意去得罪那些天庭高手 但是 小门太也就无所谓了 正所谓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我们不会动你 但是那些闲云引赫就难说了 事实上 那些大神转世之躯 或者是大神的亲传弟子们 死亡率都是非常高的 对于这些 你可能不太了解 但是我却非常了解 天风说道 苏默听但是心里有点慌啊 天风说的这些并非危言耸听 这种事情他可是有过亲身体会的 之前在韩国 那个夏季便是 武当圣武的转世之躯 当初被神道教的五个日本狗追杀为困 最终呢 凭借强大的天地人三剑 以一敌武反杀四个重伤一个 自己也消耗严重 导致无法催动法力 如果不是苏默的话 当天晚上 神道教的杂碎们一旦赶到 那他也就是必死无疑了 看到苏默在犹豫 天风端起了茶杯 喝了一口 顿了顿便问道 怎么样 加入产教 百亿而无害 你非但不会有任何损失 还能够得到极大的好处 事实上 从我坐到执法堂堂主这个位置上之后 你是我第一个亲自会见拉拢的人 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 苏默现在非常尴尬 因为天风所说的这些条件确实有人 而且陈秋盛之前亲自来说服 苏默没有答应 这次天风又跑来再次拉拢 如果苏默再不答应的话 就是真的有点不失抬举了 而且天风将各种利语弊都说的非常明白 苏默似乎是没有任何拒绝的理由 识时务者为俊杰 虽然你潜力无限 天赋异禀 但你要知道 绝大多数的天才 都是死在功成名就的半路上 如果你固执地选择独自修炼 我不敢保证 你能活到明年 天风说道 操 这就是危言耸听了 苏默的眉头紧皱 有些不爽 然后呵呵笑了 天风又给自己的茶杯里倒了些水 随即也点了根烟抽了起来 然后便说道 我知道 你对夜象山的闺女 夜倩已有想法 听到天风这样说 苏默显得很是惊讶 你嘛 这都被你发现了 他是罕见的纯阴之体 我也曾一度怀疑 这个夜倩仪 是否是大神高手的转世之躯 但是这种事情 真的很难去判定 或许说 或许只是巧合 而陈秋盛对这个夜倩仪 非常看重 所以便在努力的 撮合陈家和他的婚事 对于这些 你肯定也有了解 你想跟陈家抢 你有这样的实力 但却存在难度 因为你会因此 而得罪陈秋盛 不管怎么说 他都是执法堂的副堂主 其实力不可小觑 但你若是加入产教 我便可以帮助你 天风说道 这个苏默不得不心动 陈秋盛和陈家父子 现在并不知道苏默对夜倩仪 也是图抹不轨的 甚至是夜家所有人 包括夜倩仪本人 都不知道苏默有这种想法 所以苏默跟这些人 相处得非常融洽 甚至是陈家见到苏默的时候 也是亲切的很 可是一旦让这些人知道 苏默的意图 那就另当别论了 夏家肯定会认为苏默是狼子野心 夜家不知道会是什么态度 而陈秋盛和陈家父子 绝对会因此而恼怒苏默 说不定就会话有为敌 但是为了盗袍老者交代过的 那个唯一可以算是使命的叮嘱 苏默无论如何 都会去追求夜倩仪的 而这个想法迟早都会被公开 到了那个时候 潜在的问题和困难 就全都会浮出水面 这些蛋疼的问题 苏默早就想过 让他也是非常粗节 至今都没有想到妥善的办法 然而现在 只要他答应加入产教 天风就会帮他 陈秋盛再厉害 可他毕竟没有天风权力大 更是没有天风厉害 如果天风让他放弃这门徽事 而去撮合苏默和叶倩仪的话 那陈秋盛就算再恼怒 也不敢发作 叶倩仪这个纯阴之体 固然重要 但是为了叶倩仪 从而得罪天风 孰轻孰众 陈秋盛肯定能够分得清楚 更何况 苏默要是加入产教的话 立即就会成为核心弟子 并被高度重视 陈秋盛就算再怎么不爽 也不敢拿苏默怎么样 看到苏默为之所动 天风就暗自笑了 这人必须投其所好 他喜欢权势 你就给他加官尽绝 他喜欢女人 你就找美女往他怀里推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软肋 世上那么多东西 总有他喜欢的 喜欢什么就给他提供什么 苏默笑了笑 然后说道 天堂主 您亲自跑到宝瓶来给我说这些 说明您看得起我 这让我也是受宠若惊 我这个人呢 虽然崇尚自由洒脱 但我也不是那种不知好歹之人 您已经给足了我面子 让我也是非常感激 然而这种事情 我毫无心理准备 所以容我考虑考虑吧 听到苏默这样说 天风眼睛微眯 似乎是有些不悦 每当人们说要考虑的时候 基本上就是没戏了 不过看苏默的样子 似乎是也是有意愿 既然如此呢 那就让他考虑考虑 如果这次死活不肯加入产教 那就让他自生自灭吧 那好 天风起身说道 等你考虑好了 给我答复便是 天堂主要走啊 我回去还有事 那我送您 不必了 虽说不必 但是苏默依旧是起身 将天风送着门外 等天风走后 苏默重新回到套房内 深吸口气 走到窗前 拉开窗帘 然后点根烟 猛然的抽起 产教的执着 让苏默非常淡疼 当初陈秋圣来拉拢的时候 苏默的顾虑呢 非常多 最怕的就是产教 让苏默奉献出 三大法术的修炼法则 所以呢 苏默才没有答应 但是这次天风前来 直接将苏默最大的顾虑给消除了 这让苏默疏心很多 而且 天风还可以让陈家放弃叶倩仪 并撮合苏默跟叶倩仪搞在一起 如此一来 真的就像天风所说那样 百亿而无害 苏默如果再不加入产教的话 绝对会因此而惹怒天风 说不定 哪天一个不小心 就会死得不明不白 既然天风能够让长凯 背地里进行找苏默来切磋试探 那么就可以找更厉害的高手 来暗杀苏默 而且天风还特意说 大神转世之躯 或者是大神侵传弟子 死亡率都是非常高 这话呢 其实就是在间接的警告苏默 苏默又不是傻屌 这言外之语 他当然能够听得出来 事到如今 苏默也是无可奈何 貌似他只有加入产教这条路了 不然的话呢 这苏默以后可就别想再过太平日子了 片刻之后 门铃响起 谁 苏默问道 默默 是我 周立明在门外说道 苏默立即转身 然后去开门 说 您还没走呢 他不走 我哪敢走啊 周立明笑呵呵地说道 进来坐吧 苏默让步道 周立明点头 然后迈步走近 坐在沙发上 苏默又给他递根烟 默默呀 天堂主找你是干嘛呢 周立明好奇地问道 此时不装逼 更待何时啊 苏默轻叹一声 然后略显无奈地说道 唉 还不是为了拉拢我加入铲教啊 天风亲自跑到宝瓶来拉拢你 周立明难以置信道 苏默苦笑说道 在他之前 陈秋胜就专门跑到宝瓶来拉拢我 并且给我开出很多条件 各种福利 各种待遇 可谓是一箩筐 但是我那时候并没有想过加入任何教派势力 而是倾向于自由洒脱 所以就拒绝了 结果这次 天风竟然也跑来了 又拉着我扯了半天 同样是各种福利 各种待遇 而且比陈秋胜当初说的更加优厚 死活都要让我加入铲教 现在让我也是非常纠结 苏默说得云淡风轻 周立明听得可谓是天旋地转呢 卧槽 中原执法堂的副堂主和正堂主 一前一后 全部跑到宝瓶来拉拢苏默 这你马是什么概念 这两位可都是中原地面上的至高神呢 省里面那些领导 见到这两位那都是点头哈腰 像个孙子似的 没想到这两位至高神 竟然会为了苏默各自跑了一趟 周书记不是说天堂主这次来 是为了昨天晚上那件事啊 周立明问道 苏默呵呵笑了 然后说道 本来我也以为他来找我是为了昨晚的那件事情 毕竟昨晚是我追那个凶手去了 也只有我见过那个凶手 但是书啊 你肯定想不到 昨天晚上那个凶手 其实就是天风的徒弟 他暗杀泰勒 完全就是为了试探我的真正实力 所以我们所有人都被骗了 什么 周立明大惊道 我说的都是真的 苏默说道 周立明笑了 然后说道 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他知道苏默厉害 也知道苏默潜力大 但是他没有想到 产教会如此看中苏默 能被天风和陈秋盛两位至高神看中的人物 他又怎能怠慢 所以必须让自己闺女讨好苏默 如果让苏默爱上自己的闺女 那对他们周家 以及整个龙星酒业集团 都会有着天大的好处啊 事实上龙星酒虽然畅销 但还算不上是名酒 跟五粮业 茅台 以及国内的很多白酒相比起来 都差了很多 曾几何时啊 龙星酒还出口海外 远销东南亚地区 但是近些年来呢 销量越来越低 生意是越来越不好做了 早些年还请了陈道明做了代言 并且花费巨资在央视做广告 然而现在呢 龙星酒的主要销售地 也就是局限在省内了 而在外省啊 销量非常一般 这让周立明也是苦闷不已啊 他一直都想要改变这个现状 但是难度非常大 这年头 想要将生意做大 扩展销路 不是有钱就可以办到的 没有人脉 寸步难行啊 然而现在 周立明似乎在苏默的身上 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周立明好奇地问道 默默 那你的想法呢 苏默轻声叹口气说道 我本来并不愿意加入产教 但是我现在也不用选择呀 如果我不加入产教 那就成了不实抬举 说不定 天风就会想方设法地除掉我 不是我喷大话 反虚境阶段 凭借我现在实力 基本上就是无敌般的存在 但是碰到河道警高手 那就显得非常的吃力 天风的徒弟我都很难打得过 更别说是更厉害的高手了 多少人削尖的脑袋 都想要加入产教 现在中原执法堂的两位堂主 都亲自来拉拢你 这是何等难得的机会啊 默默 你要是加入了产教 那你的前途 就是不可限量啊 周立明说道 苏默笑了笑 然后说道 其实呢 我更想通过我的自己的努力 去成就一段传奇 人都有这种想法 但是有外力帮助 岂不是更好 周立明说道 嗯 苏默笑着点头 然后说道 不出意外的话 我可能就要加入产教了 那 叔我就提前在这里 恭喜你了 周立明欣喜地说道 多谢了 苏默笑着说道 又跟周立明聊了片刻 两个人便各自开车 离开了酒店 加入产教 成为产教的核心弟子 丹药 法宝 法术 做起 金钱 美女 权势地位 想要的一切 都是唾手可得 放在别人的身上 可能会兴奋的三天三夜睡不着 但是在苏默看来 一点都不兴奋 甚至啊 还有些苦恼 因为这并不是他所渴望的道路 他这个人呢 喜欢单干 但是残酷的现实 逼迫着他无法随心所欲 心中烦躁不安 却是眼下无视啊 然后就想着去看看丽莎 正好可以跟他聊聊天 来到丽莎家门前 按下门铃 片刻之后 丽莎便打开了房门 看到苏默 丽莎便欣喜地问道 今天是什么日子 你怎么有心思跑我这里来了 苏默笑着说道 看你说的 我无时无刻都在想着你呢 你说的我怎么有点不相信呢 丽莎柔声说道 就不准备让我进去啊 岂敢 丽莎说道 让步一边 苏默迈步走近 丽莎关上房门 来到了客厅 坐在沙发上 然后就习惯性地点烟抽着 丽莎呢 则是给苏默泡了一杯茶 并且放在苏默的面前 昔日的交集女王 如今看起来 风骚依旧不见当年 依旧是高贵的女王范 但是在丽莎的身上 苏默隐约中看到了 些许窄斧的味道 这主要是因为 她来宝萍之后 很少出去 基本上都待在家里 时间长了 女王啊 就变成女婊了 你的修炼速度 实在是有点惊人啊 都反虚境巅峰了 丽莎坐下之后 不禁感慨道 跟你这种 合道镜高手相比起来 我还差得远呢 苏默笑着说道 你就别谦虚了 丽莎说道 最近过得好吗 没有你 不好 很需要我吗 苏默笑呵呵地问道 废话 明知故问 丽莎说道 都市修仙高手 第144集 苏默哈哈大笑 知道丽莎是迫切地 想要给她跪舔 毕竟她已经空虚寂寞 很久了 端起茶杯 喝了一口 然后便说道 中原执法堂的 正堂主天风 刚才来找我了 丽莎微微皱眉 然后问道 为的是 昨天晚上的事情 昨天晚上 暗杀泰勒那个人 其实是天风的徒弟 他那样做 就是想要验证一下 我的真正实力 在我看来 他那样做 就是脱裤子放屁 而天风来 主要是想要 说服我加入产教 苏默说道 竟是这样 丽莎显得非常惊讶 随即又问道 那你如何答复的 我没有答复 给天风说的是 让我考虑考虑 那你想加入产教吗 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丽莎呵呵笑了起来 然后问道 你会争取我的意见吗 这个很难说呀 像你这种绝世天才 加入产教的话 绝对会受到高度重视 所有的修炼资源 都会为你提供 然后 你就可以更快地生长 丽莎说道 嗯 苏默点头 但是 高处不胜寒 你现在不属于任何的教派势力 那些教派 都会想方设法地拉拢你 可是你一旦加入其中一个教派 那这些教派的敌对方 就会把你视为眼中钉 到了那时候 虽然在教派中享受着低高的待遇 但是你的处境 也会变得更加危险 你加入产教 那么产教肯定会重点保护你 但是 白密中有一书 你有怎能肯定 他们会无时无刻地庇护着你 难道你就愿意 整天都待在他们的眼鼻子底下吗 丽莎问道 这个我也考虑过 苏默皱眉眉说道 你不加入任何教派 够大教派都不会动你 一旦你加入某个教派 敌对方就会盯上你 产教的最强的警敌是谁啊 苏默问道 三教不合 明哲暗斗 自杀不休 你要知道 树大招风 除了人教和结教之外 其余的教派更是数不胜数 而且越是势力强大的教派 就越容易树立敌人 因为他们的做事风格 往往都是不择手段 苏默听得非常纠结 猛抽两口烟 然后便说道 你说的都是坏处 天风说的都是好处 凡事有利便有弊 不可绝对 那个天风跟你说的 自然都是好处 我没得说了 自然是要说些坏处 黎依沙说道 如果我不加入产教的话 那你觉得 我加入哪个教派比较好呢 这就要看 你想在哪里发展了 你如果想在北方发展 那就加入产教 想在南方发展 那就加入结教 如果你想去上海发展 那就加入人教 如果你想自己开宗立派 那也是可以的 丽莎说道 苏默笑着调侃道 貌似只有和道警高手 才有开宗立派的资格吧 就我现在这实力 今天立派 明天可能就要被灭了 不管你做什么 我都可以帮你的 真的很谢谢你 苏默欣慰地说道 丽莎放弃自己的一切 大老远地跑到这里 来投奔苏默 这份情意确实可贵 当然了 丽莎正是看中了 苏默的潜力 知道苏默将来必成大器 所以才会做出这种抉择的 如果苏默是个傻屌 那丽莎 甚至都不会多看苏默一眼 丽莎微微一笑 然后便问道 昨天晚上你干嘛去了 没干嘛呀 你没把那个泰勒领走 丽莎问道 苏默正儿八经地说道 我是那种随便就把女人 领出去啪啪的人吗 这很难说啊 苏默哈哈大笑 这种事情 苏默是不会对外宣扬的 毕竟这不是那种 值得炫耀的事情 但是丽莎既然已经猜出来了 那就没必要再去隐瞒了 男子汉大丈夫 敢做敢当 上了就上了 没必要去死活不承认 再说了 丽莎也不会在乎这个 我救了她 然后她就爱上我了 死活都要跟我走 我也没办法 只能替天行道了 看来你是个逆来顺受的人呐 我是卑鄙无奈 既然这样 那你今天也别走了 呃 苏默有点无语 怎么 你对她有兴趣 难道就对我没有兴趣 难不成 我比不上她 她跟你没得比呀 她算得上是个美女 但是你是倾国倾城 美颜无双 苏默称赞道 苏默这话说的 让丽莎的心里非常舒服 眉声一笑 顺势往沙发上一行 用胳膊支着脑袋 摆出一个撩人的姿势 对着苏默勾了勾手 苏默是个很不耐让的人 看到丽莎这般模样 便有点把持不住 毕竟丽莎在她心目中的地位 那是无可取代的 而且啊 她的实力还是那么高强 另外 她还是交机女王 她来保平投奔苏默 就是准备把自己也奉献给苏默的 但是丽莎来了这么久了 苏默也不经常来找她 导致她的心里呢 也有很大的怨气 既然今天挤到了这里 索性就满足她吧 早上早解脱 也算是给丽莎一个交代 如果拖延的时间久了 丽莎的怨气则会更大 要知道气大伤身啊 丽莎这么妖艳妩媚 总不能苦了她吧 苏默是个非常善良的人 最见不得的就是漂亮的女人受苦 如此一来 趁此机会推翻丽莎 那就成了势在必行 而且苏默也很想感受感受 跟河道进高手啪啪 又是何等一番滋味 最关键的是 丽莎还是个妖族高手 苏默还没有征服过妖族女子呢 于是苏默就将烟头 拧灭在烟灰缸内 又将杯中茶喝尽 清了清嗓子 然后就凑了过去 丽莎见状 心里一笑 搂住苏默 就开始主动的亲吻 跟丽莎缠绵一宿 让苏默爽到了骨子里 妖族美女的味道 实在是让人难以言喻 更让苏默感到喜出望外的是 修炼千年的丽莎 竟然还是储的 苏默甚至都有种 捡到便宜的感觉 昨日早上 丽莎躺在苏默怀中 然后问道 老师说 你这么会玩 到底玩过多少个了 苏默心中莫数过后 便对她说道 你是第五个 第五个 那前面四个都是谁啊 丽莎好奇地问道 苏默嘿嘿笑道 不告诉你 说说呗 让我了解一下 薛倩 何云兰 叶云丽 徐英红 苏默说道 丽莎的眼中闪过一丝惊讶 然后笑着说道 看来你是老少通吃啊 苏默无奈地轻声叹口气 说道 没办法 魅力太大 你越来越江湖了 人都是会长大的 丽莎 丽莎如愿以偿地跟苏默上完床 精神状态看起来好多了 又跟丽莎洗了一个鸳鸯浴之后 苏默就离开了 今天的天气很好 苏默开车去商场 看看装修进度 曾几何时 苏默胸怀大志 想要凭借自己的本事 去打造一个商业帝国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苏默却发现 他根本就没有那么多精力去经商 夏江林煞费苦心地 让夏宇和和周思宇 他们三个女生 跟苏默同住在一道别处里 为的就是给苏默 创造更多的机会 其料 很多的时候 苏默都是神龙见首不见尾 甚至忙得连泡妞的机会都没有 跟长坎那一战 让苏默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无力感 尽管他现在已经是反虚境巅峰 这样的实力已经非常牛逼 但是跟河道境恶斗 优劣顿险 在韩国领教到了 无当圣母下击的恐怖实力 对苏默的触动也是非常大 能力越大 责任越大 危险系数呢 也就越高 最初的时候 忌惮嗜血悬地灰狼妖 生怕那个家伙 哪天找上苏默 然后杀人略货 却不料 那个灰狼妖 竟然从来都没有再出现过 似乎是人间蒸发了一般 不再忌惮灰狼妖了 新的问题呢 就接踵而来 陈秋胜和夏基这种超级高手 都是有被杀的可能的 更别说是现在的苏默了 所以啊 从今往后 苏默应该把更多精力 放在修炼上面 至于经商方面呢 等于就算是给何云兰 他们找点事情做 反正他们闲着也是闲着 苏默给他们投资 让他们经营 能够赚钱更好 赔本了也无所谓 当然了 如果能够做大做强 那当然最好 钱这东西苏默虽然不在乎 但是他也不嫌多呀 如果何云兰他们能够争气 给苏默赚个千百亿的 那岂不是爽歪歪呀 张江流每天都在施工现场 看到苏默前来 他便凑上来地烟砍蛋 哎 莫哥 我听说前天晚上 你在宝天集团举办的 元宵晚会上 就着那个泰勒 张江流问道 消息挺灵通的呀 苏默惊讶道 现在这社会啊 稍微有点风吹草动 立马就会网上传开了 尤其是跟这些明星相关的 那些婊子嘛 逛个街 弄个自拍 都能上头条 张江流说道 社会太腐败了 苏默感慨道 张江流呵呵笑了 然后问道 哎 对了 莫哥 最近你怎么不给叶子联系了呀 不是不联系 而是比较忙 没什么时间啊 有空多陪陪叶子啊 张江流笑着说道 会的 苏默说道 张江流点头 抬手看看表 然后说道 哟 这都快中午了 我给叶子打个电话 苏默带着他去吃个饭 顺便聊聊天吧 嗯 那好吧 张江流非常慷慨 势必要将自己的小姨子 介绍给苏默当泡桶 而且呢 还总是给苏默创造机会 让苏默感动得一塌糊涂 一次两次拒绝可以 三番五次的拒绝 那就有点不近人情了 而且啊 张江流还在给苏默做事 至于朱丽叶那个玉姐呢 长得呢 也是非常不错 如此一来 苏默似乎就没有拒绝的理由了 反正啊 死猪不怕开水烫 苏默已经不再纯洁 更没有想过去做一个好男人 索性就奔放洒脱点 这么潇洒就怎么来 有美女心甘情愿地让你日 你要是不日 那你就是对不起祖国 对不起人民 更对不起自己的良心 甚至啊 那还是一种非常可耻的饭店行为 见苏默答应 张江流就欣喜地给朱丽叶打电话 让他过来 朱丽叶接到张静如电话 得知是这么一个情况 然后就立即跑了过来 见到苏默 朱丽叶显得非常兴奋 简单地聊了两句 苏默就开车带着他离开了 路上 苏默问道 今天不是周末 你请假了呀 我辞职了 朱丽叶微笑着说道 你那可是正事工 铁饭碗 干嘛要辞职啊 苏默惊讶地问道 对于凡人来说 能够找个政府单位的工作 这一辈子就可以了 这一年头啊 找个工作 光有钱不行 还要有人 现在都是花钱买工作 建设局那种单位很不错了 那都是老一辈的封建思想 在政府单位上班 一个月就那么几个钱 就图个退休金 一辈子饿不死 也撑不着 与其在那里浪费时间 还不如去工地里搬砖呢 现在建筑工人 一天都好几百块呢 做生意的 都开奔值宝马 上班拿什么开呀 我这工作 还是当初我姐夫 给我花钱买的 上了两年 实在是没意思啊 朱丽叶说道 苏默呵呵笑了 朱丽叶说的这些 就是社会现状 她的家境很普通 但是她姐朱丽静 比较有福气 嫁给了张江流 这个混子 然后她家里呢 也就跟着帮光 不然的话 没钱没人 想去建设局上吧 那是扯淡 那你准备做什么呢 苏默问道 不知道啊 暂时没有想法呀 我姐夫最近不是在 给你装修那个饭店呀 等饭店开业了 我就给你帮忙吧 朱丽叶说道 那个饭店 苏默是准备交给 何云兰和何云伟 兄妹两个人经营的 如果让朱丽叶去了 苏默害怕他们撕逼 那样啊 就麻烦了 于是便说道 你给我帮什么忙 你好好想想 你想干什么 然后啊 我给你投资 让你做老板娘 给我投资 真的呀 朱丽叶惊讶道 当然是真的 我想看美容院 可以吗 朱丽叶弱弱的问道 想都不带想的呀 苏默惊讶道 这是我的梦想啊 朱丽叶黑黑笑了 我对这方面不太了解 大概需要投资多少钱啊 苏默问道 这就要看 你想开多大的了 规模想 投资就想 规模大 投资就大 在咱们宝平这种地方 开个差不多的 要几十万 朱丽叶说道 你姐夫手里有钱 你想开个美容院 也就几十万投资 她都不舍得给你 苏默诧异的问道 她是想让我 老老实实的 在建设局上班 不想让我太折腾 周丽叶说道 苏默听后 呵呵笑了 然后说道 据我所知啊 现在的美容院 有很多品牌 加盟他们的 应该会便宜吧 是的 周丽叶说道 苏默点根烟 抽了起来 然后说道 我对经商不太懂 但是不会砸钱 我投资饭店 准备一个亿的资金 我的原则就是啊 要么不做 要么 就做大做强 既然你想做美容领域 那我就给你投资 然后 我们也不去加盟他们 我们自己打造品牌 我现在手里没什么钱 就这两天吧 我先给你一千万 一千万 朱丽叶是瞠目结舌道 在她看来 苏默能给她几十万 让她开个差不多的美容院 就心满意足了 没想到 苏默如此阔气 甩手就是一千万 朱丽叶彻底不淡定了 心脏都在狂跳 咱往高处算 就算一家美容院 需要一百万 我给你这一千万 就可以让你开 十家连锁店了 当然了 到底能发展到什么地步 这就要看你的了 如果将来 你可以将这个品牌 发展成为国内领先 那当然是最好的 苏默笑着说道 莫哥 你这么相信我 就不怕赔得血本乌龟啊 朱丽叶问道 既然这是你的梦想 那就勇敢去拼搏 赔钱还是赚钱 那都无所谓 只要你喜欢就行 听到苏默这样说 朱丽叶感动得一塌糊涂啊 然后欣喜地说道 莫哥 我爱死你了 我一定会好好干的 不会让你失望的 说吧 他就凑过来 在苏默脸上亲了一口 中午想吃什么 我带你去 吃什么都行 朱丽叶说道 何云兰和朱丽叶 都有事可做了 但是朱丽叶对美容行业 毫无了解 所以苏默准备让徐英红 也加入其中 再等等 苏默也不准备 让董苏玲再继续教学了 也给他投资个生意 让他经营 既然苏默没有精力 去打造商业帝国 那就让自己身边这些女人 去完成这个雄徒大业 都市修仙高手 第145集 朱丽叶本来就对苏默崇拜的一塌糊涂 早就想给苏默跪舔了 如今苏默又说准备给他投资一千万 让他开美容院 这让朱丽叶激动的别提了 苏默带着他来到饭店 要了个包房 点了很多菜 这一对狗男女吃着吃着就搂在一起了 这不是苏默饭店 而是朱丽叶主动的往他身上贴 苏默无可奈何 也就不跟他客气了 然后就又是亲又是柔的 场面邪恶都不行啊 朱丽叶呢 倒是想跟苏默在这包房里玩刺激 但苏默却没有那种心思 毕竟这是饭店 属于公众场合 苏默就算再急也不能龌龊到那种地步 更何况苏默一点都不急 毕竟昨天晚上他才跟丽莎搞过很多次 吃过饭之后 朱丽叶说要苏默陪着他逛街 与其说是逛街 还不如说让苏默给他买东西呢 女人就这样 一旦找个有钱男朋友 那就会想方设法的索要各种各样的东西 你陪着他逛街 他看上哪个东西就嚷嚷着要 到那时候你能不买 想要泡妞 那就必须得舍得花钱 一毛不拔还想泡美女 你呀洗洗睡吧 在去商贸街的路上 苏默给叶向山打电话要钱 喂 说啊 我最近想做点生意 手里没有钱 你给我攥住点 叶向山笑呵呵地问道 哦 投资啥生意啊 苏默问他要钱 他非但不恼怒 甚至还感到特别高兴 相反呢 如果苏默不问他要钱 那他的心里就该不舒服了 拿人手短 吃人嘴软 苏默越是问他要钱 那等他用着苏默的时候 就越是顺手 苏默问他要的是钱 而苏默给叶家做的事情 那都是无法用金钱去衡量的 苏默笑着说道 呵 美容行业 嗯 不错 需要多少啊 叶向山并没有多问 而是直接问钱 差不多一千万吧 苏默说道 好的 我给成天打电话 让他呀给你打过去一个亿 叶向山说道 对一个资产几百亿的巨富来说 一个亿呀 也就是个零头罢了 用不了那么多啊 苏默给叶向山打电话的时候 特意开着扩音 为的呢 就是在朱利叶面前装逼 拿着花吧 以后你花钱地方还多着呢 不够花 就跟我说 千万别跟我客气 别的方面呢 我帮不了你 但是这个钱方面 我还是有些能力的 叶向山笑呵呵的说道 那就多谢也说了 苏默说道 哎 都是自己人 不用客气 叶向山笑着说道 那好 您忙吧 我没事 嗯 有空啊 去家里吃饭 叶向山说道 好的 挂了电话 苏默整理一下发型 点根烟抽上 然后对满脸惊讶的朱利叶说道 本来想要一千万 谁只给了一个叶 真是太客气了 莫哥 你跟叶向山 这么说 朱利叶难以置信道 他知道我的厉害 而且我也帮过他们叶家 几次大忙 我问他要点钱花 这也不算过分 苏默微笑着说道 直接就是一个叶 我的天啊 朱利叶有种疯掉的感觉 有钱人的世界 真是看不懂啊 当叶成天把钱送过来 我就先给你一千万 这也算是我给你的创业资金了 但是你不要因此而舍不得花 该买什么就买什么 该怎么花就怎么花 如果花完了呢 就再给我要就是了 莫哥 你对我真好 他跟苏默认识的时间并不长 而且呢 也没跟苏默上过床 但是苏默却如此的相信他 他说想要做生意 结果苏默呢 就直接给他一千万 作为创业资金 这一份情意 朱莉叶怎能不感动呢 你知道就好 苏默笑着说道 陪着朱莉叶逛街 给他买了很多东西 四点多的时候 叶成天打电话 问苏默在哪 苏默说了具体位置之后 他就开车过来送钱 不想让叶成天看到朱莉叶 所以苏默就让朱莉叶呢 拿着东西上车去等他 叶成天见到苏默之后 便问道 哎 你陪着谁逛街呢 反正不是男人 苏默笑呵呵的说道 然后给叶成天递了一根烟 好吧 就当我没问 叶成天接过烟 又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卡 递给苏默说道 这是我爸让我交给你的 苏默接过银行卡 装进口袋 然后说道 谢了 叶成天笑了笑 然后说道 那我走了 不打扰你了 等叶成天走后 苏默就去车间 问朱莉叶的卡号 附近就有ATM机 正好可以给他转钱 银行卡呢 与手机都是绑定的 取出或者存入的时候 都有短信提醒 当坐在车里的朱莉叶 收到银行系统发来的短信 看到余额为1008350的时候 他甚至感觉自己啊 都快要失了 那8350啊 是他的私放钱 而在这个基础之上 又多了1000万 就凭这1000万 今天晚上说什么 都要让苏默 把他带走不可 就算苏默 要捅遍他三张嘴 那他也不会有任何的反抗 给朱莉叶转了钱之后 苏默就带着他 去找徐英红 在家里没有发生变故之前 徐英红一直都在经营着化妆品店 薛庆东死后 苏默出现之后 徐英红摇身一变 成为了一个单身贵妇 住着大别墅 开着豪车 日子过得是有滋有味啊 唯独缺少一个威武雄壮 枪长弹多的男人 苏默在机缘巧合之下 将徐英红这个贵妇给放翻了 他这个骑马的汉子 可以说是气大活好 只要是跟他上过床的女人 都会对他赞不绝口 然后流连忘返 这人哪 千万不能太悠闲 一旦悠闲了 那就会想事情 尤其是像徐英红 这种寂寞空虚的贵妇 如果整天都让他悠闲的 待在家里 那他就会变得更加寂寞 然后就会想方设法的勾搭苏默 并让苏默满足他 苏默不想给自己找太多麻烦 所以最好的几个方法 就是给徐英红找点事情做 不让他闲着 一旦他忙碌起来的时候呢 就不会经常想那种事情了 如此一来 他就不会经常缠着苏默了 苏默让朱丽叶投资美容院 还能给徐英红找个差事 这简直就是两全其美的事情 在去徐英红家里的时候 苏默提前给他打电话 问他在不在家 徐英红又跟那些寂寞空虚 却又得不到男人疼爱的宅妇女一样 在家看毛片玩自味器 得知苏默要来 可谓是欣喜万分 苏默不经常来 既然来了 那就必须压榨他三斤斤不可呀 结果 等徐英红开门的时候 却惊诧地发现 苏默竟然还带着一个女人 默默这是 徐英红看着年轻貌美的朱丽叶 然后对苏默问道 苏默笑着介绍道 阿姨 这是朱丽叶 我朋友 进来坐吧 进屋坐下后 徐英红给两人倒水 然后便坐下问道 默默 你来找我有事吗 如果苏默是一个人来的话 那徐英红肯定什么都不会问 直接就往他怀里钻了 但是苏默带着一个女人来 显然不是来跟他上床的 更加不可能是让这个朱丽叶 跟他组队玩双齐的 阿姨 是这样的 苏默将投资美容院的事情 简单地陈述了一遍 了解到苏默的来意之后 徐英红便说道 行啊 反正我整天在家闲着也是闲着 而且啊 我也不是那种闲得住的人 这段时间呢 整天让我待在家里 我都感觉快要闷死了 早些年的时候啊 我也想过开美容院 毕竟美容院是暴力行业 但是那时候手里没钱呢 现在好了 可以实现这个心愿了 在来的路上 苏默就给朱丽叶说过徐英红的事情 如今见到徐英红爽快地答应 朱丽叶便欣喜地说道 姐姐 有你帮忙 那真是太好了 徐英红则是笑着说道 默默是我女婿 既然是她投资的生意 那就算再苦再累 我也要干呢 这件事情算是敲定了下来 朱丽叶和徐英红彼此互留了电话 至于开店的所有事项 苏默就准备撒手不管了 接下来又谈了很多 关于选址和品牌定位方向的事情 五点多的时候呢 苏默就带着朱丽叶离开了 没有留下来吃饭 是因为张江流打电话来说 今天是她老婆 也就是朱丽叶的姐姐 朱丽静生日 并且说让苏默带着朱丽叶 去她预定的酒店吃饭 你呀上午时候怎么不给我说呀 苏默问道 我早忘了一干二净了 下午的时候 她才给我打电话 说今天她生日 张江流说道 你可真够可以的 自己老婆生日都记不住 苏默无奈地说道 过生日这种事情 可是烈焰的好机会 因为男的女的 都会叫上很多闺蜜死党 酒场上只要喝得来 等喝醉之后 说不定就去开房趴趴了 朱丽叶呢 就想着今天晚上 跟着苏默走呢 这下好了 天赐良机 而且今天晚上 也没有外人 就她姐和姐夫 还有苏默四个人 如果她随便的 跟着个男人去开房 那她姐和姐夫 肯定不让 但是她跟苏默去开房 那他们绝对一百个乐意 苏默和朱丽叶开车 来到张江流所说的 那个酒店 然后直接去了包房 朱丽叶已经提前 从家里来了 就剩下张江流了 看到苏默和朱丽叶 手拉着手 朱丽叶这个做姐姐的 心里也是特别开心 嫂子 来得匆忙 就没有给你准备生日礼物 就给你买了个生日蛋糕 你能来就好 朱丽叶欣喜地说道 苏默何许人也啊 这样的大人物 能来给她过生日 这简直就是荣幸啊 我姐夫怎么还没来啊 朱丽叶问道 刚才给她打电话了 说在路上应该快到了 朱丽叶说道 我们先喝点茶 聊聊天等等她 刚说完 朱丽叶的手机就响了 然后便笑着说道 说道就道 喂 什么 朱丽叶脸色大变 整个人都傻了 你老公出车祸了 你快点来吧 手机那头人急忙地说道 苏默的耳朵比较尖 所以呢 就听到了 这让她也是感到非常惊讶 在哪里 朱丽叶急忙问道 挂了电话之后 朱丽叶急忙问道 姐怎么了 你姐夫出车祸了 朱丽叶脸色煞白地说道 严不严重啊 朱丽叶问道 正在送往医院的路上 什么情况我也不知道 那我们现在就去医院吧 只要不是当场死亡 我就能把她救活 苏默说道 朱丽叶和朱丽叶 都用诧异的眼神望着苏默 快走吧 苏默催促道 这真是天灾人祸呀 上午的时候还有说有笑的 结果晚上就出了车祸 只恨苏默没有真不看相的本事 不然的话呢 如果能够看出张江流 印堂发黑 有血光之灾的话 那就可以帮她轻易化解 只可惜 苏默并不懂得那种风骚的本事 三个人开车来到医院 结果人家医生说 张江流在送往医院的路上就断气了 听到这个噩耗 朱丽叶当场就崩溃了 朱丽叶也傻了 然后这对姐妹就开始嚎啕大哭 已经断气 就说明三魂已经散去 如此一来 即便是神仙也救不活了 曾经为了薛庆东 苏默专程跑到地府 去请求秦广王帮忙 那时候秦广王就说得很清楚了 如果是快死的时候去找他 他可以帮忙续命 但是死了之后啊 那就晚了 话虽这样说 但是苏默并不信 道法先术何等强大 想要救活一个凡人并非难事 秦广王那样说 肯定是嫌麻烦 身为阎王 如果他真的想让一个凡人 起死回生的话 那绝对可以 只不过是费些周折罢了 既然他当初对苏默那样说 很显然呢 就是不想让苏默 再因为一个凡人的生死 而去麻烦他 如果苏默现在为了张江柳 再次跑到地府 请求秦广王帮忙 那他未必就会答应 在这种情况之下 苏默要是再去 那就真的是有点厚颜无耻了 看着朱丽叶和朱丽静 伤心欲绝的痛哭 苏默又帮不上忙 那种滋味别提多难受了 经过询问和打听才知道 原来是张江柳闯红灯了 然后直接跟一辆汉兰达 车头撞车头 而且这货还没有扣安全带的习惯 头部都撞烂了 因为失血过多 抢救不及时 还不等送到医院 就一命无忽了 真是操他血妈呀 好端端的 你说你家闯什么红灯啊 扣个安全带能死啊 事实上 现在很多有钱人 尤其是那些顽固子弟 像陈家那种阔哨之类的 都是经常闯红灯 他们不屑于交通法规 更将闯红灯 看成是一种优越的体现 感觉自己特牛逼 殊不知啊 这种行为超级危险 稍有不慎就会酿成大错 常在河边走 哪有不失邪啊 张江流把闯红灯 当成家常便饭 而这次呢 则是报应来了 嫂子 人死不能复生 节哀顺便吧 苏默安慰道 这种时候 他只能说这些 默默 你还能不能救了 朱丽静问道 苏默难为情的说道 如果没有断气 那我绝对可以把他救活 问题是已经断气了 现在神仙都救不活了 听了苏默的话 朱丽静彻底绝望了 哭得更是厉害 哭也没用了 往死里哭 张江流也不会 急死回生了 这就是他的命 只能面对现实 正所谓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张江流这家伙呢 坏事没少干 能有这样的报应 那是迟早的事 没过多久 张江流的父母 还有亲戚们 也都来了 人都已经死了 就该处理后事了 张江流闯红灯 他是全责 那个撞他的车主 也伤得不轻 要在医院里躺上 十天半个月才能恢复 这些琐碎的事情 就不需要苏默操心了 十点多的时候 朱丽静便让苏默 带着朱丽叶先走了 此地不宜久留 留下来也帮不上什么忙 然后苏默就开车 送朱丽叶回家 今天晚上 朱丽叶本来还想让苏默 带走呢 但是发生了这种事情 已经彻底没心情了 将朱丽叶送到家之后 苏默便也回家了 都市修仙高手 第146集 夏宇和他们三个都睡了 苏默回到自己的房间 心里烦躁不安 然后就盘膝坐床 开始修炼 跟丽莎睡一觉 让苏默也是受益匪浅 毕竟他是河道境中期高手 苏默比他等级低 在这种情况之下 两人睡觉 受益的是苏默 当然了 妖魔鬼怪 经常勾搭凡人 从而吸取洋气 以此呢 可以增进实力 如果丽莎强行 吸取苏默的洋气 那苏默也就很难反抗了 甚至还会被他给吸干至死 但是丽莎并没有 反而是让苏默在他身上 吸噬到了大量的唇音之气 虽然不至于让苏默踏入河道境 但是也大幅度的稳固了苏默的等级境界 那个下击比丽莎更厉害 如果苏默能够把他睡了的话 那得到的溢处更大 要知道他可是先帝之躯 那是纵横三界的牛逼存在 别说睡了 就算是沾点他的仙气 苏默呢 就能够得到极大的好处 第二天 苏默准备去张江流家里看看 虽然苏默跟张江流以前闹过不愉快 但是后来呢 已经化干戈为玉帛了 而且张江流对他不错 还把自己的小姨子 介绍给苏默当炮筒 现在他深遭不幸 苏默理应该去照看照看 结果刚出门 龚若莉就打来了电话 喂 苏默急通的 莫哥 公司里有点事情 你来一趟吧 龚若莉说的 啥事啊 苏默问的 讨债的 龚若莉说的 周永元欠的债 苏默就没问到 嗯 龚若莉说的 欠谁的 苏默问的 银行的贷款 龚若莉说的 公司没钱吗 苏默问道 都投出去了 还没有收回来 资金断链了 龚若莉说的 这种事情他避不开 现在的地产商呢 开发楼盘 都是在银行里贷款 周永元被苏默干掉了 现在苏默在扮演着 周永元的角色 那么他的问题 就成为了苏默的问题 欠别人的钱 可以不还 但是欠银行的钱 那不得不还 去的是谁啊 赵行长 知道了 我现在就过去 苏默在路上的时候 就变成了周永元 到了办公室之后 直接去办公室 办公室里 除了龚若莉和罗莉莎之外 还有四五个中年人 都是西装笔挺 人母狗样的 龚若莉看到苏默来了 心里就踏实了 这些人呢 都是来找周永元的 苏默虽然都不认识 但是也要装作认识的样子 周总 多日不见 你又瘦了呀 一个中年人看到苏默 便笑呵呵的说道 这个人呢 看起来像是个领导 应该就是 龚若莉说的 那个赵行长 苏默呵呵笑了 点根烟抽了起来 然后对他说道 赵行长 你们先回去吧 下午呢 我就会把钱给还上 周总 不能再往后拖了呀 不然 我会很为难的 赵行长说道 哎 我们又不是第一次打交道 你放心吧 苏默说道 见到了周永元 银行的人就踏实了 这主要是因为前段时间 听说周永元 出国留学的孩子 在外面出事故死掉了 而且呢 还有人传扬 周永元也被仇家所杀 所以现在的周永元呢 根本就不是人 而是一个妖怪所变 银行不管周永元是人还是妖 只要他能还钱就行 毕竟现在这社会 很多大人物都不是人 都是妖族 而银行这种机构呢 经常跟各种的大老板 大企业家打交道的 他们也就见怪不怪 银行的人走后 苏默就对罗黎莎说道 表妹啊 给我泡杯茶 好的 罗黎莎说道 在公司 周永元都是叫罗秘书的 只有私下里 才会叫他表妹 或者叫他莎莎 但是苏默呢 才不管这些 毕竟他不是周永元 他就喜欢叫表妹 毕竟好吃不过海味 好玩不过表妹 多少贷款 苏默坐在办公椅上 然后对着龚若莉问道 15亿 龚若莉说道 卧槽 这么多 苏默大惊道 龚若莉则是说道 这不多啊 像我们这行 在银行贷款几十个亿 都是很正常的现象啊 像那些更大的地产集团 一次都是几百亿 甚至上千亿 苏默点根烟抽了起来 然后问道 公司现在赚钱了 赚钱是肯定的 但是赚的少 毕竟地产行业的 红金时代已经过去了 我们还算好点 很多地产商干着干着 只要资金链一段 筹不到资金 直接就跑路了 还有很多破产的 地产行业虽然是暴利 但是风险很大 很多地产商都是负债累累 而这些年来 房子越来越不好卖 很多楼盘都卖不出去 而且啊 你也欠了不少钱 欠了多少外债啊 苏默问道 银行的贷款 还有你朋友的 加起来有二十亿吧 龚若丽说道 操 苏默问道 那我资产有多少啊 资产不算钱的 公司里的流动资金 也就几千万 如果是把所有楼盘 全部都转手 应该能够有五十亿左右吧 看来我还是个巨夫啊 苏默喝喝笑道 这时 罗黎莎端着茶杯进来了 放在办公桌上 然后说道 周总 您的茶 罗黎莎一弯腰 可谓是凶器侧陋 苏默忍不住 多看了两眼 然后对他笑着说道 你出去忙吧 嗯 罗黎莎微笑着点头 然后就走了 苏默端起茶 喝了一口 然后问道 你感觉地产这个行业 有发展前景吗 这行业就是谁有钱谁赚钱 虽然前景不如那些年 但还不至于崩盘 总之 以后想靠卖房子发家致富 是不太可能了 关键是资金 只要能够筹到资金 那就行 再筹到一百亿 就没有问题了吧 苏默说道 一百亿 苏默大惊道 把所有的外债全部还清 剩下的用作投资 这些都由你来支配 我不懂 而且呢 也完全没有精力 苏默说道 老公 你手里有那么多钱 拱若莉难以置信地问道 苏默呵呵笑了 然后说道 我没钱 但是 我认识一个富婆 她曾经对我夸下海口说 她所拥有的财富 十个业家都不如 你说 叶向山有多少资产 拱若莉先是一番惊讶 然后便说道 煤矿行业没有整合之前 叶向山可是超级巨富 但是整合之后 宝天煤叶成为了国企 如果不是她有关系 后台硬 叶家估计也就没落了 那时候 省里面说要收拾她呢 现在成了国企 她也是最大股东 而且叶家 还有那么多的产业 除了煤矿之外 很多都变成了叶家的私人产业 她手里啊 少说也有千亿资产 这些我也有所听说 叶家是帮了省城陈家的光 陈秋胜是中原执法堂的父堂主 而她儿子陈家又喜欢叶天怡 如果不是这层关系 叶家也不会有今天 苏默说道 老公 你在哪认识的富婆啊 是谁啊 这么有钱 拱若丽好奇地问道 她是一个修炼千年的娇姬 苏默说道 娇姬 妖怪 拱若丽瞠目结舌道 没错 是个妖族高手 你跟妖族走得这么近 拱若丽震惊道 修士跟妖怪 不是水火不容啊 妖族当中 也有好坏善恶之分 我不知道她以前是好是坏 但是现在 她对我还是非常好的 苏默说道 你们在交往 有次我去汕头 无意中跟她认识的 她知道我的厉害 所以 便来投奔我了 那 你们上过床没有啊 拱若丽好奇地问道 上过了 苏默嘿嘿笑道 拱若丽顿感一阵崩溃 然后说道 妖怪都能看上你 老公 你的魅力太大了吧 苏默轻叹口气 然后略显无奈地说 没办法 有时候 我都佩服我自己 拱若丽娇笑一声 走到苏默跟前 便坐在她腿上 苏默也不跟她客气 伸手就往她衣领里面探去 拱若丽撒娇道 老公 你也不说陪陪人家了 最近很忙啊 那现在不忙了吧 一听她说这一话 苏默顿感虎去一阵 然后说道 这是公司办公室 咱还是要注意点形象呢 钟月圆那个死胖子 以前可是没少在这间办公室 上他的秘书 不是有那么一句职场格言啊 有事秘书干 没事干秘书 后来 我让罗丽莎来给他当秘书 那是他表妹 他想上也上不成啊 苏默哈哈大笑道 然后说道 呵呵 干不了罗丽莎 公司里面那些女职员 估计也没少被他祸害啊 公司里面 那些稍微有点漂亮的 基本上都被他睡过 拱若丽说道 似乎非常鄙视 幸亏我不是那种人 苏默说道 感觉自己还是非常正直的 拱若丽在苏默脸上亲了一口 然后就开始越于欲试 看到拱若丽心急火燎的样子 貌似寂寞的不行 对于一个年近三十的成熟欲姐来说 好几个月都没有被男人碰过了 确实是一种无法忍受的煎熬 苏默虽然不是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 但他也有着一颗乐于助人的善心 何况他现在所扮演的 还是龚若丽老公的角色 作为他的老公 那么他的生理方面的需求 苏默自然是要满足的 而且还是责无旁贷 于是苏默就现出真身 搂着龚若丽狂恨 然后呢 便将他按在办公桌上 开始野蛮冲撞 这种事情不能总是在床上进行 偶尔换个场景 则是会有别样一番滋味 沙发上 浴室里 厨房里 办公室里 车里 公园里 到处都是战场 苏默跟龚若丽在办公室里面 大战一个回合 感觉也是特别的刺激 完事之后啊 就赶紧穿衣服 然后清理战场 苏默坐在老板椅上 惬意地抽着烟 龚若丽则是去卫生间补妆 拿出手机 拨通了丽莎的电话 然后说道 亲爱的 我需要点资金 你把我睡了 我还没问你要钱呢 丽莎调侃道 在外面找 都是五百一千 您的姿色 最低五千 苏默哈哈大笑道 好呀 你竟然拿我根基比 我开玩笑呢 苏默笑着说道 要钱干嘛 我现在是 瑞天地产的幕后主人 公司在银行带着巨款 我需要一笔资金 来还贷款 以及后续的发展投资 需要多少 一百亿吧 上次我杀那个幻影 在他身上又发了一笔横财 索性都给你吧 多少 苏默惊奇地问道 一百五十多亿 丽莎说道 卧槽这么多 苏默大惊道 他可是奉命宗的杀手 和道径的杀手 随便拉出来一个 都是资产千百亿 丽莎说道 那你给我送过来吧 我就在瑞天地产 还让我给你送 你还不自己过来取啊 丽莎埋怨道 苏默呵呵笑了 然后说道 那好 我现在就过去 挂了电话 苏默就对刚从卫生间里出来的 龚若莉说道 我去取钱 我在公司也没事 要不 我跟你一起去吧 龚若莉提议道 还是让我自己去吧 那好吧 开车来到丽莎家里 丽莎呢 就给苏默两张银行卡 一张建行的 一张工行的 苏默拿着这两张卡 然后问道 这是幻影的卡 他现在已经死了 奉命宗的人 会不会冻结他的账户 或者是根据这个 顺藤摸瓜的找到这里来 丽莎笑着说道 这个你不用担心 既然这是幻影的私人财产 奉命宗又怎会知道呢 更何况杀手组织 都是非常讲究原则的 皆当失败被杀 这事既不如人 怨不得别人 如果杀手组织 没有原则的话 中原执法堂 早就将其铲除了 这是一个逝者生存 优胜劣汰的世界 尤其是对于修士而言 谁也不会为了 一个已经死掉的人 而大费周折 那就好 苏默说道 只要没人追究 那就可以放心了 丽莎微皱眉头 然后说道 你的身上有女人的味道 老实说 你是不是把周永元杀了 然后霸占她的公司 包括她的老婆 苏默呵呵笑道 这都被你发现了呀 不错 越来越毒辣了 丽莎称赞道 你就是夸我呢 还是比输我呢 当然是夸你了 你已经不再是一个小孩子了 你已经成熟了 长大了 如果你没有成为修士的话 那你现在还处于在一个非常幼稚的年龄段 丽莎说道 苏默不禁感慨道 修士界非常锻炼人 太他妈狠了 心不狠站不稳啊 就是要有这种魄力 任何事情都可以不择手段 牵扯到利益 尤其是身家性命的时候 没有人会对你仁慈 你说得非常对 苏默赞成道 丽莎微微一笑 然后说道 陪我吃午饭吧 让你尝尝我的手艺 你还会下厨做饭 我什么都会 丽莎身为一个高贵的女人 竟然还会下厨做饭 这让苏默感到非常的意外 而且啊 她的厨艺也是非常精湛 称得上是色香味俱全 吃过饭之后 苏默便说要走 但是丽莎呢 心情不错 非要跟苏默打个午后炮 丽莎给了她这么大一笔巨资 还亲自的下厨给她做饭 鉴于她的盛情难确 苏默没办法拒绝 只能满足她这个小小的要求 炮仗结束之后 丽莎才算是惬意的放行 苏默穿好衣服 就开车去瑞天地产 下午在鼓若莉的陪同之下 苏默先是去银行还了贷款 又给借过钱的那些人联系 花费一个下午时间 把所有的债务都还清 一直忙到晚上七点多的时候 才算是带着拱若莉回到家里 至此 周永元外面欠的钱 已经全部还清 无债一身轻 拱若莉的心情也是格外的舒畅 拱若莉给苏默做了晚饭 两人吃过之后 这个饥渴的少妇 就拉着苏默上楼了 都市修仙高手 一百四十七集 少妇的官方定义为 已婚 包括离异丧偶 年龄低于四十岁 少妇乃女人中最美源泉 少儿丰满 妇儿小巧 在中国 少妇一般只新婚不久 而又充满魅力的女人 虽然睡别人的老婆 是一种非常不道德的行为 但是男人们都特别热衷于这种事情 给别人戴绿帽子 能够在很大程度上 体现自己的优越感 觉得自己特别牛逼 而且特别刺激 很多女生呢 也特别喜欢挖自己闺蜜的男朋友 而且成功力出奇的高啊 同样也是因为这种可怕的思想 杀了周永元 又弄死了周平 并且呢 还霸占了周永元的公司 以及她的老婆 苏默有种纠占雀巢的味道 感觉自己特别邪恶 但是不邪恶不行啊 这都是被世道所逼的 次日上午 龚若丽带着苏默来到车库 奔驰S600 宝马760 奥迪Q7 宾利沐上 麦巴赫62 还有劳斯莱斯幻影 操他血嘛 周永元这逼真会享受 家里竟然这么多豪车 苏默点个烟抽着 看着这些豪车 然后有感而发道 是时候换车了 龚若丽微笑着说道 这些都是你的 你想开哪个就开哪个 你说得很对 奔驰宝马 奥迪 大街上遍地都是 没什么稀奇的 宾利 麦巴赫 劳斯莱斯并不多 看了半天呢 苏默最终选中了那辆 黑色的劳斯莱斯幻影 这车在大街上并不多见 听龚若丽说 整个宝瓶是不超过十辆 龚若丽那辆宝石级卡燕 给苏默了 而他现在呢 开的是一辆白色的奥迪阿巴 苏默准备将这辆宝石级卡燕 送给朱利叶 至于车库里面剩下的 这五辆车呢 所幸全都收入湖界 等着以后送人 龚若丽去公司上班 苏默呢 则是去商场饭店 张江流在负责装修事宜 现在呢 他不幸去世了 让苏默很是无奈 但装修还又继续啊 路上的时候 苏默给何云伟打电话 让他去饭店 并把张江流出车祸的事情 告诉了他 得知张江流猝不及防的去世 何云伟呢 也是感到非常震惊 何云伟和何云兰 一起开车来到饭店 苏默又将张江流出车祸的事情 洗说了一遍 哎 好端端的 说死就死了 何云兰感慨道 生命实在是太脆弱了 苏默点根烟抽着 然后说道 当初朱丽静开车撞我 差点把我撞死 因为那次车祸 我才有了今天 后来 我找他报仇 杀了那个高坤 然后大发善心 就饶了他一命 没想到张江流最后 还是因为车祸而死 看来 这就是他的宿命 竟然还有这种事情 何云伟惊道 苏默呵呵笑道 有因便有果 还是修仙好啊 可以飞天入地 可以刀枪不入 可以长生不老 别说让车撞了 就算炮弹红 那都好发无损 哎 睦睦 你说我这条件 能不能修仙啊 何云伟问道 苏默笑着说道 基本上没有可能了 何云伟叹了口气 苦笑着说道 我也就一吟一下罢了 苏默拍了拍他的肩膀 然后说道 以后啊 你就在这里盯着好了 嗯 放心吧兄弟 何云伟说道 这时 董苏玲打来了电话 苏默掏出手机一看 便对何云兰说道 蓝姐啊 我有点事情 先走了 嗯 去吧 从饭店出来 苏默回拨董苏玲号码 接通之后 嬉笑着说道 灵姐 稍好啊 默默 学校里出事了 董苏玲说道 出啥事了 校长死了 董苏玲说道 卧槽 死得好啊 陈泽辉那货 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他死的大快人心啊 肯定有人放鞭炮庆祝吧 苏默说道 一点都不悲伤 当初朱灵聪那个混蛋 想要在办公室 强暴董苏玲 但是被苏默给阻止了 陈泽辉呢 身为校长 非但没有惩罚朱灵聪 竟然还想嫁祸给苏默 这样的人渣能做校长 真是祸害祖国的下一代 所以啊 他死得太好了 这就是报应 心术不正的下场 董苏玲虽然也痛恨那个陈泽辉 但是还不至于像苏默这样开心 陈泽辉的死不是重点 因为呢 还有更加严重的事情 薛倩失踪了 操 你说什么 本来他还挺开心的 但是听到这个噩耗 苏默直接傻了 陈泽辉是死在校长办公室的 我们去看 听别的老师说 心脏都被挖走了 死状惨不忍睹 另外 我们学校在一夜之间 失踪了一百多个女生 包括薛倩 我们班里也失踪了四个 挖心脏 妖孽 苏默惊讶到 妖族最喜欢吃人的心脏 而且妖族呢 也吃人喝血 至于鬼怪 基本上都是西式洋气 学校已经报警了 来了很多警察 这个时候 邓雪打来了电话 我知道了 你别慌 我马上就去学校 苏默急忙说道 嗯 董苏默点头 挂了电话 苏默便接通了洞血的 默默 你那个学校里面出事了 我已经知道了 现在我就过去 我正在路上待会儿见 挂了电话 苏默火速开车赶往学校 路上苏默也是慌得不行 陈泽辉被挖了心脏 苏默乐呵地想笑 别的女生失踪呢 也跟她没有一毛钱关系 但是薛倩也在其中 这就不行了 薛倩可是苏默的初恋情人 而且还是她的女朋友 她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 那苏默绝对悔恨终生 薛庆东已经死了 徐英红还不是她的亲妈 薛倩已经够可怜的了 如果再被妖族给祸害了 那真的是 苏默不敢再去想了 一路狂奔 苏默是又气又怒又焦躁 心里祈祷着薛倩平安无事 到了学校 苏默开车来到办公楼前 看到三四辆警车 并且还扯起了警戒线 这些警察都认识苏默 看到苏默来了 都纷纷打招呼 苏默脸色非常难看 直接上了二楼 来到校长办公室 邓雪和王浩都在里面 现场被保护得很好 并没有被破坏 苏默看到 陈泽辉就坐在他的办公椅上 满脸猙獰 浑身枯干 除了衣服上的血迹之外 整具尸体都变成了干尸 胸前有一个空洞 心脏被挖走了 死状奇惨 小姑娘要是看到了 绝对会做噩梦的 发现什么了吗 苏默直接问道 邓雪说道 剑长与其琐碎的狼毛 而且气味很重 狼毛 苏默皱眉道 秀了秀鼻子 确实有浓重的妖气 妖族到过的地方 都会留下气味 这些气味非常淡 凡人都秀不出来 只有修饰高手的鼻子 才能够秀出来 丽莎是娇姬 在她的家里 沙发上 厨房里 卧室里 到处都是她的味道 但是娇姬不同于鱼类 丽莎身上那种气味 闻起来不腥不骚 反而是有些清香淡雅 就跟香水差不多 你可知道灰狼妖 不知道 邓雪说道 我估计 这件事情就是那个灰狼妖所为 苏莫皱眉 说道 真是操她心吗 我以为她死了 谁知道又出现了 这个很难办 妖族去向乌宗 我们想要寻找起来 难度很大 即便真的找到 那些失踪女生 也早已被害 邓雪说道 都是女生 没有男生 这绝对是嗜血玄地 灰狼妖 她掳获这么多女生 显然是要吞吃的 必须尽快找到她 不然的话 后果不堪设想 这时 王浩走过来 并递给苏莫一根烟 然后说道 这个案子太过恶劣 影响极大 我们还是尽快通知执法棠吧 让执法棠的高手来处理 如果耽搁时间太长了 就像邓雪所书那样 找到也没用了 小地方就这样 遇到案件呢 能处理则处理 一旦感觉棘手 就会上报省城 苏莫将烟点燃 猛地吸了两口 心里面是乱糟糟的 事到如今 她是真的无可奈何了 希望执法棠 能够尽快地找到 那个灰狼妖 不然的话 她就再也见不到薛倩了 就在这时 气灵小夕突然传音道 主人莫花 就在苏莫焦急万分 不知所措之时 气灵小夕竟然说话了 你有办法 苏莫周眉问道 我可以传授主门一门法术 什么法术 苏莫惊讶地问道 千里追踪术 千里追踪术 听起来好厉害的样子 这千里追踪术 可以通过对方的气味 然后进行感应定位 只要是对方碰过的东西 去过的地方 都可以判定到具体位置 但是不能超过有限距离 小夕解释道 竟然还有这种法术 实在是太厉害了 我现在就将修炼法则 传授给主人 嗯 苏莫激动地说道 在接受修炼法则同时 苏莫便对王浩说道 不用麻烦执法棠了 我自己就能搞定 学校里闹出这么大的事情 社会舆论 肯定会非常疯狂 王剧长 你还是想办法 收拾乱摊子吧 这个凶手 就交给我了 听到苏莫这样说 王浩非常惊讶地问道 你有办法找到凶手 现在还很难说 但是绝对比执法棠有效率 等执法棠人来了 黄花菜都要凉了 我先走一步 这里就交给你们了 苏莫急忙说道 然后走到陈泽辉尸体前 在地板上捡起了一根狼毛 我跟你 邓雪正要说准备跟苏莫一起 却被苏莫直接打断道 你别跟着我 我自己反而更加容易对付 邓雪顿时无语 气愤得不行 苏莫总是甩开他 总是不让他跟着 你说气人不气人 出了办公楼 苏莫就开着那辆霸气的 劳斯莱斯幻影离开了 千里也就是五百公里 灰狼腰是昨天晚上动的手 按照他的速度 如果真想跑的话 好处中国都是有可能的 希望他不会跑得太远 不然千里追踪术就没用了 路上苏莫担忧道 千里追踪术的修炼法则 很快便传授完毕 二十分钟之后 苏莫来到新城区家里 然后就立即开始修炼 这千里追踪术 现在是争分夺秒的时刻 苏莫学成的越快 薛倩的生机就越大 好在这千里追踪术并不复杂 甚至可以说是非常简单 毕竟这属于辅助型法术 再加上苏莫悟性极高 学什么都是事半功倍 仅用半天的时间 就初步掌握了这千里追踪术 这速度其实已经快得惊人 但是因为现在苏莫迫切地 想要去救学倩 所以就显得特别的漫长 苏莫将装在口袋里的 那根狼毛拿出来 放在鼻前一袖 施展千里追踪术 段时西南方向就有了感应 这种感觉非常的奇妙 甚至是苏莫能够判断出距离 这个感应点距离它不到五十里 另外这个感应点是固定不动的 如果它移动 依旧会在苏莫的感应范围之内 除非它超越了这个范围距离 不然的话 它的一举一动都会在苏莫的掌控之内的 卢莎 苏莫当即判断出了灰狼妖的所在地 这让苏莫是欣喜万分 一来呢 灰狼妖并没有逃远 二来则是感慨这千里追踪术的神奇和牛逼 这门法术就好比间谍卫星的作用一样 有了这千里追踪术以后不管是妖魔还是炮妞 都会变得非常方便 确定了位置 苏莫就立即动身前往鲁山县城 开车去的话呢 速度太慢 苏莫也没有化身雨淹 而是直接踏天而行 朝着鲁山式方向飞去 苏莫现在是反虚境巅峰 速度本就很快 再施展踏天步的话 那就跟飞机的速度差不多了 它这样的速度甚至比那些河道境初期高手都要更快 鲁山县是个山区县 境内到处都是重鲁敌仗的山脉 这也是各种妖族诞生的摇篮 除了那些深山区之外 还有很多孤立的山丘 这些山丘呢 有高有低 基本上都在100到500米之间 灰狼妖的气息 就在距离县城不到五里的一座孤山之上 远远看到这座孤山之巅 有着一座道观 而且修建的有盘山公路 而在山下呢 则是有一个小村庄 苏莫在背对村庄的那一侧降落 然后顺着盘山公路 朝着那个道观奔去 此时夜幕已经降临 道观内是黑灯瞎火 而且夭起冲天 这座孤山距离县城还有五里远呢 县城内的凶士 根本就感应不到这里的妖气 至于山下村庄的村民 更加不可能感应到了 而且啊 这座道观的香火不旺 基本上没人来光顾 确实是个隐匿的好地方 有道是最危险的地方 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当初苏莫和邓雪 全都认为这个凶手会逃之夭夭 所以才会想着要上报执法堂 让执法堂精英部队 去搜寻这个凶手 而这个灰狼妖呢 并没有逃远 它甚至都没有离开 宝山市境内 而且落脚之处 还是距离乳山县城 很近的一座道观里 这种地方最容易被忽视 苏莫有练妖虎 气息完全被掩盖 这个灰狼妖啊 绝逼不会发现 随着越走越近 苏莫便清晰地感受到了 灰狼妖的气息波动 反须境巅峰 苏莫惊讶道 当初见到这个灰狼妖的时候 他是反须境后期 而这个时候的苏莫呢 还是个菜逼 如果那个时候 苏莫跟他面对面 绝对会死得很惨 甚至都没有任何的反抗之力 但是现在苏莫已经反须境巅峰了 而这个灰狼妖实力呢 也有所提升 他杀陈泽辉的原因不好断定 但是他掳获了一百多个女生 绝对跟他修炼有关 或许呢 就是想要借此来冲击何道境 凡人的体魄 对于妖族来说 那可是大补啊 虽然说现在的高中生都比较开放 甚至很多在中学时代 就被男孩子破了除 但是这一百多个女生当中 虎女绝对不会少数 虎女的纯阴之力 对于灰狼妖这种雄性的妖族来说 溢出可是非常大的 都市修仙高手第148集 再往前走 苏莫突然感到不对劲了 这座孤山上的气息非常混乱 似乎不止一个 妈的 竟然是个狼窝 苏莫大惊道 本来以为就灰狼妖一个人 却没想到这里啊 是一个狼窝 从气息波动上来判断 至少不下30个 这让苏莫的心里呢 有点发慌 灰狼妖是返循境巅峰 他掳获那么多高中生 肯定是在闭关修炼 冲击何道境 苏莫这个时候杀进去 那他呢 就只能被迫地中断修炼 然后跟苏莫大战 说不定啊 在他修炼关键时刻 被苏莫找乱 还会让他身受重伤 即便是没有受伤 在等级境界相同情况之下 苏莫有困隆剑和无极战凯 根本不惧怕他 但是 这是个狼窝 里面一群狼妖 然而仔细一辨认 苏莫就不再紧张了 因为那些凌乱气息波动里面 除了灰狼妖一个反虚镜巅峰的 其余的都是化神镜和反虚镜的 没有比他更强的了 有反虚镜中期的 也有后期的 但是这种实力的 苏莫直接就可以无视了 想到这里 苏莫就放下心来 因为担心薛倩的安危 苏莫就迫不及待地冲了进去 今天呢 他就要单枪匹马 闯一闯这个龙潭狼穴 道观里的灰狼妖 虽然是探查不到苏莫的气息 但是妖族的感官都是非常敏锐的 任何的风吹草动都会被他们察觉到 苏莫来到道观内 他绝对知道 道观面积不大 也就三间破房子 苏莫推开正殿大门 便看到了正中摆放着的 泥塑的三清神像 上面布满灰尘和珠网 殿内腹气弥漫 显然是废弃了很多年了 殿内除了三尊泥塑神像之外 就剩下一些破烂椅子和桌子 其余什么都没有了 腰气非常的浓烈 但是灰狼妖却不在这殿内 那腰气似乎是从地底蔓延上来的 苏莫绕过三尊泥像 便看到泥塑后面的地面上 有一个直径在一米半左右的地洞 这个地洞倾斜向下 不知深度 站在这个地洞口 腰气最为浓烈 总算让我找到你了 苏莫冷横一声 直接跳了进去 地洞的斜坡呈现三十度 而且九曲十八弯 行进大概有千米左右 眼前豁然开朗 这座孤山有四百米高度 而在这座地洞的尽头 则是一个巨大的山洞 光是高度就有这四五十米 乍一看这个山洞 让苏莫是感到非常震惊 这是天然形成的山洞 并非人工开凿 看过西游记的都知道 那些妖精们的洞府 都是特别的精致 里面什么都有 这个山洞里面同样如此 在那些洞壁之上 有着几十个较小的山洞 那些狼妖呢 就住在里面 而且苏莫还听到 女人的惨叫声 哭喊声 在山洞正中的地面上 苏莫还看到了 几具血淋淋的女尸 她们的身上衣服 早已不见 这些被害的女生的死状 可谓是惨不忍睹 甚至是她们的嘴巴 都成撕裂状 很显然 她们都是被强暴致死 而且手段凶残无比 看到这些触目惊心的画面 苏莫是怒不可斥 整个头皮都要炸了 因为她不知道 薛倩现在誓死是活 苏莫这个不速之客的到来 立即便引起了狼妖们的注意 于是纷纷从洞穴内窜了出来 片刻间的功夫 就把苏莫给围住了 还过一周 反须静的有八个 其中三男五女 化神静的有十五个 其中九男六女 剩下的呢 都是画气静的狼崽子 共有十三个 其中七男六女 有练妖狐就这好处 对方什么实力 一眼便能看出 这些狼妖啊 全部都为人形 打量着苏莫 似乎是想要看出些许端倪 但是看来看去 也没有看出个大概所以然来 因为苏莫的身上 毫无羞视气息 压根就是一个凡人 小子 你走错路了吗 一个反须静后期的狼妖 对苏莫调侃道 其余的狼妖 哈哈大笑起来 在他们的眼里啊 苏莫这个凡人小子 简直就是在找死 竟然跑到他们老巢里来了 既然他来了 那就绝对不能让他活着离开 不然等他出去 到处宣扬 那这个根据地 就不安全了 这个山洞非常的隐蔽 谁也不会想到 在这座孤山的破旧道观下面 竟然还有这么大的一个山洞 即便是修士教授 只要没有来到这个道观 也是无法洞察到这里的妖气的 至于凡人 即便来了 也发现不了什么 而那些修士们呢 更是不会来这种破地方 这三十多个狼妖里面 有男有女 那些男的都是魁梧高大 那些个女的都是性感火辣 甚至是有些女的 都在用一种邪恶而又饥渴的眼神 盯着苏默 看那样子 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毕竟苏默唇红齿白 英俊潇洒 是个十足的大帅逼啊 二哥 把这个小子赏给我吧 一个反虚敬中情女人 对刚才那个说话的家伙说道 老四 你可不能独享啊 文武姐妹应该同享才对 另外一个反虚敬中期的女人说道 那个被称作二哥的狼妖 哈哈大笑 然后说道 哼哼 你们五个轮着上 这小子享福了呀 这个细皮嫩肉的小家伙 也不知道扛不扛得住啊 一个反虚敬女人 娇笑着说道 这五个妖女啊 长得都是非常妖艳 他们竟然在商量着如何享用苏默 苏默本来就满桥怒火 哪有功夫跟他们开玩笑啊 冷哼一声 然后说道 哼 你们这些妖孽 今天全都要死 说吧 苏默当即召唤困龙剑 然后施展天火树 一声龙笑 在这辽阔的山洞内 显得特别响亮 回声刺耳 跌宕起伏啊 一条粗皮的火龙奔腾而出 朝着周围这些狼妖席卷而去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 让这些狼妖是大惊失色 谁也没有想到 这个凡人竟然会突然展现出 修士高手的强大实力 在猝不及防之下 那些化气境和化神境的 瞬间就被火龙吞噬成了积粉 甚至是他们都没有反应过来 自己到底是怎么死的 身为反虚敬巅峰高手 苏莫全力爆发完全可以秒杀 反虚敬之下的 至于扫荡更是不在话下 这群狼妖 眨眼间的功夫就死了一多半 在那八个反虚敬狼妖当中 有两个反虚敬出奇的来不及闪躲 也被火龙瞬间吞噬 伴随着痛苦的惨叫声 逐渐被烧成了灰烬 仅此一招并横扫全场 就剩下了六个人活着 那个二哥还有刚才说话 并且准备擦了苏莫的那三个女人 全都疯了 反虚敬巅峰高手 联手杀了他 那个二哥大惊道 顿时间 这六个反虚敬高手 纷纷召唤出自己的法宝 然后朝着苏莫冲来 苏莫见状 不屑地冷哼一声 挥剑披上 他现在的实力啊 都能够跟何道景出奇高手 对着干了 即便那个灰狼妖出来 苏莫也有把握杀了他 更别说是这些喳喳了 六人联手又能怎样 苏莫现在啊 根本就没有把他们放在眼里 苏莫无事所有 冲着那个二哥杀过去 两人刀剑碰撞 那个二哥手中的长刀 咔嚓一声便断成两截 说真的 这六个狼妖 在宝平这种小地方 已经算得上是高手了 只要他们想 便可发展大公司 幽懒一碗财富 玩遍各路美女 事实上 他们在外面的身份 确实都是大老板 都有自己的产业 只可惜啊 他们非常不幸地 惹到了苏莫 长刀应声而断 二哥心猪惊骇啊 当即献出原形 怒吼一声 利爪呼啸 抓向了苏莫的面门 而在利爪之上 营绕着滚滚雷电 竟然是个掌握雷电数的家伙 与此同时 其余的五个狼妖 也都纷纷扑上 苏莫不躲不闪 周身火光迸射 烧得脚下的山石 是砰砰作响啊 瞬间就成了积粉 这些狼妖 感受到恐怖的高温 不敢上前 纷纷避退 然后施展法术 进行远攻 修士能和狼妖对抗 全凭法术和法宝 但是妖族呢 天生强大 要么力量强大 要么防御惊人 要么速度极快 总之啊 各方各面 都比修士有优势 但是妖族当中 掌握法术的不多 十个妖族当中 能有五个就不错了 但是修士呢 基本上 全都掌握法术 有些妖族 天生就拥有法术 譬如火狐 雪豹 等等等等 而其余的妖族呢 基本上 都是通过后天修炼的 这群狼妖当中 有三个掌握法术 这个二哥 和另外一个男的 掌握的都是雷电术 但是呢 都是一重雷电术 而那三个女人当中 有一个则是 掌握着风系法术 但她们实力不强 法术威力不大 即便苏默站着不动 任其攻击 也伤不到丝毫 后体钢器营造周深 顶着雷电和风刃的 疯狂攻势 苏默完全无视 这些喳喳的法术 都破不开 苏默的后体钢器 苏默挥剑猛批 认准了那个二哥 准备先将他干掉 虽然他是 反虚境后期实力 但是他哪里 又是苏默的对手啊 见影霍霍 两三下 就批断了他的左臂 鲜血横流 惨叫不止啊 华丽的一剑 苏默斩落他的头颅 不做任何停留 又去斩杀另外一个男的 这男的健壮 掉头就跑 苏默施展踏天步 速度飞快 眨眼间就追上 又是一剑 轻松击杀 转身看向那四个 花容失色的女人 冷哼一声说道 哼 就你们几个 还想操我 这四个女人 互望一眼 一个比一个害怕 本来是细皮嫩肉 甚至还有点 乳臭胃肝的小子 这种类型的 是他们这些 妖族女人最喜欢的 而且啊 这个小子 还闯到 他们家的 洞府根据地 那就只能 让他有来无回了 所以呢 便想着 把他给搞了 全当是找个乐子 怎会想到 这一丝 竟然是半猪吃虎 突然爆发恐怖实力 横扫全场 那些实力低的 瞬间惨死 幸亏他们都是 反虚镜的 反应够快 不然的话 为那恐怖的烈焰 沾身 不死也要掉层皮啊 大王 快出来 那个反虚镜 后期的女人 忽然大喊道 苏莫顿时皱眉 当下发狠 挥剑朝着 那四个女人杀过去 这四人见状 怎敢上前 撒鸭子 就四散而逃 我让你逃 苏莫快步追上 一剑皮子一个 人在逃命的时候 最容易被攻击 就他们这实力 即便是拼命反抗 也是毫无作用 那三个趁此机会 已经跑远 苏莫呢 就开始狗脸兔子 陆续将剩下那三个女人 也全都斩杀 本来还想跟他们玩玩 但是灰狼妖 却要出来 为了保险起见 必须先把他们四个杀了 省得待会儿啊 苏莫跟灰狼妖大战的时候 他们在旁边暗箭伤人 但是苏莫将四个女人 全部杀光之后 也不见灰狼妖出来 这让苏莫有点搞不懂 难道说 他正处在修炼的紧要关头 无法分身 思来想去 也就这么一种可能 不然的话 自己的族人手下 被苏莫疯狂屠戮 他不可能视而不见 既然他不出来 那苏莫也不闲着 当即便站在原地 大喊道 倩倩你在哪儿 听到有人说话 那些在洞穴里的女生 全都爬了出来 看到苏莫 就好像看到了救星似的 一个个都是兴奋无比 但是洞穴啊 都在山壁之上 居高临下 他们根本就下不来 如果跳下去 那是必死无疑啊 再看这些女生 一个比一个惨 他们都是一不国体 被那些可恶的狼妖们 玩弄得不成样子 几乎都是爬到洞口的 没有一个能够站起来走路的 这些女生的脸上都非常脏 泪水混合着泥土 都成了棚头垢面 想要在这群丑八怪当中 找到薛倩 难度真的非常大 环过一周 薛倩并不在其中 这让苏莫心里慌得不行啊 在来的路上 苏莫就已经做了最坏打算 但是心里还是有着一丝稀计 但是来到这个山洞之后 苏莫不得不重新打算 摆在眼前的只有两种可能 要么薛倩已经被玩死了 要么呢 就是被撕吃了 要么就是还在被玩当中 但是中间场地上 那几具女尸当中 并没有薛倩的 而且呢 那些爬到洞口求救的女生当中 也没有薛倩的 那么似乎救生最后一种 也是苏莫最无法接受的可能 苏莫心急如焚 然后就开始逐个搜寻 那些空荡的石洞 这些石洞的洞口啊 直径都在两米左右 但是里面空间非常大 几乎都是有七八十平米的 苏莫先是搜了三个石洞 这里面呢 都有女生 而且啊 都被玩得奄奄一息 有几个甚至已经断气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 苏莫也来不及给他们收尸 心里只惦记着薛倩 最终在第五个山洞内 苏莫找到了薛倩 看到薛倩的一刹那 苏莫别提多激动了 而薛倩看到苏莫 哇哇的就哭了起来 被灰狼妖抓到这个巢穴里面 薛倩以为自己这次是必死无疑了 却没想到 苏莫自己心爱的男人 竟然会找到这里救自己 这何尝不是一个奇迹啊 薛倩同样一扇不整 但是却并不像其他那些女生那样 被玩得不堪如目 甚至是薛倩的身上 都没有什么伤势 看到薛倩这个样子 苏莫感到非常的不解 这是怎么回事啊 难道说这群狼妖里面 还有君子 这不应该啊 其余的女生都被玩得半死不活 还有很多都被玩死了 可薛倩怎么没畏糟她 此时来不及询问太多 苏莫急忙来到薛倩跟前 然后安慰道 老婆 我来了 你安全了 我这就救你出去 嗯嗯嗯 薛倩哭着说道 看到苏莫 她的心里就踏实了 都市修仙高手 第149集 苏莫立即将薛倩收入狐倩 然后钻出石洞 并将视线范围内的那些女生 全都收入狐倩 就在苏莫准备继续搜寻石洞 将石洞里面被玩得 无法动弹女生 全部解救的时候 整个山洞突然传来 剧烈的震探 下一刻 一声狼笑 便在山洞内回荡起来 感受到这强横的气息 苏莫顿时皱眉 妈的 这次竟然踏入河道境了 来不及多想 苏莫立即将地上那六具狼腰的尸身 收入狐倩 又将那几具女生的尸体 也收入狐倩 然后召唤出昆龙剑 准备战斗 很快 东面石壁上突然爆发开来 一道巨大身影 从里面窜了出来 定睛一看 正是曾经见过的那个 嗜血玄帝 灰狼腰 那天晚上 他还是反须镜后期 而现在 已经成功踏入河道境 成为一位强大的河道境高手 灰狼腰 俯冲而落 站在苏莫的面前 他这庞大的身躯 足有三米高 浑身都是浓密的毛发 那发达的四肢 比狼人还要可怕 而他那双血红色的眼眸 看起来让人毛骨悚然 血盆大口张开 那尖锐的狼牙 就跟匕首一样 苏莫站在他的面前 就跟一个矮子似的 你就是苏莫 灰狼腰居高临下地 盯着苏莫 冷声说道 你竟然认识你爹我 苏莫冷声说道 虽然他看起来非常魁武 但苏莫却不怕他 刚刚踏入河道境的 就算厉害 那也厉害不到哪去 苏莫跟长凯那种 顶级高手都对过战呢 又怎会惧怕他呢 当初是你杀了火狐王 灰狼腰说道 没错 现在轮到你了 我听说你很厉害 这段时间 一直都在此处闭关修炼 以便等我踏入河道境之后 便去杀了你这次 却没想到 你竟然主动找上门来 还血洗了我的童族 今天 谁也救不了你 灰狼腰凶狠地说道 苏莫顿时恍然 前段时间 他一直都在担心着灰狼腰会突然找到他 所以一直提心吊胆的 却没想到 这魂大竟然一直躲在这里闭关修炼 想到这里 苏莫冷笑一声 不屑地说道 若是放在以前 你去杀我 那我或许无可奈何 但是现在 风水轮流转 即便你踏入河道境 又能怎样 看我今天如何杀你 好狂的语气 废话少说 少死 灰狼腰说道 挥舞力爪便朝着苏莫扑了过来 苏莫顺势向后暴退 立即召唤无极战凯 然后在眨眼间的功夫 全副武装 看到苏莫穿上这套 看起来非常酷炫的铠甲 灰狼腰便说道 看来你是由备而来 那必须的 腰族的力量都特别大 这一点在狼人的身上 就领教过了 至于眼前这个灰狼腰 显然是比西方的狼人 更加可怕的 因为西方的狼人呢 基本上不掌握法术 而且很少用武器 都是贴身肉搏 但是狼腰不同 他们跟修士一样 绘法术 有法宝 完全就是两个概念 所以苏莫不敢太过轻敌 灰狼腰冷哼一声 随手召唤出一柄巨大的狼牙棒 紧接着左手之上 竟然又出现了一个重型盾牌 苏莫看不出这盾牌是什么质地的 但是这盾牌和狼牙棒 却都是上体灵器 反虚定的能有一件灵器 那就是非常高大上了 即便是很多河道竞高手 用的也都是灵器 唐凯作为中原执法康 唐主天风的弟子 用的呢 也只是下品灵器罢了 而眼前这个灰狼腰 竟然有两件上品灵器 这真的是非常厉害呀 当然了 跟苏莫这种土豪相比起来的话 这个灵狼腰所拥有的依旧是喳喳呀 要知道苏莫的身上可是有只炼妖谷 这个天道奇宝的 让我领教领教你的天火术 如果威胁不到我 那你的天火术就要归我了 灵狼腰说道 苏莫听后哈哈大笑 然后说道 哼 就凭你 说吧 苏莫施展天火术灰剑冲上 困龙剑本来就锋利 再加上天火的断烧 如果可以一击劈断他手中狼牙棒 或者是盾牌的话 那就会给灰狼腰造成强大的心理压力 毕竟啊 这是苏莫惯用的招式 看到苏莫的火箭劈来 灰狼腰揹舞手中狼牙棒 来了一个硬碰硬 哭枪一声 火星四箭啊 困龙剑非但没有劈断狼牙棒 还被这巨大的力道直接反震出去 苏莫犹如离弦之剑 迅速的向后暴退 眼看着就要撞在身后的石壁上 苏莫顺势一个空翻 双脚在石壁上建立 然后轻盈的降落在地面 于此同时 心里也是惊骇无比啊 这灰狼腰的力量 真是太强大了 至少比苏莫高出两个档次 以至于苏莫的右手 都震得发麻 虽然力量上拼不过 但是天火术 毕竟是天火术 没有劈断灰狼腰的狼牙棒 却是劈开了一道大火口 如此一来 他这件上品灵器 已然受损 虽然还能修复 但是灰狼腰又不是炼气师 他还没有那样的修复能力 至于拿去当作二手货卖掉 也就要大打折扣了 看到自己手中的狼牙棒受损 灰狼腰怒不可治 怒吼一声 便冲着苏莫冲来 别看这次三米多高 就跟一座小山似的 但却非常灵活 纵身一跃 炮弹似的 在半空划过一道弧线 便俯冲而来 见他冲来 苏莫不敢再去硬扛 踏天步失出 脚底抹油 轻巧的闪躲开来 紧接着施展天火术 十几道烈焰气劲 犹如一条条毒蛇般 朝着灰狼腰盘旋而去 这家伙深知天火术的厉害 但是看到这些呼啸而至的烈焰气劲 灰狼腰并没有闪躲 而是奥立原地 动也不动 紧接着 他的身上突然迸射出万道金光 这是精细法术 看到这些金光 苏莫不禁大惊啊 没想到这个灰狼腰 竟然掌握着精细法术 且看这些万道金光 在闪耀之后 便在灰狼腰的体表 形成一层厚实而又半透明的防护罩 那些天火烈焰席卷而至 瞬间将灰狼腰吞噬淹没 但是可以吞进一切的天火 却是没有破开那层防护罩 苏莫不知道这法术叫什么 但是看样子就至少是三重的 自苏莫闯荡江湖以来 这天火术呢 只有在遇到穿山甲的时候碰过臂 不曾想啊 如今遇到这个灰狼腰 竟然碰臂了 穿山甲是因为肩不可摧的灵甲 所以呢 才能够抵挡天火的焚烧 而这个灰狼腰 借助的则是这个金系法术 按理说这不应该啊 因为五行相生相克火克金 苏莫的天火术 应该玩爆一切的金系法术的 然而苏莫的天火术 是第二重境界 而灰狼腰的这个金系法术呢 则是第三重境界 直接高出了一个重刺境界 也就不再受到克制了 怪不得这个灰狼腰 明知道苏莫掌握天火术 还依旧胸有成竹 原来啊 这混蛋是有所准备 妈的 他才是有备而来啊 真是日了狗了 你这是什么法术啊 苏莫惊讶地问道 灰狼腰哈哈大笑 然后说道 嘿嘿 我这是圣金术 圣金术 苏莫惊道 他没听说过这个圣金术 甚至是苏莫所建过的法术 也并不多 这时气凌小夕 开始给苏莫科普了 三季之内 万千法术几乎全是以阴阳五行所演变而成 金系 木系 水系 火系 土系 风系 雷系 这圣金术就是金系法术的一种 利用光元素形成护照 达到万法不侵的地步 根据五行相克的法则原理 或克金 但是法术之间的克制力并非绝对 天火术虽然霸道无匹 但主人现在只是二重天火术 对这三重圣金术 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圣金术的威力 但是想要破开 还是很难 苏莫听后很是郁闷 天火术虽然比绝大多数的法术都厉害 都高端 但是也并不是无敌的 因为跟天火术并驾齐驱的 还有天地术 天水术 天风术 这三大先天元素 所凝联而成的法术 同样犀利无比 灰狼妖的这个圣金术 虽然在品质上不如苏莫的天火术 但是毕竟是三重的 其威力 则是凌驾在二重天火术之上 所以啊 非但无法克制 还无法攻破 事实上 所有的法术都是非常厉害的 只要修炼到最高重刺 那都是非常可怕的 这就好比玩游戏一样 没有最厉害的英雄 只有最厉害的玩家 即便是非常垃圾的英雄 在高手的操作之下 依旧是势不可挡 换而言之 你本人垃圾 就算给你一个非常强势的英雄 在你手里 依旧是个超级大坑逼啊 如果苏莫的天火术 提升到第三重境界 那么就可以轻易的破开 灰狼妖的三重圣经术 只可惜啊 理想总是那么美好 然而现实总是那么残酷 那璀璨的金光 不断承受着天火烈焰的焚烧 灰狼妖身上的护照 不断的震颤 却始终不迫 看到苏莫脸上惊恶 灰狼妖便哈哈大笑 然后说道 苏莫 你还有什么能耐 苏莫紧中眉头 事实上 天火术就是苏莫最大的仰仗 一旦天火术杀不死对方 那就很难了 况且 这个灰狼妖的力量强大 跟他近战 苏莫不占任何优势 如果拼消耗的话呢 那苏莫还是有资本的 因为他的身上 还有一百三十枚极品宝洁品质的灵气丹 苏莫要是采取不要脸的死号拖延战术 那这个灰狼妖呢 未必就能够跟他耗得起 前提是他身上的丹药没有苏莫多 如果他也有成堆的丹药 那就歇菜了 想到这里啊 苏莫继续施展天火术 然后进行疯狂攻击 就算破不开他的圣金术 也不让他好受 灰狼妖尽撞 再次大笑起来 然后顶着天火的焚烧 快步的朝着苏莫冲来 他可以不拒苏莫的天火术了 那么接下来 就可以跟苏莫好好地玩玩了 见他冲来 苏莫也不服输 毕竟他穿着无极战铠 这套铠甲呀 可以媲美极品灵气 防御惊人 于是苏莫不退反进 挥剑劈上 虽然明知道敌之不过 但也要上 就是要干 灰狼妖用力地挥舞手中 狼牙棒 与困隆剑再次凶狠地 碰撞在一起 碰的一声闷响 苏莫再次被无情地震飞出去 这次啊 不仅仅是右手疏痛 整条右臂都麻木不仁 看到苏莫被震飞 挥狼妖似乎很爽 然后便感慨道 哼 你虽厉害 但很不幸 若是再让你肆无忌惮地成长起来 用不了几年 你就难逢敌手了 只可惜你太不低调 自诩天才的人 哼 往往都会死得很惨 而你 同样也不例外 你会为你的狂妄和无知 付出代价 最终成为我的嫁衣 别把话说得太早了 你还没有伤到我呢 苏莫说道 是吗 那就让你领教领教 我苦修多年的成果 灰狼妖说道 再次冲了过来 苏莫已经吃了两次亏 不准备再去硬碰硬 灰狼妖的力量呢 非常强大 苏莫只能够凭借灵巧的身法 与速度 避其锋芒 然后 以柔克刚 灰狼妖逼至跟前 大力的灰五狼牙棒 砸向苏莫头顶 苏莫挪不闪躲 灰剑刺向他的腰泪之处 同时施展天火树 想要看看 在清理一击之下 利用困龙剑的锋利 是否可以破开 他的圣金术 吭枪一声 锋利的困龙剑 仿佛刺在了 寒石上一般 根本无法撼动这层护照 至此 苏莫蛋都碎了呀 灰狼妖左手持着厚重的盾牌 以泰山压顶之势 砸向苏莫 与此同时 右手挥五狼牙棒 横扫苏莫腰间 两人距离太近 灰狼妖出手极快 苏莫急忙地 侧身躲开盾牌的压砸 不料啊 却被狼牙棒给扫中腰部 砰的一声 苏莫便横飞而出 那恐怖的力道 砸得苏莫是体内翻腾 险些吐血啊 站稳之后 低头一看 我尼玛 乌急战凯 竟然被砸裂了 这让苏莫是惊骇欲绝呀 穿山甲的鳞片 何等坚硬 天火都烧不烈 昆龙剑都劈不开 不曾想 遇到这个力大无穷的灰狼妖 在轻力一击之下 竟然被砸裂了 当初在得到这套无极战凯之后 苏莫也是非常的兴奋呢 并且呢 还指望着这套坚不可遂战凯去装逼呢 跟长凯大战的时候 这套无极战凯啊 就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防御确实非常可观 没想到 灰狼妖一棒子砸过来 就直接砸裂了 可想而知 这力量是有多大 幸亏有这套无极战凯护体 不然的话 这一棒子要是硬生生的砸在苏莫的身上 那绝对够呛 实际上 无极战凯已经是非常厉害了 防御真的非常惊人 但这存在着局限性 在反虚境阶段 苏莫穿上这套无极战凯 那些反虚境的高手 就算再厉害 也很难伤到苏莫一根汗毛 但是遇到合道镜高手 尤其是像灰狼妖这种力量超级恐怖的 那就另当别论了 而且苏莫当初呢 跟那对穿山甲夫妇恶战的时候 还是反虚境中期实力而已 所以很难破开穿山甲的灵甲 如果是让丽莎去对付他们 那就轻而易举了 如果苏莫当时就是现在这种 反虚境巅峰的实力 或许呢 也可以破开穿山甲的后世灵甲 所以啊 苏莫已经成为了反虚境巅峰高手 再次穿着这套铠甲去装逼 那就有点跟不上时代了 都市修仙高手 第一百五十集 一件强大的护体法宝 这是行走江湖 降妖除魔 甚至是炮妞装逼的必备神器啊 但是这套无极战铠 已经跟不上苏莫的步伐 该退休了 不过在他退休之前 他已经完成了他的使命 并且体现出了他的价值 灰狼妖看着狼狈不堪的苏莫 然后便说道 你身上穿的 应该就是用那对穿山甲夫妇的灵甲 做打造而成的吧 我跟他们是老交情 没想到 他们会死在你的手里 如果我没有踏入河道境 那我也拿他们无可奈何 但是 我已经顺利的踏入河道境 你再想凭借这套铠甲耀武扬威 那就成了痴人说梦了 今日 我就杀了你 为火狐王报仇 为穿山甲夫妇报仇 也为我的同族报仇 只要杀了你 我就可以得到天火树的修炼法则 就能截获你的气韵 然后 我就可以变得更加强大 哈哈哈哈 小谢 我没招了 你可有办法对付这家伙 苏莫彻底潜离巨穷了 本想跟他死耗 但是看现在这阵势啊 尼玛耗不起啊 这丝防御无敌 近战凶残 这圣金树套在身上就跟个鸡蛋壳似的 简直就是无懈可击啊 凭借主人如今的实力 的确不是这次对手 只可惜 盗袍老者所做的安排是 只有主人踏入河道境 才能够测予那件无上神兵 若是有了那件神兵 主人便可以轻易地破开着圣金树的光照 如果主人的天火树提升到第三层 便也可以轻易地破开着光照 或者是困龙剑蜕变 晋升为圣器 小西说道 苏默蛋疼地说道 现在没有如果 你到底有没有办法 三界之内最无敌的招式 主人可知 小西问道 什么 苏默惊讶道 好汉不吃眼前亏 跑啊 小西说道 操 苏默汉颜道 我现在不能跑啊 这山洞里面还有好多女生没救出来 我不能跑向他们自己走啊 一旦我跑了 这灰狼妖不去追我 便会吃了那些女生 我必须把他们全部都救出去 不然的话 我会悔恨终生的 虽然苏默已经救了一部分 但是还有一部分 要么是奄奄一息 要么呢 就是被玩成重伤 待在山洞里无法动弹 要么就是已经死了的 这些可都是苏默的同校同学 他们都把苏默当成男神偶像 如今他们遭此大难 苏默又怎能抛下不管呢 尽管苏默不是什么好东西 但他还有良知 捏死个人渣没什么 套个少傅呢 也没什么罪过 给别人戴个绿帽子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可是这种事情没得说 如果他今天跑了 那他绝对不会原谅自己的 更何况 他现在还不至于去逃跑 灰狼妖虽然厉害 可毕竟还没有伤到他 苏默至今是毫发无损 为何要跑啊 就算跑 也要带着那些还活着的女生一起跑 要不然就死兵到底 直到自己真的性命堪忧的时候 再跑也不晚 说真的 单枪匹马 闯进这个龙潭狼穴 苏默确实有点欠考虑了 而且是有点拖大 如果他理智点 稳妥点 不带邓雪 而是带上丽莎前来 那么凭借丽莎的强大实力 恐怕不需要苏默帮忙 都可以杀了这个灰狼妖 要知道 丽莎可是何道镜中期高手 而且他还掌握着四重寒冰树 手中的七煞刀 也是极品名气 对付这个刚刚踏入何道镜初期的灰狼妖 绝对是绰绰有余啊 只可惜 丽莎没来 在眼下这种情况 苏默也不太可能搬救兵 而且苏默当时是非常担心 削倩的安危 生怕他已经被害 所以来得非常匆忙 另外就是苏默太自信 他以为凭借自己的实力 可以秀翻全场 然后杀了灰狼妖 以此来证明自己 定拿这件事情 当作日后装逼炫耀的资本 然而现在的情况是 即便苏默今天死在这里 那外界也不可能知道 见苏默不作应答 而且脸色难颤 灰狼妖就知道 苏默害怕了 于是再次冲了过来 苏默见状 只能硬着头皮 跟着他干到底 荡臣见青 苏默凭借灵活的走位 与身法 与灰狼妖展开近战不杀 奈何呀 他身上的圣金罩 可谓是刀枪不入 而苏默身上 所穿着的无极战铠呢 在灰狼妖恐怖的力道面前 就成了摆设 苏默不停地被震飞 战铠不停地被砸中 几个回合下来 无极战铠是破碎严重 苏默一怒之下 就摆脱这套战铠 至此啊 他变得更加灵活 持续不断地施展圣金术 法力消耗也就非常快 正如苏默所担心的一样 这灰狼妖身上 也有大量的丹药 在法力不支的情况之下 便立即服用灵气丹 使得圣金罩不至于消散 苏默玩过传奇 这圣金术呢 就跟法师的魔法盾差不多 可以吸收大量的伤害 现在啊 苏默不得不怀疑 传奇的开发团队 在给法师设计这个技能的时候 极有可能就是在效仿圣金术 灰狼妖越战越勇 似乎呢 很是享受这种感觉 而苏默则是陷入了 极度的被动当中 这时小夕传疑说道 主人 我将你之前斩杀的那些狼妖炼化了吧 然后去催炼昆龙剑 如果昆龙剑可以成功晋升为圣器 那主人也可以游猎转忧 如果不行 那就跑吧 这样硬拼下去 对主人非常不利 听到小夕这样一说 苏默顿感眼前一亮啊 对呀 炼妖狐不仅可以炼化万物 还可以炼丹 同样也可以炼气呀 炼制法宝用的都是天才至宝 但是翠炼法宝呢 那就跟人们修炼一样 需要的都是天地灵气呀 从法宝炼成的那一刻起 它就跟修士一样 开始不断地吸收天地灵气 以此提升自身品质 根据成长性的高低 有些法宝呢 可以很快地成长蜕变 而有些法宝 在晋升几个品阶之后就定型了 苏默手中的困龙剑 乃是盗炮老者当年亲自炼制的 用龙骨锻造 将龙丹封印在剑身之内 灌输法力至剑身 便能够激活龙丹 使得威力大增 所以苏默每次灌输法力 都会伴随着龙孝响起 既然是盗炮老者亲自炼制的 品质自然不低 晋升成为圣气 也是有可能的呀 更何况 困龙剑已经跟随苏默很久 斩杀过很多高手 吸收了大量灵气和妖力 再加上苏默每次对敌 都会灌注法力 困龙剑本体都有吸收 如果现在利用猎妖狐淬炼一番 说不定就可以晋升成为圣气 等来这些狼妖的尸体 苏默是准备当作证据的 等回去之后 让王浩他们看看 并且立案 向上级汇报工作 然后他就准备将这些尸体送给邓雪和叶成天的 毕竟他们两个人的实力太弱了 而且升级太慢 邓雪现在是化神境中期 叶成天呢 现在是化神境后期 将这六个反虚境狼妖的尸身分给他们两个 等他们催炼之后 踏入了反虚境 毫无悬念 对于这些啊 苏默是不稀罕的 毕竟他实力高强 斩杀反虚境的就跟玩似的 但是邓雪和叶成天遇到反虚境的 那就是死路一条啊 叶成天是他的朋友 邓雪呢 又是他的炮筒 他们都没有这种能力 那苏默必须帮助他们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吗 说的好听点 苏默呢 这是好意 实际上 苏默是不屑 之前被他杀的这些呢 都是反虚境的 即便是让他炼化了 益处也不大 毕竟他现在都反虚境巅峰了 要炼化那些更厉害的 才会得到极大的益处 苏默想的是呢 杀了这个灰狼腰 然后炼化了他 那么苏默即便是无法踏入 河道境也差不理了 至于那六个反虚境的狼腰 在苏默的眼里啊 就是垃圾 但是这样的垃圾 在邓雪和叶成天的眼里呢 那就是质保啊 但是现在 苏默的处境很不乐观 而且小夕这个提议 也是苏默唯一反败为胜的机会 所以啊 只能利用这些垃圾 然后去淬炼困龙剑了 那你快点 苏默说到 当即收起困龙剑 然后迅速的向后报退 并施展天火树 阻拦灰狼腰进攻的步伐 灰狼腰看到苏默 收起了困龙剑 不禁皱眉 然后问道 怎么 准备投降了吗 告诉你 投降是不可能的 我是不会放过你的 今天你必死 苏默被嘲讽了 冷哼一声 不懈的说道 鹿死谁手 还不一定呢 哈哈哈哈 我就喜欢你这种任性的 灰狼腰哈哈大笑道 再次冲了过来 没了兵器 苏默完全无法跟灰狼腰对着干了 他的拳头可挡不住狼牙棒的砸击啊 如果真被砸中 即便他的肉身强大 那也会筋骨寸断 所以苏默就施展踏天步 不停地游走躲避 始终跟灰狼腰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 让他无法近身 然后疯狂地施展天火树 用各种手段去压制他 哼 老子打不过你 那你也别想伤到哥 若是没有踏天步 那苏默啊 根本就无法躲避灰狼腰的追击 但是借助踏天步 他的速度比灰狼腰还要更快一筹 与此同时 小夕也在紧锣密鼓地 练化那六个反虚境的狼腰尸身 练腰虎子练化速度 放眼三界之内 绝对是首屈一指的 分分钟就练化完毕 而且这次练妖狐 没有反馈给苏默能量 在小夕的控制之下 练妖狐呢 也没有窃取 而是将这六个狼腰的圆丹 以及澎湃的妖力 全部都灌输到了困龙剑之上 然后加以淬炼 苏默一直地跑跑跑 根本不跟他进身 灰狼腰是非常郁闷 然后问道 你拖延是在等待救兵吗 哼 对付你这个渣渣 还不至于搬救兵 苏默说道 灰狼腰冷声大笑 然后说道 本想跟你玩玩 没想到你这么废物 既然这样 那我就不跟你玩了 说吧 灰狼腰便祭出手中的狼牙棒 和重型盾牌 这两件都是上品灵气 灵气都有灵性 可以自主攻击 这两件法宝呢 就跟长了眼睛似的 朝着苏默飞鞋而来 苏默见状 暗骂一声 卧槽 立即送身躲避啊 砰砰两声 这狼牙棒和盾牌 砸在了山壁上 那恐怖的力道 砸得整个山洞都在震动 而且在山壁上 直接砸出了两个大坑 这灵气自主攻击的速度 可是比灰狼腰的 进攻速度快太多了 苏默刚才是擦肩而过 下了一身冷汗 那两件法宝 从大坑里挣脱出来 就跟巡航导弹似的 再次朝着苏默追去 就这样 苏默不停的逃跑闪躲 而这两件法宝呢 就疯狂追击 与此同时 也将这个山洞砸得 是千疮百孔 灰狼腰站在地面之上 看着苏默狼狈不堪的样子 得意的哈哈大笑啊 有钱的人喜欢扮猪吃虎 高手呢 也喜欢虐人 身为河道境高手 玩虐苏默 这种自诩天才的人 那种滋味可是非常爽的 苏默可谓是又气又怒 但是也无可奈何 现在他唯一希望困龙剑可以顺利的晋升为圣器 不然的话 那他真要考虑逃跑了 我让你上天无路 入地无门 灰狼腰猙獰的说道 然后他催动法力 施展法术 紧接着 他的身体竟然化成了一团星红的血雾 看到这一幕 苏默惊呆了呀 这是什么法术啊 这是试血术 小西见多识广 一眼便看了出来 什么是试血术啊 苏默疑惑道 可就在这时 灰狼腰所化成的那团血雾 直接便朝着苏默席卷而来 那速度快的 犹如闪电一般 顾名思义 试血术可以吸取对方的血液 而修饰的血液 那必是生命 这是一种直接掠夺生命 从而强化自身的可怕法术 血液是生命之本源 一旦被吸干血液 那就是必死无疑 小西解释道 卧槽 苏默惊害道 而此时 那团血雾 已经将苏默彻底的笼罩 顿时间 苏默便感觉到 他的生命在疯狂的流逝当中 这种滋味 简直就是痛不欲生啊 苏默混迹江湖 遇到过各种可怕的事情 但是从来都没有过 像现在这样心惊胆战过 苏默立即催动法力 形成护体钢器 然后施展天火树 营绕终身 想要阻止生命的流逝 可是他却惊骇地发现 他根本就无法阻止 人由精血 阳气和元神三者组成 缺一不可 这嗜血术呢 竟然可以强行地吸食精血 并以此来强化自身 实在是可怕至极啊 要是让灰狼妖这般稀释下去 就算不把苏默吸死 也要让他实力大损 再想恢复犹如登天啊 苏默拼命反抗 却也无效 就在苏默以为自己必死无疑 会被灰狼妖吸成一具干尸的时候 练妖狐突然传来一声震颤 紧接着苏默的右手掌心 轻芒蹦射 然后这些青芒呢 就好比毒液似的 从掌心处开始迅速蔓延 刹那间的功夫 就袭遍全身 使得苏默浑身通体 都是呈现出了一种古朴 而又沉重的青铜色 在被这层青芒护体之后 包裹在苏默周身的那团血雾 就好比触电似的 刹那间四散开来 伴随而至的 还有灰狼妖的七粒惨叫声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 让苏默也是始料未及 但他知道这是炼妖狐发威了 覆盖在苏默身上的这些青芒 就是炼妖狐所散发出来的 都市修仙高手第151集 那团血雾被冲散之后 重新凝结 最终变成了灰狼妖的模样 看到苏默通体呈现青铜色 脸色惨白的灰狼妖 也是大惊失色 急忙问道 你这是什么护体发宝 苏默被嗜血树吸得死去活来 精血大损 实力同样大损 这种程度的伤害 比砍上两刀都难受啊 凡人贫血就会头晕目眩 苏默直接被灰狼妖 吸走了那么多精血 寿命骤简不说 现在啊 也是头晕目眩 浑身无力 脸色煞白如指 但因为通体覆盖的青铜色 也就不容易看出 你是炼妖狐的主人 你受到致命威胁 炼妖狐就开始自动护主了 主人 这灰狼妖的嗜血树 已经对你够不成威胁了 而且炼妖狐还重伤了它 我正在催炼昆龙剑 还差一步 小西说道 苏默听后恍然大悟道 原来如此 看来今天 我生命不该绝 本来就要死了 结果炼妖狐在最后关头发威了 启动了护主模式 有了这层青芒护体 苏默就不需要忌惮灰狼妖的嗜血树了 在现在这种情况之下 对于苏默来说 这简直就是绝处逢生啊 你不可能知道了 苏默死死的盯着灰狼妖说道 然后拿出了十枚续命丹 一口服下 这续命丹的作用呢 就是给凡人续命 极品保洁品质的 一枚呢 便可以让凡人 在原本寿命的基础上 平白的增长五十年 苏默被灰狼妖吸走了那么多精血 那些生命少数呀 也有上千年了 虽然反虚境的高手已经长生不老 但也不能像现在这样疯狂的挥霍呀 而且这个长生不老 只是一个含糊的概念罢了 就算再厉害的高手 一旦血汗流干 那也照样一命呜呼啊 苏默的身上带着续命丹 所以一鼓作气的服用了十枚 这续命丹到了体内之后 立即生成精纯澎湃的血液 弥补了先前的大量流失 让苏默的气血 在转瞬间恢复过来 紧接着 苏默又拿出了一枚灵气丹服下 法力也在快速的恢复当中 然而 苏默已经被吞噬的受了内伤 服用丹药呢 也很难在短时间之内恢复如初 这十粒大损已经成为必然 想要彻底恢复 那就只能在战后慢慢的休养了 看到苏默拿着丹药当饭吃 灰狼腰冷哼一声 说道 哼 有护体法宝又能如何 今日你必死 说吧 在他的控制之下 那两件上品灵气再次朝着苏默碾压而去 苏默见状是根本不慌 现在他有练妖狐护体 倒是很想看看 这练妖狐的护体防御能力究竟如何 于是苏默就傲立原地 动也不动 任凭那狼牙棒和盾牌砸在了自己的身上 结果不可思议的一幕发生了 这狼牙棒和盾牌砸在苏默的身上 就好比石沉大海似的直接没入其中 竟然是直接吸了进去 这让苏默非常震惊啊 这怎么可能 灰狼腰健壮惊骇欲绝道 他做梦都没有想到 苏默这件稀奇古怪的护体法宝 不仅可以护体 竟然还可以吞噬法宝 对于这种护体法宝 他甚至连听都没有听说过 这是尼玛何等卧槽 苏默先是愣了一下 然后便哈哈大笑 风水轮流转 现在该他乐呵了 看到灰狼腰脸上的表情 苏默别提多兴奋了 别说灰狼腰没有想到 就连苏默也没有想到 练妖狐还有这种可怕的能力 哼 你没有了法宝 嗜血术都奈何不了我 我看你如何杀我 苏默嘲讽道 不论如何也要杀你 灰狼腰怒吼一声 便朝着苏默重来 他没法宝 苏默也没法宝 那么就撕吃了他 近身肉搏 他绝对可以把苏默撕成稀巴烂呢 现在两个人都身受重伤 但是灰狼腰依旧是维持着圣金术的光照 而苏默呢也没有施展天火术 因为那是浪费法力 见他冲来 苏默也冲了上去 他有圣金术 老子有练妖狐啊 就这样两个人就贴身厮杀起来 灰狼腰的力量非常恐怖 但是拳头凶狠的砸在苏默的身上 却不动不痒 这让苏默非常惊讶 他现在有种无敌般的感觉 任何攻击砸在他的身上 他都没有任何感觉 尽管每次都会被灰狼腰砸飞 甚至在山壁上砸出大坑 他都没有丝毫的疼痛感 我这是无敌防御 一点都不疼 再次被灰狼腰砸飞 并在山壁上砸出大坑之后 苏默哈哈大笑道 看到苏默这般模样 灰狼腰的心里有点慌了 没想到战局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可是现在这个时候 苏默体表的那层青芒 却逐渐的消散了 这样的变化 自然也落在了灰狼腰的眼底 小夕啊 这这是怎么回事啊 苏默脸上的笑容戛然而止 然后急忙问道 只有在主人受到致命威胁的时候 炼妖狐才会自主击撒护主能力 而且只能短时间的维持 但是在这段时间之内 主人可以万法不侵 万物不破 这个能力会随着炼妖狐的品阶恢复 从而逐步的提升 眼前这个灰狼腰并不是很强 炼妖狐可以抵御它的所有攻击 而这已经是极限了 毕竟炼妖狐现在 只是恢复到了极品零器的阶段 如果遇到那种更强的高手 那就无法完全抵御了 不过 等炼妖狐恢复到了盛气阶段 那么在圣人境之内 只要开启了这个护主能力 就没有人能够伤到主人了 小夕解释道 这也太短了吧 连一分钟都没有 苏默汉言道 小夕便是炼妖狐的灵魂 催动护主能力 消耗的则是我的法力 我也正处于恢复阶段 这样的消耗对我会造成严重的伤害 而且我现在还在给主人 催泪昏龙剑 等这一段结束之后 我就会陷入沉睡 需要长时间的休养生息 小夕解释道 竟然是这样 苏默震惊道 刚才苏默还在为这 无敌般的防御能力 而兴高采烈呢 没想到 这样的护主能力 消耗的竟然是处于 恢复阶段当中的小夕 搞清楚之后 苏默再也乐呵不起来了 心里反而还是非常的伤感 我将灰狼羊的那两件上品灵器熔炼了 然后全部用来催炼困龙剑 等困龙剑吞噬吸收了这两件灵器之后 那就大功告成了 小夕说道 这也可以啊 苏默惊讶道 他对炼器一窍不通 没想到炼妖狐还可以分解熔炼法宝 然后进行再加工 炼妖狐可以炼器 炼丹 炼妖 炼魔 炼天 炼地 无所不炼 可以毁灭一切万物 同样也可以造就一切万物 等主人踏入河道境之后 便可让元神进入炼妖狐内修炼 到那个时候 才是主人强势崛起的开始 小夕说道 关于这个 当初盗袍老者们就对他说过了 等他踏入河道境之后 就可以在戒狐之内修炼 然后通过消耗法令 使得狐戒内的时间趋于静止 从而达到逆转乾坤的效果 想到这些 苏默就激动啊 但是眼下这种情况 又不得不去面对 还有多久啊 苏默急忙问道 快了 小夕说道 快的是多久 就是快了 苏默无言以对 但碎四方啊 看到苏默体表的青铜光芒消失了 灰狼妖便哈哈大笑起来 然后说道 哼 风水又轮流转了 转你妈了个逼 苏默破口大骂 然后转身就跑 这一次他不再是周旋 而是顺着山洞的出口处往外跑 失去了炼妖狐的无敌护体 灰狼妖的嗜血术 就会对苏默造成致命伤害 炼妖狐已经抵挡过一次了 短时间内无法抵挡第二次 在这种情况之下 苏默要是再不跑 那就真的是在找死了呀 苏默的速度飞快 一溜烟就跑掉了 灰狼妖健壮 怎会让他轻易逃脱呢 于是立即施展嗜血术 身体化作了一团血雾 朝着山洞内席卷而去 这山洞9718弯的逃跑起来非常不方便 但是好在苏默速度够快 半分钟不到就逃到了上面的道观里面 然后不做任何停留 直接冲天而起 撞破了道观的屋顶 而此时呢 那团血雾也已经飞了出来 紧随其后步步紧逼 已经领教过了这嗜血术的可怕 被强行吸血的滋味 简直就是痛不欲生啊 苏默打死都不愿意再去感受第二次 然而事与愿违 尽管苏默的速度很快 但是也没有那团血雾飞得快呀 打眼间的功夫 这团血雾就席卷而至 然后再次将苏默包裹起来 紧接着 生命再次疯狂流逝 又一次体会到了那种 撕心裂肺的痛苦折磨 嗜血术的恐怖之处就在于 它可以稀释掠夺对方的生命 然后去恢复强化自己 灰狼妖先前被另妖狐中创 但是现在疯狂心事苏默的生命 就让它处在一个快速恢复的阶段当中 按照目前这种速度 用不了一分钟 苏默就要被它给吸成一具干尸啊 而就在苏默无力挣扎的时候 小西忽然说到 成了 生命力疯狂流逝的那种感觉 简直就是非一般的酸爽啊 体验一次就会让人回味无求 可悲的苏默竟然来了个微开二度 那实在是难以言喻啊 上次有恋妖狐护主 而这次呢 则是彻底没辙了 就在苏默以为自己要被灰狼妖吸干的时候 气灵小西传来捷报 混龙剑在千钧一发之际成功晋升了 从极品灵气晋升成为了圣气 法宝晋升为圣气之后 便已经达到了超凡脱俗的境界 此时的气灵呢 已经全面成熟 不仅拥有了心智 还能够口吐人言 甚至还可以像是修士那样自我修炼 单独的圣气 可以像是修士或者妖魔那样杀人掠祸 唯一不同的是 圣气虽然厉害 但终究啊 都要以法宝的形式出现 而圣气之上的神气 那就更加牛逼了 神气基本上呢 就跟修士没什么区别了 甚至可以脱离主人的掌控 然后化为人形 去杀人掠祸 去装逼泡妞啊 混龙剑成功晋升为圣气之后 便立即脱颖而出 一声龙啸 响彻寂静的夜空 那恐怖的声波 快要将苏默的耳膜给震裂 苏默甚至都感觉到 那空气都在剧烈的震颤 这种霸道的威力 只有在武当圣母的清平剑上体会过 混龙剑虽然比不上下击的清平剑 但是呢 这弥天之势 也是除了清平剑以外 苏默见过的最厉害的了 灰狼妖也被这道恐怖的龙啸 而震慑住了 而且呢 这股狂暴的力量 是从苏默的身体上散发出来的 但此时 他吸得正爽 根本就没有想到 苏默还有反抗之力 所以他压根就没有反应过来 闪烁着璀璨灵光的困龙剑脱体而出 刷的一剑 便破开了笼罩在苏默身上的层层血雾 这团血雾猛的震颤一番 立即松开苏默向后散去 然后重新化成了灰狼妖 而此时 困龙剑就傲立在苏默的正前方 并且啊 还演变成了一条活灵活现的神龙 困龙剑的剑身就在这神龙的体内 这条神龙啊 完全就是由灵光汇聚而成 并非实体 看到这条神龙 苏默也是非常震惊 想必这条神龙 就是盗炮老者当年猎杀的那个雏形了 这光芒 这气势 简直就是吊炸天的 龙祖 圣祭 竟然晋升蜕变了 灰狼妖看到困龙剑 此时是顿时惊骇欲绝啊 他万万没有想到 刚才还是极品灵气的困龙剑 竟然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 就成功晋升为了圣祭 如此一来 他再想杀苏默 那就成了天方夜谭 甚至是他今天啊 都要把性命给交代在这里 此时的苏默 意识都有些模糊了 那种痛苦不堪的滋味 简直就是难以言语 头晕目眩不说 脑袋仿佛都要爆炸一般 四肢无力 有种即将晕死过去的感觉 前后两次被灰狼妖 用嗜血术吸食生命 任谁都扛不住啊 幸亏苏默的肉身强大 换作旁人 早就被吸干了 苏默在重伤之际 直接拿出了三十枚续命丹 快速服下 这续命丹呢 虽然无法恢复苏默的内伤 但可以在最短时间内 生成精血 让苏默不至于太虚弱 从而晕死过去 当初总共炼制了 一百一十枚续命丹 一百三十枚灵气丹 炼成之后 苏默就给徐英红 和夏江灵他们每人一枚 当时呢 送出去了二十多枚 刚才服用十枚 现在又服用三十枚 剩下不到五十枚了 如果没有这些续命丹的话 那么现在的苏默啊 绝对会虚弱的躺在地上 动弹不得 甚至是晕死过去 这让苏默不经感慨 又丹药的感觉 真他妈好啊 主人 你累了 这个孽障 就交给我吧 混龙剑 发出了低沉的声音说道 强撑着自己虚弱不堪的身体 苏默看着满面惊骇的灰狼腰 然后冷笑道 风水又轮流转了 杀了他 然后便对着困龙剑说道 苏默现在是真心了呀 被吸取了两次生命 他还能够坚挺的 傲立在云空之上 就已经是奇迹了 而且困龙剑已经晋升为了圣器了 苏默也就放心了 至于这个灰狼腰 他是必死无疑了 尽管他的圣金术是三重的 但是在圣器面前 那就成了形图虚设 更何况 他先前已经被炼妖狐重创了 他也受了极为严重的内伤 所以已经不能发挥出最巅峰的实力了 听到苏默下了诛杀令 灰狼腰不得不慌了 他自己什么情况 他自己最清楚 他的两件法宝 都被苏默给吞噬掠夺了 本身呢 又被炼妖狐重创 这嗜血术对人有效 但是对于法宝 却是毫无作用 而且三重圣金术 也扛不住圣器的攻击啊 都市修仙高手 第152集 苏默在前驴祭穷之际 法宝退变成了圣器 他在前驴祭穷之际呢 可是没有任何翻盘的手段呢 灰狼腰的心里是又气又怒 眼看着就要杀了苏默 然后就可以得到他的护体法宝 还有他的天火术修炼法则 却是没想到 事情最终会扭转到这种地步 心中虽有万千不甘 但也是无法奈何呀 都说天度英才 所以那些惊艳绝伦之辈 往往都会死在通往牛逼的半路上 在灰狼腰看来 苏默这种身邪重宝之人 李英也会死得很惨 但是再看如今这阵势 这混蛋的气韵不是一般的好 看来啊真的是天不绝他 自己惹上这样一个气韵极好之人 却是倒了八辈子血霉呀 此时不跑更待何时 硬拼的话是必死无一样 拼命逃跑还有一线生机 混江湖的谁也不是杀屌 明知打不过还硬要上 那不是作死是什么呀 也只有在那些二逼们写的小说里面 才会把主角的对手 都描述的跟个傻叉似的 明明彼此实力悬殊很大 还依旧误喳喳的上去送死 简直就是对不起观众 至于那些在飞机上 拿着AK-47抢劫的狗血剧情 那就更别提了 而像那种吃个饭 就能扯淡三张上万字 还没吃完的狗屎 咱就一笑而过吧 言归正传 看到困隆剑飞驰而来 灰狼腰立即化为了漫天血雾 然后朝着远方顿去 在施展嗜血术的时候 灰狼腰的速度出奇的快 但是再快又怎能快得过 盛气品质的困隆剑呢 困隆剑就像是一道闪电似的 刹那间便追上了那团血雾 然后啊就是华丽的一剑批出 那团血雾是震颤了一下 发出了惨叫 紧接着龙嘴大张 便要吞噬这团血雾 灰狼腰剑状立即现出原形 并且施展圣金术 金光护体挥舞了一爪 便朝着困隆剑拍了过去 困隆剑灵活无比 躲过这灵力的一爪 刷了一下 硬生生地披在了灰狼腰的 圣金光照上 只听咔嚓一声 那坚不可碎的圣金光照 便硬身破碎 灰狼腰是大惊失色 顿时惨叫 但是在这情急之下 他虽然慌乱 却是没有丧失理智 这就是高手的经验 像苏默这种实战经验 严重不足的人 在如此凶险的情况之下 恐怕早就慌得要死 灰狼腰身之躲不过去 于是便急忙脑袋一歪 避过了锋利的剑芒 但是呢 却被劈中了肩膀 刷了一声 整条右臂被直接劈断 顷刻之间 狼血犹如喷泉般的向外挥杂 灰狼腰发出痛苦的惨叫 右手捂住断臂处的伤口 急忙的向后退 事到如今 灰狼腰啊 已经彻底绝望了 他想跑 但是速度没有困隆见快 他更想翻盘 但是呢 身受重伤情况之下 根本没有资本 苏默虚展踏天步 傲立云空 远远地看着这精彩的一幕 心里啊 也是特别畅快 这圣器的威力 果然厉害 三重圣金术都被一剑劈开 灰狼腰已经没有了任何生还的可能 不做停留 又使华丽的一剑 吸向了灰狼腰的脖梗 直接结束了他的性命 苏默剑撞立即将灰狼腰的尸身 以及正在向下坠落的断臂 手辱无戒 然后右手一伸 昆龙剑便回到了他的手中 这一战真的是惊心动魄 百转千回啊 曾经两度认为自己必死无疑 却没想到 都是在最要命的关头 发生了变数 这个灰狼腰真的是非常强大 不管是圣经术还是嗜血术 都是风骚无比 幸亏天佑苏默 如若不然 那他绝对会死得 连个渣渣都不剩啊 如今已经顺利的斩杀了灰狼腰 苏默整个人都放松下来 这一战真是太不容易了 让他也是感慨万千 人都是慢慢成长的 通过这一战 苏默也学到了很多 在迈向成死老练的道路上 苏默又跨出了一大步 多亏你了 看着手中的困龙剑 苏默有感而发道 是主人赐予了我第二次生命 能为主人效劳 是我的荣幸 困龙剑说道 我该如何称呼你 苏默问道 困龙之名 是当年那位锻造我的大神所起 主人还是叫我困龙吧 困龙剑说道 今天你救了我的命 以后我也不会亏待你的 苏默说道 只要主人多让我容领一些法宝 就是对我最大的恩赐 困龙剑说道 苏默哈哈大笑 然后说道 那是必须的 我肯定会让你变得越来越厉害 主人英明神武 困龙剑说道 苏默虽然身受重伤 但是还不至于动弹不得 服用了那么多续命单 算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虽然精疲力尽 头晕脑胀 但是革命尚未成功 苏默仍需努力 收起困龙剑 苏默便朝着那座破烂的道观 俯冲而去 然后再次钻进那个山洞 经过了一番大战 洞府内部是残破不堪 洞壁之上 到处都是触目惊心的大坑 地上也是碎石密布 根据生命气息的波动 苏默开始解救那些 困在山洞当中的女生 那些被玩得半死不活的 还有被玩死的 全都被苏默收进了湖界 确定山洞内再无一人之后 苏默才算是欣然离开 在回去的路上 苏默对人数进行了清点 发现活着的还有38个人 在这38个女生当中 除了薛茜之外 其余的几乎全都是满身创伤 而且都被那些狼妖们 残忍地虐报过 没有一个是穿衣服的 都被剥得金光 而且他们的精神状态 都非常不好 至于那些死的 则是有23人 这些都是被虐报致死的 当初董宋玲说 学校里失踪了100多个 但是具体数字呢 却是没有说 38加上23 也就是61啊 也就是说 还有一半女生 不知所踪呢 不用说 这些不见所踪的 都是被吃掉了 对此 苏默也是伤感无比 他已经尽力了 能把这些女生 从龙潭虎学院内 解救出来 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如果不是苏默即使赶到 再耽搁两天的话 说不定一个都活不成 他能够救出来38个活的 已经是非常不错了 这些灰狼妖残忍至极 压根就没有把这些女生 当人看 他们就是不择手段的玩弄 等玩弄够的时候 就当成点心一样 给私吃了 只是薛茜 为何没有被玩乐 苏默呢 始终想不明白 宝平一中是宝平市最好的学校 这里面的学生呢 要么是学习成绩优异 要么就是家里特别有钱 虽然不是贵族学校 但是学校里的贵族 却是出奇的多 如今学校里面 发生了这种事情 一下子便引起了轰动 只包不住火 市里面的领导全来了 包括省里面的领导 也来了很多 天风和陈秋盛 带领着执法堂的精英高手 也来了 这是近些年来 中原地区发生的最严重 性质最恶劣的失踪案件 一时间舆论纷纷 那些唯恐天下不乱的狗仔队们 也全都围在了学校周围 这件事情 已经没办法封锁消息 因为失踪的女生太多了 这还不是几个 而是一百多个呀 这学校准确的统计过后 失踪的人数呢 总共是一百四十七个 这些失踪女生的家长 文讯之后全都跑来学校讨要个说法了 如此一来 学校成为了比菜市场还要热闹的地方 到处都是车 到处都是人 哭声骂声 可谓是惊天动地呀 以周子盛为代表的领导团体们 只能尽可能地安抚那些情绪激动的家长们 而天风则是下令 执法堂所有成员全体出动 展开地毯式搜索 务必要找到凶手 学生啊 是彻底没办法正常上课了 无奈之下 只能临时地决定放假三天 这些学生们纷纷离校 然后就剩下那些失踪女生的家长和亲戚 以及成群结队的省市级的领导 学校的领导和教师 还有维护秩序的警察 世界这么大 修士何其多 妖族也混迹在城市之内 想要寻找这个凶手啊 难度可想而知 但是再困难也要找 就像马航一样 即便失踪一年也要找 九点多的时候 苏默来到学校 然后直接给王浩打电话 说自己回来了 得知苏默回来 王浩立即通知周子盛 然后一群领导就去迎接苏默 默默呀 你找到那个凶手没有 周子盛一群人见到苏默之后 急忙问道 学校里总共失踪多少女生 苏默不打反问道 147个 这是统计三变的确切人数 周子盛说道 苏默暗骂一声 哇操 他带回来61个 包括38个活的 23个死的 但是总共失踪147个 也就是说啊 还有86个 从人间蒸发了 苏默长叹口气 然后说道 我在鲁山找的那个凶手 那是个合道境初期的灰狼妖 并且掌握着强大法术 手持众多法宝的超级高手 我跟他饿透了数百个回合 可谓是九死一生 但是我技高一筹 最终将他斩杀 说着 苏默便将灰狼妖的尸体 释放出来 灰狼妖的身高呢 三米 体型巨大 凭空出现在地上 吓得那些领导们 都是急忙后退 仔细一看 这么大的灰狼 周子盛这些领导们 虽然都是凡人 但也知道 合道境高手 是什么概念 苏默如此年轻 据说是反虚境巅峰 竟然斩杀了 这个实力强大的灰狼妖 当真是恐怖至极啊 能够越级杀人的 往往都是绝世天才 更何况 这还是跨越等级境界的 反虚境和合道境的差距 可不是一星半点 看到这头灰狼妖的尸身 这些领导们的心理啊 都是波澜壮阔 对苏默可是佩服到了极点 宝平氏能够诞生如此天才 当真是宝平的骄傲 如今苏默斩杀了罪魁祸首 也是立下了天大的功劳 市长李新宇随即问道 诶默默 那些失踪女生呢 这才是重点 那些领导们最关心的 就是那些失踪女生的下落 苏默悲叹一声 点根烟猛抽两口 然后说道 我救回来了38个活的 再回来23个死的 至于剩下的86个 已经深造不幸 当我赶到的时候 悲剧已经发生 我也无能为力 听到苏默这样说 周子盛等人全都傻逼了 虽然他们早有心理准备 这些失踪女生呢 都是被妖怪抓走的 妖怪掳掠这么多女生干嘛 用脚趾头也能够想得出来呀 那绝对是当饭吃的 不是带着他们去旅游的 而且时隔将近一天 即便是找到那个凶手 想必那一百多个女生啊 也是已经死剩无几了 但是出于责任 他们必须去寻找 即便是找回来的都是死尸 那也要不遗余力的寻找 然而 当真正找到这些 失落女生的下落 并且得知这个噩耗之后 这些人的心理啊 还是很难去接受的 因为太残了 但是这跟最坏的结果 相比起来真的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出了事故难免死伤 飞机从天上掉下来 能活一个是一个 不可能全都安然无恙 所以周子盛他们在听到苏莫说 救回来了三十八个活的 在悲痛过后便是欣喜 对于这个结果啊 他们只能去接受 能够救回来三十八个活的 这已经是老天开眼嘛 即便是救回来一个活的 那也是艰难的胜利 王浩急忙问道 那人呢 苏莫说道 这些女生都受到了 那些灰狼腰不同程度的迫害 他们都没穿衣服 而且遍体鳞伤 王局长 您立即通知医院部门 让他们派救护车过来 这些女生需要尽快接受治疗 对了 还需要心理医生 他们遭受过这样的折磨 对他们心理打击非常大 需要心理指导 好好好 王浩连连点头 周书记 您让人把副校长王立叫过来 这些女生都被我说在丹田之内 我需要到女生宿舍楼 然后再把她释放出来 天这么冷 他们在阴暗潮湿的山洞内 待了这么久 都被冻得不清 在救护车没有赶到之前 他们需要穿衣取暖 苏莫说道 好 周子盛点头 然后对身边一个周年人说道 去叫王立 那人点头就跑开了 片刻之后 王立就跟着这个人急匆匆的过来了 此时 他们所占的位置 就是半功龙前方的空地上 陈泽辉是校长 王立则是副校长 这个王立三十多岁 他父亲以前是教育局局长 而他是个黎毅少妇 带着一个五岁大的女儿 王立有只173的身高 胸大臀翘的 长得也是非常漂亮 不过他的脾气超级不好 整天板着脸一副冷冰冰的样子 就跟个怨妇似的 所以很多学生们就瞎猜说 王立的前夫跟他离婚呢 肯定是活不行 满足不了他 然后才离婚的 董苏玲是宝平仪中第一美女老师 学校里的男生和男老师啊 都把他视为最佳的一银对象 男生们都幻想着跟他搞搞师生恋 男老师们呢 都想把他追到手 然后娶了做老婆 而这个王立 若是论颜值的话呢 则是位居第二 毕竟他长得真心不错 但董苏玲温柔 王立颇辣 而且比董苏玲年龄大 还生过孩子离过婚 所以啊 喳喳学生们 对他没有太多的想法 无非呢 就是想跟他上个床罢了 至于那些男老师们 完全不介意他离过婚 都想追他 因为王立家里有钱 这次整天开着宝马来学校 女人只要有钱 哪怕是个鸡 也会很受欢迎的 更别说是王立这种离异少妇了 要知道 现在这社会 世人的观念 已经不再像以前那么封建了 别说离过一次婚 就算离过三四次 只要你长得漂亮 照样会有男人排队等着要 都市修仙高手 第153集 飞姐离过两次婚 生过两个孩子 现在离婚了 听风哥照样对他爱得死去活来 跟绝大多数的喳喳学生一样 苏默以前也有过 操这个王立的想法 而这也并没有什么可取的 因为在学校里面 上哪个女生 造哪个女老师 这都是屌丝们在课间饭后 最普遍的探讨话题 王立穿着正统的职业装 白衬衣 黑西装和长裤 踩着高跟鞋 黑色长发 挽在脑后 不过他却是很满修身的 将他那身材包裹得凹凸有致 尤其是那对呼之欲出的傲人凶器 极具诱惑力 让人垂涎欲低 恨不得凑上去啃两口 王立身为副校长 穿衣服特别讲究 基本上都是正装 很多傻屌写的都市小说里面 漂亮的女校长呢 都是穿着丝袜超短裙 你他妈见过那样的校长 你那是在侮辱读者的智商啊 很多女人在生过孩子之后 身材啊就会走样 但是王立的身材呢 依旧非常好 对于一个对人生 有着更高追求的女人来说 漂亮的脸蛋 迷人的身材 这是比命都要更加重要的东西 为了减肥 往往都是不择手段 然而现在这种情况之下 苏默也没有什么心思欣赏王立了 在以前 王立根本就不知道 学校里面还有苏默这好传奇人物 第一次知道苏默 还是苏默当时教训了贾维宇 又把他割贾红语的蛋给踢碎 那件事情发生之后 王立就很想见见这个牛逼哄哄的学生 但是在那以后 苏默就神龙见首不见尾了 很少来学校 所以一直都没有机会 见到苏默的庐山真面目 王立来到人群跟前 先是给周子盛他们几位领导打招呼 眼下时间紧迫 周子盛便指着苏默对王立说道 王校长啊 默默把那些失踪女生给救回来了 你马上带着他去女生宿舍楼 顺着周子盛所指的方向 王立这才看到传说中的苏默 一听周子盛说啊 苏默把那些失踪的女生救回来了 他也是嫉妒万分 于是急忙说道 啊 那个苏默你跟我来 苏默对着王立微微点头 将地上的灰狼妖尸身收起 然后又对周子盛说道 周书记 这一战我也受了内伤 待会儿啊 我就要回去休息 至于接下来的善后工作 就交给你们了 啊 应该的应该的 默默 你快去吧 周子盛说道 这件事情呢 苏默已经帮了大忙 不是他的话 后果会更加严重 王校长 你多叫几个女老师过来 苏默说道 嗯 王立点头道 然后掏出手机 开始打电话叫人 几分钟之后 便来了五六个女老师 包括董苏玲在内 董苏玲看到苏默回来 也是欣喜万分 但是在场的领导众多 他也没有上前搭话 王校长 我们走吧 苏默说道 哈 王立点头道 一群人跟着王立 来到了女生宿舍楼 然后直接进去了 而这也是苏默平生 第一次进女生宿舍楼 以前啊 吊丝们经常幻想着 如果有机会 然后呢 就去血洗女生宿舍楼 而现在 则是大摇大摆子走了进去 并且还是跟着 王立这个副校长 学校放假了 女生宿舍楼里啊 除了宿管的阿姨之外 空无一人 进来之后 王立便对苏默问道 那个苏默 失踪女生 都被你带在身上 王立现在已经知道了 苏默的身份 是个修士高手 修士呢 都有丹田 而这丹田呢 则是储存法力之外 还可以储存东西 当然呢 也可以储存人 不过丹田的储存空间有限 并不能够像储物法宝那样 有着非常巨大的空间 嗯 我这就释放出来 我们跟着我来 苏默先是走进了一个宿舍 四个上下铺 八个床位 然后在每张床上释放一人 并留下了一名女老师 负责照顾 几分钟之后 苏默就将三十八个活的 以及那二十三个死的 全都释放了出来 看到那些满身伤痕的女生 王立和董苏玲 她们都是心惊肉燥 从她们身上的伤势就可以想象得到 她们曾经受到过何等可怕的糟解 对于女人来说 这就是噩梦 更别说是这些未经世事的女学生了 王立她们都掉眼泪了 董苏玲也是泪水横流 这可不是苏默该待的地方 毕竟这些女生都没有穿衣服 苏默对王立说道 王校长 我先走了 怎么会有这么多死的 失踪了一百四十七个 那些人呢 王立问道 您还是去问周书记他们吧 我已经不想再多说什么了 苏默说道 王立无奈 便也不再多问 董苏玲走到苏默跟前 小声地问 薛倩呢 我怎么没有看到她呀 你别担心了 她很安全 苏默小声说道 听到苏默这样说 董苏玲呢 就放心了 董老师 我先走了 苏默说道 嗯 董苏玲点头说道 在这种场合之下 还是尊称董老师比较妥当 如果苏默叫她一声灵解 或者亲爱的 那绝对会成为校园里面的大新闻 苏默倒是没什么 但是她不想给董苏玲 拼添不必要的烦恼 出了女生宿舍楼 苏默直接冲天而起 然后火速回家 其实苏默这也算不上是非 只能说是踏天 形象点说呢 就是比绝世青宫更厉害的身法罢了 真正的非 那也只有成为先生之后才可以做到 回到新城区的别墅 苏默就立即将薛倩释放出来 跟其他那些被暴虐的女生相比起来 薛倩简直就是好上天了 别的女生身上的衣服呢 都被撕成碎片 当时苏默看到她们的时候 基本上都是赤条条的 但是薛倩不同 虽然她也是一扇不整 但却没有被撕成碎片 而且别的女生都受到了 不同程度上的玩虐 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 嘴角撑裂 木耳流血 基本上都是这副惨状 但是薛倩除了衣服上比较脏之外 基本上没有任何的伤势 甚至是 她似乎都没有被这些灰狼腰玩虐过 薛倩被苏默释放出来 发现自己回到城市当中 薛倩便喜极而泣 抡住苏默说道 老公 我好怕 苏默拍着她的后背安慰道 别怕 你已经安全了 我已经把那些狼腰给杀光了 薛倩的心理已经快要崩溃了 如今被苏默救回来 她的情绪才是也得到了宣泄 哭得更是厉害 苏默也没有多说什么 让她尽情的痛哭 对于薛倩现在这种状况而言 哭出来会更好 在那个犹如人间炼狱的洞服里面 被苏默救走之后 薛倩便进入到了一个奇异世界 除了她之外 还有很多女生 看到那些女生的惨状 以及那些已经断气的女生 薛倩都快要神经错乱了 等到她哭得差不多的时候 苏默便说道 老婆 你肯定饿坏了吧 我给你找点吃的 搀扶着薛倩坐下 苏默就去厨房给她拿吃的东西 薛倩确实饿坏了 不仅是她 所有的女生都被饿得半死不活 昨天晚上被莫蒙其妙地抓走的 现在已经是第二天晚上 整整一天一夜 什么都没有吃 连口水都没喝 薛倩都快要饿晕了 但是跟其余的那些女生相比起来 薛倩已经幸福到了极点 她没有遭什么罪 可是别的女生都被虐爆了 还有很多被玩死的 至于那些直接被撕吃的 那就更惨了 苏默给薛倩拿来了面包和牛奶 薛倩就狼屯虎咽地吃了起来 趁着这个空档 苏默则是给徐英红打电话 默默 你在哪 徐英红急忙问道 阿姨 倩倩在我家 你现在过来吧 苏默说道 什么 在你家 她怎么样 徐英红惊讶说道 非常好 倩倩是唯一一个没受伤的 苏默说道 嗯嗯嗯 我现在就开车过去 徐英红说道 挂了电话 苏默又去楼上 打开夏雨河的房间 从她的衣柜里面 拿出一件睡衣出来 到了楼下 看薛倩还在胡吃海喝 苏默便上前劝阻道 你饿得太狠 别吃太多 嗯 薛倩说道 吃过东西 薛倩的精神状态 已经好多了 先去洗澡吧 你妈正在来的路上 老公 我不敢一个人去 你跟我一起洗吧 昨天晚上的事情 已经给她造成了 巨大的心理阴影 她现在感觉 只有跟苏默待在一起 才是最安全的 只要苏默在她视线里面消失 那说不定啊 就会有危险发生 人们在受到高度惊吓之后 往往都会变得非常胆怯 被抓走之后 对于薛倩这种花季少女来说 简直就是噩梦 虽然现在已经被解救了 但是啊 她的心里 却是没有那种归属感 所以她想跟苏默寸步不离 因为只有苏默才能保护她 见薛倩提出了这种苛刻的要求 苏默又低头看看自己 浑身也是肮脏不堪 于是便无奈地笑了笑 然后将睡衣递给了薛倩 说道 你先洗 我去拿衣服 我跟你一起去 薛倩说道 拉住苏默的胳膊 那好吧 苏默说道 她能够理解薛倩现在的心情 但是她先让薛倩去洗 是想趁机给薛言红发个短信 可是薛倩现在死缠着她 一秒钟都不想分开 无奈之下 苏默便将困龙剑释放出来 散发着璀璨灵光的困龙剑 潜伏在客厅半空 灵光单清泛白 看起来极为清澈 薛倩惊讶道 这是啥 苏默笑着说道 这是我的法宝 名曰困龙剑 我这是用她斩杀了那个灰狼妖 听到灰狼妖三个字 薛倩就害怕 就好比哈利波特的世界里 人们不敢提起伏地魔三个字一样 薛倩惊讶地看着困龙剑 对于传说中的法宝 她可是头一次见到 然后就问道 那你把她弄出来干啥 苏默解释道 你妈快来了 她会代表我接待一下 她通人性 薛倩问道 强大的法宝都同人性 跟人类无异 还能说人话 苏默说着便对困龙剑说道 困龙 打个招呼 你好 困龙剑说道 天呐 薛倩瞠目结舌道 此时此刻 她的世界观已经被彻底颠覆了 苏默呵呵笑了笑 然后便说道 好了 我们快去洗澡吧 嗯嗯 薛倩点头说道 在苏默跟薛倩一起洗澡的时候 徐英红便赶到了 看到门开着 徐英红就直接走了进来 客厅里空无一人 却是看到了一把散发着璀璨灵光的困龙剑 这让徐英红也是非常惊讶 这东西她可从来都没有见过呀 但这东西就跟神话电视剧里面那些法宝如出一辙 主人在洗澡 你且稍等片刻 困龙剑突然说道 听到这突如其来的声音 徐英红吓得啊的一声尖叫 急忙的四下里查看 却是没有看到一个人影 于是便问道 谁在说话 我 你面前的这把剑 困龙剑说道 徐英红难以置信的看着困龙剑 说道 你 你会说话 我还知道 你叫徐英红 困龙剑说道 徐英红惊讶万分 这可真是太神奇了呀 然后便又问道 那你还知道什么 困龙剑发出一阵爽朗的笑声 然后说道 发生在主人身上的事情 我全都知道 因为我和主人心意相通 主人所经历的一切 便是我所看到的一切 徐英红听后 直接傻眼了 有种偷情被发现的感觉 尽管他不是人 而是一件法宝 但他毕竟知道 偷情这种事情 如果有第三个人知道 那就不安全了 看到徐英红紧张的样子 困龙剑便说道 我听命于主人 不会违背主人的意愿 你和主人的事情 我知道跟不知道 都没有任何关系 徐英红尴尬地笑了 此时此刻 他也不知道 该对一件法宝说什么好了 看到茶几上 吃剩下的面包和牛奶 徐英红的心里就踏实了 现在苏默肯定是 跟薛倩在洗澡呢 于是他就走到了 沙发前坐下 然后耐心等待 洗澡的时候 薛倩整个人 已经慢慢地放松下来 于是苏默就趁机询问道 老婆 别的女生都被趴趴了 你怎么毫发无损啊 当时 我们被抓到那个山洞之后 那个最厉害的 被冲作大哥的妖怪 就把所有的处女 全都挑走了 剩下这些不是处的 就被其余那些妖怪 给瓜分了 那些个妖怪 就跟日本鬼子似的 一阵疯抢 然后直接拖进山洞里面 就开始梗 有一个妖怪 口水流满地 拽着我便要走 却被一个女的给拦下了 薛倩说道 回想起当时的情景 他就害怕 苏默皱眉问道 接下来呢 那个女的说要我 我也搞不明白她要干嘛 结果 我被她带到山洞里面之后 才知道 她竟然是个百合 真是快要把我恶心死了 薛倩说道 卧槽 苏默大惊道 世俗当中充斥着大量的女童 没想到妖族当中 也有这种癖好 那她对你做了什么 苏默问道 还能做什么 她抱住我 就开始乱啃 还让我吃她的胸 而且 她还往我身上舔 薛倩说道 苏默听后哈哈大笑 然后说道 老婆 你应该感到幸福才对 这个女妖百合 算是救了你的命啊 那些楚的 都被灰狼妖挑走了 然后 稀释她们的纯阴之力 从而冲击河道境 至于那些不是楚的 都被其余的狼妖们 给瓜分 虐爆了 跟那些女生相比起来 薛倩确实该感到幸福才对 因为她吃的是凶 而别的女生吃的 那都是那些狼妖们的 长枪土炮啊 薛倩知道 苏默这样说 并不是在调侃她 跟其他那些受到迫害的女生 相比起来 她能够被那个百合女妖看上 简直就是不幸中的万幸 然而 这份幸运 并没有让薛倩感到欣慰 想到其余那些女生的悲惨遭遇 她就伤心难过呀 都市修仙高手第154集 薛倩紧紧地抱住苏默说道 老公 我真的好怕 我想跟你时时刻刻地待在一起 你要保护我 嗯 你放心 我不会再让这种事情发生了 苏默说道 薛倩扬起脸 弱弱地问道 老公 你不会嫌弃我吧 苏默问道 我嫌弃你什么 我把那个女妖给玩了个遍 你不嫌我脏啊 薛倩问道 你是个女的呀 再说了 就算是个男的 那我也不会介意的 我爱的是你的人 不是你的身体 苏默说道 好听的话 谁都会说 至于媚不媚良心 那就要另当别论了 听到苏默这样说 薛倩的心里呢 特别欣慰 感觉自己特别幸福 苏默对他不仅有爱恋之情 更是有着救命之恩啊 能够遇到苏默这样的男人 当真是自己的福气 这一辈子有他 真的足矣啊 然后薛倩就主动地 献上了自己的香吻 苏默知道 这个时候 他必须让薛倩 感受到非常狂热的爱 只有这样 才能让他更快地走出 惊慌恐惧的阴影 于是 两个人亲着亲着 苏默就把薛倩 按在了床上 然后扛起了他的腿 徐英红迫切地 想要见到薛倩 主要呢 还是太担心了 得知薛倩失踪的消息 徐英红整个人都傻了 跑到学校 找到董苏林询问 然而董苏林说 苏默已经去寻找了 在董苏林的劝慰下 徐英红才算是 提心吊胆地 哭着回家了 等待是一个非常漫长 而又备受煎熬的过程 在家里等待一天 对于徐英红来说 这简直就是度日如年 自己男人薛倩东已经死了 如果薛倩也离他而去的话 那他活着也没有意思了 当苏默打了电话说 薛倩在他家的时候 徐英红高兴地 差点晕过去 结果呢 来了之后 在客厅里坐了半天 这对狗男女啊 也不下来 徐英红坐不住了 于是就静字上楼了 看到浴室的灯亮着 而且在磨砂玻璃的后面呢 可以模糊地看到 那对狗男女的身影 看到这一幕 徐英红的心里 竟然也有点翻痒 作为一个资深宅府 徐英红这个寂寞空虚冷的贵妇 整天待在家里 只有三件事情可做 那便是吃饭 睡觉 看片 于是呢 徐英红就站在那里 津津有味地欣赏起来 直到苏默跟薛倩结束之后 他才捏手捏脚地离开了 两人洗完澡 就来到了下雨河的卧室 然后让薛倩自己在下雨河的浴柜里 挑选合适的衣服 而他呢 也跑到自己卧室 换了身干净的衣服 照着镜子 整理一下发型 然后才算是有模有样地下了楼 看到这对狗男女下来 徐英红便欣喜地 起身迎上前来 拉住薛倩的手 关切地问道 倩倩 你没事吧 快把妈担心死了 薛倩欣慰地笑着说道 妈 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您了呢 母女重聚 那份喜悦无法言喻 徐英红笑着说道 竟说傻话 我就知道 木木肯定会把你安全地带回来的 看到徐英红和薛倩开心的样子 苏默的心里啊 却是一点也乐呵不起来 因为在与此同时 那些被灰狼腰吃掉的 以及那些被玩死的 还有被玩得半死不活的女生 都在医院里躺着呢 他们的家人绝对是痛彻心扉的 薛倩是一个幸运儿 他之所以能够这么幸运 完全是因为他长得太漂亮 可能是147个女生当中 长相最出众的 而且呢 也是最符合那个女狼腰的胃口的 所以才会被挑中 被一个百合玩弄 比被一个禽兽月豹 简直好了几万倍呀 另外就是通过这次事件 也让苏默看到了一种非常可怕的现象 灰狼腰挑选的全部都是楚的 在这147个高中生当中 苏默带回来61个 这些啊 包括半死不活的 以及死掉的 还有几具碎尸 而那86个楚的 则是全部都被灰狼腰给吃了 147个高中女生 有61个都不是楚的 这真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概念啊 整个宝庭医中 有上万十生 如果按照这个比例去算的话 那简直就是 哎呀 现在这社会 女生太不懂得洁身自爱了 想到这里 苏默甚至还在庆幸 幸亏他卑鄙无耻的 将薛倩早早的给上了 如果薛倩没有被苏默给上过的话 那他现在也不可能好端端的站在这里了 所以 或兮服所以 服兮或所服 很多时候好事会变成坏事 而坏事呢 也可能变成好事 若从表面上来看的话呢 苏默毫发无损 但是他的内伤啊 有多严重 他自己的心里最清楚 他损失的是精血生命 这可不是身体上面的创伤 精血代表体魄 阳气代表寿命 元神代表法力 这三者呢 是相辅相成的 苏默这次损失了大量的精血 导致他现在的体魄非常虚弱 疯狂的服用续命单 那是治标不治本 因为相辅相成的缘故 苏默现在情况就是 肉身脆弱 阳气衰弱 元神虚弱 点根烟抽了起来 然后便对徐英红说道 阿姨已经很晚了 要不你今天晚上 就住在我这里吧 徐英红问道 夏家大小姐他们怎么不在啊 苏默说道 学校里面出了那么大的事情 他们自然是跟他们爸妈在一起啊 既然这样那好吧 徐英红说道 苏默微笑着说道 我带你们上楼吧 嗯 徐英红点头 苏默带着他们两个 来到了自己的卧室 交代两句 让他们早点休息 然后自己呢 则是准备修炼 苏默来到客厅 收起困龙剑 然后便准备炼化灰狼腰 灰狼腰是 核道境初级高手 只要炼化了它 苏默损失的精血和阳气 都会得到极大的弥补 甚至还可以变得更强 但是呢 想要踏入河道境 确实不太可能的 就在苏默盘膝坐在沙发上 准备开始的时候 练妖狐传来剧烈的震动 竟是有高手在逐渐靠近 苏默不禁皱眉 这会是谁呢 当即站起身 来到窗前 很快 他就看到一辆黑色的 劳斯莱斯幻影 行驶了过来 看那熟悉的车牌号 苏默才知道 竟然是天风来了 天风下令执法堂全体出动 在全省范围内 进行地毯式搜查 可是啊 搜查一天 也没有任何的结果 然而呢 等到晚上 却突然接到了周此盛 打来电话说 苏默凯旋而归了 简单的了解到 事情经过之后 天风便立即赶往宝平 然后亲自来找苏默 而此时啊 苏默已经走出来 准备迎接了 车停好之后 天风和陈秋盛 便一前一后地下了车 但是苏默清晰地探查到 这车里啊 还有一个人 很快 这个人就下来了 定睛一看 竟是天风的徒弟 也就是那天晚上 刺杀泰勒的长凯 徐英红和薛倩 看不出苏默受了内伤 但是天风和陈秋盛这些人 一眼就看了出来 天风关切地问道 苏默 你怎样 苏默微微一笑 说道 我没事 死不了 休整几天便可 大兄弟 我们又见面了 长凯走到跟前 笑呵呵地说道 里面请吧 苏默做出请示 说道 苏默 我听说是个河道境初期的灰狼妖 天风问道 没错 这一丝大量掳掠少女 通过西式纯阴之力 从而冲击河道境 在鲁山东北方向 距离县城不远的那座孤山上 有座道观 灰狼妖的洞府 就在那道观下面 我赶到之后 发现那里竟然是个狼窝 里面盘踞着三十多个狼妖 其中反虚境的 就有八个之多 而且啊 这些可恶的畜生 将那些灰狼妖 挑剩下的女生 全部都给糟蹋了 苏默说道 尸体呢 陈秋盛说道 这种事情口说无凭 他们来找苏默呢 就是想要求证一下 苏默挥手 便将灰狼妖的尸身 给释放了出来 三个人看到之后 断定苏默没有说谎 苏默 这次多亏你了 你所展现出来的惊人实力 彻底震慑到了我了 天风由衷的赞当 苏默身为反虚境巅峰高手 却是斩杀了 河道顶初期高手 那样的辉煌战绩 完全可以拿出来吹嘘炫耀 看到这个灰狼妖的尸体 长凯的脸色 有点不太好看 事到如今 他甚至都有点害怕苏默了 那天晚上 他跟苏默对战 可谓是不分伯仲啊 但是现在呢 苏默却杀了一个 同样是和道竞初期的妖族高手 而这已经可以充分说明 如果苏默在爆发权力的情况之下 那天晚上 说不定他就死了 大兄弟 你真厉害 你真厉害 长凯称赞道 苏默的牛逼与犀利 让他不得不佩服 眼前这个糟年才十八岁呀 十八岁就厉害成了这副屌样 要是再过两年 那就要逆天了呀 苏默呵呵笑了 将灰狼妖的尸体收起 然后说道 别站在外面啊 进去坐坐吧 顺便喝杯茶 酷了 天风说道 你需要休息 我们就不打扰了 而且呢 我也要去你所说的 那个洞府里面瞧瞧 说着 天风便拿出了一个葫芦 然后递上来说道 苏默 你这次元气大伤 我这里呢 有些丹药 你且收下 苏默眼前一亮 接过这个葫芦 打开之后 将里面的丹药 倒了出来 乍一看 竟是三种丹药 各有十枚 并且全部都是 极品宝结的丹药 只不过 这三种丹药 苏默都不认识 并不知道是什么功效 天风解释道 这三种 分别是养元丹 白转丹 和血气丹 功效不一 配合服用 可以让你在最短时间内 恢复如初 苏默一听 欣喜地说道 多谢天堂主了 我应该谢谢你才对啊 天风微笑着说道 轻叹口气 天风便继续说道 好了 你起回吧 我们这就离开 三位慢走 苏默说道 目送三人开车离开 苏默这才转身回去 养元丹 是培养元神的 白转丹 是治疗伤势的 而这血气丹的 顾名思义 就是恢复精血 和滋补阳气的 这三种 都是非常珍惜 而又昂贵的丹药 也是苏默 现在最需要的 天风出手 就是三十枚 确实财大气粗 不过 身为中原执法堂的 正堂主 天风所拥有的财富 自然是非常多的 而且啊 他这也是在对症下药 让苏默非常感激 回到屋内 苏默点根岩抽上 然后坐在沙发上 看着手里面 这些丹药 其实啊 只要炼化了灰狼腰 那么苏默所损失的一切 就全部都可以 弥补回来 因为一个 河道警告手的价值 要远远地超出 这些的价值 至于天风赠送 那完全就是 出于慰问与感激 可是现在 有了这些丹药 这就让苏默 改变主意了 极品宝剑的丹药 单纯的一枚 就有着非常强大的功效 苏默这样的伤势 将这三种丹药 各自服用一枚 经过一夜的纠整 便可恢复如初 当初被灰狼腰 施展嗜血树息的 醉生梦死的时候 苏默狂吃续命丹 那是属于病急乱投医 续命丹是平天增长寿命的 可以滋补凡人的精血 改善凡人的体质 从而让凡人的体魄 达到健康无病 对于凡人来说 那就是仙丹 但是对于修士来说 吃了等于白吃 可是血气丹不同 这血气丹的功效 就是滋气补血的 苏默要是将 这个灰狼腰给炼化了 想要踏入河道境 那是不可能的 但如果让邓雪炼化的话 那他绝对会直接跳级 所以在一番斟酌之后 苏默便逃出手机 拨通了邓雪的电话 老婆你在哪呢 苏默笑呵呵的问道 我在医院你怎么样 邓雪关切的问道 苏默凯旋而归之后 没多久 他就接到了通知 但是因为手头上事情太多 也就没有时间去找苏默 而且他听到他父亲王浩说 苏默毫发无损 甚至连伤势都没有 邓雪一听这一话就放心了 所以呢 准备忙完了再去找苏默 却没想到 苏默现在又给他打来电话 我在家呢 我很好 你现在过来吧 有天大的事情 苏默说道 天大的事情 你说说看 邓雪惊讶地问道 你快来 苏默完全就是以命令的口吻 邓雪一愣 然后便乖巧地说道 那好吧 挂了电话 苏默便分别服用了三枚丹药 至于剩下的这些 则是准备等邓雪来了之后 连带灰狼妖的尸体 一并送给他 想必苏默送给他这么一份大礼 邓雪肯定会感动得热泪盈眶吧 丹药入体之后便快速分解 狂暴的力量 在苏默体内疯狂乱窜 那种感觉啊 就像是吃了炫脉 让人浑身舒坦 而且丹药的功效 也是可以非常明显地感受到 亏损的精血在恢复 丧失的阳气在疯涨 虚弱的元神 也在快速地增强 丹药的品质越高 功效发挥的也就越快 天风送给他的这些呢 都是极品宝结的 字是不用多说了 苏默的状态在逐渐地恢复 按照这样的速度 通宵修炼从而加快恢复 明天早上便可恢复如初 二十分钟之后 邓雪便来了 进来之后 看到苏默精神抖擞的 这让他也是感到 非常的耐以置信 然后便问道 你到底是有多厉害啊 你确定 你杀的那个灰狼妖 适合道境初级高手吗 都市修仙高手第155集 苏默呵呵笑道 哼 眼见为实 说着便将灰狼妖的尸身 释放出来 邓雪见到这具尸身后 更是惊讶呀 他倒是没有怀疑 苏默的实力 他那样说呢 完全就是在调侃罢了 你让我过来 有什么天大的事情要说呀 片刻之后 邓雪问道 当初认识你的时候 我就说过 你跟着我 那我绝对不会亏待你的 让你过来 就是要把这个送给你 等你练花之后 实力就会突飞猛剑 苏默说道 邓雪瞠目结舌地 看着苏默 没有想到 苏默竟然准备 将这个灰狼妖的尸身 送给他 这可不是普通的妖怪呀 这可是个 合道境初期的超级高手啊 这具尸身的价值 大到邓雪 都不敢去想象 然而 苏默却这么的大方 直接就要送给他 真的 你不要 邓雪难以置信地问道 苏默笑着说道 哼 即便是我练花了 也无法踏入合道境 反倒是你 等级太低 一旦练花了 实力就会突飞猛进 至于我呢 我现在已经彻底具备了 斩杀合道境初级高手能力 所以啊 这个灰狼妖对我来说 价值并不大 邓雪听后可谓是激动万分 然后说道 默默 谢谢你 跟这次大战 我也伤了元妾 你练花它 我也要修炼疗伤 苏默说道 嗯 邓雪欣喜地说道 于是苏默和邓雪两个人 便在客厅里面各忙各的 灰狼妖的圣金术和嗜雪术 都是非常厉害的法术 领教过之后 让苏默也是产生了很大的兴趣 在斩杀灰狼妖之后 苏默就侵蚀他的石海 得到了这两种法术的修炼法则 炼妖狐的护主能力虽然无敌 但是呢 却不太靠谱 而且小夕也说过了 处于恢复阶段的炼妖狐 每次启动护主能力 都会付出很大的损失 苏默信奉 求人不如求己的这个准则 等他掌握了圣金术 那他的保命能力 就会大大的增强 有踏天步 这可以逃命 有圣金术 这可以站着 跟你死磕到底 另外呢 就是嗜血术 这门法术 甚至都可以用变态来形容 直接稀释掠夺精血生命 从而滋补强大自己 遇到那些实力不如自己的 直接就能把它给吸干了 使得自己的体魄更加强大 这简直就是杀人掠获的超级力气啊 在服用丹药的情况之下 辅佐修炼 加速丹药的功效发挥 次日早上 苏默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 但是邓雪的炼化速度就非常缓慢了 主要呢 还是因为他的等级太低 炼化灰狼腰这种合道镜高手 会非常的耗时耗力 至少需要一个月的时间才能够彻底炼化殆尽 而且呢 他也可以修炼圣金术和嗜血术 此时天色微亮 徐英宏和薛倩呢 还没有起床 搜墨结束修炼之后 来到门前的花园里活动筋骨 感觉通体舒态 不再像昨天那样四肢无力了 点根烟惬意地抽着 片刻之后 邓雪便也走了出来 默默 你怎么样了呀 邓雪欣喜地问道 我现在啊 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 苏默说道 感受着邓雪的气息 便又笑着说道 进步神速啊 已经化神经后期了 这种幅度的提升 让我从来都没有想过 还是要谢谢你啊 邓雪嘿嘿笑道 等你彻底吸收炼化之后 提升到反虚境中期 或者是后期 基本上也是没有难度的 苏默说道 希望如此吧 邓雪说道 一个等级低的 炼化一个等级高的 不可能直接达到 对方的那种等级境界 邓雪本来是化神境中期 一步飙升三四个阶级 那是没问题的 而且呢 炼化了这个 核道境初期时率的灰狼腰 也会因此而奠定 邓雪往后的等级境界 只要它不出什么太大的意外 稳步提升 将来啊 也踏入核道境 是毫无悬念的 这就是炼化高手的好处 你炼化的是什么等级 你将来呢 也肯定会达到那个等级 但是再往上 那就要看你的天赋和悟性了 圣金术和嗜血术都非常厉害 你有没有修炼的想法 苏默问道 你呢 你准备修炼吗 邓雪问道 是的 圣金术可以护体 嗜血术可以击杀 掌握这两门法术 我的实力会变得更强 我跟你不能比啊 我的资质很一般 光是修炼个烈焰术 就非常不容易了 如果再把精力 花费在别的法术修炼上 那我的修炼道路 就会变得更加艰难 邓雪感慨道 汉多嚼不烂 法术这东西啊 不是你掌握的多久厉害 很多高手呢 都是一招先吃遍天 只要将一门法术修炼到很高的重刺境界 就足以纵横天下了 更何况 修道之路 除了法术之外 还有自身修炼 而且啊 你还要培养自己的法宝 纵然你掌握着十几种法术 但是重刺呢 都非常低 而你的对手 就掌握一门法术 却是非常高的重刺 那么你呢 所有法术加起来 都抵不上人家一个法术 真要打斗起来 死的绝对是你 一万个手雷 也抵不上一个核弹呢 其能捕捉 嗜血术你可以放弃 但是圣经说 我还是非常建议你去修炼的 只要你能够学成掌握 你的防御能力 就会得到极大的增强 这防御能力 等于是保命能力 而你呢 主要还去修炼烈焰术 至于圣经说 等你将来踏入核道径之后 再去着重的修炼 也不迟啊 苏默说道 核道径 现在我都不敢奢望 邓雪自嘲地说道 你炼化的是核道径初期的高手 所以你踏入核道径 就成了板上钉钉的事情 等你踏入核道径之后 我就可以帮你 苏默说道 踏入核道径 苏默就可以让邓雪的元神 进入到弧界内修炼 自己有外挂 那也不能独享啊 邓雪是她的女人 苏默自然要帮助她 帮我 怎么帮啊 邓雪好奇地问道 苏默呵呵笑了笑 然后说道 现在别问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邓雪听后 举着嘴说道 哼 你总是喜欢卖关子 苏默抽了口烟 然后说道 你回去吧 这几天啊 我会在家里面闭关修炼 争取尽快地掌握圣金术和嗜血术 楼上住这两个女人是谁 邓雪问道 羞氏的鼻子比狗都灵 而且呢 还能够通过声音和气息 来判断是男是女 薛倩我女朋友 还有他妈 苏默如实说道 他怎么样 邓雪问道 他知道苏默跟薛倩的事情 也知道薛倩在失踪名单当中 说出来你可能不相信 薛倩被一个女狼妖给看上了 苏默把薛倩的经历 简单地说了一遍 邓雪听后也是非常无语 没想到薛倩会因为这个 而躲过一劫 这真的是走了狗屎运呢 那我走了呀 等你练成之后就去找我 邓雪说道 找你干嘛呀 苏默问道 你对我这么好 我当然也要回报回报你啦 邓雪嘿嘿笑道 到时候啊 记得要把屁肉洗干净 苏默笑着说道 你这是越来越坏了 邓雪说道 邓雪走后 苏默就回到了屋内 这时徐英红已经起来了 并且在厨房里面做早饭 薛倩昨天经历了那种恐怖的事情 睡眠严重不足 她这一觉睡不到中午 绝对起不来 于是苏默就肆无忌惮地来到了厨房 看到苏默 徐英红便欣慰地说道 默默你起得好早啊 姐姐起得也很早哦 苏默笑着说道 那个女的是谁啊 徐英红问道 王浩她闺女邓雪 算是我的搭档 也可以说成是我的手下 苏默说道 也是你的女朋友吧 徐英红说道 姐姐真聪明 苏默笑着说道 在我面前 你不需要隐瞒的 我又不介意 徐英红说道 嗯 徐英红在熬粥 而且呢 还准备炒两个菜 苏默就从后面 搂住了她的腰 伸手向上摸住了她的胸部 然后问道 你昨天晚上跑到楼上 看到我们了吧 嗯 你怎么知道的呀 徐英红问道 方圆千米之内 任何的风吹草豆 都能被我发现 苏默说道 我当时是等不及了 然后就想着上去看看 谁知道 你们两个在里面坐那个 徐英红说道 其实我也不想的 主要是薛倩受惊吓过度 需要安慰和放松 苏默说道 嗯 我理解的 徐英红说道 等她睡醒之后 我就跟着你们回家吧 这几天啊 我暂时住你们家 薛倩现在就是严重的 缺乏安全感 一分钟都离不开我 而且啊 我现在也正在修炼法术 大概需要几天时间 正好可以陪着你们 苏默说道 那很好啊 徐英红说道 嗯 苏默说道 吃过早餐 闲来无事 薛倩呢 还在楼上睡觉 徐英红有点寂寞 想让苏默给他杀养 没办法 这种事情 苏默亦不容辞 于是就跟着他 在沙发上搞了起来 反正夏宇和和周思宇 这两天啊 绝对是不会来这里的 而且呢 薛倩睡得很死 也不可能听到客厅的 任何动静 所以啊 这对狗男女 就显得有点肆无忌惮了 薛倩一直睡到中午12点半 才算是起床 等他洗刷之后下了楼 再看他的气色 已经明显好了很多 不过呢 想要彻底走出阴影 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行 然后三个人就开车离开 回徐英红的家里 徐英红自己开车来的 苏默就开着自己那辆 劳斯莱斯幻影 带着薛倩 在接下来的一周时间里 苏默手机关机 彻底与世隔绝 一直都在陪着 徐英红和薛倩 而薛倩呢 也是大门不出 二门不卖 出去买菜什么的 都是徐英红自己出去 经过一周的缓和 以及徐英红和苏默的 开导与安慰 薛倩已经逐渐 走出了心理阴影 苏默用薛倩的手机 给朱利叶打电话询问 得知张江流 已经火花安葬 苏默呢 又安慰他一番 并说过几天就去找他聊聊 让他不要太伤心 至于宝平一中 失踪女生的案件 因为影响恶劣 死伤人数过多 可谓是惊动了全国 社会各界都非常关注 网上的舆论 更是炸开了锅 京城方面非常重视 于是就给产教施加压力 因为有三大教派的缘故 所以呢 谁的地盘上出了事情 京城方面就会让谁负责 如此一来 中原执法堂就对宝平市 以及周边的所有县城村镇 展开了地毯式的扫荡清除工作 但凡妖族格杀勿论 管你是好是坏 只要被发现 那就是死 修世界的那种做法呀 其实就跟凡人官场的做法差不多 中国这么大 人口这么多 妖族呢 更是多 几乎每天都有无数的人 死在妖族的手里 同样也有成千上万的妖族 被修饰斩杀 或者是自相残杀 但是这种小打小闹 一般没人管你 毕竟太多了 三大教派的势力再大 也顾忌不过来 更何况三大教派的存在 也不是为了降妖除魔 可是一旦闹大 那就不行了 这就好比曾经的东莞扫黄一样 被媒体曝光了 然后就在全市范围内 扫了一遍又一遍 等风声一过 继续正常营业 在小煤矿横行的年代 那个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了 然后全市或者全线的小煤矿 都要禁止开采 等风声过了再开始 社会现状就是这样 不出大事的时候呢 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一旦闹腾大了 那就去你马的 苏默开始不知道这件事情 然而呢 有天晚上 苏默正陪着徐英红和薛倩 吃晚饭的时候 丽莎竟然不打招呼的跑来了 苏默可没有告诉丽莎 她在这里 丽莎竟然能够找到这里 真是奇了怪了 丽莎 你怎么来了 苏默问道 徐英红和薛倩看到丽莎 这个倾国倾城的妖艳美女 也都感觉到非常的惊讶 因为丽莎美艳的不可方物 甚至都让他们有种自残行贿的感觉 这样说一点都不夸张 跟这些妖族美女一比啊 似乎自己就成了豆腐渣了 只发糖在扫葬全程 丽莎说道 她的脸上没有任何惊具 看起来非常的平淡 苏默顿时皱眉 然后说道 我先将你收起来 丽莎点头 苏默挥手啊 便将丽莎收入狐界 看到丽莎凭空消失 徐英红和薛倩更是惊讶 徐英红便问道 默默 人呢 被我收起来了 苏默说道 就是那个奇异世界 薛倩问道 那天晚上 苏默跑到山洞里面救她的时候 也是将她收入到狐界之内 进入到狐界之后 薛倩也是傻眼了 后来啊 那些女生纷纷进来 都被眼前所看到的景象给惊呆了 他们都以为自己穿越了呢 嗯 苏默说道 默默 那是什么地方啊 薛倩问道 那是我的法宝 可以容纳万物 自成一方世界 苏默解释道 好厉害啊 薛倩惊讶道 苏默拿出手机 等开机之后 就拨通了天风的号码 丽萨呢 一直都在保平 执法堂隔三差五的扫荡 说不定哪天就会扫到丽萨 为了不必要的误会 苏默必须给天风说清楚 天堂主啊 我听说执法堂在扫荡 苏默直接的问道 是的 臣妇堂主 先前就扫荡过一次 但是并不彻底 而这次 则是产教总部下达的命令 要展开全城扫荡 包括所有的县城和乡镇 势必要将所有的妖族 一网打地 扫荡了保平市之后 就会朝着周边几个市区 扩张蔓延 天风解释道 都市修仙高手 第156集 在年前的时候 陈秋盛呢 就扫荡过一次 那次是为了狼人 但是那次扫荡力度并不大 还是有很多漏网之鱼 而这个最大的鱼 就是灰狼腰 如今出了这种事情 产教自然是要发威的 当然了 这次扫荡的起因 还是因为 保平女生失踪的案件 如果没有这个案件 产教也不会如此认真 执法堂展开清除扫荡任务 都是从外围包抄的 而且呢 这还是秘密任务 保平市内的那些妖族 根本就不可能提前知道 在包围的趋势之下 纵然这些妖族高手 有天大的本事 也是插翅难逃 在现实社会中 那些开鸡窝的 其实呢 都跟某些领导关系密切 鸡窝啊 都有他们的股份 每年都会拿到分红 当然了 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 这分红可不是白拿的 你要利用你的权利去照看着 基本上 某个地方准备展开什么行动 领导们都会提前接到通知 然后呢 这些领导就会通知那些开鸡窝的 让他们暂时关门 避开风头 但是执法堂却不同 执法堂是三大教派的独立机构 不归省市政府机构管辖 所以他们特立独行 不管展开什么行动 想做什么事情 不需要给任何部门提前打报告 而且每个省份的执法堂 都是一个独立的存在 在省份范围之内 堂主就是土皇帝 譬如说天风 他在这中原这片土地上 做什么事情 都不需要向产教总部递交申请 一切都是他说的算 他想干嘛就干嘛 他想杀谁就杀谁 所以说 执法堂扫荡某座城市 根本就不需要 给这个城市的领导们打招呼 直接就杀了过来 周末呵呵笑了笑 然后又说道 那个天堂主 有个娇姬叫做丽莎 是个合道镜中期高手 他呢是我的人 执法堂如果遇到他的话 别动手 交机 天风惊讶道 没错 那是去年我在汕头 无意中认识的 然后他就来宝平投奔我了 苏默说道 合道镜中期高手 怪不得 你痴痴不愿意加入产教呢 天风微笑着说道 这个跟他没关系 苏默说道 既然是你的人 那就是自己人 你放心好了 遇到他的话 我们会直接绕过去的 天风说道 那就多谢天堂主了 苏默说道 不过苏默 我提醒你两句 妖族虽有好坏善恶之分 但是绝大多数的妖族 都是居心叵测 心狠手辣之徒 你说的这个交机 既然是合道镜中期高手 那么他来投奔你 绝对不是因为你长得帅 天风说道 苏默听后便笑了 然后便说道 多谢天堂主提醒 我不是傻子 他来投奔我 其实就是为了我的天火树而来的 这些我都是心知肚明 不过还请天堂主放心 我自有分寸 更何况他也威胁不到我 这样最好 天风说道 嗯 那天堂主你忙 我就不打扰了 苏默说道 好的 挂了电话 苏默长呼口气 然后点根烟抽上 又对徐英红和薛倩微笑着说道 咱们吃饭吧 已经没事了 默默 刚才那个女的是你什么人啊 徐英红问道 丽莎实在是太美了 让徐英红感到了巨大的压力和挫败感 苏默呵呵笑道 哼 她曾经是汕头交击的女王 也就是部落族长 在汕头地面上 都是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算得上是那片地区的妖族老大 后来遇到我 了解到我的巨大潜力之后 觉得宝瓶投奔我了 那你跟她是什么关系啊 薛倩担忧地问道 普通朋友关系 也可以说成是战略合作伙伴 丽莎实力很强 心底不坏 曾经呢 也救过我的性命 有她这样的高手在我身边 也可以为我做很多事情 苏默说道 但是她是妖怪啊 薛倩说道 自从有了上次的遭遇之后 薛倩对妖怪可谓是反感到了底点 在她的印象里 妖怪都是非常恶如凶残的 这一点从那些狼妖的身上 就已经得到了验证 话不能这样说 放眼三界 很多至高大神都是妖族 比如说 我们所熟悉的女娲娘娘 孙悟寇 猪八戒 白素贞 逆小倩 这些都不是人类啊 妖也有好坏之分 反而是人类 那些蛇心肠的人 比妖怪都要恶多 苏默说道 吃饭吧 徐英红微笑着说道 苏默的事情呢 她无法干涉太多 但她也不想让薛倩干涉太多 薛倩无奈便不再多问 你们吃吧 我饱了 我去把丽莎送走 苏默说道 去吧 徐英红说道 苏默点头来到门外 并将丽莎释放出来 你这日子过得很潇洒呀 丽莎说道 苏默笑着说道 我在这里闭关修炼 跟这对母女双修吧 丽莎问道 汉你说道 我还没有那么邪恶 丽莎赫赫笑了 然后说道 执法堂高手来了好多 这一夜 不知道要死多少无辜 都是灰狼妖惹的货 我跟天风交代过了 你可以放心回去了 他们发现你 会直接绕过去的 嗯 那我走了 丽莎说吧 转身便冲天 飞入夜空 看着丽莎消失不见 苏默将烟抽完 然后便也转身回去 这一夜 对于混迹在 宝平市的妖族们来说 简直就是世界末日 中原执法堂全体出动 对宝平市进行地毯式扫荡 并且采取的 还是包饺子战术 如此一来 等于就是上天无路 入地无门 不管你的好坏 只要你是妖族 只要你不是修士 那就是死 根本不跟你客气 天风率领上千名精英高手 在扫荡的同时 苏默倒是惬意无比 吃过晚饭之后 一家三口就在客厅看电视闲聊 尽管苏默的感官非常敏锐 不时有修士在附近来回经过 但是他却也没有受到任何的打扰 因为修士与妖族有着本质上区别 修士的气息是非常纯正的 而妖族的气息却是有味道 不是星就是糟 凡人或许秀不出来 但是修士却非常的容易辨认 所以他们发现是修士之后 就直接绕过去了 丽莎则是个例外 天风下达了命令 不动这个交集丽莎 所以执法堂的精英高手 也都将她无视 看电视看到了十点多 然后苏默就带着薛倩睡觉去了 在薛倩家里住的这几天 苏默每天晚上都跟薛倩睡在一起 这让徐英红非常无奈 因为薛倩一直死在家里 根本就没有离开过 徐英红跟苏默搞一搞呢 也完全没有机会 宝平一中对于此次事件 又做出了新的举措 对于那109位惨死女生 每一位都支付了50万的抚恤金 而剩下那38个 活着却受了伤的女生 每人则是支付了20万的抚恤金 这笔钱不是学校出的 而是政府出的 而这笔钱呢 在事发后的第五天 就有专人送到了各家各户 薛倩作为这次事件的幸运儿 她对这笔钱呢 并没有太大的需要 甚至是她都感觉 不好意思收这笔钱 毕竟活着的38个女生当中 只有她毫发无损 其余的37个 则是全都在医院躺着 所以在薛倩的提议之下 经过苏默和徐英红的商议之后 准备将这20万 分发给苏默班里的 其余三个女生 这三个女生啊 苏默也都认识 虽然同班同学 也未必会经常聊天打交道 但毕竟是一个班的 如今他们遭受如此大难 苏默的心里啊 也很不舒服 这三个女生当中 有一个死了 而剩下两个 都在医院里躺着呢 在学校里 长得漂亮的女生 未必就是水性洋花 反而是那些 长得很一般的女生 却浪得飞起啊 有些漂亮的女生 在学校里面很老实 而那些很一般的 则是非常出名 当然了 这都是笼统的概述 并非绝对 因为有些长得 非常漂亮的女生 也是浪得飞起 而在绝大多数情况之下 在学校里面 比较出名的女生 都长得很一般 若是评选校花什么的 绝对没有他们的份 这两个女生 就是这种类型 如果她们是储的 那当时啊 直接就会被灰狼腰吃掉了 而不是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了 这两个女生 一个叫做贾淑慧 一个叫做张彦芳 家境呢都很普通 妈的 就是浪 这两个在学校里面 可是出了名的公交车 很多男生都上过他们 据说他们都是在中学年代 就都被破了杵的 这天上午 苏默开车 带着徐英红和薛倩 去医院看望贾淑慧和张彦芳 准备将这二十万分给他们两个 至于那个死掉的 苏默知道他们的条件呢 很一般 而且还是农存的 所以苏默准备自掏腰包 拿出五十万 要表一下自己的心意 至于贾淑慧和张彦芳这两位 把薛倩那二十万分了 给他们就不错了 在这两个女生的眼中 苏默就是个比较闷骚的屌丝 以前名不见经传 学习也不好 也谈不上痞子 属于好也不好 坏也不坏的类型 却没想到 就是这样一个渣渣 竟然也有咸鱼翻身的时候 而且呢 还会变得这么厉害 尤其是在狼族洞府的时候 当这些女生从山洞里爬出来 看到苏默那一刻 除了惊喜之外 更多的则是震惊 因为他们谁也没有想到 救他们的人 竟然会是苏默 所以躺在医院里 接受治疗这几天 这两个女生除了感慨 就是对苏默的崇拜 这个充满神奇色彩的男人 救了他们的性命 他们也想以身相许 作为报答 但是他们知道 自己有几斤几两 苏默这种神一样的男人 那是绝对不可能看上他们的 也只有薛倩这种 斑花级别的美女 才能够引起苏默的兴趣 如果苏默对他们有兴趣的话 那早就下手了 所以说 即便他们主动的投怀送炮 苏默估计也不会理会 甚至还会直接让他们滚 在慰问了这两个女生 并将那二十万交给他们之后 苏默就带着薛倩和薛英红离开 然后又给董苏玲打电话 得知了那个死掉的女生的家庭地址之后 就直奔她家里而去 然后将五十万送给了她的父母 忙活了半天 直到下午一点多的时候 才算是回到了市区 学校下达了新的通知 给这些受伤女生放长假 等伤势什么时候痊愈了在返校 因为是高三要面临高考 现在正是复习冲刺的阶段 薛倩已经在家待了一周的时间 然后就有点待不住了 想要尽快地返校上课 但是她的心里还是非常害怕 毕竟她对学校已经有了阴影了 生怕再出事 正所谓一招被蛇咬 十年怕警绳 薛倩现在就是这种心思 中午吃饭的时候 苏默就得薛倩安慰道 您尽管放一百个心 执法堂已经将整个市区 进行了地毯式扫道 别说是妖怪了 现在连个妖怪毛都找不到 所以你根本就不需要担心 但是我还是害怕呀 嬷嬷 你也跟我一起去学校吧 你已经很久都没有上课了呀 薛倩说道 我很忙啊 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 不能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学校里啊 苏默说道 他现在根本就没有心思去上课 那高考怎么办啊 薛倩说道 苏默笑了笑 然后说道 哼 我现在这身份还出上不了大学吗 不是我喷逼 中国所有名校不管清华还是北大 只要我一句话肯定都不用考试 直接就能录取 而且你上大学也不用发愁 到时候你想上哪个大学 我就给你安排一句话的事情 我想上负担 薛倩说道 没问题 苏默说道 但是我想凭借自己的努力去考上 而且我也很有信心 薛倩说道 这样最好 但是墨墨 你要陪着我去上课呀 不然我会害怕的 哎呀 我真的很忙啊 苏默难为情地说道 这个时候 徐英红就开始为苏默说话了 然后说道 墨墨现在还做着生意 投资上千万 何况墨墨 现在还是修士高手 修炼比学业更重要 倩倩 你要理解墨墨的难处 更不能胡搅蛮缠 听到徐英红这样说 薛倩撇着撇嘴 然后无奈地说道 那我干脆在家里复习好了 我害怕待在学校里面 徐英红一听这一话 郁闷得不行 薛倩要是一直待在家里 那他就更加没有机会 跟苏默搞事情了 于是便再次说道 在家复习怎么行啊 去学校 有老师辅导啊 你在家里复习 谁辅导你啊 这样吧 我给董老师 汇报一下你情况 然后呢 你不用上早晚自习 晚上回家住 白天是非常安全的 因为再唱唤的妖族 也不会在白天到处乱跑 只有到了晚上 他们才会现出真面目 苏默说道 那好吧 薛倩妥协了 徐英红松了口气 也就不再多说 吃过饭之后收拾一番 苏默就开车 送薛倩去学校 而徐英红则是在家洗澡 等着苏默的回马枪杀到 在即将抵达学校的时候 苏默就感应到了学校里面 一道非常强横的气息波动 这让苏默非常惊讶 这道气息波动 来自于一个河道景初期高手 绝对不可能是妖族 肯定是修士 苏默非常好奇 他必须要看看 这个高手到底是谁 待在学校又有什么目的 门卫看到这辆劳斯赖斯幻影 立即就开门放行 苏默打开车窗 给门卫师傅打了声招呼 门卫师傅看到是 很久没有来过学校的苏默 也是非常惊讶 记得当初苏默开的是 三百多万的路虎揽胜 然而几个月过去 直接开上了八百多万的 劳斯莱斯幻影 这速度真是牛逼啊 另外苏默的传奇事迹 已经在学校里面传遍了 这次女生失踪 正是她亲自出马 杀了那个妖怪 救了那么多女生 这一份壮举可歌可泣 不仅让学生膜拜 就连所有的老师 都对苏默佩服得不行 所以现在他们茶余饭后 聊的最多的话题 就是苏默 将车停在了教学楼门前 目送薛倩上楼 而她呢 则是准备去办公楼 那个高手的气息 就是从办公楼上散发出来的 来到办公楼 顺着这道气息波动 苏默就来到了校长办公室 当当当 敲了三下门 进了 里面传来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都市修仙高手 第157集 听到这道熟悉的声音 苏默不禁皱眉 于是便推门而进 然后他便看到 坐在办公桌前的 竟然是长凯 长凯笑呵呵地站起身来 走了过来 然后说道 苏同学 你有何贵干呢 苏默问道 你怎么在这里 我奉师父之命 在这里看官几天 安抚学生们的情绪 长凯说道 原来如此 苏默恍然道 现在学生们都是人心惶惶 生怕再发生失踪事件 但是有长凯这个河道进高手坐镇 那就可以放心了 薛倩现在就非常害怕 而且他还想让苏默陪着他上课 但是苏默日理万机 根本没有闲情雅致来学校浪费时间 本来苏默就打算让丽莎来学校 暗中保护薛倩一段时间 但是看到这个长凯 苏默就放心了 再加上昨天晚上 中原执法堂已经对宝平市 进行了全面的清除扫荡 现在连跟妖魔的影子都看不到 甚至都不存在漏网之余 而且这个事情闹得非常大 外地的妖魔都不会跑到这里来兴风作浪了 一般情况之下 妖魔鬼怪不会在学校里面闹事 因为学校里面一旦出事了 后果都是非常严重 各大教派和当地政府 都会不一余力地追查到底 而这次事件纯属意外 苏默估计 来学校里掳获女生的 也绝对不是灰狼妖本人 她那么厉害 不至于这么愚蠢 在她冲击何道境之际 肯定是命令她的手下 去外面找处女 所以她的手下 才会直接跑到了学校里面来 毕竟这里是处女集中营 可以一抓一大把 在别的地方就比较困难 即便长凯不来 那学校也不会再次发生那种恶性案件 但是为了走个流程 做个样子 长凯就必须待在这里了 长凯给苏默递根烟 然后问道 诶 你怎么有兴趣来学校了呀 我送我女朋友 她就虚欠 本来我还比较担心她的安全问题 不过你在学校里面 我就放心了 苏默说道 那是必须的 没有哪个不长眼的妖怪 会跑到这里撒野 我这个荣誉副校长 主要还是起震慑作用 副校长不是王立吗 苏默惊讶道 前任校长已经光荣牺牲了 王立自然要复转证了 长凯说道 哼 也是啊 苏默呵呵笑道 将烟点上抽着 泡杯茶 陪我聊聊 长凯问道 不了 我还有事 再说了 两个大男人也没什么可聊的 就在这时 王立抱着文件夹便走了进来 苏默进来的时候呢 门没关 王立看到苏默非常惊讶 这个冰山少妇脸上顿时便露出喜色 然后说道 苏默 你来了呀 王校长 您好 苏默微笑着问候道 这两天 我一直都想找个机会找你呢 没想到 你今天来学校了 王立笑着说道 见到苏默 似乎让他非常开心 呃 王校长找我有什么事吗 苏默问道 你是我们学校的大功臣 是所有师生的膜拜楷模 你孤身犯险 斩腰出膜 解救师祖女生 我正准备召开表彰大会 好好赞扬你的传奇事迹呢 何况我是校长 你是学生 我理应去慰问慰问你这个大功臣啊 王立说道 苏默听后很是汗颜 然后说道 表彰就算了 我也是保评一中的学生 发生这种事情 如果没有能力的话 也就罢了 但是我有能力 那就是责无旁贷了 而且啊 王校长也不用去慰问我 您是校长 我是学生 您慰问我什么呢 那我也要好好地感谢感谢你啊 王立说道 还是那句话 或惜不所以 福惜或所福 有时候 好事是会转化的 就拿这件事情来说吧 这确实是个悲剧 校长陈泽辉被挖心而死 147名女生失踪 最后活下来的只有38个 死了109个 这种程度的惨剧 放眼全国 都是非常罕见的 对于陈泽辉 以及那些死亡的女生来说 这就是悲剧 但是对于王立来说 这个悲剧就转化了 因为陈泽辉死了 王立呢 就复转正了 所以王立就特别想要感谢感谢苏默 他这不是幸灾乐祸 他这只能是旧事论事 苏默也是很无奈地笑了 他完全不知道王立的心中所想 但是长凯知道 长凯来的时候 王立得知长凯跟苏默是朋友 然后就向长凯打听了很多 关于苏默的事情 甚至是王立还特意地 把董苏玲叫到办公室询问了一番 但是王立每日的嗅觉 发现董苏玲在谈论苏默的时候 有点不太对劲 长凯走到苏默跟前 拍着他肩膀说道 这样吧兄弟 既然王校长这么盛情难去 想要感谢你 那你就给他一个机会 让王校长请你吃顿饭 这不就行了呀 对呀 让我请你吃顿饭 吃顿饭总没问题吧 王立说道 苏默呵呵笑了笑 然后说道 既然这样 那好吧 那就今天晚上吧 你把手机号码留给我 到时候我给你联系 王立说道 然后掏出手机 好 苏默说道 把自己的手机号码念了一遍 等王立记下之后 便笑着说道 我怎么突然有种追星的冲动呢 苏默抽了一口烟 然后便对长凯说道 晚上一起吧 长副校长 我很忙 没空 长凯笑着说道 长凯知道 王立对苏默是巨星叵措 他这么聪明的人 自然不会去破坏气氛 如果他真的厚颜无耻地去了 那王立绝对是在背地里 骂他八辈祖宗 一起吧 你上任之后 我还没有款待过你呢 王立说道 这就是聪明人 王立知道长凯绝对不会去 但是场面话还是要说 长凯笑着说道 我真的很忙 那既然这样 改天我再单独做东西请你吃饭 王立说道 你请我兄弟吃好喝好就行了 不用管我 长凯说道 这个你放心 王立笑着说道 苏默又对长凯问道 你要在这里待多久啊 一个月 嗯 不错 一个月时间 差不多了 苏默说道 长凯来坐镇 就是走个流程 做做样子 有他这个高手在 学生们的心里呢 也踏实 时间会平息这件事情 也会消散学生们心里的阴影 等过段时间 一切恢复正常 长凯呢 也就该走了 走到办公桌前 将烟头拧灭在烟灰缸里 苏默说道 那好 我还有事 先走一步 长凯笑着说道 让王校长开车送你呗 苏默鄙视的看了他一眼 然后说道 不要 我自己开车来的 长凯嗷了一声 又对王立说道 王校长 那你就送送苏默呗 嗯 王立欣慰的点头 苏默无奈 然后就走了 王立一直将他送到车前 看到苏默开着 劳斯莱斯幻影来的 也是比较吃惊 这款车 基本上都是那些大老板 大富豪才会开的 可以彰显身份的高贵与权威 而像苏默这种年轻人 绝大多数都酷爱 保时捷 蓝布基尼 这些霸道而又酷炫的超级跑车 默默 你这车真霸气啊 我还从来没有做过劳斯莱斯呢 王立说道 王校长如果喜欢的话 那我就送给你好了 苏默笑着说道 王立啊了一声 没想到苏默会突然说出这样的话 更猜不出他的言下之意 惊讶过后便笑着说道 这么贵的车 就算你送我 那我也不敢要啊 苏默呵呵笑了 他就是想调侃一下这个王立 经历过这么多事情 见过各形各色的人 苏默现在已经成熟老练多了 从王立的眼神当中 苏默看到了一丝异样 这让苏默的心里有点不安 苏默是个非常讲究原则的人 他的原则就是我不会低三下四的去巴结人 你对我没有好感 那我也懒得理你 如果你想给我发生点什么 不是不可以 但要看你的长相和人品 如果你长得很丑 有多远给老子滚多远 如果你长得还不错 符合我的审美观 而且啊 还是在心甘情愿的情况之下 那我就完全不介意 让你占我点便宜 当然了 还有人品 你要是个鸡 就算你美若天仙啊 老子也不会搭理你的 苏默这样的态度 不装逼 不坐坐 不自视甚高 也不充当味道士 该怎样就怎样 怎么潇洒怎么来 绝对不能苦了自己 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啊 作为一个修士 面对着那么大的压力 说不定哪天就会伸手易出 本身就这么苦了 生活方面自然是不能苦上加苦了 王校长 您忙去吧 我该走了 嗯 好的 晚上等我电话 王立微笑着说道 知道了 苏默说道 然后就开着车离开了 目送苏默开车离去 直到车眼消失 王立这才欣慰地转身 苏默本想去饭店看看装修进度 奈何迫不及待的徐英红打了电话 催着苏默快点回家 经过这几天的休养生息 闭关修炼 苏默已经初步掌握了圣金术和嗜血术 并且可以灵活运用 收放最如 如此一来 苏默的实力也就得到了进一步的增强 而且那三枚极品宝剑的丹药 也被苏默完全吸收 让它恢复到了巅峰状态 另外就是这个千里追踪术 当初为了救薛茜 麒麟小西临时把这门法术传授给苏默 然后苏默就用半天的时间初步掌握 但是事后苏默去琢磨这门法术的时候 却发现这是一门非常强大而又变态的辅助型法术 这千里追踪术是根据对方的气味来进行感应定位的 你碰过的东西 你去过的地方 你留下的脚印 这些都会残留你的气味 如果是你的衣服 你用过的东西或者是你的头发 有这种资源就更加容易进行感应定位了 这就跟狗的鼻子一样 但是比狗更加高级 千里追踪术寄了某个人的气味之后 就会存档永不消逝 然后你就可以随时随地地感应到对方的位置 苏默在掌握千里追踪术之后 将邓雪 徐英宏 薛茜 王力 周子盛 天峰 常凯 陈秋盛这些人 都见过面 而现在呢 这些人所在的位置都在苏默的感应之中 只要它们不超出这个感应范围 那就一定都会在苏默的掌控之中 这门法术啊 就跟卫星定位一样 非常吊逼 而且现在只是一重境界 感应范围呢 只有千里范围 也就是五百公里的距离 随着重刺境界的逐渐提升 这个范围也会逐渐地扩大 如果修炼到第十重 不管对方在地球上的任何角落 都能够被苏默感应到 当然了 如果对方刻意隐藏气息 或者是比苏默等级高出太多 那就很难去感应变味 如果躲在地底深处 彻底地断绝空气 那也会变得非常困难 总之掌握了这门千里追踪术 对苏默的益处非常大 来到徐盈红家里 这个饥渴难难的女人 已经洗干净了 薛倩在家的这段日子 算是把她煎熬的不行 苏默每天晚上都给薛倩睡 各种姿势各种干 她恨不得就去参与其中 但是卖不开那个老脸呢 好不容易 薛倩总算是上学去了 她终于可以解脱了 等苏默来后 徐盈红就迫不及待地 拉着苏默上楼了 男人就是男人 既然做了别人的情夫 那就要担起责任和义务 像徐盈红和叶云丽这样的女人 有需求的时候 苏默就要挺身而出 绝对不能等到自己有兴趣的时候 再去找人家 那样会伤了人家脆弱的心 这对狗男女 一直缠绵到四点多 才算是结束 徐盈红呢 还想让苏默住下 然后晚上再继续 但是苏默已经在这里住了一周 是时候离开了 所以在苏默的劝说之下 徐盈红才算是将她给放行 从徐盈红的家里出来 苏默就开车去饭店 看了看装修进度之后 然后就给朱丽叶打电话 朱丽叶说她在朱丽靖家里 张江流死后 朱丽靖就非常伤心难过 这段时间啊 朱丽叶一直都在陪着她的姐姐 张江流的意外去世 对于朱丽靖的打击非常大 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挺有钱的男人 却没想到这一丝命不长 才结婚没几年就挂了 而且张江流跟她呀 也没有生孩子 张江流死后 她的父母就开始跟朱丽靖分财产 这是最头疼的事情 郁青宫喜遇中心 这是张江流开的 而且呢 还是在朱丽靖结婚之前 就有的产业 除此之外 张江流还有一些别的生意 但是这些啊 都跟朱丽靖没有关系 朱丽靖就分到一套房子 就是天成院这套 至于别的呢 压根就没有她的份 如果她给张江流生了孩子 或许呢 还能够多分一点 但是她没有生孩子 张江流的父母啊 能够给她一套房子 已经非常不错了 朱丽靖还想要多要点 但是她家里呢 没势力 斗不过张江流的那些亲戚朋友 生怕再留来事端 然后就不了了之 其实朱丽靖想过 找苏默帮忙 但是这种事情 有点不光彩 而且苏默也未必 就会帮助她索要财产 然后她就没有开这个口了 另外就是还想维护维护 在苏默心中的形象 如果她找苏默帮忙 而苏默却没有帮她 那苏默肯定会因为这件事情 而讨厌她 总而言之 能够分到一套房子 总比静神出户要好太多 至于走法律途径 给自己维权 朱丽靖从来都没有想过 因为这不是一个安宁的社会 弄不好啊 就会惹来杀身之祸 苏默到了天成院小区的时候 已经快六点了 到了朱丽靖家里 敲门之后 朱丽叶便给她开门 时隔几天 再次见到苏默 朱丽叶也是显得非常的欣喜 毕竟死的不是她的男人 穆哥快点进来吧 朱丽叶说道 苏默点头迈步走近 并顺手关门 这时朱丽靖也迎上前来 看到她穿着睡衣 似乎一天都没有出门 而且还有些憔悴 苏默便关切地问道 嫂子 最近还好吧 嗯 快坐吧 朱丽靖强颜欢笑 然后说道 苏默坐下之后 朱丽叶便去给苏默泡茶 点根烟抽着 然后便问道 嫂子 张哥已经走了 你有什么打算啊 人不能总是活在梦里 必须要面对现实 张江流已经死了 但是活着的人还要继续 总不能因为一个已经死掉的人 就毁掉自己的后半生吧 朱丽靖还很年轻 可以说是非常年轻 毕竟她才二十七 这主要是因为她结婚比较早 像她这个年龄的女人 很多呢都还没有处对象呢 或许在农村 二十七八没有结婚呢 就会成为圣女 父母甚至会为她而发愁 但是在城市里 三十多岁没结婚的 也是成群结队 都市修仙高手 第158集 随着时代的进步 人们的世界观 人生观和价值观 都有了很大的改变 现在的人们呢 根本就不会着急结婚 且看那些混迹在娱乐圈的女明星们 基本上都是三十多岁 或者是四十多岁的时候才结婚 如果是古代的话 十几岁就结婚 像那些四十多岁的女人啊 早就当奶奶了 见苏默问起这个 朱立静轻叹口气 苦笑着说道 什么打算都没有 分家之后 我就分到这套房子 他们家的人蛮不讲理 能够拥取到这套房子 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原本是说什么都不给我 让我尽身出户的 苏默听后有些气愤 然后说道 真是有点过分了 主要是结婚几年都没生孩子 他们家里人都不待见我 朱立静说道 这时朱立叶将茶放在了苏默跟前 然后便也坐了下来 铁齿铜牙的苏默端起滚烫的热茶 喝了半杯 然后说道 嫂子也别往心里去 财产的东西不要也罢 以后生活上有困难的话 尽管找我便是 我会不遗余力地帮忙的 末末 真是谢谢你了 朱立静欣慰地感激道 谢什么都是自己人 叶子说你准备给他投资 让他开美容院 朱立静说道 是啊 叶姐把建设局的工作给辞了 想自己创业呢 这种事情我责无旁贷啊 真的很不错 以后啊 我也没什么事情可做 叶子说 让我去给他帮忙呢 朱立静说道 这个很好啊 有事情做总比闲着好啊 说真的 人要是太闲的话 那就浑身不舒服 在家待的时间长了 就要发霉了 是啊 这两天 一直都在家待着 感觉快要闷死了 苏末之前 温叶孝山 要了一个亿的零花钱 结果丽萨呢 又给了他150亿 然后苏末给朱立叶1000万 又把中原的欠的债务 尽数还清 总共是23亿 剩下那127亿 苏末啊 全部交给龚若丽 让他发展瑞天地产 现在苏末的手里呢 还有9000万 这一笔钱啊 足够零花了 苏末打了打烟灰 然后便笑着说道 有你们姐妹俩 再加上徐英雄 美容院这一块 我就可以放心了 你们尽管放手去做 别怕赔钱 我给你们投资 压根就没指望 让你们赚钱 无非就是想要你们 找点事情做 不至于闲得发慌 如果能够做大做强 然后赚得金箔满盆 那当然是最好了 做人要认真 做事情更要认真 既然去做了 那就肯定会尽心尽力地去做好 虽然你有钱 但你的钱也不是大风关来的 现在生意都不好做 虽然不好赚钱 但也不至于赔钱 尤其是美容这个行业 要知道 女人的钱可是最好赚的 绝大多数的女人 都非常舍得为自己花钱 对待自己的外表 从来都不含糊 而且这里面的利润非常大 那些化妆品都很便宜 但是卖的都非常贵 很多都是翻几倍 我每月光在化妆品上消费 就有上万元 而像我这种女人 太多太多了 所以不愁不赚钱的 朱丽静说道 这是一个钱滚钱的世界 穷人赚钱很艰难 富人赚钱很容易 白手起家的都是少数 越是有钱 越是赚钱 生意很多 赚钱的门路也有很多 只要你不是盲目地投资 就算利润少 也不至于赔到吐血 陪着朱丽静和朱丽叶 这对姐妹聊了大梦天 苏默就说要走 朱丽静挽留苏默留下来吃晚饭 但今天晚上 王力说要请她吃饭 所以没办法留下 这对姐妹将苏默送至楼下 苏默便拿出两把车钥匙 递给朱丽叶 一个是宝石节的 一个是宝马的 看到这两把车钥匙 朱丽叶有点搞不懂 便问道 莫哥这是啥意思 苏默笑了笑 挥手便将湖界内的 那辆宝石节和宝马760释放出来 这两辆车凭空出现在两人面前 直接把他们给吓得不轻 感慨苏默的手段 真的是神奇莫特呀 苏默说道 这辆白色宝石节 我前段时间一直在开 现在就送给你好了 至于这辆宝马760 就送给嫂子好了 张江流死后 朱丽叶就分到这套房子 而他的奥迪车也都被张家给要走了 苏默现在有了劳斯莱斯幻影 这辆宝石节本来就是准备送给朱丽叶的 恰逢朱丽叶也没有车 然后就把这辆原本属于周永元的宝马760送给他了 反正这些车苏默也不开 放在湖界里占地了 还不如送人讨个人情 莫哥 真是太爱你了 朱丽叶欣喜地搂住苏默的脖子 然后毫无避讳地在他脸上亲了一口表示感谢 莫默 你的车很断 朱丽叶说道 嗯 还有好几辆呢 苏默笑呵呵地说道 这时手机便响了起来 掏出来一看是个本地陌生号 不用说啊 这绝对是王力打来的 苏默挂断之后 面对朱丽叶说道 你们回去吧 我还有事 先走了 嗯嗯 有空常来啊 朱丽叶说道 会的 苏默说道 开车离开的路上 苏默重拨王力的号码 喂 王校长 刚才在洗手间不方便接电话 苏默说道 啊 我说怎么挂断了呢 嗯 你在哪呢 王力柔声问道 在苏默的印象里 这个王力怎么说呢 毕竟他以前是副校长 在苏默这个学生眼里啊 这可是大人物 虽然隔三差五的就会在学校里面见到他 但是从来没有说过话 而且一个学生跟一个副校长 也没有什么共同语言 王力啊 长得很漂亮 而且有点冷艳 苏默看到他几乎每次都是板着脸 基本上都没有见他笑过 因为离了婚还带着孩子 而且家里条件也不错 算得上是一个小富婆 所以啊 学生们经常都会意想他 但是失踪案件发生之后 才算是让苏默看到了王力的另一面 这让苏默有种梦幻般的感觉 以前只能远观的校长 如今呢 却对他非常恭敬 甚至还要单独请他吃饭 想象力强大的苏默 完全控制不住自己的念想 我在外面呢 那你直接来我家吧 我家住在 王力把详细住址说了一遍 去你家呀 苏默惊讶道 本来以为王力会在外面请他吃饭 却没想到竟然要让苏默直接去他家里 妈的 孤男寡女 合适吗 王力笑着说道 家里有气氛 你来吧 那好吧 苏默无奈地说道 心说 既然你不怕引狼入室 那我还跟你客气什么呀 王力呢 还有个五岁大的女儿 苏默想着 好不容易去一趟 总不能空着手吧 而且王力又不是一般人呢 是自己的校长啊 所以苏默就跑到超市买了一些礼品 并且还给他女儿买了一堆零食 来到王力家门前 苏默深吸口气 然后便按响了门铃 片刻之后 王力便来开门了 王校长 苏默非常礼貌地问候道 来了呀 王力欣喜地说道 看到苏默拎着那么多东西 便说道 来就来吧 还买什么东西呢 快进来吧 王力伸手接过 又说道 苏默点头迈步走近 王力将礼品放在门口 便给苏默拿拖鞋 换上了拖鞋 苏默就被王力请到了客厅 王力这房子面积也不小 看着布局呢 应该是三室两厅 装修是简屋风格 只不过这么大的房子 就他一个人住 显得有些空荡 坐在客厅沙发上 苏默问道 王校长 你女儿没在家呀 我比较忙 没时间去接她上下学 在她外婆家呢 只有周末的时候 我才会把她接回来的 王力微笑着说道 苏默嗷了一声 心里面有点慌 她闺女没在家 结果她把苏默喊来吃饭 如果吃饭的时候 再喝两杯酒 那说不定就会出事情啊 苏默这么帅 而王力呢 空虚寂寞冷 也不知道多久 没有被男人滋润过了 而且今天晚上 天时地利人和 该有的因素 一应俱全 顿时间 苏默不再觉得 她这是引狼入室 而是狼入虎口 王力问道 你喝茶还是白开水 喝茶吧 好的 王力说道 然后去给苏默泡茶 平时见到的王力呢 穿的都是职业装 重规重矩的 但是她在家里 穿的就比较随便了 裤子和上衣 都是特别时尚 弯腰给苏默沏茶的时候 那屁股 让人浮想连篇啊 将茶放在苏默的跟前之后 王力便微笑着说道 你先看会儿电视 还有两个菜 马上好 王校长 您先忙 嗯 王力欣喜点头 然后转身去了厨房 这家里没有男人 连个烟灰缸都没有 这让苏默有点尴尬 哎算了 还是看电视吧 闲得赞疼的 看了一会儿电视 王力便过来说道 默默 我们吃饭吧 嗯 苏默起身说道 跟着他去餐厅 看到餐桌上摆着四菜一汤 两碗米饭 苏默还是挺欣慰的 其实呢 苏默也不喜欢在外面吃饭 那些大酒店 虽然味道做得好 但是却没有家常菜好吃 更是没有在家里吃饭有气氛 但是看到餐桌上的红酒和高脚胚 苏默就慌了 真是担心什么来什么呀 苏默刚才还在顾虑这个呢 结果王力还真的把酒给拿出来了 虽然红酒不裂 但这也是酒啊 什么样的酒都能醉人 更何况很多时候都是酒不醉人 人自醉 人生如戏 全靠演技 女人一旦装起鼻来 谁都拦不住 王力要是喝一杯 就说她醉了 苏默能说她是装醉 厨艺不是很好 做了几道家常菜 如果不合胃口 希望不要介意哈 王力说道 怎么会 看起来色香味俱全的 绝对好吃 快坐吧 王力微笑说道 苏默点头坐下 王力则是坐在她对面 然后拿起筷子 便给苏默夹菜 王校长您别客气 我自己来 在学校里叫我王校长就罢了 在家里 你就叫我王姐吧 王力说道 嗯 那好吧 王姐 别拘手 就我们两个人 王力欣喜地说道 嗯 苏默说道 然后就吃了起来 其实吃饭呢 都是次要的 朋友们请客吃饭 是为了在饭间聊天 培养感情 领导们吃饭 是为了谈工作 男人和女人吃饭 那就只有两种可能了 不是培养感情 就是为了上床 而培养感情 终究都是为了上床 男人请女人吃饭 或者是女人请男人吃饭 目的都不纯洁 以前我都不知道你 却没想到 学校里竟然还有你这样一个高手呢 我们一周发生这么大的事情 这一次要不是你啊 后果肯定会更加严重 你是那三十八个女生的救命恩人 现在我们全校师生 都非常崇拜你呢 我呢 代表那三十八个女生 郑重其事地 对你说一声感谢 王力说道 便倒了两杯酒 递过来一杯 便举起酒杯说道 莫莫我敬你一杯 苏默立即举起酒杯说道 谢谢王姐 两个人碰了一下 然后便喝了起来 王力抿一口 苏默则是一饮而尽 喝红酒啊 是有讲究的 都是抿一口 然后慢慢品 苏默对红酒没什么好感 他始终都认为 咖啡和红酒 这些西方人的垃圾玩意儿 之所以会受到中国人欢迎 都是迎合了国人喜欢装逼的优良传统 尤其是现在年轻人 感觉吃个西餐 喝杯红酒 品个咖啡 就他妈感觉自己特高尚 特有品味 而苏默呢 则是对茶叶情有独钟 喜欢中国菜 对于国外的东西啊 他向来反感 殊不知 在古代 中国的茶叶 在西方人的眼中 那就是绿色黄金 世界各国的制茶技术 均直接或间接地来自我国 英国学者艾伦·麦克法兰 在他的著作绿色黄金 茶叶帝国一书之中说道 只有茶叶成功地征服了全世界 中国有这么好的东西 再加上历史悠久 品种丰富的中国菜系 你说你吃你妈逼的日本料理啊 看着那些整天嚷嚷着 喜欢牛排和料理的女生们 苏默就特别反感 既然你那么喜欢外国东西 那还他妈待在中国干嘛呀 滚去外国当你婊子狗吧 味道还行吧 好得很 王立欣慰地笑了 然后又问道 我听董老师说 你准备开饭店 苏默说道 嗯是的 我手里有点钱 然后我去想做个生意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不过呢 我没时间去经营 都是我的那些朋友在照顾的 我只不过是个投资罢了 不错 很有想法 听说你在给夏宇盒做保镖 嗯 苏默说道 新说 你呀竟然打停这么多 前段时间 宝平集团举行的元宵晚会 听说泰勒差点被杀 当时就是你救了他吧 开始我还不知道是你 直到失踪案发生之后 我才知道 原来都是你 王立说道 是的 当时我正好在场 然后就机缘巧合地救了他 苏默笑着说道 真的很值得敬佩 王立称赞道 听说在高三上半学期 你还在学校 后来就开始神龙见首不见尾了 现在你都变得这么厉害了 那你什么时候 踏上修仙这条道路的呀 王立似乎有一堆的疑问 苏默呵呵笑了 索性就放下碗筷 然后点根烟抽了起来 这王立问了这个问那个 根本就没办法好好吃饭 就是我打贾威宇那时候 才踏上这条不归路的 我对修士了解不多 但也知道 修炼难如登天 在这么短时间 你就变得这么厉害 当真就像别人说的那样 你是个修炼天才呀 只能说是我运气比较好 苏默谦虚地说道 默默 你真是太谦虚了 周书记对你都是那么恭敬 可想而知 你在他心里的位置是何等之高啊 苏默呵呵笑了 没有多说什么 王立又给苏默倒了些红酒 然后举杯说道 来 默默 我们再碰一杯 很高兴 你今天能来 您是校长 您请我吃饭 我当然要来啊 碰杯之后 苏默依旧一饮而尽 全当是饮料喝了 王立免一口酒后 放下酒杯 然后说道 话不能这样说 我虽然是校长 但你是修士高手啊 在这世界上 修士凌驾在一切之上 尤其是像你这样的天才高手 人人见了都要功而尽之 你这样大人物 能来我家吃饭 这是给我面子呀 让我感到非常的荣幸 王姐 您这话说的 就有点折煞我了 修士也是人 我再厉害 终究都是您的学生 我里能尊敬您 而不是让您尊敬 咱现在就吃饭 不谈那些虚的 嗯嗯 王立说道 简直就是越看苏默越顺眼 尽管苏默只有18岁 但是他的谈吐和气魄 跟年龄啊 完全不符 他的这份优雅与成熟 丝毫不弱于中年人 关键呢 还是嫩 苏默表面嫩 但是心却不嫩 这样的年轻人 可是深受王立这种年龄段的 成熟女性所喜爱的 老牛都喜欢吃嫩草 这是人的本性 苏默吃饭很快 不多时便吃饱了 放下碗筷 拿餐巾纸擦擦嘴 又点根烟抽了起来 然后被说道 王姐 恕我冒昧 问您一个问题 想问什么就问吧 王立欣然说道 您当初是因为什么 才离婚的呀 您这么漂亮 还是副校长 您这条件 已经非常优越了呀 关于王立离婚的原因 学生们都有着各种猜测 和异想 但是真正原因都不知道 苏默对这个呢 也是非常好奇 然后就想问个究竟 王立呵呵笑了 没想到苏默会问起这个 既然问了 索性就说了吧 原因其实挺简单 性格不合 价值观不同 当初是我爸妈介绍的 没有什么感情基础 没结婚的时候还挺好 结了婚之后 就冤心毕露了 那个家伙太软弱 没有主见 不思进取 生活作风很不好 还赌钱 酗酒 经常也不归宿 在外面鬼混 听王立这么一说 他前夫啊 有点一文不值 确实配不上他 而且在苏默看来呢 娶到一个漂亮的老婆 却不知道珍惜的男人 都他妈是傻屌 徐英红的前夫如此 王立的前夫同样也是如此 这种渣渣在这个社会上 也是非常多的 您还这么年轻 就不打算再找个 家里都劝我再找个 我也有个这种想法 但是人难遇啊 想找个称心如意的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王立感慨道 说得有理 虽然世界之大遍地是人 但是想要找一个非常般配的 确实不易 现在结婚的 真正称心如意的并不多 很多都是将就的 没办法了 然后呢 就凑合着过了 世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人 都存在着缺陷和不足 所以这人呢 都不能太挑剔了 苏默说道 我的眼光也不算挑剔 但我现在已经离了婚 所以我就力争 找个称心如意的 如果找不到 那就一个人过 反正我现在感觉 一个人也挺好的 王立笑着说道 王立能有这种想法 其实呢 都是被现实所迫 很多离了婚的女人 其实都有这种想法 既然已经受过一次伤 要么就找一个 符合自己要求的 要么就不找 坚决不会再将就 王姐这么漂亮 条件这么好 追求你的人 肯定非常多 这种事情不用着急 缘分到了 一切就会水到渠成 嗯 其实我也是这样想的 我这个人 也比较看重缘分 王立微笑着说道 吃过饭之后 苏默害怕再生事端 然后就说要走 但是王立却挽留苏默说 现在时间还早 让苏默多坐一会儿 这让苏默有点为难 然后就如坐针毡地坐了下来 两人喝了一瓶红酒 且看王立的脸色呢 微微泛红 但是毫无醉意 看样子 他似乎并没有借助酒醉之意 对苏默突破不轨的想法 这让苏默稍微舒心 王立又给苏默换了茶叶 又在茶几下面的抽屉里 拿出一个烟灰缸来 王姐 你在我们学生眼睛里面呢 怎么说呢 就属于那种 比较霸道冷力的强势女人 但是今天 让我也对你刮目相看 原来私下里的你 也是如此的柔情似水啊 苏默称赞道 被苏默如此称赞 王立会心一笑 然后说道 人公有两面性 因为工作性质 我在学校可能比较严肃 但是在朋友面前 我还是比较肥和的 苏默微笑着点头 蹲起茶杯喝了一口 就点个烟抽了起来 然后说道 王姐 你今天让我来 不光是为了请我吃饭吧 肯定还有别的事情 我呢 是您的学生 所以 如果您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话 尽管直说便是 但凡是我力所能及的 那我都会不遗余力的去帮助您 王立愣了一次 没想到苏默会如此的睿智 而后笑了笑 然后便说道 其实 怎么说呢 我这个不情之情 或许在你看来 有点过分 所以 我也不知道 该说不该说 不情之情 有点过分 这让苏默的心里有点慌 心想 你到底是什么样的请求啊 借钱 不至于吧 你住着这么大的房子 还开着宝马 还是校长 你这条件 按理来说 应该不会缺钱吧 被渣男纠缠 无法摆脱 想让我出面 听解决麻烦 像你这种强势的女人 如果连这点小事都解决不了的话 那你这个校长 就真的有点太废了 寂寞难耐 想要寻求安慰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确实有点过分 虽然我长得帅 而且有着一颗乐于助人的善心 但是这种事情没办法帮忙啊 其实呢 也可以帮 但这不是帮忙 而是自找麻烦 苏默气大火好 你用过一次上瘾怎么办 以后总是缠着我 那我岂不是自讨苦吃啊 有叶云丽和徐英红这两个情妇 苏默就已经感到压力山大了 而且这种事情见不得光 一旦被别人知道 名声就坏了 所以苏默现在最怕的就是这个 当你一无是处的时候 你对那些需要仰望的女人 都会产生各种异象 而当你强大之后 或许你就会让这些 曾经需要仰望的女人 给你跪舔 那样的话 就会让你觉得很有成就感 薛倩如此 董苏玲亦是如此 王力同样也可以划分到 这个行列当中 在苏默没有崛起之前 他甚至都没有勇气 去跟薛倩说话 自己狗屁无事 人家是斑花 在全校也是出了名的大美女 苏默感觉自己都无敌自容 没有资格跟薛倩说话 对于董苏玲和王力也是如此 感觉他们高高在上 只可远观不可泄完 除了异想还是异想 但是成为修士之后 苏默就拥有了强大的资本 而这些曾经存在于异想当中的女人 却一个个的靠近她 甚至还想跟她发生点什么 这种感觉实在是难以言喻 然而人的品位和追求 会随着时间的推移 心智的成熟 以及眼光的增高 而不断的改变的 苏默以前意想王力 但是现在呢 她已经今非昔比了 也就不需要再去意想她了 所以呢 上不上王力对于苏默来说 都已经不再重要 即便是上了 也不会滋生她的成就感了 但是男人都是非常犯贱的 如果王力执意要跟苏默发生点什么 那苏默呀 也是不会介意的 毕竟举枪之劳嘛 送到嘴边的肉 岂有不吃的道理啊 何况这还是曾经疯狂意想过的对象 在宝平衣中 被男生意想最多的两个女人 董苏灵第一 而这王力便是第二 一个是美女班主任 一个是美副校长 两种类型 两种味道 苏默呵呵笑了 然后说道 王姐说来听听啊 就是那个常凯 她是省里派下来的 这段时间在学校里面 担任副校长 只不过是暂时的 就是前天上午 她曾经找到我说 学校里面有五个人的身上有单器 我开始有点没听明白 不知道单器是什么 但是她解释一番 我才了解到 原来是学校里面有五个人 服用过单药 王力说道 听到这个 苏默非常惊讶 当初在灵气单和续命单炼成之后 苏默就迫不及待的分发给众人 但是呢 却并没有想太多 如今听到王力这么一说 苏默才意识到 这你嘛不是什么好事啊 单药本身呢 就有着非常浓烈的气息 当初秦广王给苏默十枚的助击单 苏默从地府回到现代 那浓烈的单器 立即就引起了大批的妖魔窥视 幸亏苏默掌握72遍 不然的话 那天晚上 估计就要横尸接头 修士服用单药 那没什么 毕竟修士本身呢 就会散发出先灵之气 然后呢 就可以掩盖单器 但是凡人就不同了 凡人之躯可不会散发出任何气息 除了男人的臭味和女人的香水味之外 没有其他 可是一旦服用了单药 那凡人的身上就会散发出单气 凡人可能嗅不出来 但是妖魔和修士的鼻子 却是非常灵敏的 单药的单气非常浓烈 被凡人服用过后呢 所散发出的单气会比修士的灵气弱 但是依旧可以嗅出来 打个比方 你吃个大蒜或者大葱 当你说话的时候呢 嘴里面气味就特别难闻 虽然是你吃进肚子里面的 可依旧会有残留味道 单气就是这样 而且单药呢 不比大蒜和大葱 被凡人服用之后 这种单气会在身上残留很久 距离远的话 那就嗅不出来 但是距离比较近 就能够嗅出来 毕竟单气可比灵气弱呀 长凯来到宝平一中后 纵观全校 便很容易秀出来了 王力突然提到这个 让苏默有些猜不透他的意图 苏默好奇地问道 长凯跟你说这个干嘛 他让我调查一下 这五个人都是什么身份 毕竟失踪案件刚刚结束 为了保险起见 安全方面 丝毫马虎不得 苏默笑着说道 下雨河 下雨花 周思雨 薛倩 还有董苏玲 他们服用的单药 都是我送给他们的 王力也笑了 然后说道 我找到这五人之后 便明白了 王姐 你的请求 难道跟这个有关系 苏默不解地问道 是的 王力有点不好意思 然后说道 长凯是个高手 尽多识广 辨别出 下雨河他们五人服用的是 续命单 我不知道续命单是干嘛的 但是听字面意思 也能够知道个大概 苏默感到非常的惊讶 心说这长凯还真够厉害的 什么单药都能够被他辨别出来 真不愧是天风的徒弟 然而 王力说起这个 看他的意思 貌似是想问苏默所要续命单啊 续命单可是一种超级昂贵的单药 虽然这种单药对于凶事来说毫无作用 但是对于凡人来说 那就是真正意义上的仙丹呢 殊不知各大教派 尤其是人教的那些炼丹师 都会炼制续命单 然后拿去买钱 一般人可买不起 专门卖给那些有钱的富豪 但是续命单的材料难寻 而且非常稀缺 每一颗都价值不菲 最普通的下品法街续命单 就是能够增长一年寿命的 都价值百万 像苏默炼制的这些极品宝洁续命单 可以让凡人增长五十年寿命 一枚至少能卖五千万 这个至少不是最低价 也不是确切的价钱 因为续命单有价无市 不是说你有钱就能够买得到的 所以苏默送给夏宇和他们这些极品宝洁续命单 单纯的一枚 较价两亿都是没问题的 遇到那些资产上千亿的大富豪 就算你漫天要价 问他要十亿 甚至是百亿 估计他也会舍得花钱买 钱是身外之物 但是命是自己的 钱可以赚 但是命却不能赚 跟生命有关的东西 或许不是那么在乎 但是那些有钱人 都是特别在乎 自古以来 那些帝王将相 无不都奢望着 能够找到长生不老药 如果你真的有长生不老药 别说你问那些皇帝们索要全是金钱了 就算你想日他亲妈 估计他都不会介意 苏默呢 不是一个吝啬之人 虽然人间现代非常大 但是跟狐藉相比起来 那就是小的可怜 在现代世界 想要搜集炼丹的材料 难度非常大 而且还很稀少 但是狐藉之内 应有尽有 而且别的炼丹师 那都是正儿八经的 按照程序和时辰来炼丹的 但是苏默却可以开挂 他可以推动法力 加速炼丹 别人几十天才炼成的 苏默可以五六天搞定 所以那续命丹呢 在别的炼丹师手中 那都是质宝 但是在苏默的手里啊 垃圾 喳喳 别的炼丹师 能够炼制一两枚 就非常不容易了 不是他们不会炼制 而是材料太稀缺 很难凑齐 但是苏默什么都不缺 他甚至可以成吨的炼制 直接流水线加工 如此一来 他还有什么可稀罕的呀 毕竟这东西 苏默手里还有很多 而且他当初之所以炼制 这些续命丹 本身就是为了送人的 自己认识那些身边的人呢 也就那么多 现在还剩下几十枚 留在身上也是毫无用处 苏默又不差钱 便犯不着去卖钱 既然王力想要 那苏默呢 完全可以不要钱 送给他一枚 但是苏默也不能白给 虽然他不稀罕 但是这续命丹 毕竟是天价之物 送给你可以 但是你至少要用一些东西 来当做交换吧 比如说展现一下 你真正的技术 让我了解一下 你的深浅什么的 想到这里 苏默呵呵笑了 打了打烟灰 然后说道 王姐是想要这个续命丹吧 我听长凯说过 这续命丹非常昂贵 最普通的都是百万起步 而且都是有价无市 我可不敢奢望 王力笑着说道 苏默不禁皱眉 然后问道 那王姐说的这个 是什么意思呀 心说你不要续命丹 那你跟我扯什么犊子 王力难为情地笑了起来 然后说道 长凯说 像你这样的高手 身上肯定有丹药 他说 丹药是修饰行走江湖的必需品 其实呢 我想问你求一枚定严丹 定严丹 苏默问道 嗯 在我看来 人生在世 重要的不是自己能够活多久 而是能不能快乐地活着 对于我们女人来说 容貌比生命更加重要 我早些年就听说过定严丹 但是这种丹药 却不是我这种凡人 想买就能买得到的 即便我有钱 但是也没有途径去购买 但是让我没有想到的是 我们宝萍一周 竟然能够诞生出你这样的高手 默默 不知道你有没有定严单 如果有的话 可以给我一枚吗 你放心 我不会白要的 多少钱我给你 都市修仙高手 第一百六十集 像叶云丽这种人呢 他想弄到定严丹 那就不算困难 但是像王丽这种比较平凡的女人 想要购买丹药 那就难如登天了 没有途径 更没有人脉 即便是有钱 也不知道去哪里才能够买得到 如今遇到苏默 这就是机会呀 不管怎么说 苏默都是宝萍一中的学生 而他呢 则是校长 自己以校长身份 问自己学生购买丹药 如果苏默真的有啊 那他不至于不卖吧 定严单啊 苏默说道 有吗 王丽问道 似乎很是期待 暂时没有 没有的话 那就算了 王丽尴尬地笑着 似乎非常失望 我是说暂时没有 其实啊 我正在练制定严单呢 再过几天就能练成了 到时候 我送给王姐一枚好了 你自己会练丹 苏默整理一下发型 然后说道 没错 我除了专修仙道之外 也在俯修丹道 夏宇和他们五人服用的 虚名丹 都是我自己练制的 哇 默默 你真的是太厉害了呀 王丽惊喜道 他已经从长凯那里 得知了虚名丹的价值 他以为苏默的虚名丹 是杀人略获得来的 却没想到 竟然是他自己练制的 一般般 马马虎虎 还行吧 苏默谦虚地说道 那等你练成之后 就卖给我一枚好吗 王丽说道 王姐啊 谈钱就太伤感情了 你看我像是那种 缺钱的人吗 对于我来说 钱财都是身外之物 在我们修士典里 等级和实力 才是最重要的 其余的都是服务员 过几天吧 等我练成之后 就给王姐联系 到时候 直接给你一枚就是了 那真是太谢谢你了 默默 王丽欣喜万分地说道 女人就必须对自己狠一点 尤其是化妆打扮方面 想漂亮 那就要舍得花钱 在这方面 王丽从来都不吝啬 本来啊 他是打算掏钱买的 没想到苏默如此慷慨 直接说要送给他 哎呀 这让王丽激动的不行 真想亲苏默一口 苏默翻手拿出一枚 散发着剔透灵光的虚命单 然后递到王丽面前说道 王姐 这就是虚命单 而且我炼制的是 极品宝街的品质的虚命单 但是这一枚 便可让凡人 在原本说明基础上 平白的增添五十年阳寿 虚命单虽然厉害 但每个凡人 只能服用一枚 也就是说 服用第一枚才会有效 以后再服用 就没有效果了 王丽看着这枚虚命单 可谓是心脏狂跳 这 我听常改说 这单要贵得让人吐血 这一枚 值多少钱啊 卖几个亿就跟玩似的 苏默笑呵呵的说道 说得风轻云淡 几个亿 王丽震惊到 他似乎真的要吐血了 之前就向常改打听过了 知道这续命单的价值 所以王丽知道 苏默没有糊弄他 默默 这么贵重的东西 我无福销售啊 几个亿 就算把它卖了 也不够个零头啊 王丽所有的积蓄加起来 也就勉强购买一枚定言单的 因为服用定言单之后呢 以后就可以跟化妆品说白白了 一次服用受益终生 所以这钱王丽舍得花 但是苏默直接送他 价值几个亿的续命单 那他就不敢要了 我上次炼制一百多枚 本身就是送人用的 而且丹药这东西啊 对我来说 想要多少有多少 恰逢我们有缘 所幸就送你一枚罢了 王姐尽管收下 千万别跟我客气 在我眼里 这东西不值钱 苏默笑着说道 然后就将续命单 放在了王丽的手里 默默 你 这 你能给我一枚定言单 就让我感激万分了 没想到 你有给我一枚 价值连成的续命单 我都不知道 该如何报答你了呀 王丽激动地说道 什么报不报答的 区区一枚续命单 何足挂齿啊 只是我这身份比较特殊 而且啊 我也不想让外界知道 我会变单 所以我希望王姐 能够为我保守秘密 切勿对外乱说 以免给我惹来 不必要的麻烦 苏默听主道 嗯 默默 你放心好了 我绝对不会对外乱说的 王丽说道 那就好 苏默欣慰地笑道 只是 我服用了个续命单 身上也会出现那种单气 常凯说 单气很容易引来 妖魔的缠身 说不定 就是杀身之祸 我会不会有危险啊 王丽担忧地问道 苏默笑着说道 王姐尽管放心 你有所不知 中原执法堂 已经对我们宝瓶室 整个区域 进行了清除扫荡 现在除了修饰 连妖魔的影子都找不到 而且啊 这单药 只会持续一段时间 过一两个月 就会消失的 在这期间呢 只要王姐 别离开我们宝瓶室 就不会有危险 根本不需要怕 被妖魔盯上 那我就放心了哈 王丽欣喜地说道 王姐 你现在就直接服用了吧 嗯 看着手里这枚续命单 王丽也是激动万分 放进嘴里 又喝了一口水 养涂咽下 单药入体 化为狂暴能量 开始洗卷全身的筋骨血脉 那种感觉 让王丽难以言喻 好舒服 就像吃了兴奋剂 王丽感慨道 苏默呵呵笑了 心说啊 我看你准备如何报答我吧 在王丽的眼里 苏默这个富有传奇色彩的男人 简直就是优秀的 没边没篮 如果自己再年轻几岁的话 那绝对会疯狂地爱上他 其实他现在就有点迷恋苏默了 只不过呀 他是离异少妇 还带着个孩子 即便他有心 那苏默也未必就会看上他 而且呢 他也知道自己几斤几两 知道自己配不上苏默这种优秀 善良儒雅风趣 伟岸霸气的少年 王姐啊 你明天去学校 长凯见到你的话呢 一进就能看出你服用了训命单 他若不问 你就不说 他若问你呢 你就说是我送给你的 至于我是从哪里得到的训命单 你就说啊 我是杀人略货抢来的 明白不 苏默说道 王莉似是少女般的黑黑一笑 点头说道 你放心 我知道该怎么说 王莉可是校长 大小呢 都是个领导 整天在外面跟各种人打交道 说话什么的 确实不需要担心 端起茶杯喝了一口 看下时间 不知不觉间啊 已经快九点了 于是苏默便起身说道 好了王姐 时候不早了 你就早点休息吧 我该回去了 那我送你吧 王莉说道并没有挽留 不用 我自己开车来的 那我送你到楼下 这个可以 这顿饭吃的没有发生任何意外 让苏默的心理也是比较踏实的 王莉把苏默送至楼下 直至苏默开车离去 他才转身回去 已经很多天都没有去何云兰家里了 所以呢 今天晚上苏默准备去找何云兰 然后让他试寝 结果刚出王莉所住的小区 苏默就接到了流江水打来的电话 流江水已经很久都没有给苏默联系过了 而且苏默呢 从重城旅馆搬出来之后 也就没有再见过他 就那次 狼人血洗了重城旅馆 苏默才算是回了饭庄一次 这大半夜的流江水突然给苏默打电话 应该不会有什么好事 接通电话之后 苏默呢 便问道 喂 莫哥 我儿子被鬼上身了 您快救救他吧 流江水慌张地说道 英雄不论年少 更不论出身 这年头啊 只要你厉害 管你几岁 别人照样喊你爷爷 流江水素十岁的人了 能够当苏默的爹了 但是他对苏默 向来都是那么恭敬 总是莫哥长 莫哥短的 亲切的不行 鬼上身 苏默惊讶道 说真的 苏默成为修士之后 已经见过很多妖怪 狼妖 狐妖 老鼠精 犬妖 马路精 穿山甲 等等等等 在芙蓉镇的时候 还见过僵尸 除了在地府 见到过那些鬼神之外 在人间现代 苏默还从来没有 见过鬼怪呢 而且啊 中原执法堂 刚刚对宝瓶地区 进行了扫荡 所有的妖魔鬼怪 应该都被斩草除根了呀 按理说 现在的宝瓶 非常安宁 除了修士之外 几乎不存在妖魔 那么 刘迪那逼 又怎么会鬼上身呢 难怪这个鬼怪 是这两天 才跑到宝瓶作祟的 他从外面回来 就开始大喊大叫 然后 自己咬自己的手指 就跟吃香肠似的 金鸡有味 看起来吓死人了 我们已经把他 给绑起来了 莫哥 你快来吧 我们快要控制不住了 刘江水 焦急万分地说道 我现在就过去 挂了电话 苏默收起 劳斯莱斯幻影 直接施展踏天步 朝着刘江水家的 方向奔去 人在死后 七魄散去 三魂之中呢 天魂归神主 地魂归木穴 命魂呢 奔赴阴曹地府 乃至转世轮回 当人快死的时候 牛头马面 就会提前来到 等你咽气之后 就顺势带走 当然呢 这些都是 正常死亡情况下 因为牛头马面 来到阳间捉拿鬼魂 都是按照 生死簿上的 阳寿记载 至于那些 意外死亡的 都是在死亡之后 牛头马面 才会出来 因为这个 也就造成了 人间现代 游荡着很多 孤魂野鬼 这些 非正常死亡的 鬼魂 或多或少 都会心存怨念 他们当中呢 也是有好有坏 那些心存善念的 就会借助自己 微弱的魂力 然后去帮助自己家人 或者自己的朋友 给他们创造一些机缘 或者财富 但是那些凶恶的 就会到处害人 通过吸取 凡人阳气 或者阴气 从而壮大自身魂力 最终达到 修炼的目的 鬼魂在没有 喝孟婆汤之前 保存着 所有的记忆和智慧 他们甚至还会 躲避 牛头马面的追捕 到处游走 到处害人 从而不断地修炼 那些魂力强大的鬼魂 丝毫不亚于 修士和妖怪 修炼到一定程度呢 他们虚无的体魄 就会转化为实质 与活人无异 到那时候 再想消灭 就会非常艰难 事实上 这些鬼魂呢 和吸血鬼一样 都是活死人 吸血鬼自称血族 而这些鬼魂 修炼成精的 则是自称鬼族 吸血鬼可以通过 出庸的仪式 将正常人 转变成吸血鬼 而狼人则是通过 嗜咬感染的方式 让正常人 变成狼人的 很多人认为啊 只要被吸血鬼 吸食了鲜血之后 被吸食的人 就会变成吸血鬼 这种看法呢 并不正确 被吸血鬼吸食过的人 可能死亡 但是并不会 变成吸血鬼 如果一个吸血鬼 打算认一个人类 变成吸血鬼 必须将自己的血液 给予对方 被吸食者 接受吸食者的血液 两种血液融合 才有可能 变成吸血鬼 这种血液融合的现象 会带给被吸食者 以完全奇妙的感受 这个过程 被称为 出此拥抱 简称出庸 血族对于发展新成员 有着极其严格的要求 在出庸之后 被吸食者 即变成了 吸食者的后裔 其他的吸血鬼 不可以染指 被出庸的猎物 按照密党的戒律 吸血鬼 不能随意地 发展自己的后裔 而且 一名吸血鬼 必须为自己 后裔的行为负责 但是鬼不一样 人死之后的魂魄 那就是鬼 不需要任何途径 而且 无处不在 刘江水 那些年 在饭庄 当村长的时候 可是没少捞钱 而这些年呢 他还做了很多生意 又是开饭店 又是开洗浴中心的 赚的也是 拨满盆盈啊 男人有钱就变坏 女人变坏就有钱 老子厉害 儿子基本上 都成人渣了 这个刘迪 被鬼上身 绝对是干了 丧尽天良的坏事 不然的话 不会无缘无故地 被鬼上身 刘江水 在饭庄西头 自建了一栋 三层别墅 看起来非常气派 光是庭院呢 就有三百多平米 如今这栋别墅 阴气逼人 苏默还没到的时候 就感受到了里面传来的魂力波动 刘迪身上这个鬼呢 竟然已经达到了化神镜实力 看来啊 不是刚刚死掉的 已经达到了这种地步 肯定害死了很多人 人类修炼和妖族修炼 吸食的都是天地灵气 而鬼魂不属于天地之间 自然无法吸收天地灵气 他们修炼成长 吸收的都是阳气或者阴气 然后转化成魂力 这个魂力越强啊 鬼魂就越厉害 而鬼族的修炼体系 跟三界最正统的体系 大相径庭 也可以分为圣 仙 道 三大阶段 苏默到后 直接便进入客厅 此时 刘江水和黄历夫妇 还有几个人都在 他们脸色 都是非常难看 看到苏默来了 都是欣喜万分 刘江水急忙上前说道 莫哥 你可算来了 苏默点头 然后说道 你们在这里等着 看我如何收服这个鬼怪 说吧 苏默便镜子上楼 顺着那浓郁的魂力 苏默来到了刘迪的卧室 一脚将房门踹开 卧室的灯亮着 苏默看到 刘迪被麻绳捆在电脑椅上 他的十根手指啊 基本上全都被咬断了 血肉模糊 惨不忍睹 而在他的脸上 布满血痕 眼珠子也被挖掉了 嘴唇呢 也被弄得稀巴烂 这模样 即便是驱走了 纠缠着他的那个鬼啊 估计也要成了废人了 苏默没有阴阳眼 看不到鬼 但是却可以感受到 这个鬼的存在 这个鬼啊 就附在刘迪的身上 看到有人来 那双没有眼珠的空洞的眼眶 却是盯着苏默 妖孽 我是十殿阳王清风的 降魔大圣 你快放开刘迪 我可保你踏上阳关道 如若不然 这就让你魂飞魄散 苏默冷声说道 眼前这个鬼啊 只是化神镜初期的实力 这种小角色 苏默闭着眼睛都可以抹杀 却听这个鬼啊 突然塌塌大笑 竟然还是个女鬼 我就没有想过活 我就是要报复这个畜生 让他受尽折磨 这个女鬼恶毒的说道 为何要害人 给我说清缘由 或许我可以帮你 他现在啊 不急于除掉这个女鬼 倒是很想知道 这其中的内幕 刘迪这畜生 跟六个男人 在KTV把我轮浪 我没脸活了 就选择了跳楼自杀 然后 我就变成了厉鬼 陆续吸干了 那六个男人 然后杀光了他们全家 而刘迪这畜生 就是最后一个 女鬼说道 竟然是这样 苏默惊讶到 心里也是非常愤怒 都市修仙高手 第161集 刘迪这孙子 真他妈丧尽天良 竟然做出了这种 泯灭人性的事情 人在死后 若是怨气太重 急剧不散 便会成为厉鬼 厉鬼不同于寻常的鬼 这厉鬼啊 非常厉害 而且都会到处害人 搞清楚真相之后 苏默甚至都有点 于心不忍了 刘迪这孙子 做出这种事情 确实该遭报应啊 他这是死有余辜 就在苏默犹豫之际 这个厉鬼控制刘迪 伸出双手 掐住脖子 直接扭断 看到这一幕 苏默大惊 念 这时 这个厉鬼的魂魄 从刘迪的身上 飘离出来 站在地上 那张坦白无邪的脸 盯着苏默 根本就没有惧怕之意 我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害我的人全都死了 要杀要剐 随便你吧 这个女鬼 誓死如归地说道 在她的脸上 苏默甚至还看到了 一丝洒脱与畅快 刘迪是什么鸟 明知它不是什么好东西 还跟刘迪这种孙子 混迹在一起 这就说明 眼前这个女鬼 生前也绝对不是什么好东西 苏默说道 你害死了这么多人 罪孽深重 即便到了地府 也要受尽各种折磨 哼 既然你不听劝阻 硬要杀死流迪 那我也不跟你客气 这便收拾你这鬼怪 说吧 苏默召唤出炼妖狐 炼妖狐冒出阴森白气 迅速笼罩眼前这个厉鬼 然后便将其收入其中 别墅内弥漫着的阴冷鬼气 转瞬间消灾 一切恢复平静 看着电脑椅上绑着的流迪 已经断气 苏默长叹一声 转身便走了出去 来到了楼下客厅 刘江水和黄历等人 都看到了苏默出来 便急忙上前 黄历问道 莫哥 我儿子怎么样了 苏默冷哼一声 没好气地说道 你知道 你儿子为什么会被厉鬼缠身吗 黄历顿时语色 与刘江水互看一眼 不知道该如何作答 刘江水说道 我们不知道到底是因为什么 莫哥 你知道吗 我询问一番才知道 原来啊 是你儿子和几个人 把那个女人给轮了 人家没脸活了 然后跳楼自杀了 因为怨气太重 急剧不散 就化成了厉鬼 然后报仇来了 苏默说道 啊 竟然有这种事情 刘江水大惊道 脸色铁青 他就知道自己的宝贝儿子 被鬼上身了 却不知道真正的缘由 没想到竟然是这样 那我儿子怎么样了 黄历担忧地问道 苏默呵呵冷笑 心说 你他妈的还惦记着你儿子 你这个畜生儿子 整天在外面作恶多端 简直就是死有余辜啊 然后便说道 我上去的时候 你儿子已经被厉鬼给掐死了 你说什么 死了 黄历大惊道 脑子一下懵了 死了 刘江水也傻逼了 我将那个厉鬼给收服了 他不会残害你们的 事已至此 你们节哀顺便 我还有事 先走一步 说吧 也不管 刘江水和黄历怎么样 直接迈步就走 身后传来黄历 痛彻心扉的哭声 那哇哇哭的 真叫一个伤心 走到庭院里的苏默 一点都不同情这对夫妇 不是苏默没有良心 而是这对夫妇不值得同情 有其父必有其子 刘迪不是什么好鸟 刘江水呢 更不是 黄历这个婆娘 也不是省油的灯 正所谓 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你做了那么多坏事 迟早都会遭受报应 当初刘迪看到何英兰 带着苏默在外面吃饭 然后去找苏默的麻烦 苏默教训他一番 刘江水这家伙呢 就想要弄死苏默 后来发现苏默不是凡人 就像个孙子似的点头哈腰 而这次呢 刘迪那孙子还做出了这种事情 他真的是死有余辜啊 至于那个厉鬼 他犯下滔天罪行 若是到了地府 绝对饱受十八层地狱之苦 而且呢 如果苏默大发善心的放他离开 说不定他就会躲避牛头马面的追捕 从而走上鬼羞之道 若是让他变得更强 那就会有更多的人因此惨死 而苏默呢 又不想因为他 而在赴地府一趟 索性便将他收服炼化 终结他的轮回命数 羞士和妖怪修炼 吸收天地灵气便可 但是鬼魂修炼 完全就是通过杀害凡人的凶残途径 男鬼就稀释女人的阴气 女鬼就稀释男人的阳气 若是让这些鬼魂修炼到一定阶段 还可以杀害修士或者妖族 所以直接杀了他 以绝后患 点了一根郁闷的香烟 苏默迈步走在街道上 因为刘迪的事情 让他的心里非常烦躁 半装这种城中村 那是鱼龙混杂 街道两旁 旅馆 保健品店 挂着羊头卖狗肉的发廊 比比皆是 气宇宣昂 俊逸非凡的苏默 经过一条洗头街的时候 门口站着抽烟的 里面坐着砍蛋的女人们 纷纷地给他打招呼 帅哥 进来坐会儿吧 恋再来吧 活在屌丝年代的时候 苏默特别喜欢 在这条街上闲逛 因为可以大包眼福 虽然没钱进去潇洒 但是光看看 心里就感觉特别舒服 这些女的都是花枝招展 打扮得非常妖艳 穿的都是非常性感 那时候苏默经常都会幻想 等老子以后有钱了 就把这条街上的所有小姐 全都玩个遍 然而 岁月变迁 苏默现在拥有了改变世界的能力 眼光和追求也就水涨船高 现在看到这些浓妆艳抹的小姐们 非但没有丝毫的兴趣 甚至还有些恶心 不过心理上的排斥 并没有让苏默鄙视这些女人 其实她们也挺不容易的 那么辛苦 无非就是想赚钱 跟那些想要不劳而获的女人相比 她们的付出也是非常巨大的 至少她们做的工作就是恶心自己 成全顾客 而且现在的小姐们 很多都是在校大学生 或者是小白领什么的 要么就是没有工作的 她们一头扎进这个行业里头 就是想要赚点外快 毕竟这比上班来钱快 趁着年轻做个几年 手里也有钱了 苹果溜香奈儿 想买什么就买什么 然后就倾盆洗臂 利用这些钱财去装扮自己 找个差不多的男人架了 当然了 如果能够傍上一个大款 那就更加称心如意了 被这么一闹 苏默什么心情都没有了 然后就回到了新城区别墅 夏宇和他们三个依旧没来 还是因为失踪案件 让夏江林和周立明都非常担心 而苏默呢 这段时间也不知道跑到哪去了 所以就一直让他们三个 各自住在自己的家里 苏默来自自己的卧室 然后就开始专注练丹 这段时间以来 小夕一直都在练丹 苏默在提升到反徐镜后期的时候 就让小夕批量的练丹 纯阳丹 养元丹 灵气丹 续命丹 血气丹 壁骨丹 定岩丹 百转丹 但凡是小夕现在可以练制的 都在其中 练妖狐本就是一个超级巨大的熔炉 用练妖狐练丹呢 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同时炼制很多种丹药 这种优势是那些普通的丹炉所不具备的 其余的炼丹师 炼制某种丹药 那就只能炼制一种 不能混杂掺脚 若是在丹炉内放置两种丹药的材料 那么炼制出来的将会什么都不是 你做鱼香肉丝呢 就在锅里下点拉面 那你做出来的不是鱼香肉丝 也不是拉面 炼妖狐呢 则不然 炼妖狐自成一方世界 可以单独的分开炼制 在炼制养元丹的同时 还在另一处则是呢 可以同时炼制灵气丹 互不干扰 小夕已经单独炼制了一个月了 马上就要丹城出炉 不过苏默眼下无事可做 修炼也不会有太大的进展和收益 所以就催动法力 逆转乾坤 加快炼丹 次日早上 苏默睁开眼睛 当初炼制130枚灵气丹 在跟灰狼妖大战的时候呢 服用了一枚 昨天晚上炼丹 又浪费了十枚 现在呢 还剩下119枚 而续命丹给了王力一枚 现在呢 还剩下47枚 不过这次炼制出的两种丹药 却是非常多的 纯阳丹 养元丹 灵气丹 续命丹 血气丹 壁骨丹 定炎丹 白转丹 这八种丹药 分别炼制了200枚 并且都是极品保洁品质 虽然说苏默现在没有什么资产和钱财 但是这些丹药 如果全都拿出去卖的话 那就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但是苏默不能明目张胆的贩卖丹药 如果传阳出去 绝对会因此而惹来巨大的麻烦 贩卖丹药这个领域 基本上都被各大教派所控制 他们都有严格的规范秩序 维持着这个行业的平衡 不让丹药在市面上泛滥 同时也可以保证利益最大化 产教 人教和结教当中都有大量的练丹师 而那些小门派当中自然也有练丹师 不过数量极少 至于那些散修像苏默这种的 如果被那些教派们发现 就会想方设法的拉拢 如果执迷不悟 说不定就会除掉 宁可遇碎不可瓦全 我得不到的别人也修想得到 苏默的实力已经非常厉害了 天风都在极力地拉拢苏默加入产教 如果再让天风知道 苏默还是个神级练丹师 那就更加麻烦了 所以这个必须慎重 苏默在厨房找了点吃的 不会做饭的女孩子 家里的干粮从来都不会断货 周思雨和夏雨和这些大小姐 上得要听堂 却下不了厨房 各种面包 牛奶 饼干 香肠 可谓是五花八门 应有尽有 苏默随便吃点就填饱了肚子 将老斯莱斯幻影这辆座驾 释放出来 苏默就开车 奔赴市区 并且给邓雪打电话 邓雪这几天呢 一直都在家里闭关修炼 从而炼化灰狼腰的尸身 经过那天晚上的炼化 他已经顺利地提升到了 化神镜后期 估计现在已经提升到了 化神镜的巅峰了 再过一个月的时间 就可以炼化完毕 得知邓雪在家 苏默就开车赶了过去 这次炼制了这么多丹药 苏默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邓雪 如果再让邓雪服用纯阳丹 那么他的提升速度 就会事半功倍 更快一筹 苏默到后 邓雪便给他端茶倒水 然后便坐在苏默的腿上 尽显柔情 弗兰克呢 没在家 苏默在邓雪的身上摸索着问道 如今的邓雪呢 已经顺利地提升到了化神镜巅峰 他说整天待在家里啊 快要发霉了 然后我就让他去公安局上班了 邓雪说道 他会干啥呀 苏默笑着问道 他现在中文说的还算可以 我把他安排在台屋上了 邓雪说道 你好 找点事情做 总比整天在家宅着好 苏默说道 亲爱的 你今天怎么这么悠闲啊 邓雪问道 那天邓雪离开的时候 就对苏默说过 等他掌握了圣金术和嗜血术之后 就来找他 然后邓雪就准备回报 苏默的大恩大德 让苏默把他给齐了 这不 苏默已经来了 而且邓雪也做好了 各方各面的准备 就差百姿势了 短短几天时间 就从化神镜中期 提升到了化神镜天峰 这一速度 让邓雪有种 活在梦里的感觉 而这都是苏默赐予的 不然的话 至少需要三四年的功夫 甚至更久 所以苏默要是不上他 那邓雪都会感觉心里愧疚 不好意思 只有苏默把他给放翻了 那他才会心安理得 我来给你送丹药的 苏默说道 丹药 什么丹药 邓雪惊讶道 苏默翻手拿出一个葫芦 这葫芦呢 还是那天晚上 天风给他的 然后说道 我炼制了一批丹药 这里面啊 分别是纯羊丹 养元丹 灵气丹 血气丹 壁骨丹 百转丹 各有十枚 并且都是极品宝结品质 你正在炼化灰狼腰 服用纯羊丹 就会事半功倍 纯羊丹 可以加快修炼 邓雪是瞠目结舌 接过葫芦打开木塞 浓郁的丹气扑面而来 刹那之间的功夫 就弥漫了整个客厅 邓雪惊问道 你练制的 你还会练丹 苏默整理一下发型 然后说道 我什么都会 我会在天 极品宝结 你怎么这么厉害 邓雪都无语了 一般像苏默这种 天赋异禀的天才 都会将所有的精力 都放在等级和法术上面 好钢用在刀刃上 如果他们不去修炼 而是去炼丹 那就属于浪费自己的 天赋和悟性 炼丹师虽然高贵 但是却没法跟那些 实力强大的高手比拟 却没想到 苏默不仅在修炼方面 有着极高的天赋 在丹道领域 也是有着如此可怕的天赋 别说是宝结丹药了 苏默能够炼丹 哪怕是能够炼制出 最普通的法结丹药 就会让他头上的光环 更加瞩目耀眼 没想到 他都能够炼制 宝结品质的丹药了 而且还是极品 这真是太可怕了 这才哪到哪啊 现在的我 还算不上太厉害 等我以后更进一步 灵丹和圣丹 都是不在话下 苏默说道 说这话丝毫没有装逼 只要炼烟壶 近身蜕变 苏默就能够炼制出 相对应品质的丹药 而且啊 还不需要他操心 小夕就可以代劳炼制 可谓是省时日省力 又省心 苏默直接坐享收益 老公 我这是爱死你了 邓雪狂喜道 抱着苏默狠狠地亲了一口 光说不练可不是好孩子呀 苏默斜笑着说道 我不就是等着你来找我的呀 邓雪会议道 苏默黑黑一笑 然后就把邓雪放翻在了沙发上 都市修仙高手第162集 人生得意虚尽欢 刁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 这对狗男女折腾到了中午 苏默呢 才算是惬意地离开 修事啊 是不需要吃饭的 在修炼状态下 天地灵气就是最好的滋补 邓雪如愿以偿地被苏默放翻之后 也是迫切地想要服用纯羊丹进行修炼 苏默不再打扰他 离开之后就给王莉打电话 王姐啊 在哪呢 苏默问道 莫莫呀 我在学校呢 王莉欣喜地说道 中午请你吃饭吧 顺便把订言丹给你 苏默说道 啊 好了呀 王莉惊讶的 嗯 昨天晚上我加班加点熬夜练制出来的 苏默说道 哎呀 真是辛苦你了 莫默 我现在舒适一下 然后就去找你 我想请你吃饭 王莉激动地说道 苏默给他一枚价值连城的续命单 现在呢 又把订言丹练制出来了 又怎么能让苏默请他吃饭呢 他必须请苏默才对 昨天晚上王姐就请过我了 礼商往来 这次给我请王姐了 苏默说道 嗯嗯 你说怎样都行 王莉说道 我现在去某某饭店 你一会儿直接过来好了 苏默说道 嗯 苏默到了饭店 要了个包房 拿着菜单随便点 然后喝茶抽烟玩手机 静等王莉的到来 这段时间啊 泰勒没少给苏默打电话 但是苏默前几天都关机 也就没有联系上 对于这个巨星 苏默的态度是 能不纠缠就不纠缠 如果他漂洋过海 不远万里的来宝瓶找苏默 那苏默跟他睡两觉呢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毕竟不能让人家白跑一趟啊 等了二十多分钟 王莉就姗姗而来 他今天呢 依旧穿着黑色职业装 看起来韵味十足 微笑可以美容 人们只要保持乐观愉悦的心情 就会显得格外的年轻美丽 现在的王莉啊 就是这种情况 王莉坐下之后 便微笑就问道 默默 没让你就等吧 苏默笑着说道 哼 我也刚来 嗯嗯 王莉的心未点头 在他眼里啊 苏默就是他的神 所以各方各面 都要小心伺候 苏默让服务员上菜 而在上菜的过程中 这对狗男女呢 又简单的聊了一些东西 十几道菜 陆续上齐之后 苏默就让服务员出去了 苏默拿起筷子并说道 王姐 开吃吧 两个人边吃边聊 其乐融融 就跟小夫妻似的 不过呢 没有喝酒 王莉开着车 这年头啊 有关系就不用害怕酒驾被抓 但是安全方面不容忽视 苏默把酒当水喝都没事 但是王莉不行啊 吃到差不多的时候 苏默这才拿出定言单 然后递给王莉说道 这就是定言单 看着这枚散发这灵光的定言单 王莉啊 眼都直了 踏破铁鞋无觅处 得来全部费功夫 一直都渴望能够得到一枚定言单 哪怕是卖血 捐肾都在所不惜 可是苦于没有途径和忍耐 虽然有钱 但却买不来 而现在呢 如此轻松的就得到了定言单 让王莉激动的热血沸腾啊 王莉双手接过苏默递来的定言单 然后欣喜说道 默默 姐姐真的是太谢谢你了 区区小事 合足挂齿 说谢谢就显得太见外了 苏默装逼道 嗯嗯 王莉连连点头 然后便直接填进嘴里 并喝水出浮 丹药入体 立即挥发 开始疯狂改善 王莉的血脉和皮肉 但是这需要一个过程 不会当即见效 差不多需要一天的时间 不过此时呢 王莉感觉浑身透心凉啊 就像是在炎热的夏季 喝了冰镇矿泉水似的 那种感觉实在是难以言喻呀 睡觉也是最好的美容方式 等到明天睡醒 一照镜子 王姐就能见证到 定言单的神奇功效 至此青春永驻 容颜不老 直接让您年轻二十岁 彻底跟化妆品说拜拜 苏默说道 真的好期待 王莉狂喜道 别人若是询问呢 你就说 你是做了美容护肤 别说你是服用了定言单 更不要说 是我给你的定言单 苏默叮咕道 莫莫呀 这个你尽管放心 姐姐可是聪明人 知道话该怎么说 事情该怎么做 王莉欣慰地说道 嗯嗯 吃饭吧 苏默笑着说道 今天的心情实在是太好了 莫莫 我们喝两杯吧 王莉提议道 王姐下午不用去学校啊 苏默问道 我是校长 又不是校尸 一般没什么事情 我都可以不去的 王莉说道 那好吧 喝皮的还是白的 白的吧 您酒量怎么样 苏默问道 像我这种平时应酬 特别多的女人 你说呢 王莉笑着说道 那就是公斤不倒了 苏默说道 起身走到门外 对着走廊里的服务员说道 拿两瓶五两叶 王莉的心情好 苏默的心情啊 同样好 这次练成这么多弹药 上午的时候呢 还把邓雪给上了 而且苏默还顺利的掌握了 圣经术和嗜血术 以及千里追踪术 昆龙剑还晋升为了下品圣器了 他还是反虚性巅峰实力 已经牛逼到了这种程度 苏默确实应该为自己 好好的庆祝一番 事实证明 王莉确实很能喝 现在的女人们呢 很多都比男人能喝 两瓶五两叶下肚 王莉就有些脸颊泛红 不过从她的言行举止上来看 还没有喝醉 喝到这种程度就可以了 如果再喝 估计王莉就不行了 她要是喝醉 那就是麻烦 而苏默呢 还必须把她送回家 万一把她送到家里之后 她给苏默弄个酒后表白 然后哭着求着 要跟苏默上床 那可如何是好啊 为了保险起见 少惹那些不必要的麻烦 所以还是不喝为好 王姐 酒多上山 我们两个干了两瓶 可以了 嗯 好吧 出乎预料的是 王莉竟然没有强求 那我送你回家吧 苏默说道 这两瓶五两叶 没有喝偏 一人一瓶 干杯到底 王莉呢 喝了这么多 再去开车就不安全了 苏默出于责任 不送也要送 嗯 王莉柔声说道 结了账 出了饭店 趁着周围没有人 苏默就把自己的 劳斯莱斯幻影 收入了狐藉 然后接过了 王莉的车钥匙 去开她那辆宝马760 刚坐上车 准备回家 王莉却接到了一个电话 电话呢 是王莉她妈打来的 至于内容 则是全部都被苏默听到了 挂了电话 王莉久意全消 又惊又恐又担心 然后对苏默说道 默默 我要去幼儿园一趟 妙妙被搬机里的同学 用铅笔戳伤了脸 已经哭得止不住了 王姐 您别担心 我陪您去 苏默说道 现在的孩子呀 都是宝贝哥的 王莉的闺女黄妙 上的还是贵族幼儿园 出了这种事情 当妈的自然是心惊胆战 更何况 几岁大的孩子 下手没有轻重 用铅笔戳伤了脸 弄不好就要留下伤疤 男孩子还好说 女孩子在长大之后 都是要靠脸吃饭的呀 不过在苏默看来 这都是小事 大不了呢 就浪费一枚定言单嘛 幼儿园的孩子们 打打闹闹 这都是在所难免的事情 现在的孩子 从小都是娇生惯养的 只要条件不是特别差 都是要什么买什么 过的呢 都是王子和公主的奢侈生活 在学校里受点娇委屈 家长呢 就可能跑到幼儿园去闹事 更别说是受伤了 不过幼儿园还算好点 最严重的还是小学 稍微大点的孩子 特别容易打架 闹矛盾 谁家孩子受了欺负 就哭着去报告老师 老师压根就不会管 等孩子们回家给家长一说 估计直接就去学校评理去了 然后啊 两句话说不对 双方家长就可能打起来 这种事情已经太多了 头破血流是轻的 拿刀对砍也是屡见不鲜 所以说呀 江湖无处不在 这年头老师人就是要受欺负 不想受欺负 你就要比别人厉害 让别人不敢欺负你 到了学校之后 王丽的父母也在 而且呢 那个男孩子的父母也来了 都是接到幼儿园的通知之后赶来的 幼儿园门口停着一辆陆地巡洋舰 应该是这对夫妇的车 且看这个男的呢 梳着大背头 夜下夹着包 四十多岁的样子 有点肥硕 看起来啊 像是个领导 要么就是做生意的老板 再看这个女的 也就二十多岁 穿得非常时尚 一身名牌 长得呢 还算可以 这种夫妻组合 在当今社会上非常普遍 男的有钱 找个年轻的老婆 但是从这个女的面相来看 也算是个恶毒的婆娘 苏默和王丽 开着宝马760来 这对夫妇自然也是看到了 知道啊 也不是什么好惹的主 看来今天这档子事 要多花钱了 黄妙正被外婆抱着 哇哇哭得厉害 又脸上贴着一块 医用纱布 面积不大 应该算是伤得不重吧 看到王丽来了 哭得更是厉害 王丽接过黄妙抱着 询问事发原因 原因很简单 就是上课的时候呢 同桌那个小男孩 欺负黄妙 然后就不分轻重的 用铅笔 扎在了他的脸上 而那个小男孩呢 被他妈妈抱着 就跟什么事情 都没有发生一样 毫无罪责感 有说有笑的 玩得不亦乐乎 这时 那个中年人 走到王丽和苏默跟前 陪笑着说道 啊 小孩子不懂事 下手没轻重 这孩子 被他妈给惯坏了 回家呢 我一定好好教育他 至于这个医药费 我会垫付的 另外呢 您看看 需要赔偿多少钱 这个都好说 现在呀 流行讹人 也就导致 跌倒的老爷爷 老奶奶 压根就没有人 赶上去扶 有道是 风风火火几十年 一扶回到解放前 不小心扶个老奶奶 直接能把你 讹得倾家荡产呢 这个中年人 还算是民事理 态度呢 也比较诚恳 而这也是因为 他看到王丽 是开着宝马来的 知道王丽啊 也不是那么 平凡的老实人 所以才会说出 这般话来 如果王丽 是骑着破电车来的 那可能啊 就是另外一副嘴脸了 有钱人 看不起穷人 欺负穷人 但是当他们遇到 比自己更有钱的人 那就不敢欺负了 苏默来到王丽跟前 伸手抓着 黄妙的小手 催动法力 麻醉她的疼痛 脸上不疼之后 黄妙就止住了哭声 苏默便笑着 对她说道 妙妙 你闭上眼睛 哥哥给你变个魔术 天真无邪的黄妙 不明所以 然后呢 就闭上了眼睛 王丽呢 有点看不懂 不知道苏默要干嘛 苏默眼急手快 当即撕下了 黄妙脸上贴着的纱布 然后便看到 黄妙的右脸上 被铅笔都扎烂了 看这伤势 不是直着扎的 而是斜着扎的 那深度有五毫米 扎成这样 伤口愈合之后 绝对留下丑陋的疤痕 看到这触目惊心的伤口 王丽也是吓了一跳 原本以为是擦破皮 没想到会这么严重 那个中年人也看到了 脸色也有点不太好看 趁着黄妙还没有反应过来 苏默就将纱布重新贴上 点根烟抽上 然后便对着那个中年人说道 伤成这样 肯定是要留疤的 你说说看 准备赔上多少钱吧 在这个中年人的眼里啊 苏默就是个小屁孩 这种事情压根就没有他说话的份 而且啊 他也做不了主 还是要让黄妙的妈妈王丽定夺 所以这个中年人看了苏默一眼 微微一笑 直接无视 然后对着王丽问道 你说吧 要赔偿多少 这时 那个女的走了过来 有点不耐其烦地说道 都是小孩子 也不懂事 她也不是故意的 再说 也不严重 干脆这样 我们拿五百块钱好了 脸都扎成这样了 还不严重 王丽气愤地问道 看她的眼眶里呢 泪水都在滚动 扎成哪样啊 不就是让铅笔扎了一下啊 又不是刀 事情已经这样了 我们又不是不赔钱 那个女人 明好气地说道 这种女人啊 就是典型的势力狗 感觉自己有几个臭钱 就高人一等 说话什么的 都特别的趾高气扬 中年人知道 开得起宝马的人都不差钱 但是这个赔偿呢 那是必须的 不过赔五百 确实太少了 所以 她就再次陪笑着说道 实在对不住了 大妹子 谁也不希望发生这种事情啊 既然已经发生了 那我们呢 就要想办法去解决不是吗 我赔五千好了 小孩子不懂事 我就 替她说声对不起了 啥 五千 五百就不少了 那个女人 立声说道 王力呢 还要争执 却被苏默拉住了 然后凑到她耳边 小声说道 王姐 你别担心 妙门对商啊 不要紧 待会呢 我让她服用一枚定言单 睡一觉 双口就会愈合 而且啊 也不会溜疤 听到苏默这样说 王力非常惊讶 不过心里呢 也已经踏实许多 然而 却需要苏默浪费一枚 价值不菲的定言单 嗯 王力点头道 也就不准备再去争吵 苏默谈谈言辉 瞥了一眼那个八婆 如果这笔不说话 就周年人这种诚恳的态度 苏默绝对不会跟她过一步去 毕竟 这个周年人呢 还算明事理 态度啊 也比较好 而且呢 还愿意赔钱 不是那种蛮横无礼的人 但是这个八婆 实在是可恶 幸亏是王力的 女儿 如果换作旁人的孩子 恐怕这八婆 会更加嚣张呢 每当人们嫌得蛋疼的时候 就喜欢找点乐子 当作消遣 苏默现在啊 就是嫌得蛋疼 然后就想消遣消遣 顺便地伸张一下正义 教训教训 这种装逼犯贱的表子 苏默用蔑视的眼神 打亮着这个八婆 然后说道 既然你嫌赔钱多 看随这样 我也不要你们赔钱了 我也用铅笔 在你脸上扎一下 算是扯平 行不 这八婆没想到 苏默会说出这种话 气得脸色铁青 冷声说道 你谁啊你 毛都没长齐的小屁孩 这里有你说话的范儿 就你这种狗眼看人低的表子 还没资格知道老子是谁 怎么样 让不让扎 苏默问道 都市修仙高手 第163集 小子 说话注意点 中年人 中年人看不下去了 维怒道 他想和平解决这件事情 毕竟事情本身就不大 而且也打算赔钱 但是对方无理取闹 故意找茬 想要把事情闹大 那就劝你妈逼了 虽然你开个宝马 但也未必就比老子有钱 他妈的 这年头啊 谁也不是好惹的 真急眼了 那就干 默默 王丽伸手 拉住苏默 劝阻道 他也看不惯 那个八婆的嘴脸 也想讨个公道 但却不想把事情闹大 苏默是何许人也 他非常了解 王丽现在不担心苏默 但是呢 却在担心 这对不长眼的夫妇 赔500块钱就想完事 这婊子 摆明的是在欺负人 这事我要没遇到 也就罢了 遇到了 那就没得商量了 苏默说道 见到苏默这般态度 王丽也就不再说话 心里则是为 这对夫妇来祈祷 小子 你张口闭口就是婊子 把老子当作空气啊 中年人怒骂道 老公 这孙子找茬呢 打电话叫人 今天跟他没完 那八婆恶毒的说道 然后指着苏默 冷声说道 500块钱少 现在 一分钱也没有了 有能带你别走 看看你厉害 还是我厉害 骂了个逼的 一个小屁孩子 都敢跟老娘这么说话了 今天非把你的嘴撕烂了不可 事情恶化到这种地步 王丽的父母便上前劝阻 但是王丽却把他们拦住了 然后让他们抱着皇庙 先上车等着 话说 这个八婆啊 确实该死 本身理亏 还看不起人的 想赔500块钱 任谁遇到这种八婆 都会一肚子活 疤痕 那是一辈子的伤痛 别的地方也就罢了 还是留在脸上 而且还是靠脸吃饭的女孩子 因为这个疤痕 或许呢 就会毁了皇庙的一生 让他没有自信 让他自卑 让他变着孤僻内向 永远抬不起头 这本身就不是赔偿 就能够解决的事情 别说是五千了 就是五八也挽救不了 那婊子五百块钱 就想解决问题 他有良心 这种狗东西 不好好的教训教训他 那他以后啊 就会变得更加猖狂 苏默不屑的笑了 然后说道 打电话叫人是吧 那你快点 别他妈浪费老子时间 最好多叫点 能叫来的都叫过来 我倒要看看 你们今天啊 谁敢碰老子一下 碰老子一下 老子就躺地上不起来 然后报警 饿死你们 听到苏默说这话 王立差点没忍住笑出来 这对夫妇听到这话呢 感觉苏默这小屁孩 真是个傻逼 这社会报警有个屁用啊 只要有钱 打死你都是可以的 然后这个中年人 就开始打电话叫人 而幼儿园方面呢 压根就没打算干涉 反正这是学生家长 之间的矛盾纠纷 跟他们校方 没有一毛钱关系 现在啊 流行看热闹 打死一个少一个 苏默在宝平市 基本上就算是 无敌班的存在了 但他呢 不是混社会的 也不认识什么大哥 毕竟他认识的 都是市里面的领导 市委书记 见到他都得点头哈腰的 所以这场合呢 他什么人都叫不来 把那些领导们叫来 也不太合适 再说了 在宝平市 他苏默还用得着怕谁呀 谁来了都不怕 二十多分钟之后 来了一辆奥迪A6 然后走下来了五个人 这五个呀 都是二十多岁的青年 什么家伙都没拿 这年头 大白天的拿着钢管砍刀 那是傻逼 也只有那些傻逼作者 才会写那种狗血 而有傻逼的套路 抄家伙 那就属于泄斗 一旦闹大 事情就会变得非常严重 弄不好啊 就要被判刑 但是赤手通拳就不一样了呀 把你打得鼻青脸肿 缺胳膊烧腿 这只是属于打架斗殴 即便判刑也会比较轻微 而且呢 花点钱就能摆平 帮手来了 那个八婆呢 就更加嚣张了 王总 这五个青年 走到中年人跟前 问候道 还不等姓王的中年人发话 那八婆就指着 不远处的苏默说道 就是这个瘪犊子 故意找茬 还骂我是婊子 给我打 这五个青年 纷纷转身 朝着苏默走来 一个比一个凶神恶煞 嘴里呢 还在骂骂咧咧 你个小逼崽子 赵姐都敢骂 看我不打死你 骂了个逼的 这五个青年冲上来 便要拳打脚踢 苏默剑步冲出 啪啪啪啪啪 五巴掌呼出 身影是犹如鬼魅 快如闪电 不等他们反应 就纷纷倒地 杀猪般的惨叫 顿时响起 这五个青年呢 全过多用手捂着脸 一时间头晕目眩的 根本就站不起来 中年人和八婆 直接看傻了 这不是小屁孩 这是妖怪啊 苏默一个纵身 便来到了中年人跟前 吓得他脸色煞白 连退两步 我让你多叫点人来 你去得来五个喳喳 还让不让我饿死你们了 苏默说道 大哥 误会 误会 中年人语无伦次地说道 吓得两腿打颤 那八婆也傻逼了 心惊胆战的 大气都不敢喘 屁都不敢放一个 现在知道误会了 刚才干嘛去了 苏默冷声问道 中年人顿时语色 心说啊 早知道你这么厉害 我他们哪里还敢叫人呢 你这不是欺负人呢 大哥 我知道错了 有话好商量 中年人 第三下四地说道 苏默看了一眼那八婆 直接把她吓得浑身发颤 点根烟抽着 然后对中年人说道 本来你的态度 还算让我满意 我也不想跟你计较 但是你媳妇 太他妈不是东西了 还说要撕烂我的嘴 现在我非常生气 但是我又不喜欢打女人 所以你动手吧 什么时候 把你媳妇的嘴打烂了 让我心里的火气消了 然后再商量 呃 中年人直接淡碎了 跟她媳妇互望一眼 有点不知所措 不打是吧 那我打你好了 苏默说道 中年人下了一身冷汗 苏默这身手 要是打她的话 估计就半身不随了 于是急忙说道 大哥 别 我打 我打 老公 那八婆惊讶道 我操你妈的 中年人怒声说道 一巴掌就呼在 她老婆的脸上 那八婆站立不稳 直接就被呼翻在地 惊呼一声 摔了个狗啃屎 本来就是个屁大点的事 破财消灾 五千块钱就能够解决 而且人家还没打算讹人 即便是闲钱少 那还可以再商量 结果呢 自己这狗媳妇凑上来插话 说五千太多 想给五百就把人家给打发了 人家开着宝马来的 稀罕你这五百 自己媳妇说这话 确实太伤人了 但是已经说了 那就只能面对 就在中年人准备放低姿态 说别让王力跟自己媳妇一般见识 还是赔五千的时候 苏默这个小屁孩 却站出来说了更难听的话 说要拿铅笔 在自己媳妇脸上扎一下 当作是扯平 还骂自己媳妇是婊子 这姓王子 好歹也是个老板呢 哪能容忍一个小屁孩 当面侮辱自己的媳妇 然后 事情就不知不觉的闹大了 本想叫来几个人 把这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小屁孩 叫醒一顿 谁知道 这一货是个高手 中年人做了这么多生意 自然也知道 修士的厉害和手段 眼前这个小屁孩 显然是个修士 惹上修士高手 那真是倒了八倍的血没呀 你他妈的 我让你见 中年人怒声骂道 对着躺在地上的媳妇 一顿狠踹呀 只能把满腔怒火 全都发泄在 这个不争气的媳妇身上 这妈婆疼得哭爹喊娘 不停地喊着 别打了 别打了 妈了个逼的 我打死你 中年人现在这一肚子火气 哪里会停手啊 都是自己这狗逼媳妇 目中无人 才惹上这个苏默这种人的 五千块钱就能解决的事情 现在啊 五十万 估计都摆不平了 中年人恨不得把他给打死呀 王力就在旁边看着 心里感觉特别解恨 刚才你那么嚣张 那么趾高气扬 以为自己多么高贵 多么优雅 现在却被自己男人往死里打 王力真想采访一下他此时此刻的心理感受啊 苏默也不拦着 就那么的抽点看着 这种女人呢 不让他尝点颜色 他就不知道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如果他的孩子扎伤的是一个普通家庭的孩子 估计啊 他连五百块钱都不舍得赔 中年人把那女人从地上拽起来 大耳瓜子噼里啪啦的往他脸上招呼 下手真叫一个狠啊 生怕苏默没法消散火气 好了好了 苏默看打得差不多了 那女人最生梦死的 适可而止就行了 毕竟苏默呀 也不是那种恶毒之人 之所以跟他计较 全都是因为这女的太他妈不是东西 心里特别憋活 所以才会想着教训教训他 而且呢 自己这身份跟这种婊子计较 确实不太应该 如果不是为了王力 苏默才不屑于这么做呢 这也幸亏是苏默脾气好 如果是那些脾气暴躁的修士 见到这婊子这副嘴脸 直接就一巴掌呼死了 哪里还会跟他扯犊子呀 周年人陪笑道 大哥 您得气消了没 没消我就继续 打死这臭婊子 苏默说道 你是个名师里的人 娶了这样的女人 早晚都会给你惹麻烦 这社会啊 你招惹不起的人多了去了 别以为自己有几个钱 就很了不起 而且啊 你最好别想着 事后再找机会来报复我 不妨告诉你 我叫苏默 你最好去打听打听 我是干嘛的 如果你不知好歹的报复我 或者是报复他 哼 到那个时候 那你就是死全家的节奏 苏默这话说的 让中年人吓得不轻啊 虽然他不知道苏默是谁 但是听这口气 似乎非常牛逼啊 中年人信誓旦旦的说道 大哥教训的是 我绝对不会有那种 愚蠢的想法 苏默点头 然后看了一眼 旁边那辆陆地巡洋舰 这一车啊 低配的七八十万 高配的呢 一百多万 为了消除黄妙脸上的疤痕 苏默呢 就要浪费一枚定言丹 既然在王力那里装了逼 献了殷勤 那就必须从别的地方讨回来 不然的话 苏默也就太亏了 定言丹和续命丹的性质差不多 凡人呢 都是服用第一枚 才会有效 服用第二枚啊 就毫无效果 而且品质越高 效果越好 当初苏默问陈家 索要了一枚定言丹 那是法阶品质 听他说啊 都价值百万 苏默炼制的定言丹呢 都是极品宝阶品质 卖个千万 都是不成问题的 所以额他一辆 价值百万的车 真是不过分啊 苏默指着那辆陆地巡洋舰 然后说道 这车我要了 啊 中年人脸都绿了 他还想着赔钱呢 就算赔个几十万都行 但是这车 是他刚买的呀 结果却被苏默看上了 妈的 这次真是亏大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 现在的修士 都是猖狂无比 无视法治 把这些人惹毛了 说杀你全家 绝对不跟你含糊 能够破财消灾 已经非常不错了 那暂时见你老婆用用 然后 我让他出去卖 等什么时候 把钱赚够了 我再把你老婆还给你 苏默说道 中年人虎去一阵 立即将车钥匙 给递了上来 说道 大哥 这车是你的了 带着你这五个喳喳 快得在我面前消失 苏默接过车钥匙说道 多谢大哥 高材贵手 中年人感激说道 于是乎 这群人就分分钟地滚走了 苏默来到王林面前 然后将车钥匙 递给他 微笑着说道 王姐 这车交给你处理吧 还是你处理吧 居然给你 你就拿着 那好 本来啊 她是女王 但是苏默的强势 让她只能变成乖巧的小猫咪 这一刻 王林感动得一塌糊涂啊 苏默呵呵一笑 然后说道 已经没事了 我们走吧 我先送你和妙妙回家 然后啊 给她服用电言单 明天就会恢恢如初的 她那么想 服用电言单 太奢侈了 法街的电言单 都是百万起步 我这宝街的电言单 都是千万起步 什么奢侈不奢侈的 我是俗人 别跟我谈钱 默默 谢谢你 王林有种感谢道 此时此刻 她看苏默的眼神 甚至都变得有些异样了 都是自己人 说谢谢 就太见外了 王姐要是 把我当成朋友的话呢 那以后 就别跟我说谢谢 我听不惯 以后不说了 王林欣慰地说道 这一刻 王林的心里 已经做出了一个 大胆的决定 等她闺女黄庙长大了 就让黄庙嫁给苏默 如果说苏默不喜欢嫩的 而是喜欢她这种成熟老练的 那她也准备赴汤蹈火了 苏默先是给了她一枚 价值几个亿的虚命单 又给她一枚价值千万的定颜单 现在呢 又给她一辆价值百万的车 然后还准备给她闺女黄庙 服用一枚价值千万的定颜单 苏默给予她这么多 你说 让她这个波大屯翘的极品少妇 如何报答 苏默这种人 一不稀罕钱财 二不稀罕权势 三不稀罕名利 貌似就喜欢美女 那么如此一来 王丽只能用自己的身体 去犒劳报答她的大恩大德了 这时 王丽的爸妈呢 也抱着黄庙从车上下来了 走到跟前 她爸便笑着对王丽问道 哟 弟弟啊 这个是谁啊 她爸以前是教育局局长 自然也是见多识广 今天这种小矛盾 她原本呢 也没有想过动用自己的人脉 和关系去解决 不然就显得自己 太过小毒鸡肠 而且做过领导的人呢 一般都比较大度 不会太过斤斤计较 而且啊 也比较有风度 然而 事情却风云莫测 最终演变到这种态势 让她也是没有想到 更加没有想到的是 跟着自己闺女来的 这个年轻人呢 竟然是个修士高手 如果这是自己闺女 新交的男朋友 那简直就是捡到宝了呀 爸 我来介绍一下 这位就是苏默 我们宝平市的大红人 王力对他爸说道 你就是苏默呀 王力他爸震惊地 看着苏默说道 虽然他退休了 但是宝平市地面上的 很多事情 他也是有所了解和听说 就在年前年后 宝平市崛起一个 超级厉害的天才高手 而且跟叶家和下家的关系 走得特别近 另外呢 就是前几天发生的失踪案件 就是苏默单枪匹马 身闯龙潭狼穴 横草整个狼妖族 救回了那些失踪女生的 这些事情 王力他爸自然都知道 但却是没有想到 眼前这个年轻人 就是声名赫赫的苏默 而且看样子 苏默跟他闺女王力的关系 还有点不简单 都市修仙高手 第164集 原来你就是那个传奇少年呐 王力他妈惊讶地说道 叔叔阿姨 你们这样说就折煞我了 苏默谦虚地笑着说道 哎哟 虽然我退休了 但也知道你的事情 我们宝平呢 还没有出过什么天才 你是第一个呀 王力他爸欣喜地说道 然后又对王力说道 你跟苏默认识 怎么就没告诉我呀 害得我刚才担心了半天 默默是我的学生 但以前也不认识 就这两天才认识的 王力说道 王力他爸似乎是有点兴奋 但是想到黄妙 心里就有点伤感 然后说道 哎呀 好了好了 我们还是尽快地带着妙妙 去医院好好包扎一下吧 他们幼儿园自己包扎的 也不知道消没消毒 不用那么麻烦 让我来解决吧 叔叔尽管放心 妙妙的脸上不会留疤的 呃 那就劳烦你了呀 王力他爸欣喜说道 修士的手段五花八门 这点小事确实手道勤来 爸 妈 你们回去吧 今晚上妙妙住那里 王力说道 嗯 王力他爸说道 看这态势 自己闺女貌似在老牛吃嫩草啊 如果真的吃到了这个苏卧 那就是大转特转 而且呢 这种事情 他们做父母的也不能掺脚 最好的支持方式就是给他们尽量多的创造机会和空间 然后等着苏默做黄庙的后爸 王力他爸妈开车走后 苏默就开着他那辆宝马760 而王力则是开着那辆刚额来的陆地巡洋舰 回到家后苏默就拿出一枚定言丹 然后骗黄庙说这是糖豆特别好吃 天真无邪的小朋友最喜欢吃糖 但是他跟苏默却不熟 就那么无辜的看着苏默也不肯吃 没办法 苏默只能把定言丹交给王力 让王力哄着他吃了 经过王力的一番忽悠 黄庙才算是吃了 小朋友体弱 承受不住极品宝洁丹药的狂暴药效 吃过之后呢 有点不适应 为了让黄庙能够更好地吸收 苏默便催动法力 发芒压制药效 之后黄庙便睡着了 王力呢 把他放在卧室的床上 这才关上门出来 客厅里 王力给苏默泡了杯茶 端到了他的跟前放下 然后便也坐了下来 遇到苏默之后 这两天发生的事情 让王力也是感慨晚间 他想用身体去报答苏默 又害怕苏默看不上他 那样呢 就会显得特别尴尬 甚至连朋友都没得做了 所以事到如今 王力能做的 就是想方设法地去试探苏默 看看这个骚年 到底是什么心思 如果对他有意思的话呢 那他就会偷拍送报 如果没兴趣的话 那就只能说明 自己没有那份福分 王姐 你别担心了 妙妙已经服用了订言单 明天就会好起来的 而且 他在五岁大的时候 就服用了订言单 随着慢慢长大 他会变得越来越漂亮 等他长大之后 绝对会是一个 惊天地气鬼神的大美女 苏默说道 惊天地气鬼神 这个比喻太可怕了 苏默则是调侃道 这是比清国清城 美若天仙还要高的境界 等妙妙长大了 知道他小时候 因为服用了你送给他的订言单 才变得那么美丽动人 肯定会爱上你的 王莉笑着说道 哼 我可没有在幼儿园 预定老婆的想法 苏默比黄妙大13岁 这样的差距 放在当今社会 根本算不上是差距 二十多岁嫁给七八十岁的老爷爷 也是比比皆是 但是苏默还没有那种耐心呢 他的原则就是 及时行了 看来默默的这个年龄 还是心存芥蒂的呀 王莉意味深长地说道 他这叫做旁敲侧击 苏默则是说道 没有 我对感情的事情 没那么苛刻 至于年龄大小呢 也不是那么在乎 毕竟我本身才18岁 比我小个一两岁 那没关系 再小的话 那就是祸害祖国的未来了 那往上呢 王莉笑着问道 往上啊 苏默呵呵笑了 端起茶杯喝了一口 然后继续说道 现在的女人啊 从表面上 看不出年龄大小 有些三四十岁的 看起来就跟二十多岁差不多 可能是因为我的心智 比较成熟吧 所以我喜欢比我大的 我现在谈的那几个女朋友 都是比我大的 王莉愣了一下 惊讶地问道 你谈了几个女朋友啊 反正不是一个 嘿嘿 苏默嘿嘿笑道 之所以对他坦白 就是想让他知难而退 让王莉知道 苏默不是什么好东西 虽然他温文儒雅 狠土大棒 而且呢实力高强 但却有点风流成性 自古英雅 自古英雄皆风流 苏默也不例外 如果王莉悬崖勒马 不想再跟着苏默进一步发展 那苏默就不会再有那么大的压力了 这也是在给自己减轻负担 但是王莉却不这样想 魏小宝为何会有七个老婆啊 古代皇帝为何会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啊 那些大款们为何会情人成全 说明这些人有值得爱的地方 不是有权势就是有钱财 要么呢就是有魅力 就拿苏默来说吧 这么多女人心甘情愿地跟着她 说明她魅力十足啊 王莉已经领教过了苏默的人格魅力 让她迷恋的也是无法自拔 甚至都有些想入非非 于是王莉就笑着说道 像你这样优秀的年轻小伙 确实人见人爱 王姐说笑了 我太花心了 控制不住自己 这也不能怪你 谁让你这么厉害呢 女人都喜欢你这种威武霸气 能够给予他们安全感的男人 至于花心 这应该被称之为潇洒 毕竟年轻嘛 人不风流往少年呢 王莉说道 王姐不觉得我很无耻吗 男人不流氓 生理不正常 这又怎么能是无耻呢 再说我也年轻过 现在这社会啊 有些女人还同时交往三四个男人呢 女人亦是如此 更何况是男人呢 王莉说道 以前在我们学校 就有个女老师 长得挺漂亮的 学校很多男老师追求她 然后啊 她今天约了这个 明天就跟那个约会 都是恋人关系 后来呢 这几个男老师碰头了 才知道 原来这个女老师啊 同时在跟他们几个人交往 后来这几个男老师一商量 就把那个女老师约出来 给轮了 事后这个女老师就报警了 那几个男老师啊 现在还在监狱里蹲着呢 而她也没有脸 继续做老师了 然后就辞职了 苏默听后 哈哈大笑 然后说道 哼 世界之大无情不有啊 这也叫做 自作孽不可活 感情不是儿戏 同时交往几个也很正常 毕竟这是一个选择的过程 同时进行对比 最后呢 哪一个才是最适合自己的 然后就选定谁 这种事情多了去了 没什么稀奇的 现在很多人都这样 嗯 这些我都知道 我听说 你跟董苏玲也在交往啊 汪姐的消息挺灵通的呀 苏默笑着说道 并不否认 董苏玲可是我们学校的一枝花 长得很漂亮 也特别温柔 追求她的人非常多 估计她都没有想到 最后会被自己班里的学生追到手吧 王历笑着说道 不过你们确实挺般配的 苏默嘿嘿笑道 我这叫做进水楼台先得月 这时叶成天打来了电话 苏默没有避讳的接通道 喂 天哥 默默 你在哪呢 叶成天问道 我在外面呀 有啥事 苏默问道 也没什么大事 就是跟你说下 三天后 我姐和陈家举行订婚宴 到时候呢 你可要来参加呀 叶成天笑着说道 窝了个大操 这么快 苏默震惊道 陈家追我姐都追好几年了 而且陈家也在一直催着呢 逃于压力 这次实在是没办法了 然后就只能订婚了 叶成天说道 你当初不是说 你爸给你姐的期限 是到二十八岁呀 现在还没有到期限呢 怎么就订婚了呀 那都是缓兵之计呀 哪能真的等到二十八岁呀 再说了 就算我爸能等 那陈家也等不了啊 叶成天说道 你姐不是不喜欢陈家那逼啊 怎么还答应跟他订婚了呢 嘿 家族联姻 自己没有决定权的 我以后的结局啊 也是这样 自己做不了主 全都要听我爸妈的 除非我变得像你那么厉害 不然就只能取鸡随鸡 取狗随狗了 叶成天感慨道 苏默苦笑一声 然后说道 好我知道了 到时候我会去参加的 别忘了呀 叶成天叮嘱道 放心忘不了 挂了电话 苏默深吸口气 心里非常不爽 王力健壮便好奇地问道 那是你朋友 嗯 我喜欢的一个女人 三天后就要跟别的男人订婚了 苏默如实说道 没想到王力却说道 他是猪啊 放着你这么好的不要 去跟别的人订婚 难道那个人比你还厉害 苏默呵呵笑道 哼 他不知道我喜欢他 至于那个男的 抵不上我的千分之一 那你还等什么 直接去对他表白呀 如果他知道你喜欢他的话 肯定会回心转意的 而且他家里 也肯定不会反对你们 除非他家里的人 脑子有病 现在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叶茜怡不知道苏默喜欢他 叶家都不知道苏默的想法 只有苏默自己的心里最清楚 叶茜怡这个纯阴之体 绝对不能让别的猪肯 只能让他肯 但是苏默很忙 一直都顾及不上 去追求叶茜怡 更何况 叶成天当初说啊 叶向山给叶茜怡的期限 是到28岁 现在呢 还有两年时间 苏默感觉还早着呢 没必要操之过急 想着再等等 等到自己闲的时候 再去弄他的事情 没想到 天又不测风云 叶茜怡和陈家 竟然要订婚了 事到如今 如果苏默再不出手 等着他们订完婚 苏默再去挖墙角 那就有点不要脸了 而且啊 严重不服苏默的作风 甚至有损他的名上 苏默起身说道 王姐啊 我先走了 嗯 我送你 王莉将苏默送到楼下 然后被叮嘱道 莫默既然是你喜欢的 那就去追求 别给自己的人生留下遗憾 苏默微笑着说道 谢谢王姐关心 是我的东西 谁也抢不走 哪怕吃掉了 也要给我吐出来 嗯 姐姐相信你的实力 王莉欣慰地说道 路上 苏默就给叶茜怡打了电话 喂 叶茜怡柔声问道 声说你要跟陈家订婚了 苏默开门见山地问道 是啊 祝福我吧 叶茜怡说得很苍白 毕竟这不是她所希望的 居然不喜欢 何必去葬送自己的幸福呢 苏默问道 唉 很多时候 人们往往都是身不由己的 我没有别的选择 叶茜怡叹气道 我可以让你选择 什么意思 我喜欢你啊 你喜欢我 叶茜怡惊讶道 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 我就深深地爱上了你 而且 暗暗地发誓 一定要把你追到手 结果 还不等我行动 你就要订婚了 你是练解癖吧 再说 我表妹那么喜欢你 而你却想追我 这怎么行啊 我不喜欢三心二意的男人 我跟夏宇和的情况 你应该最清楚 全都是她的爸妈 推不住来的结果 而且啊 你可能不知道 我当初之所以答应 做夏宇和的保镖 全都是因为我想通过她 而接近你 叶茜怡似乎是惊呆了 停顿片刻 然后说道 你说真的 我没必要骗你 那你早点干嘛去了 现在我要订婚了 你才说 叶茜怡问道 似乎有些埋怨 天歌说你不喜欢真家 而且还说 你爸给你的有期限 你还没到28岁呢 我哪知道 这么快就订婚啊 苏默郁闷地说道 苏默 你很优秀 而且很有潜力 但是你太小了 我不喜欢小的 叶茜怡说道 准备发好人卡 苏默汗颜道 真想对她说 走 跟我去厕所 我让你见见 世界上最大的东西 江车停在路边 苏默点根烟 猛抽一口 然后换个角度 再次说道 你不喜欢陈家 却迫于家族的压力 从而别有选择 但是我有办法 我说我喜欢你 那你爸妈 肯定不会反对 而且我还可以让陈家取消婚约 叶茜怡又愣住了 片刻之后便问道 你是认真的吗 不认真 我跟你扯什么肚子 你有女朋友 而且还不止一个 我表妹非常喜欢你 我姑姑和姑父 也特别看重你 结果 你现在去跟我说这些 真是让我有点猜不透 你这个花心大萝卜呀 叶茜怡说道 陈家不花心 她在你面前装得跟个君子似的 背地里的女人成军结队 恐怕你十双手都数不过来 再说了 陈家为何要娶你 想必你的心里比谁都清楚 苏默说道 虽然在背地里呢 说别人的坏话 是一件非常不道德的事情 但是现在 事出有因 不说不行了 你都知道些什么 叶茜怡问道 陈家娶她 自然是因为她的纯阴之体 难道说苏默也知道 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就知道 陈家是个渣渣 你是个超级大美女 她配不上你 你嫁给她 绝对不会幸福 苏默说道 故意转移叶茜怡的注意力 照你这么说 我跟你在一起 就会幸福吗 叶茜怡问道 至少会被你跟着陈家幸福 叶茜怡笑了起来 然后说道 那就让我看看 你的能耐有多大吧 而且时间不多了 叶茜怡这样说 等于就是默许了 这让苏默欣喜万分 还没有订婚 那就有挽救的可能 这社会啊 订婚了再退婚 也是常有的事情 结了婚还离婚呢 更别说是订婚了 但是叶家和陈家 都是死要面子的大家族 如果发生这种事情 传出去影响不好 所以只要订婚了 基本上就不会再退婚了 但是在没有订婚之前 还是有机会的 你就等着瞧吧 挂了电话 苏默的心里呢 有些小小的激动 将烟抽完之后 他就拨通了天风的电话 天堂主 苏默 进来可好啊 天风微笑着说道 叶茜怡要跟陈家订婚了 嗯 陈堂主给我说过了 但是我想要叶茜怡 天风听后边笑了 然后说道 如果你早点行动起来的话 他们也就不会订婚了 好吧 我加入产教 当真 天风问道 我又怎敢骗您 那我现在也明确地告诉你 他们两个没戏了 多谢天堂主 苏默欢喜道 这就是苏默的底气 而且当初 天风拉拢他的时候也说过 只要苏默加入产教 那他就可以让陈家打消这个念头 都市修仙高手第165集 天风爽朗地笑了 然后又问道 之前百般却说 你都不谢于顾 如今 为了叶茜怡这个女人 却欲无反顾地加入产教 苏默 你是真心真意地效忠产教 还是单纯地 为了这个女人呢 苏默则是说道 先是陈堂主 后是天堂主 中原两位大佬 都亲自地跑来拉拢我 我又怎会是那种不识抬举之人 但我觉得 我可能还没有准备好 所以并没有当即答应 却不曾想 叶茜怡会下出这么一招狠奇 事到如今 我也只能提前答应了 一是为了得到她 二是为了我的将来 明智的抉择 天风说道 只不过我担心的是 我抢走了叶茜怡 会不会因此而得罪陈堂主啊 你的价值和叶茜怡的价值 赎清赎重 陈堂主能够分得清楚 说是她因为这个而痛恨你 甚至对你不利 你且放心 既然我能让她扶摇直上 同样也能让她一落千丈 天风说道 有了天堂主这句话 我就放心了 等这件事情结束之后 你便来省城见我一面 天风说道 好的 等我的消息吧 嗯嗯 苏默欣喜道 挂了电话 苏默的心里有种负罪感 他这样的做法 确实有点卑鄙无耻 但是不卑鄙不行啊 不卑鄙的话 叶茜怡就成陈家的菜了 陈秋胜虽然厉害 但是陈家却不行 这次啊 资质一般 将来也不会有什么大成就 叶茜怡这个纯阴之体 若是落在她的手里 那简直就是暴殿天悟 所以说啊 为了叶茜怡 同样也为了苏默自己 那就只能横刀独爱 重新点个演出上 苏默感觉惬意的很 然后就拨通了叶成天的电话 喂 睦睦 叶成天应当 天哥 跟你说个事 啥事啊 我喜欢你姐 啥 你说啥 叶成天大惊道 我说啊 我喜欢你姐叶茜怡 苏默正色道 华操 你开什么玩笑 叶成天震惊道 苏默呵呵笑道 我没开玩笑 我说真的 苏默 我姐马上要跟陈家订婚了 你现在给我说你喜欢我姐 你几个意思 叶成天问道 在叶成天眼里 苏默就是个小兄弟 跟他表妹下雨河挺般配 至于下雨花呢 就苏默这柄像 估计也是难逃他的魔爪 但是这些事情都是情有可原 叶成天这个做表哥的也不会说太多 毕竟苏默太厉害 三七四妾 左拥右抱很正常 但是他从来都没有想过 苏默这混蛋 竟然还想打他姐叶茜怡的主意 你姐不喜欢陈家 她要是嫁给陈家 那就糟蹋了 虽然你姐现在还不喜欢我 但我至少比陈家强吧 苏默 你他妈想干嘛呀 我两个表妹都给你了 你还想要我姐 你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呀 叶成天说道 显然是有些恼怒 在他这一辈啊 他们叶家和夏家 就这三个女生 那两个都已经被苏默给预定了 结果呢 他还想一窝端 就连他姐叶茜怡也给收拾了 这简直就是畜生啊 什么两个表妹啊 我只是夏宇和的男朋友 但是他和你姐之间 我更喜欢你姐 至于夏宇和 我压根没有想法 苏默纠正道 苏默 你 哎呀 卧槽 你不能喜欢我姐 叶成天郁闷地说道 他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苏默呵呵笑了 然后说道 实不相瞒 这都是天堂主的意思 他对我说道 只要我愿意加入产教 那他就可以让陈家放弃你姐 并且撮合我和你姐 你说什么 是天堂的造主意 你加入产教了 叶成天惊骇的 没错 迫于压力 我也是刚刚做出的决定 并且已经答应了天堂 我真是认了狗了 叶成天彻底探岁了 叶成天又气愤又无奈地挂了电话 想必啊 他会把这个消息 立即告诉他的爸妈 等叶象山和常灵 知道苏默喜欢他们的闺女 易倩仪 并且准备阻止叶倩仪 和陈家订婚的时候 肯定会惊呆吧 苏默感觉自己就是无敌卑鄙 让他忍不住哈哈大笑 然后呢 他就开车去找何芸兰 准备分发定员单 当初苏默问丽莎 要了100个定员单 不过呢 都是法阶品质的 然后就给徐英宏一蕾 至于别的都没有分 而这次苏默自己又炼制了 200名定员单 并且都是极品保洁品质的 然后就想给自己认识的 那些个女人啊 发福利 按照先来后到的顺序 先从何芸兰开始 然后又跑到学校 给薛倩和董姑灵热一枚 然后是周思雨 夏宇和 夏宇花 朱丽叶 孤立定 邓雪 普兰克 董若丽 细算下了呢 也就这么多了 至于他们的父母 已经没必要再服用定员单了 在这之前 苏默已经给他们美人一枚续命来了 除此之外 苏默又多给了周思雨一枚 让她回家送给他妈 陈子敬 当做是苏默的一份孝心 还有呢 就是罗黎莎 不管怎么说 苏默都在扮演着她的表哥身份 对于这个表妹 自然也是要悉心关照 夏宇和还不知道 苏默准备挖她表姐叶倩仪的墙角 苏默送给她定员单之后 让她也是欣喜万分 但是苏默的心里啊 确实有些愧疚 至于那个罗黎莎 如果苏默不是变成周永元的样子 估计啊 她恐怕会忍不住亲苏默一口了 转了一大圈 给这些人 全部都分发了定员单之后 已经到了晚上了 而今天晚上呢 苏默则是准备去何云兰家里吃饭 顺便睡个觉 在去何云兰家的路上 苏默也服用了一枚定员单 虽然她已经非常的英俊潇洒了 但是锦上添花这种事情 谁也不会介意啊 本来就很帅 服用了定员单 那苏默就会变得更加帅气了 不过从今往后 苏默的压力就更大了 因为像她这种气大火好 英俊潇洒 实力高强 天赋惊人 潜力无限的年轻小伙 对任何年龄段的女性 都有着致命的杀伤力 看来以后她必须低调低调再低调 不然的话那是祸害苍生啊 一家人齐乐融融的吃晚饭 何云伟和何云兰呢 也分别对苏默 汇报了最近的工作进展 张江留死后 何云伟便负责装修 何云兰呢 则是负责提前招工 以及购买各种杂七杂八的东西 等装修竣工 不需要耽搁太久 立马就能够正常开业 苏默则是说道 药材方面 货源充足 想要多少就有多少 至于别的食材 就从普通渠道购买 饭间 何广义和何云伟父子呢 陪着苏默喝了两瓶白酒 喝到九点多散场之后 苏默就准备洗洗睡觉 然而刚洗完脚 还不等爬上何云兰的床 苏默就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 乍一看呢 是本地号码 然后就接通道 谁啊 是苏默吧 对面那人说道 竟然是个女的 而这声音呢 听起来似乎有点熟悉 但是在哪里听过 却又想不起来 我是苏默 你是哪位 我是周思雨的姑姑 周立芳 对面那人说道 姑姑 苏默惊讶道 心想这大半夜的 你怎么会突然给我打电话 难道是想跟我来个午夜优惠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这个周立芳 也未免有点太自恋了吧 我跟你又不熟 你想跟我约就约 那我岂不是很没面子 万一你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怎么办呢 再说你还是周思雨的姑姑 这关系 就算你想跟我约 那我也不敢和你约呀 我他妈已经够畜生了 夏宇和还没推倒呢 就把叶云丽给放翻了 犯下如此滔天罪行 我可不能一错再错 佛法曰 苦海无边 回头是岸 虽然我现在无法回头 但也要尽量减轻罪错 像这种卑鄙无耻 邪恶无边的事情 以后啊 还是尽量少做为好 今晚有空吗 周立芳问道 呃 苏默的心里顿时发慌 真是担心什么来什么呀 他最害怕 自己的人格魅力太大 导致那些见过他的女人们 都深深的迷恋自己 并且无法自拔 然后想方设法地靠近他 结果 一个个恶毒的女人 前赴后继 接踵而至 让苏默苦不堪言 先是燕云丽 后是徐英侯 似乎王丽也在跃跃欲试 没想到周立芳现在也想按号排队 姑姑 你这是啥意思呀 苏默若若地问道 有空吗 周立芳再次问道 空是可以抽的 那好 我在水库河畔等你 周立芳说罢就直接挂了电话 苏默站在那里 手里拿着手机 看着一脸疑惑态势的何云兰 可谓是蛋疼无比呀 谁呀 何云兰皱眉问道 周立芳的妹妹 周思雨的姑姑 所以我平时也叫她姑姑 苏默如实说道 她找你干嘛 苏默一脸严肃地说道 可能是因为 鹿兴酒厂的事情 需要我的帮忙 你跟周立芳也走得很近 何云兰惊讶道 是啊 你老哥我现在也是社会名领 市里面那些领导和企业老总 都跟我比较熟 苏默装逼道 何云兰嗷了一声 然后问道 那你待会来不来了 不好说 看情况吧 如果事态比较严重的话 那我恐怕就回不来了 着急不着急啊 何云兰问道 应该不着急吧 那你赶紧过来呀 叫了公粮再走 遵命 苏默说道 直接来了一个恶虎扑石 给何云兰交完了公粮 这个女人啊 才算是心满意足地 给苏默放行 苏默穿好衣服 翻窗户离开 开着劳斯莱斯幻影 便向着新城区的水库河畔赶去 苏默来到的时候 看了下时间 已经是十点半了 这个地方呢 是个花园广场 紧邻水库 白天有很多人开车来这里玩 晚上也有不少人在这里纽会 放眼望去啊 每隔几十米 就停着一辆车 普通人或许是看不清楚 但是苏默却能够看得清清楚楚 那些车啊都在颠簸震动 至于那些狗男女们在车里搞什么 自然是不用多说呀 真不知道周立方把苏默叫的这种地方 是准备干什么 难道你想跟苏默在车里玩刺激 这应该还不至于吧 苏默就跟周立方见过两次面 说过两句话 除此之外 没有任何的交际 就算周立方对苏默图摸不轨 想要老牛吃嫩草 也不会这么直接吧 至少需要彼此了解一段时间再说吧 哪有直接就上的呀 不过说真的 这里确实是个优惠的好地方 周立方站在一辆白色的 宝石节911跑车旁边 看到苏默来了 便转过身来 苏默走到他的跟前停下脚步 没有堵车吧 周立方调侃道 苏默笑着说道 姑姑 实在是抱歉 临行前有点事情 让您久等了 我打扰你跟女人上船了吧 周立方说道 呃 没有 怎么会 别掩饰了 你身上有味道 苏默顿时无语 跟修士高手打交道 就这弊端 鼻子比狗都灵 你吃过什么碰过什么 只要近距离的面对面 就能够分辨出来 为了掩饰自己的尴尬 苏默点根烟抽上 然后便问道 姑姑 这深更半夜的 把我叫到这里来 有什么事情吗 叫我姑姑 你是想扮演杨过吗 周立方倚靠在车头上 微眯着眼睛 盯着苏默问道 您是思雨的姑姑 我自然也要叫您姑姑了 至于您说的 那是无极之谈 我对您可是非常尊敬的 毫无亵渎之意 苏默一正言辞地说道 那你就别叫我姑姑 周立方说道 呃 那我应该如何称呼您啊 苏默说道 心说你呀 该不会 也想跟叶云丽和徐英红 以及王丽那样 让小爷叫您姐吧 貌似很多女人 都不喜欢让那些 比自己年龄小的人 叫自己阿姨 因为叫阿姨 似乎就把她们给叫老了 而姐呢 则是会显得更加年轻 修士以强者为尊 一切尊寻实力高低说话 不分年幼尊老 你比我实力高强 我应该尊称你才对 周立方说道 听到她这样说 并不是让苏默叫她姐 这让苏默的心里呢 松了口气 然后便笑着说道 我这个人非常注重礼数 你比我大 不叫姑姑 那就叫姐吧 随你 周立方说道 方姐啊 你让我来 不会是为了聊天吧 当然不是 这个女人呢 有点冷漠 至始至终 苏默都没见她笑过 一直都特别严肃 那是为何 今天晚上把你叫到这里 就是想跟你切磋一下 切磋 苏默惊讶道 心说你是准备 跟我在车里面切磋呢 还是在床上切磋呢 还是真刀实枪的 大概一场呢 跟高手过招 有助于修炼 你现在是我们宝平市 最厉害的高手 知道了你的事情之后 我就一直想找个机会 跟你切磋切磋 听了周立方的这话 苏默的心里就踏实了 只要不是找他约会和认解的 那别的都没压力 而且周立方能产生这种想法 苏默也是可以理解的 毕竟修士都以实力为重 不管闭关修炼 还是杀人略货 都是为了提升自己 让自己变强 而与高手过招 则会极大的丰富 自己的实战经验 对于修士来说呢 益处颇多 因为很多时候 实战经验 往往比个人实力更加重要 你空有一身强大的实力 然而实战经验 却严重不足 极有可能会在阴沟里翻船 从而被那些弱于自己的残杀 自古以来 两军征战 都是各种暗算 各种阴谋 很多的时候呢 那些计谋 都会起到大作用 最终以少胜多 以弱胜强 周立方遇到苏默这种天才高手 自然是按捺不住 所以才在深更半夜 把苏默约出来 苏默将烟头抛飞 笑着说道 哼 我还以为方姐把我叫来 要谈论什么大事 原来是为了跟我切磋呀 那好 反正闲着也闲着 不如就切磋一番 跟方姐这种美女过招 对我来说 也是求之不得啊 都市修仙高手 第166集 周立方微微一笑 然后便召唤出了自己的长剑 看到周立方微笑 足膜也是为之动容 说真的 像她这种比较冷艳的女人 一旦笑起来 确实觅到众生 让人浮想联翩 且看周立方手中常见 散发着璀璨灵光 竟是下品灵气 于是苏默便点头说道 不错不错 下品灵气 亮兵器吧 周立方说道 已经准备就绪 不用 苏默摇头道 周立方皱眉道 我要是亮兵器的话 那就太欺负你了 你这是瞧不起我 周立方说道 脸上有些不悦 周立方知道 苏默是反虚镜巅峰高手 而且前段时间呢 还斩杀了 河道警初期实力的灰狼妖 可谓是一战成名 但是老娘现在跟你切磋 处于尊重起见 你至少也要亮兵器吧 你压赤手空拳的 准备给我切磋 这明显 就是瞧不起人呢 人都是要面子的 尤其是修士 像周立方这种 冷面孤傲的女人 自然是更加在乎颜面 苏默笑着解释道 方姐别误会 或许你还不太清楚 我引以为傲的 不是兵器法宝 而是我的法术 而且你手中 那是下品灵器 但是我没有灵器 却有一把下品圣器 你说 我要是手持圣器 跟你切磋 是不是欺负你 什么 你有圣器 周立方大惊道 圣器 那是何等屌逼的存在啊 很多河道经高手 用的还都是灵器罢了 没想到苏默竟然有圣器 怪不得他与反虚境巅峰的实力 就轻易地斩杀了 何道经初期实力的灰狼妖 原来是因为这个呀 如果苏默没有圣器的话 那可能就是灰狼妖斩杀他了 顿时间感觉 自己与苏默之间 竟然有着如此巨大的差距 跟眼前这个骚年一比 周立方都有点无地自容了 踏上修仙之道之后 周立方也是进步飞快 如今呢 已经是反虚境中期实力 达到这种程度 其实已经非常厉害了 虽然跟那些天才没法比 但是跟绝大多数的修士相比起来呢 已经算是高手了 所以啊 就让他变得越来越自视甚高 甚至啊 还有点目空一切 然而 人比人得死 祸祸祸得扔 跟苏默这种变态一比 自己就成了一无是处的喳喳 而自己那种狂妄与优越 简直就是在打脸呢 若是没有圣器 我也杀不了那个灰狼妖 苏默笑着说道 灵器跟圣器相差甚远 若是苏默手持圣器跟他切磋 那周立方手中的灵器 就成了废铁了 一剑就要被劈成两截 所以苏默才想着赤手空拳 跟他切磋 周立方轻横一声 挥剑便朝着苏默冲了过来 他没有施展法术 就是想要跟苏默近战切磋 苏默见状傲立原地 动也不动 当即施展圣金术 刹那之间金光四射 将他笼罩其中 周立方一剑劈在圣金罩上 吭枪一声 直接就被反弹了出去 周立方暴退十几米远 这才站稳了身形 看着苏默惊讶地问道 你这是什么护身法术 这叫圣金术 是我杀了灰狼妖 掠夺来的修炼法则 感觉这圣金术非常厉害 所以就修炼了 能不能愉快地切磋了 周立方不悦地问道 这圣金术的防御如此可怕 轻力一剑劈在上面 直接就被震退 你压站着不动 我都伤不了你 还切磋个毛线 苏默呵呵笑了 解除圣金照 然后说道 来吧 周立方再次挥剑冲上 而这一次 他的速度出奇地快 并且还伴随着风笑声 风戏法说 苏默一眼识破 当即施展踏天步 尽管没有法宝 但也可以较量 比起锋芒 职工本身 毕竟电视剧里 都是这么演的 周立方的剑法超绝 凌厉无比 但是苏默也不是吃素的 他的身法鬼魅异常 速度也是极快 尽管周立方掌握最擅长速度的 风系法术 但是苏默却是有踏天步 比他还要高端大气 打了十几个回合 周立方是越打越郁闷 本来以为苏默这么年轻 肯定是法术和法宝厉害 近战夺斗肯定是他的弱项 所以他才没有施展法术 跟苏默对拼 因为那样是自取其辱 他若是施展法术 苏默直接施展圣金术 光是这一招就让周立方无可奈何 更何况 这一丝还掌握着非常可怕的天火术 如果苏默施展天火术攻击他 那绝对把他烧得面目全非啊 周立方预想的是 跟苏默近战搏斗 消消他的锐气 没想到 这一丝的近战实力 也是如此的厉害 堪称滴水不漏 没有任何的破绽 让周立方是郁闷的不行啊 好了 周立方收剑后退道 咋啦 苏默问道 差距太大 我打不过你 其实方姐已经很厉害了 你别安慰我了 我说真的 你到底掌握了几门法术 周立方好奇地问道 六门 苏默说道 天火术 七十二变 塔天布 圣金术 嗜血术 和千里追踪术 当初为了伪装天火术 而修炼的烈火术 不算集中 正好是六门 六门 周立方震惊道 你到底是怎么修炼的 等级提升这么快 还修炼的这么多法术 你开挂了吧 苏默笑着说道 哼 天机不可泄露 周立方顿时皱眉 打量着苏默 然后问道 你绝对不是凡人 你到底是什么人 方姐这话说的 我不是凡人 还能是什么呀 我可不是什么大神转世 没必要骗你 而你呢 也别瞎猜了 苏默笑着说道 真是看不透你 哼 有点神秘感 挺好的 周立方轻哼一声 收起长剑 然后叮嘱道 今天晚上的事情 你别对别人说 没问题 明天晚上有空吗 明天晚上 干嘛 苏默疑惑道 还来这里陪我切磋呀 虽然我不是你的对手 跟你差距非常大 但是我可以通过跟你切磋 留到很多东西 这有意于我修炼 周立方说道 让我当你的陪练呀 苏默汉言道 心说你有这份闲情雅致 但是我可没有 我很忙的 你不愿意 周立方问道 我倒是很愿意 但是我比较忙 而且事情比较多 今天有空 不一定明天还会有空啊 而且这种程度的切磋 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益处 我不敢用法宝 更不敢用法术 而你的法术 也威胁不到我 我只能步步牵让你 当你的靶子 这真的很没意思 而且这种切磋 只能丰富实战经验 提升不了自身修为 如果你想找一个陪练的话 应该去找个跟你实力相当的 我不适合 但我没说 周立方冷声说道 转身便要上车 诶 等一下 苏默见他要走 急忙说道 周立方转过身来 问道 你还想说什么 你想要快修炼 服用纯阳丹啊 在丹药的辅佐下 那是事半功倍啊 周立方笑了 然后说道 你以为人人都可以那么奢侈的 服用丹药 辅佐修炼啊 像我们这种反虚境的 法阶丹药 已经起不到太大的作用 只能服用宝基丹药 而宝基丹药 都是价值昂贵 但是一枚下瓶宝基的纯阳丹 就要千万居多 而且修炼还是根据 自身的物性和资质的 不是说服用丹药 就一定有效 那些资质一般的 即便是拿丹药当饭吃 等级也是提升缓慢 更何况 丹药都被各大教派 人格的控制 即便有钱 也很难买到 虽然我有钱 但是我无门无派 想买丹药 也是困难无比 你以为 人人都像你这样 天赋惊人啊 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没想到周立芳 竟然会鄙视苏默 这让苏默苦不堪言 然后说道 丹药确实很难买到 但是我有啊 天赋和物性极高的人 即便是没有服用丹药 实力照样突飞猛进 而那些天赋和物性一般的人 就算拿丹药当饭吃 也是毫无作为 陈嘉内斯就是个典范 他爸陈秋盛 是中原执法堂的副堂主 全是滔天 法宝 丹药 应有尽有 如果他的天赋和物性极高的话 估计早就踏入河道境了 只可惜他很垃圾 给他再多的修炼资源 也是浪费 现在呢 依旧是反虚境初期 掌握着二重雷电数 跟苏默一比啊 那他就是一朵史 周立芳惊讶地看着苏默 问道 你有多少 丹药周立芳也有 但是并不多 苏默有 自然也不奇怪 混迹江湖的修饰 或多或少 都会有些丹药 但是听苏默的口气 似乎他有很多 苏默呵呵笑了 并没有回答 而是问道 方姐啊 你以前服用过的 都是什么品质的纯阳丹啊 发现苏默是在吊他的胃口 这让周立芳很是郁闷 但是还是说道 我刚踏上休闲之道之后 我哥为了培养我 在我身上砸了几十个亿 在炼气境和化神境阶段 我服用的都是法际丹药 到了反虚境之后 法际丹药就没有什么作用了 只能服用保际丹药 但是 法际丹药还能买 保际丹药就难买了 而且 这开销 实在是太惊人了 然后也就不再让我哥给我砸钱 到了反虚境之后 我也猎杀过很多妖族 为了维护我们周家的利益 我也杀了很多凶士 并且也掠夺到了很多的丹药和资源 我手中这把下品灵气的长剑 就是杀人掠后得来的 至于纯阳丹 我就服用过仿机的 因为宝机的纯阳丹和灵气丹 各大教派都控制得非常严格 基本上都功用较重了 就算你有钱 有人卖 也很难买到 以前我杀过一个反虚境初期的 同他身上 得到一枚下品宝剑的纯阳丹 服用后去修炼 那速度 真的没得说 方姐就没有考虑过加入别的教派啊 你这实力 如果想要加入产教的话 应该不难吧 苏默说道 以前我确实考虑过 但是你可能不知道 每个领域都是肮脏不堪 教派里面那些人 都特别的无耻 遇到那些长得漂亮的女人 就想收入囊中 你也知道 修士高手实力越强 占有欲也就越强 我渴望得到训练资源 让自己变强 但却不想因为这个 就出卖自己的人格 所以 读来读往 比较适合我 周立方说道 苏默听后 哈哈大笑 然后说道 哼 潜规则无处不在啊 你到底想说什么 周立方问道 苏默翻手 拿出一百枚 极品宝接纯阳丹 在神念的控制下 这些散发着 璀璨灵光的纯阳丹 飘荡在半空中 看到这些丹药 感受着 宝接品质纯阳丹的 浓郁丹气 周立方眼珠子 都差点跳出来 惊诧道 这是宝接纯阳丹 怎么这么多 像周立方这种修士 身上倒是有些法丹 而且呢 都是以灵气丹为主 至于别的丹药 都算是比较稀缺的 不容易弄到手 而且周立方的 全部家当 也就几十枚丹药罢了 至于宝丹 更是一枚都没有 这主要是因为 宝丹太珍贵 不管修士 还是妖族得到之后 都会立即服下 以免戴在身上 夜长梦多 即便是那些 河道警告手的身上 也不会有太多的宝丹 因为宝丹 都是按丹数算的 一枚呢 就非常昂贵 更别说是十枚 百枚了 看到苏默 突然拿出这么多宝丹 并且都是纯阳丹 周立方 怎能不激动呢 他的心脏都在狂跳 这一百枚纯阳丹 都是极品宝洁品质 我不能做方姐的陪练 索性便把这些 纯阳丹送给你好了 苏默风情云淡地说道 你说什么 极品宝洁 送给我 周立方来以置信道 他以前服用过 一枚下品宝洁的 纯阳丹 那酸爽 让人难以言喻 没想到 苏默这些纯阳丹 竟然都是极品的 周立方的天赋不差 悟性也不弱 他现在呢 是返徐镜中期 如果再给他 十枚下品宝洁纯阳丹 他都有可能 提升到返徐镜后期 如果是这 极品宝洁的纯阳丹 两三枚足矣 结果 苏默却说 要将这一百枚 全都送给他 看到周立方脸上 惊恶的表情 苏默感觉特别惬意 貌似他比较乐中于 让那些冷艳狂傲的女人 吓蒙吓傻 这是一种非常爽快的过程 也是装逼的一种方式 周末顺手一挥 这一百枚纯阳丹 便朝着周立方呼吸而去 周立方见状 立即催动法力 然后尽数接住 近距离的感受 这极品宝洁品质的纯阳丹 丹气真的是浓郁到了极点了 嗅起来 甚至都让人陶醉 以前一枚都很难见到 现在呢 直接见到这么多 周立方彻底不淡定了 抬眼看着苏默 难以置信地问道 你真的要送给我 都给你了 还有假吗 苏默笑着反问道 你哪来这么多纯阳丹 还是极品宝洁品质的 周立方好奇地问道 都是走正规渠道得到的 不是偷的 更不是抢的 所以方姐就别追问了 苏默说道 你就不要 我还有 周立方彻底无语了 出手就是一百枚 眼睛都不带眨一下的 由此可见 苏默一点都不在乎 那么也就是说 苏默给他的这些啊 只是九牛一毛 而他呢 所拥有的总数量 将会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数字 想到这里 周立方有种疯掉的感觉 难道说苏默是个炼丹师 可问题是 像他这种超级高手 又怎么可能是炼丹师呢 他掌握六门法术 还要兼顾修炼 他哪来的精力 再去俯修丹道啊 再或者说 这些丹药 都是别人送给他的 卧槽 谁这么大方 如果让周立方知道 谁这么大方的话 那他绝对会不假思索的 嫁给他 嫁给一个炼丹师 这是所有女性修士 梦寐以求的事情啊 炼丹师的地位 在任何教派内 都是非常高的 而且炼丹师不比高手 那些个高手虽然厉害 但是行走江湖 也有被杀的可能 但是炼丹师 那都是重点保护对象 并且身边都有高手保护 即便是非常不幸的 被恶势力抓走 也不会击杀 因为炼丹师 等于就是摇钱术 炼指丹药 就可以创造出 惊天的财富啊 嫁给一个强大的炼丹师 那以后啊 就不需要为丹药发愁了 这种好事 谁不乐意啊 女人都想嫁给那些大款富豪 过上豪门贵妇的奢侈生活 而在修炼界 女修士不看重财富 只看重对方的实力 如果是炼丹师的话 那就最好不过了 你是炼丹师 周立芳问道 如果苏默真的是炼丹师的话 那周立芳就必须 重新给苏默定位了 不是啊 芳姐别问了 问了我也不会说的 但我没问 周立芳说道 人都是好奇心非常重的动物 对方越是不想让你知道的事情 你就越想知道 但是呢 他现在跟苏默的关系 毕竟不太熟 苏默也不可能 把什么事情都告诉他 等到以后关系密切了 再去打听也不迟 苏默笑了笑 点根烟抽了起来 然后说道 快点收起来吧 这极品宝洁品质的丹器非常浓厚 引来高手就麻烦了 有你这么厉害的高手在 谁还敢来啊 周立芳说道 顺便将这些纯羊丹 全部都收了起来 苏默笑着说道 哼 已经很晚了 芳姐 我们回去吧 嗯 这深更半夜的 不用我为你保驾护航 送到家吧 多谢你的好意了 不用那么麻烦 那好吧 周立芳开着那辆 保时捷911离开 苏默呢 将演出完 也开车回家 这地方距离他住的别墅 也就五分钟路程 完全不着急 至于给周立芳 这一把枚纯羊丹 完全就是想送个人情给他 另外就是 苏默想把他发展成自己人 邓雪是肯定会 重点培养的 而叶成天呢 只要苏默顺利的 做了他的姐夫 那苏默也会培养他的 虽然苏默说 他喜欢叶芊怡 让叶成天非常气愤 但是气愤归气愤 叶成天也无可奈何呀 而且天方还说 会帮助撮合 到最后 叶成天也就只能 面对现实了 到那时候 苏默这个 比他小七岁的骚年 就要名正言顺的 变成他的姐夫了 想到叶成天 喊自己姐夫的画面 苏默就感觉可笑啊 而周立芳 实力不错 重点是漂亮 若是把他发展成为自己人 那苏默的队伍 就更加壮大了 邓雪 叶成天 丽莎 包括周立芳 宝平地面上这几位比较厉害的修士 全部都成为了他的手下 以他为尊 那滋味绝对酸爽 一个好汉三个邦 一个篱笆三个装 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 但是众人实柴火焰高啊 很多事情 人们都是需要帮手的 古今中外 无一单能成王 只有团结协作 齐心协力 才能够最终成功 那些单枪匹马 行走江湖的 虽然会闯出一些名堂 但最终的下场 很多都是身手异处啊 刘邦用的张良 韩信 萧和 得以创建地业 刘备用的孔明 关羽 张飞 赵云 得以三足鼎立天下 宋江是一遇大事 就属足无措 不知如何是好的主子 幸好有梁山一百多位兄弟 哥哥 修要惊慌的辅佐 才能够占据 八百里水破梁山 唐三藏 西天取经 没有孙悟空一路的 降妖伏魔 诸八戒 沙河上的安前马后 岂能取得真经 普度众生啊 原始天罪 一个人再厉害 他若是没有创建产教 也不会有今日 这般至高无上的地位 同样的 人教 产教 佛教 神教 都是如此 苏末以前呢 就想单枪匹马的 闯荡江湖 缔造一番传奇 但是现在想想 以前的想法 真的是太幼稚了 在修仙这条不归路上 想要站得更高 尿得更远 那就只能培养属于自己的势力 虽然苏末现在还算不上太厉害 但是他必须未雨绸缪 未以后酷炫装逼去铺路 回到家里 苏末服用一枚纯羊丹 然后进入了修炼模式 话说炼成这批丹药之后 苏末就服用了一枚定岩丹 至于这纯羊丹的功效呢 他还没有体验过呢 当真是不用不知道 一用吓一跳啊 服用了纯羊丹之后 吸收天地灵气的速度 足足快了十倍 如此一来 修炼一天等于修炼十天 这可不仅仅是事半功倍了 但是想从反徐境巅峰 踏入河道顶 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以前升级快 那是因为等级低 现在等级这么高 再想进步就比较艰难了 不过按照这种 不用纯羊丹的加快修炼的速度 一年之内 苏末差不多 就可以踏入河道顶 当然了 如果再让他斩杀几个 河道顶的高手练化了 那就更快了 因为杀人掠祸 是最快的升级方式 以至于苏末现在 都懒得闷徒苦修了 就喜欢这种捷径 像那些大老板们 赚的都是大钱 一般的小钱 都看不到眼里 四日早上 苏末还在修炼当中 王丽的电话便惊醒他 喂 莫莫哈 姐姐真的是要爱死你了 王丽激动万分地说道 不用说 肯定是他今天早上照镜子之后 看到自己年轻了很多 皮肤好了很多 漂亮了很多 然后就情不自禁地 给苏末打电话道谢呢 苏末笑着问道 妙妙呢 怎么样 山口愈合了 也没有疤痕 皮肤更嫩了 王丽狂喜道 嗯 都在我的预料之内 莫莫呀 姐都不知道该如何感谢你了呢 你说吧 想让姐怎么感谢你啊 王丽说道 其实苏末很想对她说 干脆啊 你让我上一盘当作感谢好了 毕竟老子想上你很久了 何况你还这么的空虚寂寞 但是这话是不能说的呀 一旦说了 后果不堪设想 我不是对你说过了呀 都是自己人 别说什么感谢之类的话 伤感情 苏末说道 但姐必须感谢感谢你啊 不然姐的心里跪不去啊 苏末刻意地转移话题道 王姐啊 你这两天抽空 把那辆车给卖了吧 那车刚买的 就成仙 不会掉价的 哎呀 差点忘了 你还把那辆车子给了我呢 男人手短 吃人嘴软 你给姐姐这么多东西 让姐怎么报答你呢 你想怎么报答我呀 苏末黑黑地笑着问道 王立何等聪明 知道苏末这是在调侃 于是便柔声说道 要不今天晚上 你还是来我家吧 姐给你做好吃的 饭这东西吃两次就够了 哪能经常吃啊 再说 我也不能经常往王姐家里跑啊 要是让别人看到 会说闲话的 走自己的路 让狗去喷吧 再说 我都不介意 你还有什么介意的呀 就这样吧 晚上等你来哦 王立说道 看情况吧 如果我没有事情 那就去 如果真的有事 那就只能改天了 嗯 好的 挂了电话 苏末便准备出门 很久没有正儿八经的 吃过早饭了 苏末想要去外面的早餐铺 喝点稀饭 吃点包子 然后再去瑞田地产 视察一番工作 顺便呢 再给孔若丽交点工粮 工粮这东西啊 必须按时交纳 不然就是不负责任 既然人家做了你的情人 不求名分 不图回报 隔三差五的让你免费上 那你就要尽好自己的义务 不能没良心呢 在董事长办公室 给孔若丽交了工粮之后 他便说道 老公 你可以死了 苏末正惬意的抽着烟 突然听到他说这样的话 愣了一下 诧异的问道 你呀说什么呢 若若丽见苏末没听明白 便笑着解释道 老公 你别误会 我是说 以后你可以不用这个身份了 什么意思啊 你的外债已经还清了 而且 你又给了我一百多个亿的巨资 现在我已经全面地掌控了整个公司了 已经跟你撇清关系了 以后 有你没你都行 而且我也知道 你不喜欢这样伪装 所以 现在你可以制造一场事故 把自己弄死 然后 你就可以用自己的真面目 跟我在一起 拱若丽解释道 哦 我还以为你想谋害亲夫呢 苏末恍然道 我哪敢啊 拱若丽柔声笑道 苏末点头说道 你说的很有道理 周永元现在赢没有什么价值了 可以消失了 但问题是我会想方式瓦子杀人 至于自杀 还真的是没什么经验啊 制造什么事故比较合适呢 方式有很多呀 车祸 跳楼 喝药 吸毒 精进人亡都是可以的吗 拱若丽笑着说道 苏末听后不禁感慨道 真是罪毒富人心啊 手段真多 我这不是给你出谋划策吗 拱若丽说道 车祸不错 但是要浪费一辆车 有点不太值 嗯 让我想想 吸毒不错 节能环保 问题是没有毒品啊 这两天我让人给你买点 这些东西很好买来的 不用那么麻烦 公安局我有熟人 毕竟我就是修士警察 就让公安局的人 跟我配合着演一场戏 那就OK了 毕竟是走个流程 只要让外界知道 周永元死了就行了 还是老公明智 龚若丽说道 苏默哈哈大笑 心说老子真的很卑鄙无耻 他骂得越来越砸碎了 拿定主意之后 苏默就给王浩打电话 喂 王叔啊 给你商量个事 莫莫呀 啥事 你说 王浩欣然道 周永元那斯在去年的时候 家与我 然后被我除掉了 送他以后啊 我就假扮成他 逐渐的吞并了瑞天地产 苏默把事情的真相 以及自己的想法 对王浩全盘托出 别人不能说 但是就可以给王浩说 毕竟王浩是绝对 站在他这边的 而且呢 这也不是什么大事 周永元虽然是宝平市 比较有名气的地产大亨 但毕竟是个凡人 苏默这样的高手 杀他也就杀了 没什么大不了的 王浩听后便呵呵笑了 然后说道 哎呦 这个很简单 局里面呢 就缴获了大量毒品 我带着几个人呢 去配合你下好了 那就多谢王叔了 都是自己人 你跟我客气什么 王浩笑着说道 这段时间 邓雪非但没有回家 也没有来上班 王浩担心他 于是打电话询问 得知苏默将斩杀的灰狼妖 尸身送给他 也给他送了很多 价值连城的丹药 让王浩也是非常欣慰 作为邓雪的父亲 看到自己闺女 跟苏默走得那么近 他最担心的 就是苏默会随着 越来越牛逼 而看不上他闺女邓雪 然后就玩玩给踹了 但是再看现在呢 可能是自己多虑了 苏默不是那种 有了媳妇就忘了娘的人 反而还对邓雪加倍的好 对此王浩怎能不开心呢 就这样 苏默变成了周永元 在办公室里装死 龚若丽的演技呢 也是非常高端 又惊又叫的 把卢黎沙喊来 然后立即报警 二十分钟之后 王浩就亲自带队来到现场 确定周永元 已经断气之后 也没有叫救护车 两名警察就把周永元给抬走了 在回警局的路上 苏默就现出了真身 这两名警察看到周永元 突然变成苏默 而且还醒了 差点吓尿 默哥 怎么是你啊 你这演的是哪一出啊 一个年轻警察震惊道 苏默给那两个警察递烟 然后笑着说道 哼 我这叫做狸猫换太子 原来你在假扮姓周的呀 那名警察恍然道 咱都是自己人啊 心里值得就好 别对外说出去 苏默叮嘱道 那必须的 默哥尽管放心 那名警察说道 接下来 苏默就跟王浩他们三个抽烟砍蛋 快到警局的时候 苏默就提前下车了 不过呢 劳斯莱斯幻影 还在公司门口停着呢 为了配合演戏 这段时间啊 是没办法开了 但是没关系啊 奈何不住 苏默的车多呀 狐介之内 还有奔驰S600 奥迪Q7 宾利木尚 麦巴赫62 四辆车呢 于是 苏默就来到了一个 没人的胡同里 将那辆宾利木尚 释放出来 然后开着便走 苏默开车去找朱利叶 看他准备的怎么样了 只要美容院开业 等于就是解放了朱利静 和徐英红这两个闲人 让徐英红有事可做 那他就不会整天想着 让苏默给他交工粮了 对于苏默来说 可以在很大程度上 缓解他的压力 然而在半路上 却接到了夏江林打来的电话 看到夏江林的号码 苏默的心里啊 有点发虚 因为他不知道 该要如何面对 夏江林的质问 毕竟自己做的事情 有点吃力爬外 甚至是卑鄙无耻 对不起夏雨河的良苦用心 更对不起夏江林 和叶云丽的满腔热情 喂 夏叔啊 苏默接通道 默默 你来一下 我跟你说点事情 夏江林说道 语气还算平淡 好 该面对的必须面对 躲是躲不开的 于是苏默便掉头 去夏江林家里 到了之后 苏默看到 别墅门前停了好几辆车 其中呢 还有叶成天那辆 不加迪威龙 苏默心说 尼玛不是吧 两家人都来了 准备批判我吗 果不其然 客厅里 夏江林 叶云丽 叶向山 长陵 叶成天 还有叶倩仪 除了夏宇盒和夏宇花之外 两家人算是到齐了 看到那一双双眼眸 全都盯着自己 让苏默浑身不自在呀 苏默轻咳两声 死猪不怕开水烫 尽量让自己保持那份淡定与洒脱 莫莫来了呀 快坐吧 叶向山微笑着说道 苏默点头 走到了沙发前坐下 在场的六个人 看苏默的眼神都不同 叶成天有点恼怒 而夏江林呢 别提了 要知道 当初叶成天告诉他说 苏默非常厉害 潜力非常大 而且还有点喜欢夏宇盒 所以让他务必拉拢苏默 而叶成天也照做了 自那以后 发生了一连串的事情 也确实证明了 叶成天当初所说的 苏默确实非常厉害 这让夏江林一直都觉得 自己是捡到宝了 却没想到 苏默竟然还喜欢叶倩怡 这就有点太过分了 叶云丽跟苏默秘密 前往韩国私会之后 叶云丽就给夏江林商量过了 说啊 苏默不是那种老实本分人 极有可能会把夏宇花 也给收入囊中 如果苏默真有这种想法的话 那他们也就不再阻拦 夏江林最初的时候 还有点排斥 毕竟两个宝贝女儿 全都被苏默一个人给糟蹋了 确实有点可惜 但是苏默真的太厉害 如果用两个宝贝女儿 绑住了她的心 让她全心全意的 为夏家来效力 这也不算亏 所以夏江林呢 深思熟虑之后 就点头赞成了 结果苏默又突然 整出了这么一出 这次貌似 根本就不稀罕夏宇盒和夏宇花 而是喜欢叶倩怡 都市修仙高手 第168集 辛辛苦苦付出了这么多 到头来却是白忙活了 夏江林的心里 可谓是又气愤又无奈 气愤的是 苏默不知好歹 得寸进尺 无奈的是 苏默太厉害 她又奈何不了 不过如果站在 旁人的角度来看 苏默这样做 也算不上过分 毕竟每个人 都有自己的选择 何况是一个 修仕高手呢 她喜欢谁 就喜欢谁 不喜欢谁 强塞给她也是无用 若始至终 都是夏江林和叶云丽 在给夏宇合作 思想工作 让她倒贴给苏默 而苏默的表现呢 似乎也接受了 这份慷慨 这让夏江林 非常欣慰 不曾想 苏默现在的做法 却与夏江林的想法 是背道而驰 这真的是 希望越大 失望越大 夏江林和叶云丽 心甘情愿的 这两个女儿 都送给苏默 但是这次 压根就不准备领情 做父母的 怎能不伤心呢 叶向山开口了 说道 昨天晚上 陈堂主打来电话 说要取消婚约 不过呢 我听得出来 陈堂主非常不甘 而且非常恼怒 苏默尴尬地笑了一声 也没有接话 心说啊 他能不恼怒吗 煮熟的鸭子飞走了 恐怕陈秋胜杀人的心思都有了呀 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 真是让我万万没有想到啊 所以默默 我现在郑重其事地问你一句 你是认真的吗 叶向山问道 苏默轻了轻嗓子 然后重重地点头 说道 叶说 我是认真的 既然 你喜欢倩怡 为何还要跟雨河交往呢 叶向山问道 我两个都喜欢 苏默说道 可谓是雨出惊人呢 听到苏默这样说 在场众人 全都惊住了 真是太尼玛无耻了 要一个还不行 还想一窝端 苏默这样说 其实啊 也是被逼无奈 如果他说 他之所以答应跟夏雨河交往 就是为了接近叶倩怡 那肯定会伤了夏江林的心 更加会伤了夏雨河的心 这样说呢 则是一个折中的办法 不会让夏家人寒心 也不会让叶家人 觉得他歹毒 当然了 得寸进尺 花心风流 这两顶帽子 绝对是会扣在他的头上的 但是苏默不在乎 毕竟他本身 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更何况 修士和凡人不同 凡人娶好几个老婆都不多 但是修士三妻四妾 则是属于正常现象 十有七八都是如此 长林则是苦口婆心地说道 默默 你是修士 我们不能用看待普通人的眼光 去看待你 修士三妻四妾很正常 就说陈堂主吧 他就有五个妻室 这还都是名为正取的 至于他究竟有多少 就不得而知了 而陈家 则是他的长子 我们两家 如果不是亲戚的话 那也就罢了 可是我们两家 是亲戚啊 长林的意思就是说 都是亲戚 都让你娶了 那不太好 你最好啊 还是二选一 别不知足 苏默呵呵笑了 点根烟抽了起来 然后说道 我阻止叶倩怡和陈家订婚 不是因为冲动 更不是因为任性 我知道他不喜欢陈家 而且也反对这种家族联姻 但是他别无选择 只能答应 嫁给一个自己并不喜欢的人 这是一种折磨与煎熬 我不忍心看着他 把自己的终生幸福 葬送在陈家的手里 你们没有能力去阻止 但是我有 陈家那次什么样 想必诸位都清楚 陈秋盛确实很厉害 但陈家可不像他父亲那样 但有作为 说的难听点 陈家就是个垃圾 陈秋盛可以给他提供一切的修演资源 但是他呢 天赋垃圾 悟性垃圾 今年都25岁了 还在返循境初期原地踏步呢 这样的废物 以后能混出什么名堂来 我都18岁了 都能够斩杀和道境高手了 叶家在巴结陈家 这话呢 苏默自然是不能说的 在嘲讽陈家的同时 顺便的自吹自擂一番 叶叔啊 你想过没有 如果陈秋盛不在了 那他们陈家 又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陈家这么执着地 想把叶倩仪娶了做老婆 那是因为他的纯淫之体 不然的话 陈家才不屑于在一个女人身上 浪费这么多精力和时间呢 苏默也知道 叶倩仪身上的秘密 但是打死他都不能说 如果说出来的话 这就显得他比陈家人 更加的卑鄙无耻了 我说我喜欢叶倩仪 这可能会比较唐突 但是他马上就要跟陈家订婚了 我也是比我选择 只能这样说了 固然的话 名不正 言不顺 抛开这个不说 叶姐这么漂亮 心地还这么善良 我跟天歌还是好朋友 叶叔和夏叔都对我非常好 而我也一直把你们当成自己人 眼看着叶姐 就要跟陈家那个垃圾订婚了 我不能坐视不理啊 我本来并不想加入产教 但是为了叶姐的终身幸福 那我只能违背自己的心愿 去加入了产教了 然后请求天堂主帮忙 让他阻止这场订婚 叶姐可能不会喜欢我 毕竟我也知道 自己不是什么好东西 而且我的目的很单纯 也没有想太多 说喜欢叶姐 就是不想让他跟陈家订婚 但是我却可以假装喜欢叶姐 等陈家忘了这茬事之后 那叶姐想喜欢谁就喜欢谁 想嫁给谁就嫁给谁 到时候也跟我没有什么关系了 而且我也希望叶叔和阿姨 能够尊重叶姐的意见 在感情方面 让她自己去做选择 毕竟她以后结婚嫁人过日子 那是她的事情 不是你们 你们干涉她的感情婚姻 对她来说 那是一种极大的不公平 听到苏默劈里啪啦的说了大半天 在场众人都被她忽悠的 团团转 貌似苏默是言之有理啊 烟就抽一口 便燃尽了 苏默重新点上一根烟抽了起来 而夏江林的心里啊 也不再那么堵了 苏默这样做 似乎也没有什么错 更何况她说喜欢叶倩怡 然后阻止叶倩怡跟陈家订婚 但是叶倩怡未必就会喜欢她呀 再说了 这种事情 他们本身就想劝说 让苏默二选一 别那么无耻 如果苏默真的要一窝端 那他们也是无可奈何呀 夏江林是想霸占苏默 不想失去 但是叶象山呢 却不这样想 每个人都有私心 在这之前 她不知道苏默对她家闺女叶倩怡有意思 通过夏宇河 戳墨的苏默 这也是她所希望的 但是苏默现在却跳出来说 她喜欢叶倩怡 如此一来 那这件事情就必须重新考虑了 如果苏默真的喜欢叶倩怡 那叶象山就不会介意 如果她介意自己闺女 嫁一个花心似箭的男人的话 那就不会让她跟陈家订婚了 如果苏默跟夏宇河撇清关系 然后再来追求叶倩怡 那叶象山绝对是热烈欢迎啊 打仗亲兄弟 上阵副作兵 关系再好 一旦牵涉到利益 即便是亲兄弟 那也不行 这样强迫陈家取消订婚 我怕因此惹来麻烦 毕竟陈堂主当年帮过我 这样做 有点忘能服役啊 叶象山说道 苏默听后就笑了 然后说道 叶叔多虑了 我知道您是迫于压力 才答应这门婚事的 但是陈堂主 现在是主动取消婚约的 要得罪也是我得罪 跟你们没有任何关系 再说了 这也不是我逼迫他的 是天堂主一手所为 要怪也只能怪他儿子没出息 更何况 我现在也不怕他 他不惹我最好 真要惹我 那我也不跟他客气 我能杀得了灰狼妖 也能杀得了他 我若真的把他杀了 那也不用担心受到责罚 我有价值 还是他陈秋盛有价值 想必产教的领导阶层 能够分得清楚 为了一个陈秋盛而放弃我 哼 产教还不至于这么愚蠢 叶向山的心里很清楚 既然陈家选择了低头 就说明陈秋盛服软了 至于找他们叶家的麻烦 碍于苏默 恐怕陈秋盛也不会 但是他没想到 苏默竟然会放出这样的狠话 苏默说他能够杀了陈秋盛 确实吓住了在场的所有人 苏默给他们的印象就是 谦虚 懂礼貌 实力高强 潜力极大 温文儒雅 谈吐大方 英俊潇洒 气宇非凡 锋芒毕露 堪称完美 而且还非常的内敛 但是他说这样的话 已经充分暴露了他的牙子必报 不择手段的恶毒风范 看来以后就要小心伺候这个家伙了 如果他们执意阻拦苏默 不让他跟叶倩一好 万一把他给惹毛了 说不定啊 就会做出什么可怕的事情 他这么厉害 都放出话来说 能够杀陈秋盛了 妈的 谁还能拦得了他呀 陈秋盛可是和道景中其高手 你确定 你能杀得了他 叶成天难以置信的 苏默呵呵笑了 然后说道 灰狼妖可是和道景初其高手 掌握两大法术 手持两件上品灵器 但依旧死在我的手里 重点是 我是反虚境巅峰实力 月急斩杀他不说 你见我受伤了吗 叶成天顿时无语 苏默月急杀了实力强大的灰狼妖 真的没有受伤 虽然那天晚上呢 他没有去学校 但是也听说了 苏默是毫发无损地回来的 由此可见 他是何等的牛逼与犀利呀 苏默这样说并不是在吹嘘 如今困龙剑已经晋升为了下品圣器 苏默的战斗力已经大幅度暴涨了 即便是杀不死陈秋胜 也不会让他好受啊 若是等苏默踏入河道境再去杀他 哈哈 那他必死 这时啊 半天都没吭声的叶茜怡 开口说道 苏默 你还是好好的跟我表妹在一起吧 我们两个不可能的 苏默呵呵笑道 哼 你是鲜花 但我不是牛粪 所以 你不可以插在我这堆牛粪上面 而我也没有奢求过 能够跟你有什么发展可能 至于我阻止你跟陈家订婚 只是不想让你后半辈子受苦 不想让你这朵鲜花 插在他那堆牛粪上面 我这样的做法 只能算是见义勇为 毕竟叶叔和夏叔对我都不错 如果你感觉我这样做 是先吃萝卜蛋操心 破坏了你和陈家的婚姻大事 那我只能说声抱歉 说吧 苏默就起身准备走 临走之前呢 还补充了一句 我给你们宝天集团做事 一不是贪图钱财 二不是贪图夏宇盒 三不是贪图叶茜怡 谢谢你们对我的看重 不过 从今往后 我可能没有精力 再去给你们帮助 至于夏宇盒 虽然它很好 但是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所以 我也不会再跟他联系 至于阻止你能订婚 算我犯贱 最后 希望以后 你们也不要再跟我联系了 叶云立一听 顿时慌了 我了个操 这是要断绝炮筒关系啊 叶象山和夏江林 他们都傻眼了 怎么好端端的 叶倩怡一句话 就把苏默给惹毛了呢 哎 木木 看到苏默要走 叶象山急忙地站起来 准备挽留 这时苏默停下脚步 转过身来 看了一眼叶象山 然后便把目光 转向一脸惊愕的 叶成天身上 并对他说道 天哥 你的实力太弱了 求人不如求解 别人再厉害 那都是别人 谁也不会全心全意的 为你们叶家做事 我这里有79枚极品宝吉纯羊丹 索性全都给你 也不枉我们兄弟一场 说吧 苏默抛出了那剩下的79枚灵光闪烁的纯羊丹 然后头也不回的便走了 而叶象山他们也没有去追 苏默出来之后 深吸口气 感觉心里特别畅快 人生得意虚静欢 暂时呢 先不去找朱丽叶 趁着薛倩不在家 还是去找徐英红切磋切磋比较好啊 而且算算日子 也到了交公粮的日子了 毕竟眼下比较悠闲嘛 不忙的时候 那就多交几次 苏默这样做 表面上看起来呢 他非常装逼 非常狂妄 甚至是不可理喻 但是冷静下来剖析一番 就会辨别出来 苏默这是以退为进 非常狠毒的一招啊 另外就是 苏默是在放了狠话之后 临走之时 又给了叶成天 七十九枚纯羊丹 先是给你一巴掌 然后呢 再给你一颗糖 本来苏默的处境是非常尴尬的 但是这样一来 就把难题交给了叶家和夏家 而且仔细地去想 叶倩怡说的那句话 表面上说得非常绝情 但实际上 却是在缓和两家人的心理压力 暂时不让他们 再往深层次去想 叶倩怡真的对苏默 没有一丁点的好感吗 当然不是 苏默属于人见人爱 花见花开 初见抱胎的类型 叶倩怡根本没有不喜欢的道理 但是问题是 在昨天以前 她都不知道苏默对她有想法 结果苏默这么突然地说喜欢她 让她也是受宠若惊 完全没有心理准备 昨天跟苏默打电话的时候 叶倩怡甚至都在抱怨 说苏默喜欢她 为何不早点行动啊 知道她要和陈家订婚了 才站出来阻拦 跟陈家订婚 那是心不甘情不愿 而苏默呢 比陈家优秀太多 如果苏默是真心喜欢她的话 那她肯定会接受 而且啊 她爸妈也会推波助澜 就像夏江陵和叶云丽 教育夏宇和倒贴苏默一样 教育叶倩怡也顺势倒贴 总而言之啊 对于叶家和夏家来说 这件事情太突然了 等过段时间缓和一下 心里面就能释怀 苏默走后 叶向山他们都是非常郁闷 夏江陵点根烟猛抽着 然后气愤地说道 哎呀 这个苏默 真是太狂妄了 我们处处地奉承她 没想到 她会如此地不知好歹 真以为我们两家 离开她就活不成了呀 叶成天本来啊 也是满腔怨气 但是现在 她拿人手短 苏默直接甩给她 这么多纯羊丹 让她心里 也是非常复杂 不知道该替苏默说好话 还是骂她八辈祖子 至于叶云丽 她则是一句话都不说 毕竟 她还有着一个诡异的身份 那就是苏默的专职炮筒 而且她也知道 苏默绝对不会轻易地 放弃叶倩怡的 既然她阻止了叶倩怡 跟陈家订婚 肯定不会是像她所说那样 不想让叶倩怡后半生受火 这家伙绝对是想自己大战的 看得出来 苏默是真的喜欢倩怡 刚才倩怡说的那句话 肯定是伤到她的心了 然后才会说出那种话来 哎 还是太年轻啊 比较冲动 常灵说道 都市修仙高手 第169集 我们两家 就这三个闺女 如果顺着苏默的话 那全都归她一个人了 夏江林说道 叶向山呵呵笑了 然后对叶成天说道 成天啊 你有什么看法 呃 我 怎么说呢 苏默这家伙确实有点混蛋 吃着碗里瞧着锅里 我表面那么喜欢她 我姑姑和姑父 也那么看重她 但这混蛋 竟然还惦记了我姐 真是有点吃里扒外 而且真的太猖狂 以为我们真的是巴结她呢 叶成天说道 不过 如果真的要在陈家和苏默 两个人里面选一个的话 那我还是觉得苏默比较好 虽然这混蛋有点风流 但实力也不是盖的 那是真心厉害 自古英雄皆风流 不风流 也就成不了英雄 你说了等于没说 夏江林郁闷地说道 叶成天尴尬地笑了笑 叶向山也笑了 起身说道 好了 就这样吧 我们走吧 夏江林又说道 苏默整出这么一出 我们要商量个对策呀 说吧 就看向叶倩怡 然后问道 倩怡啊 你又是怎么想的呀 我没想法 叶倩怡说道 哎呀 苏默刚才说那话 百民事在装清高 我们又不是傻子 都能看得出来 他对你是有想法的 夏江林说道 我对他没想法 不过他这样做 也算是帮了我一个大忙 我应该谢谢他才对 毕竟我本身 就不想嫁给陈家 叶倩怡说道 夏江林听后 无言以对了 苏默给徐英红打电话 说要过去找他 纤细的徐英红 说他这就开始做午饭 吃过午饭 两个人便在沙发上搞了起来 交了工粮后 下午朱丽叶便给徐英红打电话 原来呀 他们已经找到了店面 在某某路段 有个静眼美容养生会所 这是四人开办的 不是连锁 也不是知名品牌 装修得很好 也够档子 但是呢 经营不善 开业半年 非但没赚钱 还赔了不少 于是老板就转让了 结果就让朱丽叶给接手了 于是 苏默和徐英红 就开车奔了过去 莫哥 你怎么来了呀 朱丽叶看到徐英红 和苏默一起来的 很是好奇 纯手顺落 朱丽叶笑了笑 便不再多问 站在门前 苏默看着那个门面 以及周围环境 然后说道 这地方不错呀 位置很好 这个店比较高档 加上转让费什么呢 一共花了130万呢 朱丽叶说道 走 进去看看 在店里面看了看 装修的确实很高档 据悉啊 这个老板 是个30多岁的女人 给某个大款做情人 开办这个美容会所呢 就是那个大款给他投资的 但是好景不长 那个大款玩腻了 就把他给甩了 没钱花了 美容会所呢 也不赚钱 没办法了 只能转让了 这家美容会所 包括美容护肤 皮肤保健 按摩 卵巢保养 香薰耳竹 泰式SPA等等 服务项目比较齐全 装修和风格呢 都OK 不需要重新装修 员工啊 也都在 也不需要再去招人 直接就能照常营业 这个店真心不错 不过 我们要换个招牌 苏默说道 名字还没有想好呢 朱莉叶说道 苏默点根烟抽了起来 抽烟善于思考 想来想去 苏默最终拿定主意 干脆 就叫传奇吧 传奇 徐英雄惊讶道 我就是一个传奇嘛 苏默呵呵笑了起来 苏氏也不错呀 朱莉竟提议道 苏默给他们投资 他们三个呢 算是给苏默打工的 起名字这种事情 自然呢 要苏默拿主意的 苏氏也行 但是不够霸气 传奇够霸气 而且 全国各地 苏氏太多 这苏氏 那苏氏 我觉得 还是传奇比较好 而且呢 还可以运用到多个领域 传奇美容 传奇饭店 以后啊 我投资别的行业 都可以这样命名 苏默说道 那就传奇 朱莉叶微笑着说道 既然你们没意见 那就这么定了 这两天呢 我就找人 做门面招牌 没问题 朱莉竟说道 现在美容院这么多 很多呢 都是连锁品牌 我们这种自创的 想要跟他们竞争 必须要有杀手锏 也就是 震电之宝 想要做大做强 没有招牌产品 那是不行的 莫哥这样说 肯定一定有了主意了吧 朱莉叶问道 苏默笑了笑 然后说道 走 找个地方 我们坐下来 听我慢慢跟你们说 四个人来到 休闲区的沙发上坐下 苏默就说道 在来的路上 其实我就在想了 我手上有些丹药 而且呢 这些丹药 都是价值不菲 如果可以用一些 简单的护补品 当做原材料 随便什么都行 然后把这些丹药 碾碎成粉末 然后掺进里面 就说珍珠粉吧 这东西啊 也非常便宜 而定颜单呢 最普通的 下品法街的定颜单 单霉的价格 就在上百万 你们都服用过定颜单 都体会到了 这种丹药的神奇作用 丹药的功效非常强大 一吨珍珠粉里面 掺进去一枚定颜单 就差不多了 即便是如此 我们研制出来的 美容护肤产品 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丹药的历史 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 从古至今 把丹药 产进别的东西里面 故弄玄虚的 肯定早有先例 我感觉 现在市面上 很多高档的化妆品 里面都掺杂着 丹药的成分 如果我们不做 这个领域也就罢了 既然我们也想 在这个领域里面 大展身手 那就没有什么顾虑了 定颜单那么贵 我们用定颜单 研制别的产品 这代价有点大呀 朱立静说道 徐英红则是说道 虽然代价比较大 但是只要我们把价格提上去 那还是可以大赚的 红姐说的对 不过如果我们这样做了 那就要做长期 问题是 墨哥 你有那么多的单要供应吗 朱立叶问道 苏默笑着说道 哼 我现在手里啊 就有200多枚定颜单 其中70多枚下品法接的 剩下的全部都是极品宝接 一枚极品宝接的 抵得上10枚下品法接的 这200多枚定颜单 足够掺杂混合 2000多吨珍珠粉 你说这2000多吨 足够供应你卖多少年啊 就算我们将来开连锁店 每年卖出100吨 也足够你卖上20多年 那真是不用发愁了 没想到 墨哥还这么有商业头脑啊 朱立叶欣喜的说道 我有个屁头脑 我只是在借鉴效仿别人的做法罢了 商业无处不在 但是呢 你能够想到的 别人也能想到 现在已经不是腾讯和百度那个年代了 该有的全都有了 你再想去创监合 已经不太可能了 想要做大做强 那就只能去效仿 然后走别人的路 让别人无路可走 那我们还要办个小型的加工厂啊 朱立静说道 这个简单 找个地方自己建厂 我给市里领导打个招呼就行了 别人画地困难 我画地 政府绝对给我 苏莫说道 我们要是这样整的话 那必须做大做强啊 朱立叶说道 前期我们还要大力做宣传 如果真的做大了 以后还要找明星代言 曲英红说道 这都不是问题 太乐够厉害了吧 国际巨星 我救过他的命 让他给我们产品做代言 一毛钱都不用花 莫哥的路子真管啊 朱立静说道 我也是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 去年这时候 谁认识我呀 苏莫笑着说道 用珍珠做原材料的话 最好呢 就是做面膜 这珍珠粉面膜 也有很多名牌产品 而且 这珍珠粉面膜 在我们国家 也是流传了几千年 古代的时候就存在了 徐英红说道 珍珠粉很便宜 我们进几顿的货 先研制一批出来 看看效果怎么样再说 苏莫说道 网上就有卖的 今天晚上回家 我们就在网上买几顿 朱立叶说道 暂时先在网上买 等我们生意做住了 就去原产地批发 嗯 朱立叶点头说道 用珍珠粉做面膜 这是其一 其二嘛 就是血气单 这血气单呢 是生血氧气的 珍珠粉面膜是外敷的 用血气单 研制出来的产片 总是可以内服 当做调理 一个女人的漂亮 就要由内而外 皮肤再好 没有气色 精神状态不好 整天无精打采 就跟没睡醒似的 那也不行 外敷和内服搭配 效果更好 苏默说道 珍珠粉不仅可以内服 也可以外敷 我们还可以用珍珠粉 作为原材料 徐英红说道 嗯 苏默点头道 我们就研制这两种产品 都用珍珠粉 一个外敷 一个内服 正好是组合装 朱立叶兴奋地说道 那这样一来 我们就可以把普通的珍珠粉 卖到高档护肤产品的价钱呀 珍珠药用在中国 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 本草纲目都有明确的记载 可以明目 除晕 纸屑 在水中加入冰糖 和珍珠粉饮用 不仅可以滋补养生 还可以防鼠 当然了 珍珠粉最大的功效 就是美容 而且真的很便宜 徐英红说道 土豆很便宜 番茄也很便宜 但是土豆炸成薯条 番茄做成番茄酱 这么一搭配 卧槽 加强翻几番 这个滑地建厂 就需要墨哥 尽快解决了 朱立叶说道 我现在就给周子盛打电话 苏默说着便掏出手机 给周子盛打电话 说明了自己的想法 周子盛满口答应 说没问题 而且还夸奖了苏默一番 说苏默这样的人才 就应该在自己的家乡 办厂投资 为家乡的发展和建设 贡献一份力量 画地建厂 不是三两天的功夫 就能够搞定的 还要一步步的审批什么的 比较麻烦 美容会所呢 随便都可以开门营业 至于这个客源方面 苏默呢 也必须想点办法 这年头做生意 没有关系和人脉 那就不好做 好在苏默什么都有 于是苏默就给李新宇 王浩 胡凯军 那些领导们打电话 说自己啊 开了美容会所 让他们的老婆 以后呢 都来做美容 这些领导们的老婆 那都是美容店的常客呀 苏默一给他们说 那他们的老婆就必须来 即便不做美容 也要卖给苏默这个面子 毕竟这是讨好苏默的 众多方式之一 有了这些上层阶级的 女人带头 一传十 十传百 名声慢慢就会响起来 有些领导呢 就会在私下里开办查社 那些想找他组关系 贿赂他的人 直接啊 就去他店里 成千上万的买东西 等于就是间接的贿赂 而且呢 也不会被查 而这些领导的下属们 为了讨好他 也会经常光顾他的生意 诸如此类的事情 全国各地到处都是 苏默现在可是 宝平式的大红人 他这么调逼 现在开办美容会所 还给你打电话了 你说你能不让自己老婆去消费吗 那必须疯狂消费啊 接连着给认识的领导们全都联系了个遍 苏默就给拱若丽打电话 让他也帮着宣传 他取代了周永元的位置 成了宝平式首屈一指的地产大亨 而且还是个女的 他的交际圈啊 也是非常广泛的 并且都是有钱人 所以说 拱若丽也可以带动一大批消费者 然后就给周立明打电话 龙兴酒厂数万员工 其中一半女性 全都了美容啊 那是不现实的 若是在周立明的宣传带动之下 发展几百个会员 还是问题不大的 这都是客员啊 顿时间感觉 这人啊 只要你牛逼了 不管做什么生意 都不出销路 十几个电话打完之后 苏默便笑着 对朱丽叶他们三个人说道 明天就开业吧 绝对撤水满龙 默哥这号召力 真是太强大了 朱丽静有种佩服道 苏默笑了笑 然后说道 店里面有电脑 现在就上网找货员吧 嗯 朱丽静说道 珍珠粉呢 有很多品牌 可以说是琳琅满目 有的是带装的 有的是盒装的 东西呢 都是大同小异 只不过是包装不同罢了 在淘宝上 浏览了很多店家 最后找到了一家 然后直接给他老板打电话 说要三吨的货 老板一听 慌得不行啊 这可是超级大客户啊 网上卖的这些珍珠粉产品啊 基本上都是面粉 掺脚珍珠粉 但是这些商家的广告呢 都说自己的产品绝对不掺脚 绝对是100%的纯珍珠粉 其实啊 都是扯淡 珍珠可不便宜啊 研磨成粉 一小包就卖一二十块 如果是真的珍珠 那你岂不是要赔得吐血啊 而这些论金卖的 细粉呢 也就二十多块钱 粗粉呢 需要研磨 也要十多万块钱 苏默用这些珍珠研制护肤产品 无非就是用珍珠粉来做个幌子 至于掺不掺面粉啊 都没有任何的影响 毕竟这产品呢 是需要定盐单和血气单 发挥功效的 别说是掺面粉 就是掺点沙土进去 那也没有什么影响 海泥就是一种护肤产品 包含很多人体所需的 生物成分和矿物质 具有吸附能力 可以清除皮肤污垢 以及油脂 根据中医学的阴阳五行理论呢 皮属土 将泥沙浮于人体上 能与皮同气相濡 对因皮引起的疾病 有一定的治疗作用 不过苏默炎制产品 还用不上泥 所以啊 参加了面粉的珍珠粉呢 也没有影响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 最终敲定 每斤粗粉 以12块钱的价格成交 要三吨货 而且啊 这老板说 需要半天时间去筹集 预计着今天晚上12点左右 可以发货 让苏默呢 先支付30%的钱 苏默直接让朱丽叶 把钱给他打过去 老板说呢 他要找一辆货车 亲自送过来 在淘宝上竞争太激烈 卖得多 但是也赚不了太多的钱 而像这种大客户 只要苏默长期需要 那可比在淘宝上 零卖赚得多呀 不然的话 老板也不会亲自的送过来了 都市修仙高手 第170集 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 忙活了大半天 天也快黑了 于是 苏默就带着这三位大美女 去吃饭 反正这几天啊 无事可做 而且呢 他也把手机关机了 不准备给夏宇和和叶云丽 他们任何人联系 吃过晚饭 四个人呢 就去KTVHappy 提前庆祝 传奇美容会所的生意火爆 以及研制产品的大红大紫 最初的时候啊 苏默还是比较矜持的 就搂着朱丽叶 后来喝麻了 他也就无所顾忌的 搂着了徐英红 苏默的举动 让朱丽叶和朱丽静 这对姐妹吓了一跳 心说啊 这徐英红 不是你女朋友的那个啥呀 你竟然 看到他们惊讶的表情 苏默直接来了一句 都是自己人 让他们两个顿时无语 苏默搂着朱丽叶和徐英红 让朱丽静感到特别的孤单和寂寞 他现在对苏默呀 也是崇拜的五体徒弟 也幻想着 能够跟苏默发生点什么 十点多从KTV出来 徐英红呢 还想让苏默跟他回家 但是朱丽叶也想让苏默 把他带走 在权衡一番之后 苏默最终还是决定 把朱丽叶带走 整天都跟徐英红这块地 适当的呢 也要换换口味 毕竟朱丽叶已经 殃求过很多次了 苏默也不能一直都拖延着呀 不然会伤到他那颗脆弱的 小心肝的 见苏默答应 这让朱丽叶是兴奋无比啊 但是他一直都跟爸妈住在一起 在外面啊 也没有房子 最近这段时间呢 一直都住在他姐朱丽叶那里 今天晚上有活动 再去朱丽叶家里呢 就有点不太合适了 于是苏默就开车 带着他去找酒店 跟苏默上床 朱丽叶啊 没有吃亏的感觉 对他来说 这是占到了天大的便宜 然后就表现得非常热情 近期最大努力的伺候苏默 以此博得苏默的好感 次日上午 掐算的时间 送货的应该快到了 于是两人呢 就退房 离开酒店 然后直奔美容会所而去 徐英红和朱丽叶 很早就来开门了 今天正常营业 这家美容会所啊 以前比较冷清 一天下来 也不见得会有多少顾客 但是今天是个例外 且看门前 停着十几辆车 并且都是中高档车 到了里面一看 全都是三四十岁的贵妇 虽然苏默一个都不认识 而他们也都不认识苏默 但是苏默却能够看得出来 这些啊 应该都是那些个 局长科长们的老婆 看着这么多人在排队等候 朱丽叶欣喜的说道 默哥 这些都是冲着你来的呀 苏默笑着说道 都是那些领导给我的面子 在美容会所待了片刻 苏默就主动的 给那个送货子打电话 那人说啊 再有半个小时就到市区了 货车在白天不让进市区 交警得住就扣车罚款 那人让苏默想办法接应一下 苏默呢 则是对他说 你尽管大摇大摆的开进来吧 有交警来你啊 你就说你是给苏默送货的 那些交警一听我的名字 就不管你了 那人听后欢喜的不行 结果还是被交警拦下了 公安系统上都知道苏默的大名 毕竟苏默就是修士警察 但是交警队上不是全都认识苏默的 没办法 苏默只能给王浩打电话 让他给交警队上交代一声 十点半的时候 那人才开着货车赶到了美容会所门前 苏默让朱丽叶给他在电脑上转账 然后呢就开始卸货 这些珍珠粉呢 都是用那些蓝色的塑料桶装着的 都是那种比较大的塑料桶 一个桶里面啊 能装四百多斤 总共十几个大桶 苏默不能就这么明目张胆的 在大街上直接收入弧界啊 然后就全都搬进了会所里面的储物室里 把老板打发走之后 苏默就带着朱丽叶来到储物室 然后把这些塑料桶啊 全都收进弧界 整个搅拌过程 全都在弧界内进行 并由小西负责 小西将这三吨珍珠粉一分为二 苏默呢 给他三枚瓦接的定颜单 和一枚血气单 苏默手上还有二百多枚定颜单 其中二百枚呢 都是自己炼制出来的极品宝接的品质的 剩下的那些呢 都是当初Lisa给他的 研制产品不需要太好的 这法接品质的就绰绰有余 至于血气单 那是极品宝接的呀 在这一吨半珍珠粉当中 直接参加一枚极品宝接品质的血气单 着实是有点浪费呀 但这毕竟是第一次 而且丹药这东西啊 苏默也不稀罕 所以呢 也就不在乎了 让小西不择搅拌 其实啊 就是用神念控制这些珍珠粉 然后与盐碎的丹药进行混合 如果在外面进行 苏默也可以完成 但是这种事情 在美容会所里施展不开呀 毕竟这储物室 没有那么大的空间 分分分钟搅拌完成 然后重新装进了那些塑料桶内 搞定之后 苏默全都释放出来 看到这些塑料桶消失再出现 竹鲤叶也是惊呼不已啊 但是苏默却是皱起了眉头 点根烟抽了起来 三吨珍珠粉 就这十几桶 参加血气丹的是内服的 一丁点就行了 但是参加定盐丹的 如果用水稀释之后 再往脸上涂抹的话 那就有点不划算了呀 一枚定盐丹 至少能卖一百万 如果用这一吨珍珠粉 制作面膜的话 成本太高 而且啊 要赔子吐血 啊 确实啊 昨天我们都太兴奋了 竟然把这个给忽略了 朱丽叶说道 那就把这些参加定盐丹的 也当做内服产品 苏默说道 那剂量呢 多少合适 朱丽叶问道 一吨等于一百万克 干脆一克卖十块 以后呢 我们加工包装的时候 就用那种小玻璃瓶 一瓶装十克 一盒装十瓶 然后一盒卖一千 跟掺杂血气单的 形成搭档组合 两盒卖一千九百九十九 绝对畅销 苏默说道 朱丽叶说道 一吨珍珠粉两千斤 我们十二块钱 一斤买来的 一吨 也就是两万四千的成本 把一枚定盐单 按照一百万来算的话 再加上以后 我们用的加工包装 一吨的成本 绝对不会超过一百五十万 一斤五百克 能装五盒 也就能卖五千 一吨能装一万盒 一盒卖一千 我的乖乖 成本不到一百五十万 我们直接能赚八百五十万 这利润真的是 化妆品这东西 本来就属于暴利 而且这东西 不能卖的太便宜 现在人们都什么心思呀 不买对的 只买贵的 你要是卖的便宜 他们就会觉得 便宜没有好货 莫哥言之有理 朱丽叶欣喜的说道 好了 会所的生意呢 会越来越好的 你们三个 有的忙了 至于我呢 大功告成了 这里也没有什么事情了 嗯嗯 莫哥尽管忙去吧 这里不需要你操心的 朱丽叶欣慰的说道 美容会所的生意 就这样如火如荼的展开了 等把场地搞定之后 就大兴土木建造工厂 而这些事情 都不需要苏莫去操心 有朱丽叶他们三个 就可以完成了 至于饭店呢 还在装修当中 等竣工之后 苏莫就在湖店内 搜集一批珍奇药材 当做药膳的原材料 这两个生意呢 算是给何云兰和徐英宏 他们找点事情做 苏莫需要做的 就是提供单药和药材 其余的都不用他管 而且在宝瓶做生意 苏莫有关系 有人脉 不用担心有人去闹事 那些检查部门呢 也不会去找查 临近中午 苏莫就开着濒丽牧上 去瑞天地产 看看周永元死后 公司里面反响如何 快到公司的时候 苏莫就把车停在路边 并没有直接开过来 毕竟这是周永元的车 让公司里的人看到 肯定会生疑 以前都是以周永元的面目 来公司的 员工们见到他 都是恭敬得很 这次呢 是本尊来的 没有一个人认识他 走进大厅之后 就有人问他要找谁 我找你们公总 提前约好的 苏莫说道 这女人疑惑地看着苏莫 然后说道 我们公总很忙 你叫什么 我打电话确认一下 我叫苏莫 苏莫的苏 苏莫的莫 苏莫说道 这女人啊 微微皱眉 然后便去前台打电话 片刻之后 这女人便走到苏莫跟前 微笑着说道 苏先生 我们公总在等您呢 这个女接待 以前每次来的时候 笑得都是甜如蜜 亲切无比 根据尿性来判断 周永元绝对上过她 而且还不止一两次 说实话 这个女接待长得还行 但苏莫却没什么兴趣 嗯了一声 没有多说什么 直接坐电梯上去了 董事长办公室 苏莫推门而进 看到董若莉 正坐在办公桌前忙碌呢 抬头看到苏莫来了 董若莉便欣喜地起身相迎 苏莫顺手关门 把迎上前来的董若莉 揽入怀中摸索着 然后问道 昨天的演技 没有破绽吧 没有破绽 公司里的人 都感到非常的震惊 没想到 他会吸毒而死 不过 昨天算是把我给累坏了 我家人和他家人都来了 我家人倒没什么 但是他的家人 甚至都在怀疑 是我把他给害死的 而且公司里面风言风语 说什么的都有 绝大多数都在怀疑 我是罪魁祸首 让我也是有口难辨 苦不开言呢 龚若莉说道 操 早知道的话 就不这样演了 应该整车祸 那样就没人会怀疑你了 苏莫郁闷地说道 他家人嚷嚷着 要看尸体呢 这可是个麻烦 龚若莉担忧地说道 早就死得连喳喳都没有了 哪来的尸体啊 不过这个不用担心 王剧长自然有办法处理 随便捏造个虾话 就能模红过关 先是周平在国外出了事故 后是周永元吸毒致死 唯独我没事 直接让我站在风口浪尖上 龚若莉说道 苏莫笑着说道 你不用担心这个 有我在 一切都是浮云 我怕他家人闹腾我 他爸妈超级不是东西 别看五六十岁了 一点都不消停 另外 就是他兄弟周永和 在鲁山 也是出了名的混账 唉 苏莫长叹一声 然后感慨道 我越来越发现 身边没有得力助手 是一件多么可悲的事情 什么事情都需要我亲自出马 真他妈法克 夜成天是大少爷 像这种破事呢 没必要去麻烦他 至于丽莎 苏莫都不好意思 而其余人呢 苏莫也不认识什么人了 亲爱的 这两天你跟我待在一起吧 他们周家人知道我跟你在一起 就不敢再来找麻烦了 龚若莉说道 干脆这样 你再拟定一个方案 然后呢 我再配合着演一场戏 对外宣称说 瑞天地产 被我苏莫全资给收购了 以后呢 遇到什么事情 全都冲着我来 周家人知道之后 肯定会打听我是干嘛的 等他们知道我的身份之后 就不会再针对你了 这个主意不错 龚若莉称赞道 苏莫呵呵苦笑 这样做也是纯属无奈呀 如果周平死在国外 那是不幸的意外 但是周永元死的确实蹊跷 这主要呢 还是苏莫欠考虑 直接就吸毒 死在公司办公室里面 别人难免会怀疑 而且啊 在周永元死前 还把公司交给了龚若莉 并且还还清了银行的贷款 以及欠下的巨债 结果是吴氏一申请之后 却突然就这么死了 周永元的家人 肯定怀疑这是龚若莉在搞鬼 而且啊 公司内部也是众说纷纭 说什么的都有 如今龚若莉没有倚仗 她一个女人 又如何跟别人去斗呢 周家人如果卑鄙无耻的 去对付她 耍些肮脏的手段 那龚若莉就该苦逼了呀 而且 瑞天地产的顶梁柱 周永元不在了 现在掌权的是 龚若莉这个弱女子 同行们 以及道上的 还有某些机关的领导们 或许都会盯上 龚若莉这个超级大富婆 然后想方设法的 打她的主意 为了以绝后患 让所有人都不敢打 龚若莉和瑞天地产的主意 那她就必须 找到一个强大的靠山 这年头做生意 靠的不是钱 靠的是关系和人脉 所以让苏默在名义上 收购了瑞天地产 那是当务之急呀 咱说干就干 就下午吧 你召开会议 到时候 我再叫两个大人物 过来镇厂子 苏默说道 谁呀 龚若莉好奇地问道 我把周子盛和李星宇叫来 你把他们叫来 龚若莉惊讶道 就当他们是公正人 全资收购 就做个流程 让他们来 他们会来吗 龚若莉问道 他们确实不管这个 而且啊 也不归他们管 但是他们两个一来 就能衬托出 我的强大背景和实力 现在的情况是 本地有头有脸的大人物 和领导们都知道我的厉害 但是底下的人都不知道 公司里面 没有一个人是我的 周子盛和李星宇 可能渲染出我的神秘背景 会让我在公司和同行们认为 我是大有来头 并且呢 都不敢惹我 然后外界就会认为 周永元的死 肯定是我一手造成的 也就不会再去怀疑你了 周家人要是知道 我收购瑞天地产的时候 把市委书记和市长 都给搬过来了 他们也就不敢 再去找你的麻烦了 苏莫说道 这招很高明啊 不过这样一来 所有人都会认为 我跟你之间有一腿 并且都会怀疑 是你害死了周永元 然后全资收购了他的公司 还霸占了他的老婆 苏莫笑着说道 哼 我要的就是这种结果 让他们都知道 你跟我关系密切 然后就不会再打你的主意 对你来说 这可是一个保护伞啊 拱若莉嘿嘿笑了 然后便又委屈地说道 那我可就要因此而背负骂名了呀 走自己的路 让狗去喷吧 只要你活得滋润 别人的平头论足 都是扯淡 苏莫说道 再说了 这社会 人质贱则无敌 很多时候 必须抛下颜面 走 我请你去吃饭 好啊 拱若莉欣喜地说道 就这样 苏莫在拱若莉的陪同下 大摇大摆地走出了公司 那些员工看到老总跟苏莫 这个年轻小伙 亲密无间的样子 都是非常惊讶 主要呢 还是苏莫看起来太嫩 唇红齿白的 怎么看 怎么像学生娃子 所以都把他判定为 老总亲戚家的孩子 没有想别的 都市修仙高手 第171集 在饭店吃饭的时候 苏莫先后给周子盛和李新宇打电话 并且瞎编乱造的说 周永元啊 是妖族 然后被他除掉了 而现在 苏莫则是准备收购瑞天地产 然后需要他们助一笔之力 这两个人得知苏莫的想法之后 都没有任何的意义 愿意配合他眼上这么一出 还称赞苏莫说 这是被民除害 为宝平谋服 并说下午都会准时到场 周永元昨天刚死 今天 龚若丽便召开会议 宣称 宝平本地年轻巨富 苏莫 将要全资的收购瑞天地产 并将公司更名为传奇地产 而在会议现场 还来了两位重量级嘉宾 那就是市委书记周子盛和市长李新宇 并且这两人都在会议上发表了讲话 说传奇地产会在苏莫的带领之下 蒸蒸日上越做越强 自始至终 公司的高层以及各部门领导都不知道 苏莫是何方神圣 会议结束之后便开始私下打听 奈何关于苏莫的设计真的不多呀 而且在本地混迹的这些生意人 甚至都没有听说过 还有这号人物 毕竟苏莫的交际圈子很狭隘 除了跟叶家 夏家和周家以外 别的都不熟 然后呢 就是市里面那些领导了 然而市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只要想去打听 就没有打听不到的 而且用不了两三天 晚上在龚若莉的盛情邀请之下 苏莫就跟着他回家了 主要是龚若莉害怕周家人闹事 有苏莫在的话 他就不用担心了 瑞天地产被收购 下班之后 罗莉莎呢 便将这件事情告诉了周家 周家人得知之后 也是非常震惊 没想到龚若莉竟然不知不觉的 就傍上了这么厉害的一个人物 全资收购也就罢了 市委书记和社长都亲自到场了 周永元前脚死 公司后脚就被收购 如此的行云流水 必然是事先就商量好的 周家人恨不得把龚若莉 这个恶毒的媳妇给千刀万剐 而且呢 通过这件事情 还能够猜测得出 或许周平的死 也是龚若莉在其中搞的鬼 真是太恶毒了 害死了周平 又害死了周永元 还吞并了整个公司 现在又给别的男人归舔 周家人气得险些吐血啊 龚若莉这遭娘们 直接让他们断子绝孙呢 周永元的兄弟周永和 在鲁山也是开发炉盘 开赌场 网吧 KTV 在鲁山也算是一号人物 咽不下这口气 于是就傻了吧唧的 带着几个人来找龚若莉了 周永和来之前就打听了 听说啊 苏莫是个凶事高手 不是凡人 不然呢 也不会这么猖狂 于是他就忍痛 花费数千万 从省城雇佣了两名 反须境初期高手 准备先杀了龚若莉这娘们 再去杀了苏莫 那个王八蛋 周永和打探到的消息呢 并不准确 他就知道苏莫是个反须境高手 真正实力如何 确实不太了解 不过呢 他觉得 两个反须境初期高手 联手对付一个 绰绰有余了 只能说啊 周永和这个傻屌 太冲动 太急切 迫于给自己大哥报仇 甚至呢 已经丧失了理智 如果他再耐心的打听打听 知道苏莫是反须境 巅峰高手当中的极品 那他绝对不会再做出 这种愚蠢至极的事情 晚上回到家 拱若莉心情大好 下厨做了几个菜 还跟苏莫喝了一瓶 吃过饭之后 在拱若莉的要求下 苏莫就在沙发上法课他 而在法课的过程当中呢 苏莫探查到了气息不动 于是立即翻身起来 并说道 有高手 拱若莉惊慌道 肯定是周永和那孙子来了 苏莫则是笑着说道 哼 你别担心 这两个是垃圾 周永和这孙子也真够蠢的 在完全不了解我战斗力情况之下 盲目的找来两个渣渣 就想要弄死我 真是一响天开 哼 我今天啊 就让他们知道知道 什么叫做装逼不成 反被干 说吧 苏莫就开始穿衣服 拱若莉剑壮 也开始穿衣服 苏莫的气息 完全被炼妖狐掩盖 那两个杀手 根本就探查不到 于是苏莫刻意的压制着气息 展露出来的 只是反徐镜中期实力 然后他就坐在沙发上抽起烟来 静等着那两个傻逼的到来 小区门口停着一辆宝马X6 车里面呢 坐着四个人 司机是个二十出头的年轻小伙 副驾驶座上呢 坐着朱永和 而后排座上 坐着那两个 就是从省城找来的修士高手 这两个男的 一个留着长发 有点胖 跟刘欢似的 另一个呢 留着山羊虎 是个鞋靶子脸 长得都算是人模狗样 那个胖子说道 反徐镜中期 周永和扭过头来问道 你们两个能杀不 单打独斗的话呢 有点悬 但是我们两个联手 还是有点把握的 斜靶子脸说道 有点把握 就是没把握 要是杀不了他 那就麻烦了 我请你们来 就是要一次性解决问题的 周永和说道 这个价钱呢 要再谈谈了 胖子说道 大哥 每人一千万 不少量 再说 这都是市场价 周永和说道 我们是反徐镜初期 里面那位 可是反徐镜中期 我们杀他是要冒 很大风险的 胖子说道 那你们说 要多少 周永和郁闷地问道 很多修士 都是专门做这种生意的 跟那些职业杀手相比起来 他们也不是太业余 而且 这些修士们也乐中于这种事情 毕竟这种生死厮杀 能够磨练自身 炼化对方 还能够让实力大增 至于这个佣金多少呢 其实并不是那么重要的 很多时候 这些人都把漫天涨价 当成是一种资本的炫耀 老子这么厉害 你就要给我这个价 给的少 那就是苛逞我 一口价五千万 鞋靶子脸说道 大哥 太多了吧 周永和惊讶道 嫌多的话 那就另请高明吧 鞋靶子脸说道 里面那位杀了你哥 又上了你嫂子 五千万 你都不舍得出啊 那个胖子调侃道 胖子这话呢 算是戳中了周永和的痛楚 让他气愤无比 但是也不敢发作 只能耐着性子说道 好 五千万就五千万 成交 鞋靶子脸呵呵一笑 然后说道 开工 于是这两人就下车 然后纵身翻越围墙 进入了小区 汗茶到他们冻了 苏默呢 便也站了起来 并对苛逞说道 给我泡杯茶 等我回来喝 老公 你要当心啊 苛逞关切地说道 泡茶去吧 古有关二哥 温酒斩化雄 你给我泡杯茶 我分分钟就回来 顺便啊 还可以装个逼 见苏默如此云淡风轻 拱若丽啊 也就不再担心 然后说道 那你快点哦 苏默点头 叼着烟卷就走了出去 门口小道上 苏默站在路中烟 面朝西 很快 两个人就从拐角处走了过来 看到苏默 这两个人是围着一愣 互望一眼 然后静止走了过来 苏默吐出一个烟圈 然后懒洋洋地问道 姓周那孙子呢 怎么没来啊 胖子看到苏默 然后笑着说道 兄弟 你有点小啊 英雄不论年少 苏默说道 呵呵 刚断奶吧 胖子嘲讽道 哈哈大笑 苏默也笑了 然后说道 哼 废话少说 你们两个一起上吧 我还等着回去喝茶呢 鞋靶子脸冷冷地盯着苏默 眉头未皱 一般情况下 像苏默这种超级自信的人 只有两种可能 要么就是傻逼 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傻逼 要么就是高手 非常厉害的高手 苏默这么年轻 已经修炼到了反虚镜中期 确实有猖狂的资本 但是像他这种 自以为有点天赋和实力 就嚣张狂妄的人 基本上都是在化神镜和反虚镜阶段 横尸接头的 哼 口气倒是不小啊 胖子说道 苏默当即召唤出昆龙剑 盛气的光芒映照夜空 那强大的气息疯狂横溢 爷的口气向来挺大 苏默笑着说道 盛气 胖子的肥脸直接绿了 卧槽 鞋靶子脸是大骂一声 二话不说 掉头就跑 苏默这孙子 是个反虚镜中期高手 如果他们跟苏默单打独斗的话 或许打不过苏默 但是联手的话 有九成把握可以杀了苏默 但是这货有盛气 那就不是他们杀苏默 而是苏默杀他们了 别说是他们了 就算是何道镜高手来 看到苏默手中的盛气 也会心惊胆战 还想跑 苏默冷声说道 困龙剑刷的一下 就呼啸而去 那速度之快 瞬间就逼至身后 这两人吓得魂飞魄散 甚至都忘了反抗了 然而 即便他们反抗 也是毫无用处 面对盛气 只有死路一条 刷刷两剑 状如砍瓜切菜般 胖子和鞋靶子脸就硬生倒地 苏默召唤出炼妖虎 直接将其二人的身体收入其中 困龙剑折返回来 也被苏默收起 整个过程也就呼吸间的功夫 干脆利索 行云流水 苏默胆胆烟灰 转身回家 看到苏默回来 龙若丽便急忙问道 这么快 苏默笑了笑 走到了茶几前 端起茶杯喝了一口 然后说道 我还要再出去一下 很快回来 那干嘛呀 龙若丽问道 已决后患 苏默说道 转身离开 周永和那孙子 在小区门口车里抽着烟 他也在耐心等待 然后呢 他就看到 那个鞋靶子脸 从小区里面走了出来 刚进去门一会儿呢 就出来了 而且啊 还是一个人 那个胖子呢 鞋靶子脸 走到小区门口 然后就点根烟抽了起来 周永和见状 心里有些疑惑 然后便让司机开车过去 到了跟前之后 打开车窗 小声问道 没找到人 鞋靶子脸呵呵笑了 打开车门就坐了进去 然后说道 开远点 走 周永和对司机说道 好 停吧 车子向前开出了五十米之后 鞋靶子脸说道 周永和扭头问道 哎 胖子呢 死了 鞋靶子脸说道 那孙子呢 周永和惊讶道 你说的是哪个孙子 鞋靶子脸问道 当然是苏默那个孙子呀 周永和说道 他正凑着你嫂子呢 鞋靶子脸说道 周永和顿时无语 有点糊涂 然后问道 大哥 你这话啥意思呀 鞋靶子脸哈哈笑了起来 然后轻叹口气 说道 算了 让你死的明白点吧 说着 鞋靶子脸就变成了苏默 周永和不认识苏默 更不知道苏默长什么样子 但是如今看到 鞋靶子脸竟然当着他的面 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把他吓得惊叫一声 然后说道 你 你是谁 我就是你要杀的那个孙子 苏默说道 周永和啊的一声 尿都差点渗出来 他万万没有想到 那两个修士杀手 竟然没能杀了苏默 而现在 苏默竟然找到了他 这说明啊 那两个家伙 已经死了 苏默也懒得跟他废话 当即召唤出炼妖狐 直接将周永和和那个司机 收入其中 然后他就开着这辆宝马X6 回去了 见苏默再次回来 龚若莉呢 便上前问道 老公 怎么样了 苏默说道 那两个杀手啊 已经被我解决了 至于周永和 也人间蒸发了 龚若莉惊讶道 你把他也杀了 鸣枪一躲 暗戒难防 这孙子要是不死 以后难免会多生事端 他这一次 以后就没人 会找你的麻烦了 苏默说道 老公 我们这样做 是不是有点太狠了呀 龚若莉说道 苏默独辣的手段 甚至都让他有些害怕了 苏默笑着说道 人心险恶 心不狠 站不稳 好了 别想那么多了 已经很晚了 我们早点休息吧 嗯 测日早上 苏默跟着龚若莉 去传奇地产公司 并且召开了会议 会议的内容就是 苏默将拿出百亿巨资 用作公司发展 另外就是投资建厂 建军医药领域 至于他本人呢 以后不会管公司的这些业务 全权交给龚若莉负责 最后公司的薪资待遇呢 全面提高 苏默这番大手笔 让公司这些高层们都感到非常惊讶 更让他们高兴的就是掌心 如此一来 就让员工们对苏默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好感 因为周永元那孙子以前太抠了 罗丽莎的心里面呢 非常复杂 自己表哥就这么死了 人人都在猜忌 公司上下都议论纷纷 都说周永元的死 是龚若莉和苏默联手陷害的 但话虽然这样说 却是没有证据 何况苏默背景深厚 谁也不敢怎么样 办公室里 龚若莉担忧地问道 老公 周永和死了 周家人不会报警吧 苏默呵呵笑了 然后说道 哼 王浩跟我穿一条裤子 知道我杀了周永和 他也不会多说什么的 再说了 说那孙子想要害我 而我只能算是正当防卫 所以啊 你就放心好了 嗯嗯 你去把罗默莎叫来 我跟他谈谈 苏默说道 跟他谈什么呀 公司里面 所有人都在怀疑 是我害死了周永元 然后霸占了他的一切 别的人怎么看 我懒得理会 但罗默莎是周永元的表妹 而且周永和遇害这件事情 过不了两天 周家人呢就会知道 到那时候 罗默莎就会感到害怕 甚至担心我会对付他 为了安抚他 那我必须跟他好好谈谈 直接把他辞退了不就行了呀 龚若莎说道 那别人就更会怀疑了 嗯 也是 其实现在 龚若莎的心里呢 比任何人都复杂 他就好比潘金莲 跟西门庆 联手害死自己的男人武大郎 而西门庆这孙子呢 虽然仪表堂堂 但却不是个东西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 龚若莎啊 也有点后悔 心里面 非常愧疚 但事已至此 说什么都白瞎了 只能身不由己地 面对着这个残酷的现实 希望自己的这个选择啊 不会给自己带来灭顶之灾 都市修仙高手 第172集 片刻之后 罗黎莎便进来了 苏总 您找我 罗黎莎说道 有点紧张 坐吧 苏莫微笑着说道 罗黎莎恩了一声 走到办公桌前 坐了下来 苏莫点根烟愁上 打亮着眼前这个极品大美女 然后就把自己的警察镜丢在了办公桌上 罗黎莎看到这个疑惑地问道 苏总 这是 你看看 罗黎莎拿过去翻开一看 眼神当中非常惊讶 她没有想到苏莫竟然还是警察 苏总 您是警察呀 严格意义上来说呢 我是一名修士警察 修士 罗黎莎震惊地问道 您就是救了泰勒的那个人 苏莫眉头一挑 惊讶地问道 你也知道这件事情啊 那天晚上 我也在晚会现场 罗黎莎说道 昨天苏莫来开会 得知收购公司的人呢 叫苏莫 当时就把他给吓呆了 但是他不能确定 收购公司这个苏莫 是不是那天晚上 救泰勒的那个 因为现在 重名重姓的人太多了 而且在今天之前 他也不知道 苏莫到底是苏莫 还是苏莫 现在呢 看到证件上的苏莫 就断定了他的猜测 原来啊 都是一个人 那是宝天集团 内部举行的晚会 你怎么去了 苏莫问道 我是泰勒的脑残粉 而在宝天集团 我一认识有人 然后就弄到了门票 罗黎莎说道 这样啊 你知道我为什么把你叫来吗 苏莫笑着问道 不知道 罗黎莎摇摇摇头说道 你肯定在怀疑 你表哥的死 跟我有关吧 苏莫问道 没有 罗黎莎当即否决道 就算怀疑 那他也不敢明知说 你不用否认 现在公司上下都在怀疑 是龚苏莉跟我设计陷害了周永元 我表哥他 他是吸毒死的 那天龚总把我叫来 我还看到了 然后是我包着井 罗黎莎说道 你表哥他不是人 啥 罗黎莎惊讶道 你表哥是妖怪 妖怪 这 这怎么可能 罗黎莎震惊道 其实啊 你表哥在去年就已经死了 你肯定记得 有段时间呢 你表哥一直没有来公司 对吧 苏莫说道 嗯 那段时间 风言风语的 我给我表嫂联系 但始终也联系不上 后来 我表哥就来公司了 然后直接召开会议 说要把公司 交给我表嫂管理 罗黎莎说道 苏莫点根言抽了起来 然后说道 那时候你们见到的周永元呢 就已经不再是你表哥了 而是一个妖怪 正是那个妖怪 杀了你表哥 然后变成你表哥的样子 还霸占了你的表嫂 啊 真的假的 罗黎莎难以置信道 当然是真的 我是修士警察 后来盯上了这个妖怪 然后呢 就除掉了他 但是警察局害怕影响太坏 所以呢 才故意设计成 那个妖怪是吸毒而死 然后市里面 想要整顿地产行业 就为人我 收购日田地产 不然的话 市委书记和市长 又怎么会亲自前来 我表哥 竟然是被妖怪害死的 那我表嫂他 罗黎莎崩溃了 如果表哥是那个妖怪变成的 那他表嫂 龚若莉 岂不是天天让妖怪 给上来上去啊 对于这个真相 罗黎莎完全无法接受 苏默说道 我是警察 不会骗你 再说了 就算我是骗你的 那市委书记和市长 难道以后骗人不成 罗黎莎无言以对了 苏默所说 言之有理啊 苏默到底是不是在说谎 这个有待考证 但是周子盛和李星宇 都亲自来参加会议了 这又怎么可能会有假呢 而且被苏默称之为 妖怪的中用人 每次见到他的时候 眼神就有点坏坏的 如果认识他表哥的话 根本就不会用那种眼神 去打量他 综合这些 罗黎莎不得不确认 苏默现在所说的没有错 看来公司员工们的猜测 都是瞎掰砍蛋的 事情的真相竟然是这样的 今天开会的时候呢 我本来就想把真相说出来 但是为了维护你表哥的形象 顾忌到你表嫂的声誉 更不想让员工们感到惊慌 所以我才忍住没说 之所以告诉你 那是因为你是周元的表妹 别人都可以误解我 怀疑我 但是我不想让你也误解我 怀疑我 甚至是害怕我 听了苏默这番话 让罗黎莎感触很深 顿时间觉得 苏默竟然如此的无私 而又伟大 然后他就说道 苏总 你应该把真相说出来 不然对你太不公平了 苏默整理一下发型 然后笑着说道 别人怎么议论 我都不在乎 毕竟我是修士 而且啊 还是在政府做事的 那些嫌随雨呢 在我看来都是浮云 只要我做出业绩 不辜负领党的对我的希望就行 而且周元元死的挺冤枉 我也挺同情他的 但是当今社会妖孽横行 每天死在妖族手中里的人呢 都是不得其数 我现在唯一能做的 就是保住你表哥这份产业 并且做大做强 这样的话他的灵魂也会得到安息 可这瑞天地产 毕竟是我表哥一手建立起来的 现在政府收购 甚至连个说辞都没有啊 罗丽莎说道 哼 说辞 苏默笑了 然后问道 周元元是怎么发家致富的 别人不知道 你还不清楚吗 这么些年 伤天害理的事情 周元元做了一箩筐 没有判他的刑 没收全部财产 已经是对他最大的人词了 罗丽莎听后 直接无言以对 苏默说的没错 周元元确实做了很多违法的事情 如果有关部门想要查他的话 那他绝对是蹲耗子呀 现在的人经不起查呀 一查都有问题 好了 你去忙吧 嗯 罗丽莎说道 然后起身离开 片刻之后 龚若丽便回来了 然后问道 谈得怎么样啊 你还不相信我的水平吗 苏默笑着问道 我当然信了 龚若丽揉神说道 这时手机响起 掏出来一看 是天风打来的 苏默已经把夏江林 夏宇和夜成天 他们两家人的电话号码 全部拉进了黑名单了 陌生来电打不进来 喂 天堂主 苏默接通道 苏默 下午我来省城吧 天风说道 嗯 好的 苏默说道 挂了电话 苏默就对龚若丽说道 下午我要去省城 干嘛去啊 好事 苏默笑着说道 从公司出来 苏默便给周立芳打电话 芳姐 请你吃饭吧 苏默笑着问道 怎么会突然想到请我吃饭 有什么事情 直说吧 周立芳说道 男人请女人吃饭 准没好事 昨天晚上 我杀了两个反虚镜初期的杀手 想要给你 怎么对我这么好啊 不会是想炮我吧 周立芳疑惑地问道 苏默哈哈大笑 然后说道 哼 我都反虚镜巅峰了 炼花这种级别的 一处不大 所以啊 想要送给你 至于想不想炮你 这个就说不准了 你最好不要打我的主意 咱们两个不合适 周立芳说道 肯定是嫌我太小了吧 这是一方面 你不要的话呢 那我就送给别人好了 不要白不要 为何不要 那就来某某饭店吧 我等你 苏默收了那两个 反虚镜初期的喳喳 然后呢 进行搜刮 这两个家伙的身上 都有银行卡 但是不知道密码 这一卡 等于白瞎了 另外呢 还有一些血气单 和纯阳单 但都是法接单药 苏默也不稀罕 而这两个家伙 所用的法器呢 都是宝器 一件是中品宝器 一件是上品宝器 然后呢 全都让困龙剑 给吞噬炼化了 法宝 晋升为盛起之后 就可以像修饰那样 自主的吞噬 炼化法宝 修饰 妖族 还可以吸收丹药 基本上 跟人类没有区别了 但是困龙剑 吞噬这些垃圾法宝 等于是塞牙缝 也得不到 什么太大的好处 苏默一口气 给周立方 一百枚极品宝 接纯羊丹 把周立方 感动得差点哭 那天晚上回去之后 就直接闭关修炼 按照这样的速度 今年之内 他就可以提升到 反徐镜后期 然而现在 苏默竟然说 还要送给他 两个反徐镜 初期高手的尸身 等他炼化之后 这个月之内 或许就可以提升到 反徐镜后期 对于周立方来说 认识苏默 真是一种幸运 到了饭店 给苏默打电话 问了包房之后 就直接上去了 包房内 苏默正在抽烟喝茶 看到周立方来了 便笑着说道 方姐 快坐吧 服务员走进来问道 可以上菜了吗 嗯 苏默说道 周立方坐下之后 感觉有点别扭 因为他很少 在外面吃饭 跟一个男人 单独吃饭 更是从来都没有过的 这种饭局 有点约会的味道 让他很不自在 苏默挥手 将两句尸身释放出来 并对周立方说道 收起来吧 周立方催动法力 神念笼罩 便收入了丹田之内 然后说道 谢谢了 苏默笑着说道 哼 不用谢 在我们宝平 我也不认识什么修士 就邓雪 叶成天 再者 就是方姐你了 我给叶成天 七十九枚纯阳丹 给你一百倍 又给了邓雪十枚 还把灰狼妖的尸身 给了他 我现在啊 略得到这些修炼资源 自己用不上 就给你们三个瓜分了 灰狼妖 可是核道境高手 你竟然给了邓雪了 周立方惊讶地问道 主要是我不想那么快 踏入核道境 所以呢 就给他了 苏默说道 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有人不想升级太快呢 周立方汗颜道 等级越高 压力越大 慢慢来 苏默笑着说道 叶倩怡要跟陈家订婚 叶向山也邀请我哥了 但是今天 也就是今天早上 叶向山又给我哥打电话说 订婚取消了 你肯定知道其中的原因吧 周立方问道 宝瓶就这么大 叶家和周家关系不错 闺女订婚 自然都会彼此通知 我听说是陈家取消了婚约 托诺人呐 周立方皱眉道 苏默哈哈大笑道 哼 管他呢 这顿饭吃得其乐融融 一回声两回熟 跟苏默接触两次 周立方感觉啊 这小子挺好的 各方各面都不错 长得帅 实力强 而且呢 还特别慷慨 一点都不吝啬 都是普通朋友关系 他就对人家这么好 又是送丹药 又是送尸身的 这年头啊 像他这样无私的人 已经不多了 别的方面都很好 唯独是有点花心 如果苏默对感情方面 专一一点的话 那简直就是完美啊 甚至他都会 情不自禁地爱上他 只可惜 事与愿违 苏默这个缺点太要命 因为从理论上来说呢 没有一个女人 喜欢那种花心四溅的男人 至于那些 给别人做情人的 那都是各取所需罢了 从饭店出来 跟朱立坊告别 然后苏默就开车去省城了 这是他第二次去省城 第一次是去找龚若立 想要杀人灭口 而这一次呢 则是为了加入铲教 苏默到了省城后 就给天风打电话 天风说了一个地址 然后苏默就开车过去 宝平那些小城市 跟省城啊 真的没得比 省城啊 人多地广 走在大街上 那种气息波动 不断地被苏默给感应到 画气境的多如牛毛 画神境的成千上万 反虚境的也是成群结队 但是河道境的就比较少见了 这一路上 苏默也感受到了 两个河道境高手气息存在 一个是初期 一个是中期的 宝平所有的修士加起来 也就几百号人 但是省城呢 至少有三四万 这让苏默不禁感慨 现在的他似乎还真的不应该 继续待在宝平那种小地方 耀武扬威 确实该到一些大城市里面闯一闯了 按照天风所说的地址 苏默来到了一座豪华庄园 靠近庄园 苏默就探查到 这座庄园之内啊 高手如云 气息波动非常强烈 而且呢 最低的都是反虚境的 粗略估计 至少有上百人 至于河道境的 竟然有十位之多 十位和道境高手站在一起 那真是绝对吓死人不偿命啊 不知为何 苏默的心里有点小小的紧张 庄园门口站着两名门卫 但是呢 并没有穿保安符 乍一看 浙尼瓦连门卫 都是化神经巅峰的 中原执法堂的总部 真他妈牛逼 化神经巅峰实力 在那些小县城啊 都能够称王称霸了 在那些市区啊 也能混得风生水起 但是在这里 只能当个门卫 苏默开着车来到跟前 这两名门卫 便将他给拦下 什么人 一名门卫质问道 苏默打开车窗 微笑着说道 我是宝平来的苏默 天堂主让我来的 哦 是你啊 天堂主已经提前交代了 你直接进去吧 这名门卫说道 多谢 虽然这两个呢 是看门狗 而且是化神经巅峰的渣渣 但是苏默也不能在他们这种人面前摆谱 门卫打开电动铁衣大门 苏默开车进去 以前去过城市庄园 那真够气派的 但是眼前这座庄园 却比城市庄园更加气派 顺着林荫小道 绕过一个花坛 将车停在了别墅前的广场上 苏默就下车了 而此时 从别墅大厅里 走出来一个庙陵女郎 这个庙陵女郎身材高挑 穿着黑色皮裤 踩着高跟鞋 上面则是黑色的树身皮衣 齐尔短发 显得非常的干净靓丽 那种火辣 怎是一个性感了得呀 苏默对美女没有任何的免疫力 看得有点入迷 另外就是呢 看惯了长发美女 突然遇到这种短发的 会给人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 而这个女人 也在打量着苏默 似乎就是专门出来迎接她的 见到苏默看她看得发呆 这女人眼睛微眯 然后迈着猫布 就朝着苏默走了过来 苏默立即收回自己邪恶的目光 轻渴两声 未免尴尬 暂且不说这女人的美貌 她的实力 也是让苏默大为吃惊 真是人不可貌相 这么年轻漂亮的女人 竟然是何道景中级高手 就是不知道她今年多大 姓甚名谁 是否单身 介不介意姐弟恋 你就是苏默吧 短发美女走到苏默跟前 轻声说道 都市修仙高手第173集 嗯 我就是苏默 苏默点头说道 天堂主让我来迎接你 现在随我进去吧 都在等你呢 短发美女说道 瞧 苏默做出请示 跟着短发美女 走进眼前这座 有点类似于古代城堡的别墅建议 大厅的陈舍呢 富丽堂皇 看起来古朴大气 顺着右侧的楼梯 来到了二楼 至于内部的装饰和布局 苏默倒是不太在意 狗眼呢 却是一直盯着短发美女 那扭来扭去的屁股看 紧身皮裤 勾勒出了一种线条美 让人浮想连篇 苏默发现 自己骨子里面的那种犯件 并没有因为自己实力的变强 与眼界的开阔而渐退 甚至更为高涨浓烈 这似乎就是那种霸占欲 实力越是强大 这种邪恶的欲望就越是可怕 以前见到这种美女 苏默估计都没有勇气 跟人家说上一句话 而现在她竟然都在幻想着 能不能把她放翻 穿过一条走廊 短发美女推开一扇门 便做出了寝室 让苏默先进 苏默迈不走近 乍一看 这是一个非常宽敞的市厅 而且里面坐着九个人 在庄园门口感受到的 强烈气息波动 就是从这个市厅里散发出去的 整个庄园别墅里 到处都是反须敬高手的气息波动 而在这里 十大河道敬高手 全都汇聚在此 放眼望去 苏默看到了天风和陈秋盛 至于其余的七个人 以及给苏默带路的这个短发美女 苏默都是第一次见到 更不知道他们姓沈名谁 在没有见到这十位高手之前 苏默认为 既然天风是中原执法堂的正堂主 而且是河道敬后期高手 那他的实力肯定是中原执法堂当中最高强的 却没想到赛场这几位高手当中呢 除了天风之外 竟然还有两位河道敬后期高手 而且是一男一女 陈秋盛是河道敬中期实力 迎接苏默这个短发美女呢 也是河道敬中期实力 除此之外 还有三个河道敬中期高手 并且都是男的 而剩下两个则都是河道敬初期实力 也都是男的 这十位高手当中有两个女的 看来啊 在修士界还是松多肉少 男修士占了极大的比重 尤其是返徐镜和河道敬这两个阶段 来了 天风看着苏默微笑着说道 天堂主 陈父堂主 苏默恭敬的给这两个人打招呼 天风看起来很高兴 但是陈秋盛跟苏默对视的时候啊 眼中的不悦也是相当的明显 毕竟苏默这个卑鄙无耻之徒 强行搞破坏 并且还准备横刀夺爱 抢走叶茜怡 这是摆明了要跟他作对啊 陈秋盛怎能不弃呢 但他不是中原执法堂的堂主 他只是副堂主 在他上面还有天风压着 而且还是天风出面 在帮苏默 让陈秋盛又气又怒又无奈 进来吧 天风说道 嗯 苏默点头道 朝这里面走了过去 天风坐在后方正中的位置 就跟山代王似的 在他的左侧靠下呢 则是坐着陈秋盛 而与陈秋盛遥相对应的那个位置上 也有一张椅子 不过却是空着的 士庭两侧分别摆着十张椅子 椅子与椅子之间呢 都摆放着木桌 上面有茶水和果盘 而那个给苏默带路的短发美女 则是静止走到了天风右侧那张扣椅子前坐下 看到这一幕 苏默表示非常的惊讶啊 那个位置跟陈秋盛对应 陈秋盛是副堂主 那他又是什么身份呢 难道中原执法堂有两位副堂主 如果这个短发美女真的是副堂主的话 那就真的是太刺激了 天风伸手指着右侧的一张空椅子说道 坐吧 嗯 苏默点头 迈步走过去 右侧坐着的这三个人呢 包括那两个河道顶后级高手 还有一个河道顶中级高手 左侧坐着四个人呢 正好是两个河道顶中级和两个河道顶初级的 从苏默走进这个视听的那一刻 这些人呢就在打扔着苏默 除了天风和陈秋盛之外 眼神都是特别的一样 因为他们都无法感受到苏默的气息波动 并且都在努力的探查 希望可以窥视到一丝一毫 苏默 苏默很高兴你能加入产教 成为咱们中原执法堂的一员 并不夸张的说 笼络到你 是我们中原执法堂今年最大的收获 在座的诸位 都是我们中原执法堂的核心高层 并且都对你有着非常浓厚的兴趣 那么现在 我就向你一一介绍 天风说道 苏默微微点头 天风这话说的 把他抬得非常高 让苏默有点受宠若惊 在座的这些呢 都是核道警高手 这些人呢 可都是超级狂妄的 根本就不知道 低调内敛是毛线意思 树大招风 长得帅就遭人急 实力高强啊 也会引来别人的痛恨 苏默不仅长得帅 而且还实力高强 那么在他加入产教之后 肯定会遭到无数人的羡慕嫉妒 对于苏默来说 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啊 陈副堂主 你很熟悉 就不需要我多做介绍了 而这一位 也是我们中原执法堂的副堂主 叫做雪莉 陈秋盛和雪莉 是我们中原执法堂的顶梁柱 也都是我的得力助手 天风指着右侧的 那个短发美女说道 苏默听后非常惊讶 看来啊 还是被她给猜中了 这个短发美女 竟然真的是副堂主 没想到出门迎接我的 竟然是雪副堂主 真是让我受肿若惊 苏默起身说道 雪莉甜美一笑 然后说道 本来我是不想爬腿的 但这是天堂主的命令 我身边有几啊 苏默也笑了 判断一个人的性格 从言谈举止方面 就能够看出个大概所以然来 这个雪莉啊 实力高强 貌美如花 但却没有自视甚高 她以副堂主的身份 亲自去迎接苏默 眼神当中呢 也没有不屑于傲慢 反倒是非常的平易近人 很容易让人产生亲切感 这样的女人 即便不是修士高手 而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女孩子 也会非常的讨人喜欢 如果让苏默早点认识她的话 绝对会死皮赖脸的追她 但是现在 得知她是副堂主 而且还是和道景中期高手 那苏默就不敢对她 有任何过分的想法了 只能对她恭恭敬敬的了 坐在你旁边的这位 是少林寺出身的士永珍 天风介绍道 士永珍呢 是个光头 看起来三十多岁的样子 像是刚从耗子里面出来的 不曾想啊 竟然是个和尚 老突驴 苏默微笑着伸出了右手 道 大哥你好 以后都是自己人了 不必客气 士永珍微笑着跟苏默握手道 出家人呢 一般都比较和善 这个士永珍是和道景中期高手 但是呢 也没有丝毫架子 士永珍说得很对 都是自己人 不必握手 不必问候 天风说道 嗯 苏默点头 这两位是来自南洋的张军正和和宇凤福部 都是和道景后期高手 算得上是我们中原直跑堂的神雕侠侣了 天风介绍道 既然不能握手 也不能打招呼问候 那就只能微笑点头示意了 这两人也对苏默点头示意 张军正看起来呢 也就是二十七八岁的样子 至于和玉凤呢 看起来跟和云岚年龄差不多 长得也是非常漂亮 但是跟雪莉相比起来的话 那就稍微差点 不过和玉凤呢 比较严肃冷逸 毕竟是和道景后期高手 气场强大 夫妇二人都这么厉害 让苏默感到非常的惊讶 没想到中原执法堂里面 竟然还有这样的夫妻档 真是苍龙卧虎啊 这四位从南向北 分别是来自许昌的宋小德 开封的彭仁义 洛阳的杨志忠 以及周口的黄绍文 天风指着左侧那四个人介绍道 苏默纷纷对他们点头示意 这些人看苏默的眼神呢 也都是比较复杂 但还算友善 除了陈秋盛之外 反正这个梁子已经算是结下了 既然你不给老子好脸色 那老子也懒得理会你 反正老子不怕你 就是要明抢豪夺叶谦仪 再说了 有天风护着我 你又能奈我何 你他妈咬我呀 真跟老子玩横的 那老子绝对让你后悔 更何况 中原执法堂内 也不是只有你一个傅堂主 还有那个雪莉呢 我把天风的关系搞好 再跟雪莉也搞好关系 等老子踏入河道径 直接让你从傅堂主位置上滚下来 天风端起了桌前的茶杯 喝了一口 然后继续说道 那么现在 我就给诸位 卓仲介绍一下苏默吧 众人全都喜耳恭听 苏默则是有些小小的紧张 在普通人面前 他这样的人 就是神话般的存在 可是眼前这些呢 全都是河道径的高手 随便站出来一个 都能够碾压苏默 在这些高手面前 不管苏默再怎么厉害 也不会显得太优越 毕竟啊 他是反虚境巅峰 跟眼前这些高手相比 足足差了一个级别 苏默来自宝平 今年18岁 反虚境巅峰实力 掌握一门强大的飞行术 以及变化术 天风微笑着说道 天风这样介绍自己 让苏默感到有些意外 天风知道苏默掌握天火术 但是他却并没有说 难道是想故意的 营造气氛 创造惊喜 至于飞行术和变化术 天风又是如何知道这些的 另外 看天风的态势 他应该不知道 苏默的这两门法术的 真正名字 所以才会这样称呼 飞行类别的法术 多种多样 不知这位苏默掌握的又是哪一门呢 世用真好奇地问道 苏默尴尬地笑了笑 像这种问题 其实他是不想回答的 天风见状便笑着说道 苏默 你但说无妨 我们都是一个阵营的人 彼此了解一下 以后执行任务什么的 也好更加方便 苏默听后非常郁闷 这就是他不愿意加入谄教的原因 怕被这些人刨根问底 然而 事到如今 貌似不说不行了 既然如此呢 那索性就说了吧 反正自己所掌握的这些法术啊 只要施展出来 眼睛毒辣之人 一眼就能够认得出来 更何况 相对于天火术而言 踏天步和七十二变 其实呢 都算不上什么秘密 所以就像天风所说那样 但说无妨 踏天步 踏天步 是永真顿时皱眉 疑惑道 我怎么从未听说过这门法术啊 天风同样皱眉 所有人都显得比较疑惑 看到这些人如此模样 苏默也是非常惊讶 难道这些高手们 都没有听说过踏天步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这些人 就真的是有点咕噜寡闻了呀 但是突然想到 自始至终见过苏默施展踏天步 并且一眼就认出来的 只有无当圣母下击一个人 其余的貌似都不认识 想到这里啊 苏默就释怀了 或许踏天步 本身就是一种名气并不大的法术 天庭那些高手呢 或许一眼就能认出来 但是人间现代这些土壁啊 可能都不认识 而对于传说中的法术和法宝 平时关注这个的也不是很多 像天风这些人呢 或许呢 就听说过类似于天火术 这种非常非常厉害 而且名气超级大的 至于普通的 他们都不知道 那变化术呢 这次是雪莉直接问的 72变 72变 雪莉惊讶道 其余人全都色变 踏天步 他们真的没有听说过 更不知道出自和门和派 何方神圣 但是这72变 名气实在是太大了 看过西游记的人都知道 这是菩提老祖 传授给孙悟空的 除了72变 还有36变 另外呢 还有各种各样的变化术 但是变化术 只能算是辅助型法术 在这些修士高手的眼里呢 算不上高端 因为妖族全都可以变化 人类修士踏入先圣境之后 也可以随意变化自己的容貌 在修仙之道上 变化和飞行 这都是最基本的 达到一定等级 全都可以掌握 可是这72变就不同了 这门变化之术 号称千变万化 不仅可以自己变 还可以让别人变 最厉害的地方就在于啊 这门法术所变化的 别人也辨别不出真假 这是其余变化之术 所不具备的 可以说72变是所有变化术之中 当中最厉害的 简直就是无可匹敌 而且啊 这72变的修炼法则 各大教牌都没有 这门变化之术跟踏天不一样 似乎都不属于人间现代 此时在场所有人都想问问苏默 你的师父是谁 但是呢 他们并没有问 天风笑着说道 我也没有想到 你掌握的竟是72变 苏默心说 你今天把我叫来 不就是摆明了逼迫我说点真本是吗 既然你都知道 我掌握了天火树了 那踏天步和72变 全都让你知道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而且苏默暴露自己的真正实力 也可以改观这些河道警高手 对自己的看法 想必以后 他们都会对苏默非常尊重 不会轻易的招惹他 转念一想 全盘拖出 这也没有什么坏事啊 苏默也是有底线的 他的底线就是练妖狐 只要练妖狐不让别人知道 其余的法术全部都让别人知道 也无所谓 苏默呵呵笑了笑 没有吭声 顿了顿 天风继续说道 诸位都是高手 都是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 作为过来人 心里都清楚 在20岁之前 能够踏入反虚定 就足以证明 本身的天赋和悟性 是何等之高 诸位曾经都被誉为是天才少年 都是20岁之前 就踏入反虚定的 但是18岁的时候 诸位都在化神境巅峰 躊躇徘徊 可是苏默 在18岁的时候 已经提升到了反虚定巅峰 更是在前段时间 越即杀掉了 何道景初期实力的灰狼妖 如此实力 可谓是敬畏天人啊 非在座诸位可比 所以 我与两位副堂主商议过后 决定破例让苏默 荣升为 我们中原执法堂的执事 都市修仙高手 第174集 众人听后都是非常惊讶 产教各地的执法堂 任命执事成员 都是以合道景为标准的 而苏默反虚定巅峰实力 就直接破例 任命为执事成员 确实是有点太高看他了 不过苏默确实拥有 被高看的资本 暂且抛开没人认得的 踏天步步说 光是这七十二变 就可以断定 苏默这丝 有非常强大的背景 问题是 踏天步是飞行术 七十二变是变化术 都不具备什么进攻性 苏默能够越即斩杀 河道景高手 凭借的又是什么呢 强大的法宝 还是别的法术 天风知道知识们的心中疑惑 以免日后这些人 刻意地刁难苏默 甚至是找苏默的麻烦 那么今天 他就必须说了 或许 你们都不知道 苏默的强大 并不在于他所掌握的 踏天步和七十二变 而是一门传说中的 强大法术 而这门法术 诸位肯定都没有见过 但是绝对都听说过 天风说道 苏默也笑了 但是他并不准备劝阻 就目前为止呢 天风知道 陈秋圣也知道 宝平那些人 基本上全都知道 这本身就不再是什么秘密了 说了也就说了 没什么大不了的 传说中的强大法术 何玉凤疑惑道 苏默所掌握的 正是传说中的天火术 天风说道 天火术 众人听后 无不惊骇 并且全都用惶恐的眼神 看着苏默 天火术 这可是传说中的 至高法术啊 天火术来源于四大先天元素 这四大先天元素 任何一种都是非常可怕的 而且在座这些人呢 都是行走江湖多年 见多识广 但是他们从来都没有见到过 甚至都没有听说过 谁掌握着四大先天元素 即便是在中国的历史上 乃至全世界都不曾出现过 禅教本身呢 也没有四大先天元素的修炼法则 除此之外 人教 结教都没有 至于神教和佛教呢 也从来就没有听说过 那么 苏默年仅18岁 就掌握着传说中的天火术 由此可见啊 他绝对不是普通人 而且他这天火术 也绝对不可能是从人间现代 那些门派势力当中所学到的 所以在座这些人呢 也都不傻逼 面前这个英俊潇洒的苏默 不是大神转世 就是大神门徒啊 越即杀人这种事情啊 虽然不多见 但是也不少 更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 陈秋盛这些人 都可以越即杀人 苏默以反虚境巅峰实力 斩杀了何道景初期的 虽然存在非常大的难度 但是 对于这些真正的天才来说 还是有可能的 仅是凭借这个 就破例封为直视 确实有点勉强 但是 苏默掌握天火术和七十二变 别说是直视了 就算让他做副堂主 都是可以的 虽然在座这些高手 随便站出来一个 都可以斩杀了现在的苏默 但是 苏默潜力大 要是等他踏入何道景 恐怕就轮到苏默 轻松斩杀他们这些人了 更何况 传授苏默天火术和七十二变的 显然不是人间高手 肯定是来自天庭 如此一来 谁又敢得罪他呀 听到了天火术 这些人都非常震惊 但是他们都不笨 并没有愚蠢地问苏默 你这天火术是跟谁学的 因为他们都知道 像这种秘密 苏默是绝对不会轻易说出来的 我的这个任命 诸位都没有意义吧 天风问道 众人森森摇头 必然是你跟两位副堂主商量好的 就算我们有意义 也是个砍蛋哪 再说了 苏默这么厉害 谁现在敢说自己有意义 那就是明摆着跟苏默过意不去呀 或许苏默现在还没有能力跟他们叫板 但是以后绝对有 等苏默将来有能力跟他们对着干的时候 那就麻烦了 苏默这等实力 担任我执法堂的执事 绰绰有余 那个张军正说道 实质名贵 氏永珍说道 世道如今在场这些人呢 从最初那种平淡无奇 甚至有些不屑于老默 全都对苏默刮目相看了 因为他们这些河道界高手的狂妄与优越 在苏默这种有着强大而又恐怖背顶的天才高手以前 显得是那么的英雄是处 他们不得不对苏默产生极度之情 而且是超级嫉妒 他们想要混出明场 那就只能靠自己了 但是苏默这种人呢 似乎未来的道路都已经被安排好了 有大神说为徒弟 传授给他全部都是特别厉害的法术 想必除了法术之外 还有非常厉害的法宝 至于丹药什么的更是应有尽有 这样的人 他妈的闭着眼睛都能轰轰烈烈 天风似乎非常满意这个结果 其实他今天就是想通过这个见面会的提议 去了解到苏默掌握的那些法术 至于他身上的法宝呢 暂时还是不要去问为好 不然就有些得寸进尺了 而且即便问了 恐怕苏默也不会说 我们中原执法堂原本有七位执事 如今你的加入让我们拥有八位执事 如此一来我们的队伍更加壮大了 天风欣喜地说道 三位正副堂主如此器重我 让我感激不尽 往后在铲教之中也会努力表现 不会辜负三位对我的期望 另外从今往后还需要诸位执事多多关照 那是自然 我们都是中原人 也都是执法堂的人 那就是一家人 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助的话 尽管开口便是 那个黄绍文笑着说道 总体来说啊 这些执事对苏默的印象还是蛮好的 而且呢 也深知苏默这样的人得罪不起 天风笑了笑 然后说道 好了 今天让你来呢 就是想让你跟大家见个面 现在诸位都散了吧 于是众人纷纷地起身准备离开 苏默也站起身准备走 苏默 你且留下 天风说道 嗯 苏默点头 然后重新坐下 很快除了天风和雪莉之外 其余人都走了 陈秋盛也走了 天风右手一挥 一道气浪便将房门关上 然后他便对苏默说道 苏默 你过来 苏默点头 起身走了过去 来到桌前 苏默停下脚步 天风面前呢 摆放着一张紫檀木桌 见他右手一挥 桌上就凭空出现了三样东西 一个葫芦 一个勋章 还有一道符咒 看到这三样东西 苏默不禁一愣 天风说道 这个葫芦里面 分别装着一枚洗水单 一枚纯羊单 一枚养元单 一枚灵气单 一枚白转单 这五枚单药 都是夏品宁单 是我们产教执法堂各部 赏赐给执事的 并且每年都发放一次 等于算是总部 给员工们的工资 夏品宁单 苏默震惊道 灵单的功效可是比宝单 强大十倍之多呀 而且珍惜昂贵 法单和宝单 如果有途径和钱财 还可以买到 但是灵单 对于各大教派来说 都是珍宝 根本买不到 天风又指着那块 黄金距地的勋章说道 这是我们产教执法堂的 专属勋章 只有政府堂主和执事 才有资格拥有 王后 你拿着这个 在我们中原地区 不管做什么 都是畅通无骨 可以方便你执行任务 做各种事情 这个等于是通行证 不用我多说 你应该懂得 嗯 苏默说道 这勋章啊 确实是个好东西 以后拿着这个勋章 遇到那些不必要的麻烦 或者是想走个后门之类的 确实方便 譬如说某个部门去传奇地产 或者说传奇美容会所找茬之类的 苏默把勋章一亮 麻事没有 想去医院住个高护病房 没有床位 勋章一亮 医院立马就会给你安排 酒驾被抓了 闯红灯了 勋章一亮 全都OK 找那些领导办事啊 人家说要提前预约 或者说很忙 勋章一亮 立马把你当成亲爹 总而言之啊 这个勋章啊 就是为了方便执事们 在都市里装逼的 另外就是 如果真的遇到那些实力强大 而你又打不过的妖族 你把勋章一亮 得知你是执法堂的执事成员 那对方呢 也就该掂量掂量 到底该不该杀你了 这勋章是通用的 只要是我们产教所管辖的区域 都有作用 必要时候 你也可以用这种权力 调动一批可支配人员 比如说 地方上的军队 警力 那些领导们见到勋章 都会配合你的工作 天风解释道 真不错啊 苏默说道 且看这枚勋章 黄金距地 呈八卦形 巴掌大小 一厘米厚度 苏默拿起来翻看 正面撰写了一个铲子 再看背面的 则是刻画着原始天尊的画像 看起来非常逼真 至于这道符咒 则是金刚符 你贴在身上 日后 若是遇到高手 在生死之际 符咒呢 就会自动地激发威力 让你形成金刚不坏之躯 到那时金光万丈 无间不摧 可以抵御任何法术和法宝的攻击 只要对方不是仙人精的高手 就奈何不得你 而你则是可以趁此机会 进行反杀或者逃命 天风介绍道 竟然还有如此符咒 苏默震惊道 这金刚符啊 真是太OP了 天风笑着说道 加入铲教 日后的好处还多着呢 嗯嗯 大教派就是牛逼 待遇确实没得黑 苏默加入铲教 直接成为了执事 而且呢 还赐予了这三件东西 尤其是这道金刚符 实在是太厉害了 关键时刻可以进行自我救赎 能跑还能够局地反击 这道金刚符的威力 完全不弱于练妖狐的护主能力 如果能够弄个千八百张的放在身上 那岂不是无敌了 收下吧 嗯 苏默点头 将这三件东西全部收入狐藉 紧接着 天风又拿出两把钥匙 苏默定定一看 一把是车钥匙 一把则是门钥匙 我们产教呢 始终都是在支持国产 这是产教执法堂 给你配的红旗L5 还有给你分配的别墅 天风说道 将两把钥匙递过来 那我就不客气了哈 苏默笑着接过 房子和别墅这东西啊 苏默虽然不稀罕 但是也不嫌多呀 这些都是你应得的 对了天堂主啊 我们中原执法堂 到底有多少成员 苏默好奇地问道 我们执法堂的门槛呢 比较高 最低标准是画神镜巅峰 主要以反虚镜为主 总共有1300多人 至于核心成员呢 就是你们八大执事 我们的编制很简单 就这些 天风介绍道 这么多人啊 苏默惊讶道 画神镜巅峰 跟反虚镜实力差不多 只要不出什么岔子 都可以顺利地 提升到反虚镜 1300多个反虚镜高手啊 这战斗力 杠杠的 那我们整个产教呢 又有多少弟子成员 苏默接着问道 我们产教 按照地区 灌辖京城 天津 河北 中原 山西 陕西 内蒙古 共有上万名弟子 天风介绍道 陕西属于大西北了 也归我们管辖 这个不准确的 我们三教划分势力 不是按照准确的地区 而是占有率 天风说道 哦 那人教和结教呢 苏默又问道 人教 灌辖山东 江苏 安徽 江西 上海 浙江 福建 结教 灌辖广西 广东 湖北 湖南 贵州 重庆 四川 海南 澳门和香港 天风说道 那 人教和结教的成员呢 都在万人左右 都没有超过两万 除了什么三大教派 各地呢 还有很多小门派 那据您了解 我们中国 大概有多少修士啊 这个数字 就很难去统计了 更何况 我们三大教派内 都是精英高手 你要知道 画气景和画神景的 占了最大的比重 这说 我们全国的修士总数量 至少数千万 但是 不会超过一个亿 天风说道 这个数字 已经非常可怕了 苏默感慨道 天风笑了笑 然后说道 今天叫你来呢 还有一件事情 要通知你 您说 苏默说道 现在是四月份 等到五月一号 我们产教会举行一年一度的比武盛事 到时候 各地执法堂都会选举十名普通成员 以及两位执事 然后进行大局比武 这个比武 为的就是衡量考核各地成员的实力 最后 根据比分 进行排名 我们产教六大执法堂 普通弟子和执事高手 分别进行排名 个人第一的普通弟子和执事高手 以及团队第一 总部呢 都会有重赏 丹药 法宝 法术 坐骑 符咒 这些都会有 这是一个证明自己 也是一战成名的绝佳机会 而个人第一的 只要自己愿意 都可以去总部发展 天风说道 天堂主的意思是 让我去参加 苏默惊讶道 你要是不参加 那就太亏了 可问题是我这身份 不想太高调啊 天风笑着说道 呵呵 苏默 这个你放心 你到底是什么身份 没人会刨根问底的 而且啊 谁也不是傻瓜 你什么身份 我们心里 都能够猜出个大概的 而这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 你所选择的阵营 现在你选择了阐教 那么我们阐教 就会不遗余力地保护你 都市修仙高手 第175集 听到天风这样说 苏默感觉 自己的担心 真的是有点多余了 阐教内部 知道苏默 甚是不凡 但别问就好 想当初 苏默在这方面 非常的谨慎 甚至都不愿意 让别人知道 自己掌握的法术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苏默发现 很多时候 你根本没有办法隐瞒 与人对战 你总得出手吧 一出手 那些井底之蛙认不出 但是那些阅历丰富的人 都能够认出来 所以等到将来 练妖狐在苏默身上的秘密 恐怕都会被公开 这都是没办法的事情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所以啊 久而久之 苏默已经看开了许多 知道就知道 总之啊 别惹我就行 如果你杀了我 掠夺了我的修炼法则 并且抢夺我身上的法宝 那老子绝对不跟你客气 这时 雪莉也说道 天堂主说的没错 你没必要担心这个 天火树和七十二变 到底是谁传授你的 这还用得着明说吗 肯定不是人间现代的人呢 既然是某位大神传授 而且 你也不愿意多说 谁又会问呢 不管你是谁的徒弟 现在加入了产教 那就是我产教的一份子 而产教 也会大力栽培你的 绝对不会因为你掌握着 不属于人间现代的制高法术 就剥削压榨你 杀鸡取卵这种愚蠢至极的事情 我们产教是绝对不会去做的 更何况 知道你背后有大神撑腰 谁还敢得罪你啊 苏默呵呵笑了笑 然后问道 那这次比赛 哪位知识要参加 何玉凤 他的实力 是所有知识当中最强的 在单打独独的情况之下 我都不是他的对手 天风说道 天堂主都不是他的对手 就这么厉害 苏默震惊道 既然何玉凤这么厉害 怎么只是知识 怎么没有当上堂主 即便副堂主也行啊 于是苏默好奇问道 那这个何玉凤 修炼的是什么法术啊 三昧真火 天风说道 什么 三昧真火啊 苏默更是惊骇 三昧真火 也是名气极大的法术 虽然不及天火术 但也是非常犀利 而且法术的威力强弱 取决于虫刺高低 苏默现在是二重天火术 因为法术本身非常厉害 绝大多数的三重法术 都很难压制 但是四重或者五重 就可以轻松压制 老虎虽然很厉害 但是那些狐崽子 甚至都可以被狗咬死 三昧真火和天火术 同属活法类型 但是何玉凤的三昧真火 却不比你的天火术啊 天风笑着说道 他的三昧真火 修炼到第几重了 苏默好奇地问道 第五重 我的乖乖 苏默汗颜道 苏默是二重天火术 何玉凤是五重三昧真火 即便苏默也是何道镜后期高手 那也不是他的对手 法术重刺差距太大呀 这法术重刺的差距 甚至比等级阶段的差距更重要 雪莉笑着说道 现在他厉害 但是将来 你肯定会比他厉害 苏默郁闷地说道 能够担任执事的 都是何道镜高手 我这实力 要是以执事的身份去参赛 那绝对会死得很惨 这个我知道 你是我们内定的执事 在你没有踏入何道镜之前 我就不会向总部汇报 所以你这次是以 普通弟子身份去参赛 天风说道 苏默听后长呼口气 然后说道 啊 那我就放心了 如果不出什么意外 个人第一 非你莫属 天风说道 这个就难说了 各地的执法堂内 都是高手入员 但是不管怎样 我都会全力以赴的 我相信你的实力 对了 除了何玉凤之外 另一位执事又是谁呢 苏默问道 我 雪莉说道 雪副堂主 您是副堂主啊 不是说是执事参加呀 苏默惊讶道 雪莉笑着说道 副堂主 就是从执事当中提拔出来的呀 呃 苏默有点无语 天风解释道 各地执法堂的堂主 都是总部任命的 至于副堂主 可以由堂主负责提拔任命 每年一度的比赛盛事 规则说是两名执事 实际上 六大执法堂所派出的 都是一名执事 一名副堂主 有时候则是两名副堂主参赛 这个全因情况而定 并不死板 碍于身份 除了正堂主不可参加之外 其余的全都可以参加 这样啊 苏默恍然道 出于好奇 于是苏默就再次问道 那雪副堂主您 修炼的是什么法术啊 我啊 五重五雷咒 雪莉微笑着说道 五重五雷咒 苏默惊讶道 这五雷咒 苏默没有听说过 但有雷字 必然呢 也是雷系法术 攻击方式 自然也就是雷霆闪电 稀里无比 五重境界 威力可下而知 跟这些真正的高手一比 顿时间觉得 自己已经不具备任何的优越感 当真是人比人气死人啊 你厉害 总有比你更厉害的 天风说道 雪莉比陈秋盛更厉害 苏默隐藏战力 在我中原执法堂之内 何于凤子一 雪莉第二 那您呢 我呀 我很一般 天风笑着说道 天堂主是谦虚 苏默听后很是郁闷 原本以为 今天见到的这十位高手当中 八男两女 苏默感觉还有点扬胜阴衰 僧多肉少 没想到最厉害的两个 竟然是这两个女的 真是让人意想不到啊 不过 天风既然能够成为 执法堂政堂主 那她的实力绝对不是盖的 很多时候那些表面上看起来并不具备攻击力的法术 越是厉害的非比寻常 天风所掌握的乾坤术就是这种类型 学历会把你带到分配给你的那栋别墅 你今晚就可以住下 如果还想回宝平的话 那也可以 总之 在大赛之前 你要调整好自己的状态 虽然你很厉害 但是也不能太过轻敌 毕竟各地的高手 实力都不足 天风说道 天堂主尽管放心 我会全力备战的 对了 你现在用的是什么法宝 呃 苏莫有点诧异 先说你这丝又在迷迷糊糊之下给我下套 我才不会说漏嘴呢 天风见状笑着说道 你别误会 我没有别的意思 大赛之时 你需要一件比较不错的法宝力气 这样才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出你的威力 如果你没有的话 我会赐予你一件灵气 什么品阶的 苏莫问道 若是别的知识 基本上是上品灵气 但是你例外 我可以赐予你一件极品灵气 极品灵气 那就多谢天堂主厚爱了 苏莫欣喜说道 苏莫已经有了困龙剑 不需要被他法宝了 但是极品灵气 他可不先多 哪怕他不用 也可以送给邓雪 或者是夜成天呢 呵呵 你小子够贪 天锋笑着说道 苏莫的身上肯定有厉害的法宝 否则他也不可能斩杀和道警初期的灰狼妖 现在听到自己要赐予 他也一点都不客气 让天锋也是哭笑不得 苏莫嘿嘿笑了 天锋翻手 拿出一件散发着璀璨灵光的长剑 剑是法宝当中最常见的 其次是刀以及枪 若是不喜欢剑 我这里呢 还有刀枪棍棒 辅越勾叉 剑乃百兵之军嘛 我还是比较喜欢用剑的 no 天锋说着地上前来 苏莫双手接过 感谢道 多谢天堂主 把普通成员的个人赛第一名给我拿回来 就是对我最好的感谢 全力以赴 全力以赴 苏莫笑着说道 他现在也不敢喷大话 谁知道比赛时候会遇到什么鬼呢 万一真的蹦出来一个大神转世 但是例如武当圣母下击那样的狠角色 那他就要砍蛋了 好了 让雪莉带着你去吧 我还有事 要去京城一趟 我不在的时候 你若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忙的 尽管找雪莉便是 嗯 我会的 跟着雪莉出了别墅 来到停车的广场之上 苏莫便说道 雪副堂主 我开车带着你吧 还是你开着车跟着我吧 苏莫嗷了一声 郁闷地说道 嗯 那好吧 另外 你个小朋友 私下里 不用叫我雪副堂主 叫雪莉便可 雪莉微笑着说道 听您呢 苏莫含言道 他最讨厌的就是别人说他小 雪莉直接叫他小朋友 让他感觉特别没有男人的尊严 真想拉着雪莉去厕所 然后让他看看世界上最大的东西 雪莉开着一辆浅橙色的蓝布地尼跑车 苏莫呢 将自己那辆濒临墓上收入狐借 然后开着那辆红旗L5 在后面跟着 出了中原执法堂总部之后 便一路向西 在市里面转了一大半天 终于来到一个高档小区 进去之后来到别墅区 然后停在了一座独栋别墅前 将车停好之后 雪莉便下来了 苏莫紧随其后 也立即下车 雪莉站在车前 折折面前这栋别墅说道 那 这就是你的新房子 苏莫简单地欣赏一番 然后便说道 多谢雪莉姐给我带路了 应该的 好了 我该走了 雪莉微笑着说道 进去坐坐呗 不了 既然这样 那雪莉姐慢走 苏莫说道 也不强求 记住我的手机号 在省城有事可以找我 苏莫立即拿出手机 然后记住了雪莉的手机号 走了小朋友 好吧 苏莫郁闷地说道 雪莉走后 苏莫就自己开门进去了 这是精装修的别墅 所谓的独栋别墅呢 就是独门独院 上有独立空间 中有四家花园 下有地下室 是私密性很强的独立式住宅 表现为上下左右前后 都属于独立空间 一般房屋周围 都有面积不等的绿地 院落 游泳池 亭子 篮球场等 但是这座独栋别墅 并非超级大的那种 院落里面只有绿地和游泳池 不过省城的房价非常高 比宝坪高出了好几个档次 苏莫对房价不太关重 但是呢 也能够粗略地估计出 这座独栋别墅 没有两千万 绝对买不到 中原执法堂上千之中 新加入的成员 不可能全部都赏赐别墅的 恐怕也只有直视成员 才能够享有这般待遇 而那些普通成员 估计都是普通的三十一厅 别墅里面装修得非常高档 各种电器一应俱全 随时都能拎包入住 这次来省城 可谓是收获极大 不说那枚金刚斧 光是那五枚夏品宁丹 都让苏莫是激动万分了 灵气丹与白转丹 苏莫现在都用不上 但是洗水丹 养员丹和纯羊丹 都可以用得上 纯羊丹不用多说 而这洗水丹呢 则是可以洗水发骨 彻底排除体内杂质 对经脉全面地进行清理 可以让体质变得更加强壮 全身的契合度也更强 至此以后生命力更强 伤势恢复速度也会更快 助激丹是稳固基础的 洗水丹同样是稳固基础的 但是呢 比助激丹更高端 更细致 那些在化神境和化气境 没有打好基础的修士们 都可以利用洗水丹 来进行亡羊补牢 打个很简单的比喻 两个同等级别的修士高手 所掌握的法术也一样 所使用的法宝也都一样 但是若是其中一个 服用过洗水丹 那他肯定能够打得过对方 因为服用过洗水丹的修士 各方各面都要强于对方 总之啊 这洗水丹对于修士来说非常重要 但是重要的东西往往都是非常稀缺的 这洗水丹非常昂贵 绝对是有价无市 各大教派都严格的控制 从不出售 只是用来培养自己教派的弟子 如果苏默没有加入产教 也就不可能得到这枚珍贵的洗水丹 其实还有一种更加厉害的丹药 那就是补添丹 听这名字就比较犀利 而补添丹的功效更是犀利 那些天赋和悟性非常差劲的修士 若是服用了补添丹 就会弥补自身诸多仙天不足 拥有惊人的天赋与悟性 堪称一步登天 故称补添丹 在万千丹药当中 这补添丹呢 真的算是一个bug 如果是让那些凡人服用了补添丹 也可以一步踏入修仙之道 成长非常快 而且这补添丹呢 是属于神丹 只有天庭仙界才有 也只有那些非常厉害的炼丹师 才能够炼制 普通的修士高手都无法炼制 至于白转丹 则是治疗伤势的 并且是侧重于内伤 修士对战 外伤啊是次要的 可以快速的恢复愈合 但是内伤都需要 漫长时间去恢复 如果是受了非常严重的内伤 甚至会影响到日后修炼 从而止步不前 而这白转丹 就是专门治疗这种内伤的 当初苏默杀了灰狼妖 就深受内伤 后来天风给了苏默 十枚养元丹 十枚白转丹 和十枚血气丹 苏默正是服用了 这些极品宝洁品质的丹药 才会在短暂的几天时间内 就恢复如初的 苏默现在无事 便想趁此机会来负担修炼 苏默什么都不做的时候 炼妖狐可以隐藏他的气息 但是一旦进入修炼阶段 吸收天地灵气 就无法隐藏气息了 这就跟他施展法术的时候一样 气息主动外放 根本无法控制 不过这是省城 而且还是白天 韩剧在省城的修士 或者妖族都比较谨慎 一般情况下不会明目张胆的杀人掠获 毕竟中原执法堂的总部就坐落在这里 在土皇帝的眼皮子底下惹是生悲 那你就是纯属招死 这就是大城市的好处 都有门派组织的管辖治安 不像那些三不管的小城市 经常在白天也会有妖魔作乱 所以在这里修炼很安全 都市修仙高手第176集 先是服用洗髓丹洗髓罚骨 这个过程呢持续了两天时间 结束之后 苏默的体魄和生命力 都得到了非常显著的提升 紧接着就是服用养元丹 并将前段时间 天风送给他的那些养元丹 再加上这枚夏品灵丹品质养元丹 一股作气全都服用 自始至终 其实苏默都没有正儿八经地 培养过元神 这主要是他通过杀人掠货这种途径 尝到了太多的甜头 然后呢就有点不屑于闷头苦修了 钱难赚屎难吃 穷人都想着发财梦 富人们都想着赚更多的钱 但是一步一步地赚钱 效率太慢 大公族奋斗一辈子 都未必可以在那些一线城市 买房子买车 但是抢银行和赌博就不同了 可以瞬间报复 没有高风险就没有高回报 杀人掠货就跟抢银行的性质差不多 都是掠夺别人 成就自己 但是这种方式的利与弊是对等的 成功了你会得到极大的好处 失败了就意味着被杀 叶成天和邓雪的天赋 都很一般 他们想走杀人掠货这条捷径 风险极大 只能老老实实地修炼 但是进步缓慢 苏默骚气 仗着强大的法术和法宝 完全不怕 所以现在他都有点迷恋这种方式 而不屑于把更多的精力 放在苦修上面 人生是多姿多彩的 与其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苦修上面 还不如去装逼泡妞享受生活呢 元神越强大 法力越澎湃 施展法术的次数也就越多 对法术的驾驭控制力也就会越强 又是三天时间 三天之后 苏默结束修炼 这五天下来 苏默进步极大 虽然法术和等级都没有提升 但是这提升的则是体魄和生命力 让他的防御更加强大 恢复速度也更快 简单点来说呢 就是更加的耐操耐磨了 如果跟灰狼妖大战的时候 苏默是现在这种状态 完全可以跟着他站着对撸啊 而这都拜那枚洗水丹所赐 很多丹药都是一次性的 服用第一枚才会有效果 再去服用就毫无效果了 续命丹如此 洗水丹如此 补添丹同样如此 来到院落的花园里 呼吸着清晨的新鲜空气 苏默对小夕问道 你也可以炼制洗水丹吧 嗯 可以炼制出极品保洁品质的 那补添丹呢 那要等主人踏入河道境之后 才能够炼制 小夕说道 那你现在就炼制一些洗水丹 不要太多 十没便可 苏默说道 洗水丹需要九九八十一天 不急 慢慢炼制 邓雪和夜成天的资质啊 都很普通 苏默想着炼制一些洗水丹 送给他们 等自己踏入河道境 能够炼制补添丹的时候 就炼制一些补添丹给他们 弥补他们的先天不足 或者是让薛倩和何云兰他们 全都服用补添丹 让他们踏上修仙之道 苏默不指望着薛倩他们能够变得多强 只要他们能够长生不死 稍微有点实力 可以保护自己就行 毕竟烦人太脆弱了 尤其是各种病症 还有呢 就是恶人的窥视 如果他们都能够踏入化神境 或者反虚境 那以后晚上单独回家 就不怕遇到流氓了 毕竟苏默找的这些女朋友都是极品 长得漂亮的美女 虽然受欢迎 但是也非常危险 那些歹人若是碰到了 很容易滋生邪念 点根烟 惬意的抽针 来省城好几天了 心里挺想念学信他们的 距离产教的大赛呢 还有一段时间 眼下留在省城也无事可做 索性还是回宝平潇洒吧 毕竟那是他的地盘 在省城这个藏龙卧虎之地 苏默没有什么优越感 但是在宝平 那就是优越感爆棚啊 另外苏默已把夏叶两家人给晾了一段时间了 而叶倩怡这件事情始终都是要想办法解决的 夏宇和现在肯定已经知道了 联系不上苏默肯定快疯了 不管叶夏两家人如何看待苏默 反正他的态度非常坚定 叶倩怡他必要 至于夏宇和苏默呢 也没有跟他发生过什么亲密的基础 所以要不要都行 自从上了叶云历之后 苏默的心里啊 其实就有点排斥夏宇和呢 那种复杂而又淡堂的感觉 让他也是醉得不行啊 将言抽完 坐上房门 苏默就开车回了宝平 回到宝平后 苏默驱车来到了传奇美容会所 正如他所希望看到的一样 门前停着很多车 看样子生意貌似非常的红火 那些领导的老婆们来做美容 那是卖给苏默面粉 事实上 他们在店里做过之后 发现效果真的非常好 然后就开始在彼此的朋友圈子里面宣传 一传十 十传百 在这些女人的带动之下 莫名而来的人是越来越多 人们出去吃饭 找饭店的时候呢 哪家饭店人多 就去哪家 人多呢 证明好吃 而那些比较冷清的饭店 那就很少有人去光顾了 现在人都讲究品味和享受 即便是需要漫长的等待 他们也不急不躁 其实各行各业都如此 再加上广告的宣传 传奇美容会所的美容养颜秘方 迅速便在宝平市传开了 当然了 这个传开 目前只针对的还是有钱人的圈子 平民老百姓关注度还是有点低 自古以来 很多产品的推广 都是先找那些在社会上有地位 有影响的一部分人 先让他们使用 在他们的带动之下 就会给你带来更多的生意 徐英宏 朱丽叶和朱丽静三个女人 这段时间可谓是忙得不可开交啊 虽然每天都很累 但却非常充实 非常开心 因为生意真的太好了 好的远超他们的预料 苏莫来的时候啊 都快要中午了 在店里坐了一会儿 中午的时候 苏莫就带着他们三个 去外面吃饭了 莫哥 你这几天去哪了呀 吃饭的时候 朱丽叶问道 我去省城了 在省城待了几天 你怎么又换车了呀 你的车真多呀 朱丽静说道 苏莫笑着说道 我加入了产教 这是见面礼 另外呢 还送了我一栋豪华别墅 以后啊 你们去省城 就不用住酒店了 这可真心不错 朱丽静欣慰地说道 莫莫 店里面的生意非常好 我们都有点忙不过来了呢 徐英红笑着说道 那就开分店啊 你们有空的时候 就去看看 看哪些位置比较好 然后开设分店 资金方面不用发愁 至于店面 看住哪个位置 该租就租 如果是那些新开发的地方 基本上都是传奇地产 和宝天集团的产业 这个都好说 嗯嗯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的产品 还没有确切的命名呢 莫莫 这是你研制的产品 你有没有想过名字呢 徐英红问道 我们的产品效果非常好 那些顾客们做过之后 都会问 我们这是什么产品 但是我们没有名字 都说这是我们自制的秘方 朱丽叶说道 我以传奇命名 瑞天地产 现在更是更名为传奇地产 美容会所和饭店 也都是传奇 那我们的产品 当然也要以传奇命名 我有想过 就叫做传奇一号 和传奇二号吧 组合起来呢 就叫做传奇搭档好了 你们感觉怎么样 黄金搭档 传奇搭档 这个名字挺好的 朱丽静笑着说道 徐英红则是说道 化妆品的名字 基本上都很优雅唯美 像香内尔 纪凡西什么的 不过运传奇命名也不错 其实名字都是次要的 重要的 还是产品的优劣好坏 你看王老吉 多么俗迹的名字 但就是畅销 是的 产品最重要 朱丽叶说道 我们现在属于起步阶段 等我们的厂房建成 能够批量生产加工的时候 就全面推广 到时候我们找几个国际巨星 给我们做代言 砸几个亿的广告费 用不了两年 就能够大红大紫 真的好期待啊 朱丽静说道 苏默笑着说道 快点吃饭吧 下午啊 我还有事情呢 吃过饭之后 苏默把徐英红他们三个 送回美容会所 然后他就去找邓雪 邓雪最近一段时间呢 一直都在家里面 闭关修炼 炼化吸收灰狼腰 上次找他的时候 已经是化神境巅峰了 又过了这么多天 想必已经踏入了反须境了 到了邓雪家里 果不其然 邓雪已经是反须境初期了 按照苏默的预想 邓雪炼化了灰狼腰 在短时间之内 可以提升到反须境中期 或者是后期 而这都是初次受益 随着时间的推移 再过三两年 踏入合道境 也是毫无悬念 见到苏默 邓雪啊 很是欣喜无比 修炼是非常枯燥的事情 但是对于邓雪来说 这份枯燥 却充斥着无尽的喜悦 炼化了灰狼腰 让他从化神境中期 在如此短暂时间内 便踏入了反须境 即便再枯燥 他也会感觉到 非常的高兴 那就跟啪啪一样 哪怕是你累成了狗 你也会觉得非常惬意 非常舒爽 甚至不惜精进人亡 进步真快啊 都反须境出奇了 客厅沙发上 苏默抽着烟 搂着邓雪 欣慰地说道 这提升速度 都让我有种 生活在梦里的感觉 邓雪黑黑笑道 哼 现在啊 你就无脑地冲击吧 我现在正在练制洗水单 等我练成之后 你再服用洗水单 进行洗水法骨 会让你得到巨大的好处 洗水单 这个你也能练制 邓雪震惊道 洗水单可不是寻常丹药 比灵气单和养元丹 更加高级 更加珍惜 对修士来说 价值非常非常大 苏默笑着说道 不管什么丹药 只要给我配方 我都能够练制 哎呀 莫哥 你真是太厉害了 跟着你 我算是享福了呀 以后就不愁没丹药了呀 邓雪狂喜道 这都是命中注定的事情 苏默说道 他还是比较相信缘分的 然后继续说道 我已经正式加入了产教 并且成为了中原执法堂的 执事成员 天风又给了我几枚灵丹 还有一道金刚斧 以及一件极品灵气 因为我下个月要去京城 参加一年一度的教派大赛 这件极品灵气呢 到时候我要用 等大赛过后啊 我就把它送给你 即便灵气 邓雪震惊道 对于他来说 弄一件宝气就非常不错了 至于灵气 他以前呢 都没有奢望过 而现在 苏默竟然说 要送给他一件极品灵气 苏默微笑着点头 然后便将那把长剑召唤出来 看到散发这璀璨灵光的长剑 邓雪的眼睛瞪得老大 心里啊 也是激动万分 极品灵气 光是这气息 就特别震慑 邓雪由衷地感慨道 很多河道经的高手 用的也都是下品灵气 或者中品灵气 这极品灵气 确实非常难得 天风是看中我 所以才会赐予我 这么厉害的法宝 不过 我有盛气困龙剑 所以这把极品灵气 还是送给你比较好 邓雪搂住苏默的脖子 说道 莫哥 你对我真是太好了 爱死你了 笨蛋 不对你好 对谁好呢 像这种甜言蜜语 该说就说 哪怕是昧着良心 邓雪欣慰一笑 便去亲吻苏默 这是他目前为止 唯一能够感谢苏默的 最好方式 对于邓雪的头怀送抱 苏默自然是不会跟他客气 毕竟他来找邓雪呢 就是想要上他的 四点多的时候 苏默心满意足地离开 上了叶云丽之后 让苏默有种负罪感 对夏宇和有点溃掉 现在呢 他又破坏了叶倩怡和陈家的好事 并且明摆着 对叶倩怡心存想法 苏默的卑鄙无耻 让他不知道 该要如何面对夏宇和 但是该面对的迟早都要面对 一直逃避也不是办法 如果一直这样拖延着 对谁都没有好处 所以苏默就去学校找夏宇和 想要跟他单独地聊聊 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 看他到底是什么态度 如果痛恨苏默想要跟苏默分手 那就分了吧 反正苏默也还没有跟他上过场呢 他也不吃亏 苏默也没占什么便宜 在这种情况之下分手啊 伤害值最小 如果夏宇和什么都不介意 死活都要给苏默做炮筒 那苏默只能委屈求全 被逼无奈地接受他的这份慷慨了 因为掌握着追踪术的缘故 苏默得知王力在学校 长凯也在 为了不免不必要的麻烦 苏默没有进学校 将车停在了学校门口 然后给夏宇和打电话 跟夜夏两家闹僵之后 苏默就把他们两家人的电话号码啊 全部都给拉黑了 不过他们的手机号码 苏默全部都记在心里 每个人的都能够倒背如流 夏宇和正在上课 手机震动 拿出来一看 竟是让他朝思暮想的男人打来的 于是直接起身 对讲台上老师说道 马老师 我出去一下 马老师非常郁闷 但知道夏宇和的身份 于是便笑着说道 去吧 宇和 夏宇和来到教室外 接通知后道 操你妈的苏默 你是哪儿去了 为什么不接我电话 说好的矜持和温柔呢 苏默喊言道 没想到这妮子张嘴就骂 看来真是生气了 你现在在哪儿呢 我在学校门口 等着啊 夏宇和说罢 就挂了电话 挂了电话 苏默打开车窗 点根烟抽着 几分钟之后 夏宇和就开着车出来了 将车停在了旁边 夏宇和就走了过来 打开车门 坐在了副驾驶座位上 看着他冷着脸 苏默就笑着说道 哼 几天没见 你还是这么漂亮 夏宇和冷哼一声 啪的一巴掌 就呼了过来 苏默直接傻逼了 别的女人 对他都是言听计从 生怕讨不得他的欢心 在他面前 都是能多温柔 就多温柔 夏宇和是典型的 大小姐脾气 比较雷利风行 不过跟着苏默之后 变化也是非常大的 却是没有想到 这丫头竟然敢动手打她 苏默有点不能忍 但是转念一想 自己确实有点对不起她 让她呼一巴掌 出出气 也没有什么 所以视频是连接了 这瞬间的第一声 终于某天国 他在里面上 越南的打仾 越南的打仾 第1声 就记得好 越南的打仾 的胃之后 再次带